金无畏奉旨行事 英国公之人不得善理 否则 格杀勿论 一群金色披风腰间带刀的官兵 闯入这座百年三英世家的府邸 打破了英国公上空的宁静 金无畏 皇帝直属清卫 自天圣建国以来 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为首的金披风抽出腰间长刀 横刀向天 锋利的刀锋在日光下 折射出红烈的白光 格杀勿论四个字 从唇齿间咬出一抹浓烈的血腥 与森森利器 这四字一出 所有人都知道英国公府怕事 完了 哇 三姐姐 你不要死啊 明媚 明媚你可不要有事啊 你醒醒 快醒醒 小孩与妇人的哭喊声 还有不远处惊慌的喧闹声 与哀求声交织着 就像是天崩塌下来一块 世界末日来了一般 可是 世界末日不是已经来临了好几年了吗 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 刺激的苏明媚脑人发疼 她一时迷迷糊糊的 谁在喊她的名字 为什么好像很多人的样子 末日后 人口骤然锐减 人类九成九变成了丧尸 苏明媚已经很久 都没有听过活人的声音了 她吃力地睁开眼 撞入眼帘的 是一张梨花带雨的美人脸 妈妈 苏明媚顿时脱口出道 明媚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吓死娘亲了 美妇人见到女儿醒来 不禁喜极而泣 将苏明媚紧紧搂入怀里 妈妈 我好想你 呜呜 苏明媚也漠然红了眼圈 依恋地抱住美妇人 像个小孩一般 在她怀里撒娇 妈妈的怀抱好软 好香 好舒服 但 很快 苏明媚意识到了不对劲 娘亲 这是什么繁祖称呼 下一秒 苏明媚就意识到 更多不对劲的地方 比如 眼前的妈妈 虽然跟记忆里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看起来要年轻很多 打扮也不对 竟然穿的古装 梳的发际 头上插着金钗 一副完完全全古人的装扮 再举目一瞧 四周都是古香古色的宅院 跟末日前 她曾经到横店旅游的时候 看到的影视城建筑差不多 一群金色披风 官兵模样的人 手中亮出锋芒凛冽的刀 将女眷和男子们赶到一起 丫鬟蒲翼模样的人瑟瑟发抖 跟电视上演的抄家场景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 她怎么变小了 苏明媚抬起了手 细白又嫩 食指可爱 手背上还有小小的窝 看得出来没做过什么粗活 就像是古代贵族娇小姐的手 可以肯定不是她自己的手 因为这分明就是个小孩子的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正疑惑着呢 突然一阵头痛欲裂袭来 疼得苏明媚不禁白了小脸 难受地抱住脑袋 然后 脑海里多出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是一个十岁小姑娘的记忆 苏明媚心想 我这是 穿越了 不 准确来说 应该是穿梳 小姑娘也叫苏明媚 是天圣国英国公府的嫡小姐 爹是英国公 母亲同样是国公之女 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作为幼女 再加上早产体弱 苏明媚是全家最受宠的存在 也是圣经最令人现眼的贵女 因为她的姐姐是贵妃 贵妃最宠爱苏明媚 这个幼媚 宫里的赏赐 大把大把地赐下来 就连公主都不及她金贵 苏明媚每日无忧无虑 一群丫鬟扑币陪她玩耍 逗她开心 皇宫也任她进出 简直就像是拿了团宠闻女主剧本 可 原生这个小豆丁 不是什么女主 连女配都算不上 顶多是个小炮灰 因为女配正是她的贵妃姐姐 男主是当今新帝 曾经的六皇子君天义 生母得飞 为了增加谋夺皇位的筹码 求取英国公敌长女苏明凤 为皇子正妃 然而这位六皇子 心中一直有个白月光 六皇子对白月光许诺 待她为帝 必许她为后 封她的儿子做太子 共享一世繁华 并肩看天地浩大 不过 她迎娶的是英国公的敌长女 想为白月光守身如玉 定然是不成的 为了不让别的女人 生下她的孩子 六皇子给苏明凤 用的箱里下了药 那药 明曰子西 那箱常年累月用下来 苏明凤与子嗣无缘 直到夺嫡结束 六皇子登基为新君 以这个借口 只封了苏明凤做贵妃 等君天义坐稳皇位 贵妃这颗棋子 就该退位 给她的心肩宠腾位置了 然而 凤一万千 美艳绝伦 骄纵跋扈的贵妃 背后给她撑腰的是 整个英国公府 所以 为了让白月光做皇后 为了让男女主 Happy Ending 英国公府这等百年公卿世家 也是毫无任何逻辑可言的 说倒就倒了 现在就是英国公府大厦将清 贵妃苏氏被打入冷宫 即将被一条白铃赐死 而以英国公府为首的一些家族 被流放边境蛮荒苦寒之地 永世不得回圣经 在流放的途中 陆玉山匪 英国公府死得七七八八 再无翻身之地 皇帝册封白月光做了皇后 故事结局停止在丰厚大殿 从此 男主和女主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可 我穿成了恶毒女配的亲妹妹 苏明妹一脸震惊 末世里 最多的就是丧尸 像手机电脑和金银珠宝 这些完全无用 钱更是废纸一张 苏明妹外出打野 寻找物资的时候 捡了许多手机回来 冲上电后 某些不用密码 就能直接打开 有的手机里空白一片 可能便丧尸前 删掉浏览记录 是他们一生最后的倔强 也有的手机里写了遗言 希望以此证明 自己来过这个世界 苏明妹倒不是有意 窥探别人手机里的秘密 她只是 太无聊了 人类总数骤减道 只剩下0.1%不到 文明崩塌 文娱失落 再没有空调综艺电视剧 手机没有了信号和网络 当一个人待得太久太久 久到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除了丧尸围城的古怪嘶吼 就是城市陷落的死记 人是群居动物 长期待在那样的环境里会疯掉的 所以 苏明妹做各种事情 让自己不那么孤独 她偶尔能够在找到的手机 或平板里 翻出下载好的综艺和小说来看 穿越前 苏明妹刚刚好看的 就是这一本 她本来还觉得巧 恶毒女配苏贵妃的妹妹 跟自己一个名字呢 哪能想到 穿书定律 哪怕末日降临都这么灵验 她竟然真的穿成了书中 同名同姓的小炮灰 所以啊 碰到角色 跟自己同名同姓的小说 哪怕在里面只是个路人甲 都别看 危险 这本古早狗血小炎篇幅并不长 这会儿 英国功夫抄家流放 已经快是结局 原身体弱 在金屋卫包围住英国功夫 不小心撞到石头上给晕了过去 然后苏明妹就穿越过来了 那本书里 并没有着过多笔墨 在苏明妹这个小炮灰上 就连英国功夫的结局 也是一笔带过 说他们死在流放途中 流放啊 听到这两个字 就知道其中艰难了 不过 再苦能有莫是苦吗 比起遍地丧失 缺一少时 人性沦陷的痴人末时 苏明妹顿时觉得 刚穿越到古代 就被抄家流放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姑娘身穿浅壁色的罗长 头顶竖着两个漂亮的小花包 系着水红色的绸带 白嫩嫩的偶腕上 带着一对小金镯 原本一看就是 赞英贵族家的女娃娃 此时却小脸雪白 额头流血 眼神木然 看起来就像是吓坏了 尸神魂魄一般 金的蓝氏 连忙将小女儿半搂进怀里 明妹 娘的小明妹 你可不要吓我呀 苏明妹回过神 声音虚弱 像小奶猫似的 娘 我没事 对上美妇人那张 年轻版妈妈的脸 和融合了原生的记忆 苏明妹发现自己 竟然就这么自然而然 叫出了那生娘 好像这生娘一出口 苏明妹无形间感觉到 自己跟眼前的美妇人 多了一丝羁绊 就好像她真的成了 英国功夫的 嫡小姐苏明妹 不管怎么样 这书已经穿了 占用了原主的身体 这些人就是她的家人 这一次 她一定要保护好家人 只是 竟然穿成了个十岁小豆丁 肩不能挑手 不能提的 流放路上 肯定处处艰难 古代没有汽车 徒步走上几千里 人恐怕都得废掉 难怪在原书中 这些人一个都没活下来 要是她的空间 和异能在就好了 第二章 空间和异能 也跟着穿过来了 苏明妹皱起漂亮的小脸蛋 有点忧愁 头也好疼 小手摸了摸脑门 摸到一手鲜血 一滴鲜血 没入掌心红质中 像是什么被激活一般 幽光一闪而过 随后苏明妹感觉掌心 漠然灼烫了起来 小女孩掌心的那粒红质 像是吸饱了鲜血一样 变得鲜艳欲滴 下一秒 苏明妹眼前一黑 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 她隐约听见 美妇人的惊叫声 奇怪的是 苏明妹并没有 似想象般地昏过去 再睁眼 入目的画面 已经是大不相同 美妇人蓝氏 和那群凶神恶煞的 金披风官兵 已经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一处水墨画般的仙境 远处是青山远带 被白雾遮住 近处是一条溪流 里面有漂亮的井里 鱼虾游异着 甚至不怕人地跳跃起来 带起的水珠 隐约泛着淡淡金色 溪流向远方蜿蜒而去 没入白雾遮挡的 群山与森林中 源头却是一个紫金色 壮如莲花的池子 那池子四金四玉 里面装着小半池子 晶莹剔透的紫金色液体 充满了鬼焰优惑的感觉 又好似水晶般美丽诱人 紫金池旁边 是一座漂亮的小宫殿 白玉座门 墨玉铺地 宝石和夜明珠相欠点缀 苏明媚顿时惊喜出生 空间 她的空间 竟然也跟着穿越来了 上辈子墨时来临前不久 苏明媚意外觉醒了随身空间 为了怕被抓去实验室解剖 这个秘密 除了最亲近的家人 苏明媚没有告诉任何人 当时 墨时虽然还没有到来 但是网络上 时常有末日论的恐怖留言 还有些帖子 下面有科普 如果离世界末日 还剩下三天 你需要准备哪些生存物资 才拥有空间的苏明媚 看到这样的帖子 小脑袋就灵机一动 按照科普帖上面的建议买买买 像只快乐的小仓鼠 往自己的秘密空间里面 不断囤货 米面粮油肉个十吨 黄豆红豆绿豆 小米紫米 各一千斤 酱油 盐 醋 冰糖 红糖 辣椒 花椒 孜然粉 烧烤粉等调味品 也各自囤了一千斤 再来就是各种素食 泡面每种口味各五千香 自热火锅和自热米饭 每种口味各五千香 薯片 饼干 火腿肠 八宝粥 水果罐头 牛肉罐头等 直接打开就能吃的东西 越多越好 因为空间里有吸流 不存在缺水 所以 矿泉水就只囤了几百香 倒是可乐 雪碧 七喜 果粒成 叶汁 气泡水 旺仔牛奶这些饮料 苏明妹每样都买了上千件 苏明妹不喝酒 但是在各种末日生存的小说里 烟酒都是堪比黄金的硬通货 所以 苏明妹还是囤了不少白酒啤酒和香烟 烟酒都贵 囤完这些东西 苏明妹自己的小金库建了底 但是一批批货送来 堆满整个别墅的地下仓库 真是满满的成就感 她的女总裁姐姐还挑眉笑话她 哟 我们小明妹这是打算在家里开超市 调笑归调笑 姐姐御手一挥 给了苏明妹一张卡 让她买着玩 就这样 苏明妹又可以继续买买买 女孩子每个月都要来大姨妈所需要的卫生棉 各种牌子日用夜用的各亦千项 卫生纸 洗脸巾 一次性内裤 洗衣液也是各亦千项 洗发水 沐浴露 身体乳 牙膏牙刷 这些苏明妹用的比较挑剔 每个常用的牌子都买了 数量上尽量越多越好 各种水乳 精华 眼霜 面霜 防晒乳等 苏明妹直接到专柜提货 说给公司购买员工福利 每样来的一千套 彩妆的口红 粉底液 腮红 眼影盘 绣容盘这些 也同样每样一口气各来一千套 然后转战下个专柜 苏明妹小富婆的架势 险些把这些专柜的仓库都给买空 经理笑得合不拢嘴 直接给了她一个最低折扣架 并且送货上门 除了化妆品 衣服鞋子也是必不可少的 羽绒服 毛衣 裤子 登山靴 棉被 鸭绒被 四件套 甚至是床 能想到的 苏明妹都囤进了空间 因为她发现 收进空间里的物品 时间都是相对静止的 比如 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 从外面拿到空间 等过个一天一夜再拿出来 那碗饭依旧是收入空间时的样子 就连上面冒着的热气都没有变 但是 放入空间的活物 比如鸡鸭鱼虾 却是能够按照自然规律成长的 母鸡每天都能下热乎乎的新鲜出炉的鸡蛋 鸡蛋也可以孵出小鸡来 所以 苏明妹买了鲜活的鱼虾 放进空间里那条小溪里养着 可能是空间拥有的神器性 就连奥龙和帝王蟹这种深海海鲜 也能够在小溪里存活 苏明妹爱吃海鲜 各种鱼 各种螃蟹 各种虾类 还有鲍鱼生蚝 都往小溪里一框框地投放 哪怕这么多鱼虾放进去 甚至飞快繁殖变得更多 也不见小溪拥挤 空间与她的心念相通 想吃的时候 想要捕捞起来也不麻烦 直接一个心念 就能把凶猛的深海帝王蟹 甩到小溪岸边的草地上 让她乖乖就饭 购买的物资收入空间时 也只需用精神力 就能够分门别类 整整齐齐地摆放好 不然 这么多的东西 一箱一箱地搬 那可得累死她的小胳膊小腿了 当然了 虽然苏明妹在空间里 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一个心念就能从小溪边 移动到远处的山上 仿佛这片天地的主宰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目前 她只能在已经解锁的板块活动 被白雾遮住的地方 是去不了的 还有 她对空间的掌控程度 跟精神力挂钩 如果一次性耗费太多精神力 就会开始出现头疼的症状 所以 囤进空间的大量物资 也花了她一些时间整理 但是看见空间里堆积成山的各种物资 心里满满都是成就感 如果末世真的来了 这些东西 够她和家人吃上一辈子的了 退一步讲 就算末世没来 东西放在空间里 永远都不会过期变质 大不了真的像她四处大肆进货时 跟人说的那样 开个超市 哦 对了 除了在小溪里 放入鱼虾海鲜 饲养之外 苏明妹在地面 也圈养了鸡鸭猪牛羊 这些常见的家禽 在 圣经里 大洪水毁灭陆地前 除了让人登上诺亚方舟 都给小动物们预留了位置 以保证生物的多样性 不被灭绝呢 如果末世真的来临 这些家禽 可能就是世间最后的动物 如果没来 饲养在空间里也可以吃 苏明妹给动物们 各自划分了地盘 以免他们四处乱跑 把空间弄得乱糟糟的 本来她还以为 在空间里养了家禽 或多或少 会有一定的味道 结果完全没有 动物们在草地上拉得便便 第二天都会被空间自动清理 草地重新变得焕然一新 也省了她一桩麻烦 有了家禽 瓜果蔬菜自然也不能少 苏明妹不仅囤了 每样几千斤的新鲜瓜果蔬菜 还购买了大量种子和树苗 蔬菜种子撒下去 每两天就可以长出来 空间的生长周期 要比外面短得多 成熟的蔬菜可以收入仓库 同样能保持水灵灵的 不会坏掉 各种果树树苗 移栽进空间 也生长得好好的 就连娇贵的车离子树 草莓苗 蓝莓苗这些 哪怕苏明妹没有特意照料 也没有一个死掉的 一核石全部被妥 柱核型这方面 苏明妹想订购越野车和房车 嗯 像自行车 三轮车 滑板 皮卡车 她也购置了一些 至于车需要的燃油 买桶装的 一桶桶立在空间里 她一个女孩子 对车的配置不了解 就请教了在部队的亲哥哥 他哥知道后 不仅帮她挑了车 还做了改装 玻璃都是防弹的 甚至 还帮苏明妹在朋友那里 弄到了一批野外求生和作战的工具 帐篷 打火石 太阳能发电机都一应俱全 药品也是必不可少的 感冒药 青霉素 维生素 消毒水 口罩这些常见药物 为了不引人注目 苏明妹分批在药房和网上购买 苏明妹还是个小吃货 汉堡炸鸡披萨薯条和奶茶 也是囤货时必不可少的 这些她都是直接点外卖 汉堡炸鸡一口气几百分 奶茶也是按照口味 每种点一百杯 那一天 十几个外卖小哥同时在苏明妹家碰头 狭路相逢面面相去 这人这么能吃吗 震惊 后面苏明妹就学聪明了 分不同时间点餐 这样外卖小哥就不会撞到一起了 不过 她点的外卖总是几百分几百分的 还是很让人吃惊 那时 苏明妹还不知道末世会降临 她只是凭一种预感 在空间里囤满了物资 苏明妹在末世里 靠着这些物资活了下来 却跟家人失去联系 末日降临时 她的父母和小弟 在国外旅行 姐姐在另外一座城市出差 哥哥执行任务 苏明妹自己 则在学校 家人四散 末日来得那样快 没有一丝预警 也不会给人有任何的准备 一场红雨携带的病毒 让地球上的大部分人 沦为行尸走肉 而剩下的人 将人性中的丑恶 暴露得一览无遗 在混乱无序 人性塌陷的末世 她的家人活下来的几率 微乎其微 有些人 可能终其一生 都再也见不到 末世后 苏明妹收集到了更多物资 甚至有末日前搞不到的 被管制的武器 现在 变成十岁小豆丁的苏明妹 望着自己宝贝空间里 满满当当的东西 像在巡视自己打下来的江山 小脸上的高兴 挡也挡不住 她好了 只要有空间在 她就有把握 在流放途中 保住自己和英国功夫众人的命 第三章 异能 土遁术 从空间退出来 苏明妹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天色也已经擦黑 远主的闺房里点上烛火 只有一个丫鬟守在床边 见到苏明妹睁开眼 喜极而泣 小小姐 您终于醒了 原来 远主虚弱的小身板 承受不住空间的能量波动 在苏明妹进入空间时身体 就昏迷了过去 蓝氏虽然担心女儿 但是作为英国功夫主母 在大厦江青 生死危难之际 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所以让丫鬟守在苏明妹身边照顾 蓝氏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苏明妹雪白的小脸上 露出一种跟稚嫩年龄 截然相反的 成熟冷静的表情 林荡 我昏睡了几个时辰 现在府中是什么情况 丫鬟林荡没见过 自家小小姐这个模样过 一时有点被震慑住 连眼泪都来不及擦 不由自主地回答道 小小姐 您昏迷了将近三个时辰 府中 皇上下令为了英国功夫 那些人都说 此次北游大败 是因为国公爷的决策失误 才害死了十万将士 国公爷在北游战场失踪 被人污蔑成是畏罪潜逃 世子从战场回来 也断了双腿 贵妃娘娘 也因此被迁怒失了宠 奴婢一个丫鬟 也懂不了太多 但 金无威力来都有煞鸣在外 现在好像在府中 翻箱倒柜寻找什么 也不知道天亮以后 英国功夫会变成什么样 小小姐 我们该怎么办啊 林荡作为英国功夫的家生子 如果英国功夫倒了 他的下场绝对不会比现在好 满府上下 也都人心惶惶 如果不是有老太君 和国公夫人出面镇压局面 恐怕英国功夫 等不到皇上最后的旨意下来 就自己先获起萧强 生出内乱 林荡想 自己也是 真的慌了 竟然问起被宠得不安适适的小小姐来了 苏明妹小手 威威握成拳 她知道 那群金无威在找什么 找英国功勾结外敌 致使北右大败 十万儿郎马格果师的罪证 北右官大败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 君天义忌惮 位高权重的英国功 原助理 今夜过后 贵妃一根白铃香香玉雨 她留下罪己书 希望皇上以自己之死 放过英国功勾一马 贵妃死后 英国功勾被下旨判处 抄家流放之行 英国功勾 本是百年赞英世家 家产丰厚 金无威抄家时 抄出珠宝金银无数 从府里抬出 自朱雀长街招摇而过 尹格百姓 对英国功勾的印象 一落千丈 从护卫天圣国的战神 变成贪末名之名高的奸臣 从民心上 摧毁英国功勾的声望 收拢兵权到手里 这就是男主君天意 真正想要的 好狠啊 这就是帝王心计吗 看书的时候 苏明媚只觉得 是一本甜虐交加的 言情小说 只关注男女主的感情纠缠 和香艳的对手戏去了 当真正身处故事里 才不寒而栗 今夜就是苏贵妃的死期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她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必须得救下苏贵妃 那个跟她在现代的 女总裁姐姐 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 琳娜 你听着 十岁的小姑娘 容颜严肃 眸色明亮 竟然有了摄人的味道 让人生出幸福的感觉来 你也知道 我撞到了脑袋 昏迷了几个时辰 其实 我在昏迷的时候 见到了 神仙 古代人兴奉鬼神 敬畏仙人 苏明媚早就想好用这套说辞 来忽悠贴身丫鬟 以及其他人 不然 她跟原主的性格差异太大 还有空间这等逆天之物 被人说成是妖孽怎么办 铃铛也只比苏明媚大不了几岁 顿时忍不住惊呼 什么 小小姐 您见到了神仙 对 就是神仙 苏明媚认真地点点头 稚嫩的嗓音 透出一股信誓旦旦 神仙老爷爷说 我们英国公府是被冤枉的 北游大败不是爹爹的错 可是皇上明早就会下旨抄了咱们府 判处苏家全族流放 贵妃姐姐今晚也会死 神仙老爷爷 不忍见无辜的苏家家破人亡 所以在梦中收我为弟子 传授了我一些法术 让我好拯救家人 天真的铃铛 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等到苏明媚白白嫩嫩的手心 突然凭空出现一团小火焰 铃铛才真正相信 自家小小姐是仙人弟子 被传授了法术 不然 这火焰是哪里来的呢 其实是异能了 苏明媚发现 她的异能也像空间一样 跟着穿越过来了 只不过 异能等级被打回原形 现在只能使出很弱的异级异能 召唤出一团小火焰 吓唬吓唬人 远没有上辈子厉害 但 古人信这个 还敢上前摸一摸 那白嫩的掌心 没有半点被灼烧的痕迹 摸起来嫩嫩软软的 就是英国功夫嫡小姐 养尊处优的小手 摸完 铃铛彻底被折服了 苏明媚趁机诱到 不过 神仙老爷爷说 仙凡有别 仙人是不能插手人间似的 所以他的存在 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否则会引来祸端 文言 铃铛目录担忧 那小小姐 您把仙人的事情 告诉了奴婢 苏明媚露齿甜甜的一笑 小铃铛姐姐 不是外人啊 铃铛顿时眼睛一热 感动不已 他从小伺候原主 忠心不二 又亲眼见到神迹 自然立刻跪下 举起三根手指 读咒发誓说 绝对不往外多嘴 透露半个字 否则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在古人心里 毒誓不能轻易发 发了就绝对不能违背 否则就会有因果报应 事关重大 苏明媚没有阻止铃铛发誓 等铃铛发完誓 苏明媚把他扶起来 你现在到外面守着 不得放人进来 哪怕发现我不在房里 也不得惊慌喧闹 知道吗 铃铛重重汗手 他纤细的身体 像女将军一样 笔直地守在锦绣阁门外 远处还能听见 金无畏巡逻的脚步声 心里一直琢磨小小姐那句话 哪怕发现他不在房里 小小姐不在房里 还能去哪 难道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作为护主 又忠心地贴身丫鬟 铃铛越想越不放心 小小姐没说 不可以看吧 那他 看一眼 就一眼 铃铛偷偷将门 推开一条缝 然后 他震惊了 鬼房里真的没人 我小小姐呢 想到苏明媚先前叮嘱的话 铃铛才定下心来 不要慌 对 不要慌 这一定是仙人手段 此时 英国公府花园 等一对金无畏妖间 提刀举着火把走过 苏明媚头上顶着一簇小草 从土里钻了出来 幸好我有五行异能 这土钻术就是好用 小姑娘望向皇宫的方向 皇宫 我来了 第四章 潜入皇宫就贵妃姐姐 苏明媚一路用土钻术 向着皇宫进发 幸好园主之前经常来宫里 才不至于 让他两眼一抹黑的蒙头乱窜 然后 苏明媚发现自己这句话说早了 因为 他 迷 鹿 天圣国皇宫奢华大气 占地面积又极广 说是能容纳后宫三千 那是一点都不夸张 从前园主来世来过 但都是做贵妃娘娘的拦叫 还有女官或嬷嬷领路 所以 不知道该怎么走的苏明媚 现在就比较尴尬了 那就 问问路吧 柿子挑软地捏 他总不能单挑皇宫的羽灵君 于是碰到提着宫灯落单 形色鬼祟的太监 苏明媚修 得一下从土里钻出个小脑袋来 嗨 兄弟 请问凤一殿怎么走 那唇红齿白 长相阴柔的太监 见地面突然冒出一颗头来 还会说话 顿时眼睛一直 下意识地给苏明媚指了方向 颤着声音回答 那 那边 苏明媚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对给自己指了路的太监 露出一个自以为甜美的笑容 殊不知 他这会儿的模样 在太监眼里 就像是鬼 连笑容都带着鬼魅之气 谢了 兄弟 白白 说完 地面上那颗脑袋 又重新钻回土里 像夺小魔果 喷消失不见 见状 小太监喉咙里卡着的惊叫 终于忍不住冒了出来 惊起树林里栖息的鸟 啊啊呀 有鬼啊 下一秒 他白眼一番 直挺挺地晕了过去 怀里掩藏着的药瓶 也咕噜咕噜地滚进草丛里 早就顿走的苏明媚 小手滔滔耳朵 哇 这声音真是中气十足 凤一殿 因为贵妃娘娘苏明凤的闺名里 刚好有一个凤字 所以在新帝君天意登基的时候 将凤一殿赐给贵妃娘娘做寝宫 但 新帝登基这才多久 曾经宠冠后宫的贵妃娘娘 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只能说 军心难测 贵妃娘娘 时辰到了 该上路了 两个太监手捧白绫 朝身穿宫装的美艳女子 步步逼近 苏明凤自有贵妃华仪 美眸冰冷涉人 焉奴而赶 本宫要见皇上 她被软禁了起来 身边伺候多年的女官也换了人 将凤一殿变成一座囚老板 但 多年鸡威 贵妃的威仪不容侵犯 苏明凤不能露怯 露怯才是一个死字 被叫烟奴 两个太监脸皮微抽 目光闪过狠辣之色 嘴上倒是恭敬 但 态度已然巨傲轻慢 这就是皇上的命令 还请娘娘不要为难奴才 哎哟 苏明妹东躲西藏 避开宫女太监与邻军 终于到了凤一殿 但是凤一殿里地面铺着白玉石 苏明妹的小脑袋 从土里拱出来时 额头被撞了个包 小姑娘头顶着一块白玉砖 双手往上掀开 露出一张白嫩精致的小脸来 她有点被撞的眼冒惊心 小脑袋晃了几下 才看清楚眼前的景象 只见宫灯悠悠的凤一殿内 两个眉毛漆黑 嘴唇鲜红的太监 手挽一条白玲 白玲缠绕在红色 宫装女子的脖子上面 两个太监一左一右 往反方向扯 阴柔的面容露出狠毒与争鸣 其中一个太监 声音像急了那年 给子薇扎针的容嬷� 口中正宁笑着说道 就请娘娘 不要再妄图挣扎了 下辈子记得投生的好人家 也别记恨咱家 君有令 不敢不从啊 这两个太监 都是身怀武功的大内高手 容颜美艳的宫装女子 就像是引颈自禄的天鹅 御守想把警缠 在自己颈上的白领给扯开 拼命挣扎 呼吸不畅 容色战红 这是一场逼杀 苏明凤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苏明凤跟她现代的亲姐姐 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穿上工装 梳着发迹 比起现代精明干练的女总裁模样 整个人要艳光四射 华美名利得多 但 属于原主的记忆 和苏明妹自己的记忆融合后 眼前这个美艳的女子 在她心里就是姐姐了 所以 见到两个太监 想用白领活活擂死苏明凤 苏明妹出离的愤怒 几乎是想也不想地 用小乃鹰怒吼一声 放开那个女孩 像是吐蕃鼠一样 从地下突然钻出来 风风火火一声吼的苏明妹 显然惊到了两个太监 连手上的动作都缓了缓 他们静一不定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 苏明妹把头上 顶着的白玉帝砖一掀 气呼呼地回答道 你姑奶奶 这俩太监也不是好惹的脾气 相反身体的残缺 让他们的心理产生了扭曲 本来逼杀贵妃 已经让他们杀红了眼睛 心下出现了快意 能把昔日高高在上的 贵妃娘娘的性命 掌控在手里 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甚至 在苏明凤快要窒息时 他们故意将白玲松开一下 让苏明凤能够获得一口喘息的机会 然后继续勒紧白玲 周而复始地折磨人 就像猫吃掉老鼠前 故意将它玩弄在掌心 看它一点一点地垂死挣扎 最后玩够了才弄死 然而 苏明妹的突然出现 打断了两个太监 这种杀人的快感 但 粉雕玉拙的漂亮小姑娘 让他们又起了邪念 杀一个也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不管这小丫头是怎么冒出来的 撞见了他们逼杀贵妃的画面 一并杀掉就是了 一个太监朝另一个太监 使了个眼色 嗓音阴柔 小扣子 你去解决掉那个不知死活的臭丫头 名叫小扣子的太监 应笑着朝苏明妹走过来 这下 苏明凤得到喘息的机会 一脚踹开身边控制着他的太监 他雪白的脖梗 是一抹鲜红的身痕 伤到了声带 都已经快说不出来话了 却还是朝苏明妹嘶吼道 可嗨嗨 小妹 快逃 这事 不用苏明凤说 他怎么可能让变态抓到自己 苏明妹修得从空间里 拿出充电滑板车 踩上去 还有七彩流光变换的那种 小时候看 死亡小学生 苏明妹觉得滑板车特别炫苦 就硬是把这项技能学会了 虽然她让人定制的这款 不比阿利博士的发明 那么吊炸天 能脱离地心引力 但是也很帅 苏明妹小身子灵活 像死亡小学生一样 踩着滑板车 在凤衣垫里 忽左忽右的窜 一边吵响来 抓她的太监小扣子做鬼脸 还配上魔性的音乐 跑不过我吧 哈哈 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大 追不上我吧 哈哈 第五章 叶凌峰 苏明凤的暗卫 看着突然冒出来的苏明妹 贵妃娘娘担心 看着骑着滑板车浪 让太监追不上的苏明妹 贵妃娘娘震惊 小妹 你还有什么惊喜 是本宫不知道的 苏明妹就像是一条 滑不溜手的小泥丘 小扣子完全被苏明妹溜着玩 连她半片衣角都没有碰到不说 还总是会被地上 突然冒出来的坑蛙 或者像藤腕一样的东西 给半岛摔跤 整个人被整骨的狼狈不堪 另一个太监看同伴 连个小女娃都搞不定 目光闪过一丝狠毒 嘴上轻声骂了句 废物 她比小扣子 显然要心狠手辣得多 修得一手好暗器 袖口一抬 甩出几枚泛着幽蓝光芒的银针 苏明凤俏脸微变 大叫一声 银针有毒 快躲开 紧接着 苏明凤整个人往前一扑 挡在苏明妹面前 只听她闷哼了下 两枚银针插入地上 剩下的那枚 被打入苏明凤肩头 姐姐 苏明妹连忙扶起苏明凤 叫出这个称呼的时候 心里竟然没有半分抵触 银针上抹了剧毒 毒发得很快 苏明凤嘴唇乌黑 玉手推她 嗓音嘶哑 明妹你快走 还管我做什么 逃出去 苏明妹摇头 大眼汪汪 解救我不走 我是来救你的 你撑住 见苏明凤中了毒针 苏明妹一时有些慌乱 有个词叫关心则乱吗 但 她毕竟不是真正 只有十岁的小姑娘 最初的惊慌之后 苏明妹白白嫩嫩的指尖 淋出一滴西事后 却依旧泛着淡淡紫金色光芒的灵液 偷偷喂到苏明凤嘴边 小脸坚定地说道 大姐姐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苏明凤是长姐 园主以前就是叫她的大姐姐 所以 苏明妹也研习了这个叫法 虽然苏明凤跟她现代的姐姐容貌相同 但是 苏明妹不会把苏明凤当成替身 姐姐很好 大姐姐也很好 在苏明凤已身为她挡有毒的迎针那一刻起 在苏明妹心里 她就是姐姐了 苏明凤只觉得唇瓣一凉 有像是水珠一样的东西 滑入喉咙 根本没等她细品 就吞了下去 只有舌尖残留一点四拦四射的香气 叫人流连回味 奇怪的是 那东西吞进肚子里后 原本五脏六腑被毒素破坏 摧毁生机的疼痛 竟然奇迹般地停止 下一秒 苏明凤吐出一口浓烟到诡异的污血 脸上浮出的黑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下去 那又暗器的太监 见苏明凤口吐鲜血 却以为她快要不行了 阴柔地冷笑着说道 此毒名曰碎星 五姐 得腾上七天七夜 才彻底摧毁人的生机 表面上没有任何伤痕 但死后剖开身体 五脏六腑都化作一团血水 嘖嘖 所以说 贵妃娘娘 您这是何必呢 乖乖听话 先去不好吗 非得死前还要遭这个罪 她择了两声 语气瞧着恭敬 但眉眼都是嘲讽 然后 不紧不慢地朝姐妹俩走过来 咱家先送贵妃娘娘上路吧 娘娘也好少 受些苦楚 至于这位国公府小姐 黄泉路上也给贵妃娘娘做个伴吧 太监袖口亮出一把匕首 解决人 还是这个比白灵快一些 苏明妹怎么可能坐以待毙 这个死太监 以为就只有他会耍阴招吗 哼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AK471枪爆头 颤抖吧 古代人 这个时候 黑衣蒙面的男子 突然从宫殿房顶 打破琉璃瓦 从天而降 寒光意义的软剑 从背后刺入 捅穿心脏 被杀的太监倒下去前 挣扎着转过身来 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伸出一根手指 指着黑衣人说 你 你你 碰 身体直挺挺地倒下去 黑衣男子拔剑时 热烫的鲜血喷出 剑到名叫小扣子的太监脸上 小扣子尖叫 来人啊 有刺客 手起刀落 小扣子也被抹了脖子 再无声息 随后 黑衣男子收剑 单膝跪地 对不起 大小剑 凌风来迟 苏明妹默默将手中的AT47 收回空间里 叶凌风 苏明凤的暗卫 自幼保护苏明凤 直到他嫁给六皇子 皇宫这么危险 他竟然为了苏明凤夜闯皇宫 真爱啊 第六章 美燕贵妃和他的小狼狗暗卫 才是YYDS 苏明凤容貌华艳 活在宫廷里的女子见到鲜血 竟然连眉头都没有动一下 当然 苏明凤也不会因为这两个 欺辱过自己的太监被杀 而感觉到 有大仇得报的快意 这样见高采低的烟奴走狗 还不值得英国公府敌长女 天圣国的贵妃娘娘 浪费情绪 爱和恨对她来说 都是同样珍贵的东西 苏明凤清楚地知道 他今天被两个烟奴欺辱到头上 该恨的人是新帝君天义 他驻君天义登皇位 定江山 君天义却薄情寡姓 过河拆桥 呵 果然不愧是心狠手辣的六皇子殿下 不过 现在不是谈论爱恨的时候 凤一殿外有重重进军巡逻 因为君天义今夜要他死 所以这两个太监逼杀他 没人进殿 但是那个名叫小扣子的太监死前那句话 被进军听见后 他们必定不会再装聋作哑 定然会闯进来查看 没有多少时间了 苏明凤起身 单手扯下银针扔掉 他站到叶凌峰面前 玉纸一勾 叶凌峰脸上的黑色面巾掉落 苏明妹眼前一亮 哇 帅哥 苏明凤恢复成鲜艳的唇半 抿出一抹冷艳 升陷四兵 凌峰 事到如今 我还能信任你吗 只要大小姐需要我 我永远都在大小姐身后 叶凌峰单膝跪地 将终成献上 苏明妹心性眼 大姐姐好 哎好美 磕到了 磕到了 狗皇帝算什么 这年头已经不流行 霸道皇帝爱上我了 美燕贵妃和她的小狼狗暗卫 才是YYDS 她支持大姐姐 踹掉君天义那个老六 苏明妹小脑袋里 挠不出一百万字的 同人小作文的时候 苏明凤已经开口 好 那我现在命令你 带着明妹逃出皇宫 叶凌峰震惊 大小姐 大姐姐 苏明妹小手抱住苏明凤 柔软鸟挪的腰 撒娇道 你跟我们一起出宫 那个狗皇帝有眼无珠 就是个老六 大姐姐才不要为他难过 等出宫后 我给你重新找个帅气的大姐夫 苏明妹以为苏明凤 是对男主于情未了 被君天义伤了心 萌生了死至 不想逃出皇宫 听到幽妹的话 苏明凤倒也没有纠正苏明妹 对君天义狗皇帝的这个称呼 但笑着俯了俯小女孩乌黑头发 道 真是个孩子啊 宫廷敬畏森严 凌峰今晚只能带走一个人 明妹听话 跟她走吧 苏明妹恍然大悟 原来大姐姐不是不想离开 是觉得只能走一个呀 早说嘛 这都不是事 大姐姐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成年人当然全都要 这个道理就连我都懂 你怎么不知道呢 苏明妹突然开口 小脸上还露出 你这个大人真不懂事 还没有我懂得多的表情 苏明凤 什么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全都要 这个道理她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为什么小妹今晚说的话 她都听不懂了 难道现在的小孩子 都这么奇奇怪怪 可可爱吗 贵妃娘娘满头雾水 本来生死攸关的紧迫胶着感 还有生离死别的悲伤 顿时被冲散大半 苏明妹小手插腰 继续说道 难道大姐姐忘记了 我刚才就说过 我是专程来救你的 就跟凌峰哥哥一样 为了救大姐姐而来 我和凌峰哥哥 怎么可能独自逃走吗 苏明凤这才想起一个问题来 对啊 她家小妹 是怎么自己一个人偷偷溜进皇宫的 苏明妹抬起小下巴 骄傲地说道 我会挖地道啊 贵妃娘娘沉默 这个回答 就很离谱 但 苏明凤想起刚才 苏明妹的确是突然从地下钻出来的 凤衣店用白玉石铺成的奢华地面 也确实有一块白玉地砖被先飞 园主素来娇宠乖巧 连出门走路都做秀教 一个三英世家的小贵女 会挖地道这项技能 说出来 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所以 就连宫斗冠军的贵妃娘娘都被震惊到了 啊 真是抱歉 小姑娘摸了摸鼻尖 心虚地眨巴眨巴眼 我们现在还是快逃走吧 等出宫以后 我再慢慢地解释给大姐姐听 苏明妹本来是想自己就走苏明凤的 没想到大姐姐的暗卫叶凌 也潜入了皇宫 她现在亦能只有弱鸡的一级 哪怕可以喝灵拳恢复 但她一个带两个成年人出宫 那也太为难小孩了 所以就美的事 还是交给未来大姐夫做吧 她独自美丽 时间紧急 外面御灵军似乎已经朝这边赶来 都隐约能听到大批脚步声 也只能这样了 苏明凤终于答应一起走 如果不是苏明妹说她挖的地道 只能容纳小孩子通过 苏明凤甚至想自己钻地道 让叶凌峰带着苏明妹离开 她实在不放心 让苏明妹落单 明妹 姐姐看着你走 等你走后 我再与凌峰离开 苏明凤坚持 苏明妹漂亮白嫩的小脸露出一抹无奈 小身子钻入黑乎乎的地洞里 转眼消失不见 苏明凤松了口气 弯腰就欲将那块被掀开的白玉地砖 给重新盖回去 遮住地洞洞口 不让人发觉到 这条密道和苏明妹曾经来过 只是 苏明凤的御手还没有触碰到 地砖就被叶凌峰给抢先一步拿起 这等粗鄙之事 让凌峰来吧 别弄脏了大小姐的手 苏明凤缓慢地收回手 倒也没阻止叶凌峰 她起身 走到华美的宫灯边 从灯罩里拿出一盏烛台 微微倾斜着 将凤仪殿里的账卖点燃 宫庄女子眉目冷艳 既然要走 那凤仪殿里什么都不必留 闻言 叶凌峰拿剑 挑开另外一盏宫灯的灯罩 烛台稳稳地落在剑尖上 之后一招凌厉的剑势 无数烛火星子 像是漫天花雨一般 落在凤仪殿各处 凤仪殿的火 迅速蔓延了开来 凌峰 你这招雪花满天 真是越发娴熟了 苏明凤勾唇一笑 甩开手中的竹台 拍了拍手上 并不存在的灰尘 道 我们也该走了 哦 对了 忘记一件事情 苏明凤慵懒地取下 雪白万间的镯子 套在身材比较娇小的 那名太监手上 这样就好了 那镯子 是君天义当年 还是六皇子时 上英国公府求亲时的聘礼 只有这样 君天义才会相信 他苏明凤死在这场大火里 衣服也太繁重显眼了 苏明凤又倾起红唇说了句 看了眼叶灵凤 把你的外肠脱下给我 叶灵凤 大小剑 贵妃娘娘艳丽的挑眉 别磨蹭 快脱 叶灵凤像极了被欺负的小可怜 是 三秒钟后 叶灵凤脱掉夜行衣的外肠 苏明凤自己也开始 攻装最外面那层 只留下一层轻便的礼衣 然后将叶灵凤的外肠穿上 明明是乌漆麻黑的夜行衣 女子鸟挪的腰肢 却也被勾勒出一丝风情 走吧 大小剑 得罪了 叶灵凤一只手 搂住女子的腰身 施展轻弓 带着苏明凤 从凤仪殿的后窗 飞升出去 夜色漆黑 没人看见叶灵凤耳根红透 第七章 班空太后金库 给贵妃姐姐出气 确保苏明凤性命无忧 被叶灵凤救下后 苏明妹虽然从凤仪殿的地道钻走 却没有立刻离开皇宫 狗皇帝下旨抄她家 明日整个英国公府 都会全足流放北境蛮荒之地 来一趟皇宫不容易 走之前 她当然要好好耗羊毛了 从末世穿越过来的苏明妹 对搜刮物资囤货十分热爱 就算是末日里坍塌的废弃大楼 她都要厌过拔毛呢 何况是金光闪闪的皇宫 苏明妹承认自己手痒痒了 宝贝 我来了 她先是来到太后的宫里 太后原本是先帝时期的德妃 本身并不得宠 靠着君天义这个儿子 才算母瓶子贵 不 咸鱼翻身 如今成为天圣国最尊贵的女人 太后原先为什么会有德妃这个封号 全靠她会装啊 先帝在世时 德妃有节俭朴素的贤名 一见就衣穿了十年 袖口都有破损的痕迹 还舍不得扔 被大臣夸赞 有贤后之风 堪为国母 这一点 也为君天义成为皇帝加分 但是 先帝过世 君天义登上皇位后 成为太后的德妃 是天圣国最尊贵的女人 她自然可以不用再装了 德妃 我节俭 我装的 瑞德太后 现在哀家不装了 瑞德太后的慈安宫里 可是有不少好东西呢 其中一些好东西 还是从她姐姐那里弄走的 身为英国公府的嫡长女 外祖兰家掌管着天圣国的商道 苏明凤手里头的好东西自然多 苏明凤是明艳交金的性子 才不学德妃伪善假贤 倪光景和金布瑶 要穿戴在身上 用苏明凤的话说 那些金贵的物食是她家赚来的 她不偷不抢 为何穿不得戴不得 苏明凤还是六皇子妃 德妃还不是太后的时候 她就特别讨厌苏明凤这感习 那么多好东西 都不知道 孝敬孝敬长辈 最重要的是 军天一求娶苏明凤时 苏明凤就曾扬言 如果要娶她 这辈子就不能再娶别的妇人 英国公府本来就有苏家儿郎 四十五子方可纳切的规矩 苏明凤这样要求 真的不算过分 哪个女子不向往一生一代一双人呢 包括德妃 难道她就没有向往过后宫三千皇上 就宠我就宠我的美事吗 肯定有啊 做宠官六宫的帝妃 令天下女子献艳 在史书上留下一笔 我和我的皇帝夫君的神仙爱情 这多有面啊 可是 要她儿子只娶一个 不能那侧妃小妾 德妃就不乐意了 在德妃看来 我儿可是皇子 娶十个八个都不过分 你苏明凤竟然要我的好大 这辈子守着你一个 身为女子 简直不识大体 一点都不嫌良淑德 德妃十分讨厌苏明凤 认为她骄纵 不尊重老公 都不许她儿子那欠 但是德妃能怎么办呢 谁叫苏明凤 是英国公嫡长女 而英国公手里 又握着兵权呢 君天一想皇位 就得把苏明凤取到手 做她的田狗 婆媳自古就是天敌 何况这个儿媳妇身份还高贵 让儿子做了田狗 德妃当然不爽 她的好大儿君天意 还不是皇帝的时候 德妃对苏明凤还算不错 只是经常试探 敲打苏明凤 让她为了六皇子的大业 要以大局为重 你苏明凤自己怀不上龙子皇孙 那就贤惠一点 给六皇子那妾 她想抱孙子了 而且立太子和选下任皇帝 那也是要看子嗣多寡的 一个皇子成婚两年 都不见后宅有儿女出生 未免叫人怀疑她能不能 苏明凤也是有点烦 她这个德妃婆婆 嘴上好好硬撑着 但给六皇子那妾 是不可能那妾的 德妃做事也是个恶心人 见苏明凤油言不尽 不听她的 竟然某次将君天义召入宫中 给店里点了迷情箱 把身边的大宫女 送上了君天义的床 君天义睡了德妃身边的大宫女 可是身为男主 她有男主的骄傲 君天义十分傲恨自己被算计 哪怕算计她的人 是她的亲生母亲 所以 哪怕要了大宫女的身子 君天义也没有让大宫女 开脸入府 直到三个月后 大宫女有孕的事情 被德妃亲自捅到苏明凤面前 德妃强迫苏明凤 将怀孕的大宫女 接近皇子府 入君天义的后宅 还自以为十分和善可亲地说 如意这丫头 是本宫看着长大的 也算是本宫半个女儿 一而一时糊涂 上回在启祥宫醉酒后 把如意错认成了你 强耀了她的身子 这丫头也是胆小 一直隐瞒着不报 直到最近 害喜被本宫发现这才 如意肚子里怀着的 到底是一而的骨肉 也是皇子皇孙 本宫想着你就把她带回府去 也不需要什么侧妃 赏她个妾室之位就行了 那大宫女已经怀上了 德妃专程为她 设下的鸿门宴 苏明凤怎么都不可能全身而退 只得打碎牙齿和血吞 将怀孕的女人领回皇子府 扔进君天义的后院 后来 怀孕的大宫女划了胎 明明是君天义亲自下的手 德妃却劈头盖脸 怒骂苏明凤美人面 舍些心 连个孩子都容不下 所以 后来君天义登基 苏明凤这个原配正妻 没做成皇后 直落得区区一个贵妃之位 除了有她成婚三年无子的缘故外 也有德妃 哦 不 瑞德太后一力主张 苏明凤得心有亏 度心甚重 不配为国母 瑞德太后在自己儿子登基后 形式作风逐渐奢靡起来 比如看中了苏明凤凤一殿里什么东西 就直接命长是嬷嬷来拿 一个孝道压下来 哪怕是苏明凤也没有办法 曾经她十里红装 嫁入六皇子府的不少好东西 现在全变成太后宫中之物 园主就是个小豆丁 每回进宫陪姐姐 都以为姐姐过得很好 是后宫位分最高的女子 想必娇精自艺 哪里看得见宫廷之下 掩藏的诡诀呢 苏明凤也不会把自己不好的一面 展示给幼妹 都说英国宫府小小姐 待遇比宫主还好 能时常入宫半嫁 现在想来 又何尝没有苏贵妃宫中 生活压抑苦闷 唯有见亲人 才能赞排苦思的原因呢 老巫婆 敢欺罗姐姐 这就叫你好看 悄悄顿进慈安宫的苏明妹 望着太后库房里 金光闪闪的元宝 箱子都装不下 滚落在地上的珍珠玛瑙玉石 足足有半人高的血山狐树 还有玉盒里装着的各种名贵药材 比如千年人参 极瓶雪莲 五百年份和首屋 眼泪不争气地 从嘴角流出来 第八章 把皇宫也搬空了 苏明妹收物资的姿势 已经很娴熟了 小手往库房里的金银珠宝上 轻轻一挥 只要是能收进空间的 苏明妹都没有放过 到最后 搬光了太后的小金库 连根毛都没有给她剩下 慈安宫主殿 瑞德太后并不知道 自己变成了个穷光蛋 年长的嬷嬷拿着玉书 站在太后身后 轻轻地给她梳纳一头 乌黑光亮的头发 慧芳 你是否觉得哀家心狠 连个九岁的孩子都不放过 瑞德太后照着鸾镜 带着华贵冰冷假套的首府上脸庞 可是 哀家恨了 兰飞那个贱人 若不是她夺走先帝的毒宠 哀家又怎会在大好的年华独守空归 后宫又有哪个女人不恨她 所以她的儿子 必须死 苏明妹 太后这个糟老婆子 真是坏得很 又在想着 怎么害人了 苏明妹觉得 欺负过她姐姐的太后老妖婆 只是搬光她的小金库 那也太便宜她了 本来打算再给瑞德太后一个深刻教训的 没想到 偷听到了瑞德太后的秘密 太坏了 小明妹握拳 竟然让本宝宝听到了 那就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苏明妹拿出从太后库房里 顺手牵羊来的迷烟 也不知道堂堂太后 为什么会收藏有迷烟这种下三难的东西 哦 还不止呢 除了迷烟 还有贺鼎红 枯骨香之类 骇人的宫廷密毒 迷烟就像是电视剧里的一样 在一根小竹馆里 苏明妹捏着鼻子点燃 轻轻戳入窗子 将产生的白色烟雾 吹到里面去 没过多久 迷烟就起效果了 瑞德太后轻轻地打了个哈欠 说自己乏了 挥了挥手 让嬷嬷退下 很快就灭灯睡下了 苏明妹亲手亲脚走到床榻边 学了两声猫叫 见瑞德太后都没醒 她才黑黑一笑 手里变戏法般 拿出个电动理发器 然后 三下五除二 把瑞德太后 剔成了个光头 还把罪证 也就是地上那堆头发 给毁尸灭迹 苏明妹借着月光 欣赏着自己的作品 看着瑞德太后的光头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变秃了 也变强了 从前你没得选 但是希望你今后做个好人 从头再来 对瑞德太后 报以最美好的住院后 苏明妹挥一挥衣袖 带着梳妆台上的各种宝石头面 金钗布瑶和白玉书 满载而归地走了 反正她头发都没了 也用不上了吗 嘻嘻嘻 霍霍玩瑞德太后 其他宫殿当然也不能放过 虽然君天义才登基不久 后宫空虚 但那些宫殿修建的哪个不是富丽堂皇 苏明妹把琉璃宫灯 刺绣屏风 多宝阁和上面的古董花瓶 甚至店内的桌椅板凳和床 都给搬走了 论嫂当 她可是专业的 最后 苏明妹来到狗皇帝的龙前宫 没想到 女主也在 月儿 朕终于能够正大光明 迎娶你为后了 君天义握住云若月的手 狗男女郎情惬意得很 女子如水莲花般露出一抹娇 阿易 不 皇上 月儿也很高兴 能成为你的妻子 余生厮守 朕还是 喜欢听你换朕阿易 君天义伸手捏住云若月的下巴 俊美的眉眼 蕴染风流 可是 这不合规矩 女子小手搅在一起 朕是这天圣国的主人 朕就是规矩 君天义霸道地说 云若月抿着阴唇笑了下 轻轻唤道 阿易 易郎 气氛正好 春意正浓 狗男女浓情蜜意 然后 清解罗长 龙床摇晃 苏明妹无眼 硬 本宝宝的眼瞎了 本来是想一样画葫芦 给狗皇帝也替个母子同款发型的 你确定那是发型 但是 按照一般霸道皇帝 爱上我描写的推算 男主起码 也能一夜七次 恐怕他得在这听大半夜的墙角 他还是个宝宝 承受不来这些 所以 苏明妹遗憾地走了 君天义突然间觉得 头顶闪过一丝凉意 阿易 云若月满脸飞红 目光迷离地看着男子 似乎在疑惑他 为何停下动作 只是 君天义没有注意到 女子的视线稍微往上移了移 落到他头顶 除了云若月自己之外 谁都看不到 君天义的头上 亮着一个数字 好感度95 忽然 那鲜红的数字跳动了下 变成 好感度96 与此同时 云若月听见自己耳边 响起一道声音 君天义好感度上涨一点 奖励婉转阴体 云若月一喜 又涨了 很快 他就可以完全攻略下 这个古代帝王了 这些成年人的车车 当然不是苏明媚 一个十岁小豆丁该听的 他薅光皇帝的小金库后 又跑到宫里的药园 将名贵的药材祸害了个遍 连药原症栽种的 也都连根带泥拔出来 一直到空间的空地上 然后 苏明媚再跑到御膳房 他的空间里 储存了不少热食 上到星级酒店佛跳墙 下到小饭馆盖焦饭 或者是路边摊煎饼果子 烤冷面麻辣烫 都应有尽有 但是 唯独这古代的宫廷御膳没吃过 原主进宫陪贵妃姐姐的时候 倒是在宫里用过膳 不过那是记忆 味道又不能通过记忆真正表达出来 各公主子娘娘多 保不准皇上或太后晚上 想吃点宵夜什么的 所以 宫里的御膳房 都是十二个时辰通宵达旦 有人值班的 甚至皇帝太后的早膳 某些费功夫的菜 从头一天晚上 就得开始炖制 苏明媚换上顺来的小太监衣服 成功混进御膳房 蒸笼上蒸着糕点面食 灶台上炖着各种补汤 以便主子想吃什么都能随时吃到 哈思哈思 苏明媚的眼泪 不争气地从嘴角流出来 腌制鹅腑 看起来好好吃 收 糖蒸酥烙 收 极品燕窝粥 继续收 就连给宫女太监们蒸的馒头 她都没有放过 都是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的东西 存入空间 就能随时取出来享用 简直太欢乐了 哎 我炖的燕窝呢 刚刚还在这儿呢 怎么突然不见了 是不是有人偷吃了 好大的胆子 那可是太厚娘娘的东西 我这儿炖的人参鸡汤也不见了 还有 就连房梁上挂着的腊肠都不见了 咱们御膳房该不会是 闹鬼吧 谁都没有注意到 趁乱溜走的苏明媚 她咬了口包子 离开了御膳房 深藏宫语明 皇宫也算是差点被她给搬空了 苏明媚啃完包子 拍拍手 看了眼天色 可是她实在对皇宫不太熟悉 原本想出宫 竟然不知怎么回事 摸到了冷宫 还撞见了一场行凶 太监从背后 将一个锦衣男孩打晕 推入水井中 扑通 这太监显然没杀过人 手和身体都吓得颤抖 在水井边上跪下来 磕了几个头 飞快地说 殿下 别怪奴才狠心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 谁叫您投生在了兰妃的肚子里 冤有头债有主 您死后下了皇权 可别恨错了人 要寻仇索命就找太后吧 是太后娘娘 让奴才这么做的 然后 便头也不回地跑了 就像是 后面有鬼在追 苏明妹注意到 小太监竟然是她问过路 被她吓晕的那个 而且她说 兰妃 太后 所以 被推入水井的锦衣男孩 就是太后那个老妖婆 今晚想害死的人 苏明妹摸摸下巴 那她可要就遗救了 第九章 九皇子君子臣 一根藤腕 宛如有生命般 灵活地探入井中 缠在落水男孩的腰上 将她从古井中滴溜了上来 藤腕将男孩平躺放下后 才慢慢缩回去 被放在铺满枯枝落叶地上的男孩 浑身湿透 下意识呛出一口水来 苏明妹步履轻盈走近 打量着被她救下的人 哇 是个漂亮的小正太 男孩身上穿着锦衣 但是看上去 不是什么实心的料子 反倒是有点像陈年的旧衣 她双眼紧闭 小脸也有些消瘦 不过 这并不妨碍她面容精致 唇红齿白 小小年纪就透露出一种金贵风华来 以苏明妹的眼光来看 等再过个几年 必定是那种丝慢美少年 眼狗苏明妹 顿时觉得自己救得不亏 否则世上就少了一个美少年了 嗯 她好像是兰妃之子 九皇子吧 原著里写 先帝中年在宫外遇到一批名女子 不顾她身份低微 带回宫中册封兰妃 从此兰妃独宠 先帝为她近乎空之六宫 很快 兰妃有孕 帝心大院 曾言道 若是兰妃生了儿子 必定为太子 帝王的恩宠 看着鲜花锦簇 却似烈火烹牛 因为这句话 兰妃在生产时 被人暗害 最终 兰妃过世 留下九皇子 兰妃弥留前 拉着先帝的手 要她好好照顾 护住自己的孩子 不要让她做太子 将来做个闲散王爷就好 先帝也明白 是自己的宠爱 害了兰妃 所以她不曾迁怒无辜的诱饵 虽然没有按照 曾经许诺的那样 封兰妃之子为太子 但是将心爱女子 拼死给她留下的孩子 带在身边 亲自抚养 不过 先帝深情 兰妃死后 她的身体就每况愈下 在九皇子才只有八岁时 就何然轰视 留下这么一个 没有自保能力的小少年 独自在人世 可以说 如果先帝没有早死 如果九皇子已经成人 那么今天天圣国的皇位 或许还轮不到 君天义来做 虽然先帝因为兰妃的遗言 没有封九皇子为太子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被先帝手把手 交出来九皇子 就是先帝最主义的太子人选 可是 来不及了 在九皇子还没有长成时 前面几个皇子 就已经在朝堂上 崭露头角 蒸放锋芒 最后 六皇子君天义 在夺敌中胜出 成年的皇子们 要么被刺死 要么被赶到封地 九皇子的身份 就比较尴尬了 他还为成年 感到封地不合适 虽然不管哪个皇子 坐在皇位 恐怕都想杀掉他 以绝后患 但先帝临终前留有后手 君天义想光明正大的除掉 他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 原助理 九皇子死于一场意外 对男主皇位有威胁的人 都被男主光环给炮灰掉了 可怜的娃 父母双亡 身攻暗杀 苏明妹对眼前的漂亮小正太 心里生起一丝怜惜之情 给他做胸口按压的急救措施 都卖力了几分 嗯 他发誓 绝对不是因为他的脸长得好看 可 君子晨猛然咳嗽 醒了过来 刚睁开眼 就见到女孩漂亮白嫩的小脸凑了上来 明亮 晶莹 轻透的大眼闪过一抹喜色 语气也充满了欢快 你终于醒了 再不行 我都准备给你做人工呼吸了 人工呼吸 那是什么 还有 君子晨望着比自己大不了两岁的小女孩 你是谁 我叫苏明妹 他脆声声地道 你呢 君子晨长节微垂 苏贵妃的妹妹 你 不认识我 我知道你是九皇子 但这不是人与人认识 需要仪式感吗 男孩听不懂 但还是回答道 我叫君子晨 子与晨 在古代都是帝王的专属 就从名字上来看 就能知道 先帝对这个儿子的期许 难怪他会成为新帝和太后的眼中钉 欲除之而后快了 今天他能救君子晨一次 但他很快就要随英国功夫流放 未必能救得了 他第二次 苏明妹漂亮又圆的姓谋 突然bling bling的闪 开口问道 小可爱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啊 第十章 拐走一只小皇子 君子晨 小可爱是在 叫他吗 苏明妹原本只是突然灵光一闪 才冒出这么个念头 但是仔细一想 越想越觉得 这个念头妙啊 虽然明天英国功夫就要被流放了 累是累了点 但至少不会没命啊 你留在宫里 瑞德太后 那个老妖婆 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 苏明妹用哄骗小朋友的语气 故意吓唬她 君子晨语气微颤 像是受到了惊吓 你叫太后老妖婆 苏明妹摆摆小手 哎呦 一个称呼而已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了 小可爱 你到底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君子晨 男孩漂亮的脸颊 略微严肃地鼓起来 不要叫我小可爱 苏明妹狡黠眨眼 不叫我不叫嘛 那你没有反对 那就是同意咯 嗯 君子晨轻轻地恩了一声 瑞德太后那边已经坐不住 迫不及待地想要她的性命了 虽说这次是瑞德太后幕后主使 可谁又知道 里面会不会也有她的好六哥的意思呢 君子晨一身锦衣湿透 但一双凤眼末亮至极 嗓音稚嫩道 我跟姐姐一起走 哇 好可爱 苏明妹顿时心性眼 爪子也忍不住蹂躏上 男孩白嫩精致的脸蛋 我也不想的 可是她叫我姐姐爱 嘿嘿 被蹂躏了脸的九皇子殿下 心情十分无奈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肆意地对她呢 不过 这种感觉 好像也并不乱 那我们快离开吧 苏明妹终于停下手 想起 还有正事要做 君子晨正想问 他们两个小孩子怎么从皇宫离开 就听见苏明妹对她说 哦 对了 你先闭上眼睛 为什么 君子晨不解 苏明妹还不是怕吓到她 万一她哭起来了怎么办 小孩子哭起来 可是很麻烦的 苏明妹道 这个你先别管了 总之你先闭上眼 闻言 男孩凤眼闪过一抹无奈 只得乖乖闭上眼 苏明妹拿小手 在君子晨面前晃了晃 确定她没有偷看后 然后牵起君子晨的手 君子晨只觉得 女孩手掌白嫩柔软 略微有些不自在 她 牵我的手 天圣国虽然明风开放 对女子并无前朝那样苛刻 要求闺秀们 大门不出二门不脉 但也是有男女之防 男女瘦瘦不轻这一说的 男女八岁不同袭 她今年都已经九岁了 不应与女孩子如此亲密的 可是 女孩轻嫩绵软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她说 不要害怕 一定要抓紧我的手哦 君子晨先长眼睫颤动了两下 像是凤尾蝶的翅膀 微微抿唇 嗯 白歇耳间在暗夜里 透出一抹瑰丽动人的飞红 乖哦 女孩子声音如脆生生的石榴花 带着点甜蜜蜜的笑意 那我们现在就要走了哦 三 二 一 当最后一个字落下 手牵着手的男孩和女孩 只是眨眼的功夫 就突然消失在冷宫的古井旁边 隐在暗处的墨子衣上暗卫 眼见九皇子殿下突然消失 飞快地持剑落地 手碰到君子晨刚才消失的地面 探查看看有没有密道 但古井旁边 除了层层叠叠地枯枝落叶 哪里有什么暗道 待确定君子晨是真的突然消失后 墨子衣上的暗卫这一下 彻底变了脸色 难得惊慌地叫了声 殿下 他就应该不管那个女童的存在 第一时间将殿下救起来 护卫在殿下身边的 现在真是悔之晚矣 紫衣为单手从胸前的衣精里 拿出一枚刻有暗色经纹的暗哨 吹了几声 口哨声三长一短 很快 多个身穿墨子衣上 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的暗卫 从皇宫各处夜袭而来 刷刷刷轻盈落地 暗仪大人 君子晨感觉身体有一瞬间的失重 像是突然间从高处不断地往下陷落 他还听见耳边掠过风的声音 嗅到了泥土与草木新鲜的味道 时间在这一刻变得很长 又好像只是短短一瞬 等君子晨再次睁开眼 他们已经站在英国公府里 好了 你可以睁眼了 宿明媚的 这就从皇宫出来了 君子晨睫毛颤了颤 有点不大确信 从皇宫逃离 要么藏在马车里 通过圣武门禁军盘查 要么有武功高强之人 施展轻功 直接避开禁军 可他们似乎不是用这两种方法的任何一种 就这么出来了 君子晨慢慢地睁开眼 入目是一间女孩的闺房 这里是 宿明媚眨眨眼 英国公府啊 君子晨睫毛轻颤 黑白分明的凤眸露出一抹震惊的色彩 有些失声 可 可 他们到底是怎么一下子来到这里的 君子晨满腹惊讶与疑问 蔷薇粉嫩的唇瓣微动 可来不及说什么 外面听见里头有动静的铃铛 推开门进来了 满脸的担心 再见到宿明媚的那一刻起 化作欣喜 小小姐 您终于回来了 然后 铃铛看见了自家小小姐身边站着的容貌漂亮的锦衣男孩 小小姐 这位是 啊 宿明媚给铃铛介绍 她是我的朋友 朋友吗 这个称呼 让君子晨抿了抿稚嫩的唇绊 身在帝王家 是没有亲人 也没有朋友的 这是曾经父皇教她的道理 也是在父皇去世后 她自己切身体会到的 可是君子晨发现自己对朋友这个词 隐隐有了期待 被苏明媚的话搅乱了心境 君子晨一时间竟然忘记 先前心中种种的惊讶与疑问 不想再去深究 朋友间有秘密 很正常不是吗 所以 君子晨没作声 只是朝铃铛露出个柔软又礼貌的笑容 默认了苏明媚的话 铃铛望着君子晨 只觉得自家小小姐的朋友 长得可真好看 就像是天宫的仙童一般 眉目如画 漂亮金贵 小小姐的朋友 也是仙人吧 铃铛目光惊艳 有点呆呆地呢喃了一句 给君子晨找了一套 干净柔软的男孩衣服换上后 苏明媚拉起君子的手 道 走吧 我带你见我娘 君子晨长节垂下 默默抿唇 白嫩精致的脸颊 慢慢蔓延上一丝飞红 他又牵我的手 做朋友 是这样的吗 小皇子有点疑惑 却也有点高兴 第十一章 流放前夕 让女眷合离 玉林军奉旨为起英国功夫 但是在抄家圣旨还没下来前 苏家人还是能够拥有 在府中自由活动的权利 苏明媚带着他心拐回来的 小可爱皇子找妈妈去 君子晨的存在 他觉得 还是应该跟蓝氏说一声的 毕竟 搬空了皇宫这事 没人知道 但君子晨这么一个大活人 他拐走一个皇子这事 可没法隐瞒 此时 府内众人都在英国功府 老太君的松赫堂 都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这话确实是不错的 在金吾卫围住英国功府时 是苏老夫人临危不乱 请出先帝赐下的龙头拐杖 让金吾卫有所收敛 没有在府内肆无忌惮的横行 争取到了时间 否则这会儿 国功府里恐怕早就生乱 苏老夫人有条不紊的安排事情 包括遣散府中丫鬟奴仆 交还卖身器 甚至给了安家的银两 这些人都是一直伺候苏家的忠仆 咱们国功府万不能亏待了他们 老大媳妇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 兰氏起身 而喜省的 已经在办了 天亮钱会半妥 苏老夫人叹息道 若是此次国功府能渡过难关 就再将这些忠仆找回来 苏老夫人的话 让所有人都面目黯然 可是 可能吗 英国功府百年赞英世家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灭顶之灾 皇位上那位新帝 是铁了心想要将英国功府连根拔除 不可能轻易放过的 可怜苏家尔郎各个忠诚 对天圣从无二心 却因为功高盖主 被帝王忌惮 众人虽然心下悲怅 但是都没有退缩之意 苏老夫人又道 自古以来 家族或是不秧及外嫁女 同样也不秧及何离的妇人 说到这里 苏老夫人望向二媳与三媳 苍老的眼睛里 透出一抹锐量 老二媳妇 老三媳妇 所以你们回家去吧 就是愧对老大媳妇了 她做主将老二媳妇和老三媳妇 一指和黎叔遣送归家 明眼人都能知道 这是为了保他们 可 唯独蓝氏不行 她是被寝封的国公夫人 身有一品告命 更是宫中贵妃娘娘的生母 等嫌不能轻易休憩 心地也不可能允许 蓝氏只能跟英国功府一起陪葬 蓝氏抿了抿唇 亲吻笑话 她享受了身为宗父 忠明鼎时的荣耀 自然也得承担起自己的这一份责任 她不委屈 听到母亲的话 苏二爷和苏三爷都没作声 娘 英国公府二夫人楚氏 一下子站起来 儿媳嫁给二郎 生是苏家的人 死是苏家的鬼 是与苏家共进退 绝不离开苏家 也绝不离开夫君 楚氏虽然出身高门 是位金尊玉贵的郡主 却有着一身红颜傲骨 当年 她与英国公府二爷苏印白 红莓雪地一见钟情 苏印白才情惊艳 却身体雷弱 夫妻两人情色和鸣 唯有子嗣上 是为缺憾 苏印白一身白衣 一百描绘着青竹 虽然年龄已近中年 但风霜未在她的脸上 留下多少痕迹 这是个温柔了岁月的男子 婉婉 听话 回家去吧 说着 苏印白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楚氏满脸倔强 我宁可一头撞死在这里 也好过与夫君今生分离 苏印白清浅叹息 婉婉 楚氏知道 他的夫君这是妥协了 他知他 正如他也知他 楚氏连不轻移 走到苏印白身边 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 笛声道 夫君 我们早就说好了的 生同亲 死同血 比起间谍情深的二房夫妻俩 英国公府三夫人江氏却忙道 母亲 二嫂不愿归家 我却是愿意的 求母亲赐下和黎叔 让儿媳带着哥儿姐儿归家去 江氏说着 跪到苏老夫人面前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男临头个自飞 不过却没有人嘲笑江氏 哪怕有楚氏不离不弃的举动 诸遇在前 给儿媳和黎叔的这话 本就是苏老夫人先提出来的 她并不会出而反而 虽然有楚氏这样鲜明的对比 衬托的江氏仿佛贪生怕死 上不得台面 但苏老夫人并不是个迂腐 古板 狠心的老太太 非得拉着所有人一起死 否则 她也不会一开始就让两个儿媳和黎归家去 更不会允许 萨尔赢取江氏这个小门小户出身的 破落户千金了 江氏出身低 却实在美丽 她是英国公府三爷苏华锡 自己挑选的妻子 这位三爷呢 出自三英世家 不似他 亲大哥一身好本领 能金戈铁马 保家卫国 率军杀敌 也不似他亲二哥 出口锦绣文章 能赴诗作词 迎风送鸭 他的爱好特别俗气 喜欢经营之物 也就是做生意 早年前 三爷还是三少爷的时候 偷摸地拿银钱开了间赌场 赌徒赌红了眼 什么都能卖 包括妻女 江氏险些被他的赌徒父亲 给卖掉抵债 被苏三少爷给救下 带到父母面前 他挨了一顿老国公爷的鞭子 被抽得三天下不来床 才将江氏取进门 当然 老国公不是弃他 非要娶一个破落户的女子 而是弃这个逆子 竟然背着家里去开赌方 那东西 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他英国公府 没有这样的儿子 不过 娶了江氏后 苏三少爷就把名下的赌方 给关掉了 直到成为苏三爷 也没再碰过这样的生意 因为江氏对赌方与赌徒 深恶痛绝 江氏闺名中 有个柔子 但性格美丽泼辣 苏三爷虽然是英国公府的嫡幼子 却被江氏管得服服贴贴的 夫妻俩不是二房那种 情色和名的相处模式 但欢喜冤家吵吵闹闹 这么多年 也孕育有两子两女 江氏如今正要带着两个儿子 和两个女儿 讨和黎叔归家去 苏华西嘴角一抽 江氏 你也不用如此迫不及待吧 跟二嫂对二哥的情深不宜相比 这样搞得她很没有面子好不好 好歹抹两滴眼泪 装装样子嘛 江氏穿金带银 头上金布摇晃了晃 美丽的脸蛋上 毫不客气地 朝自家老爷翻了个白眼 老爷 难道是想让我们女儿几个 陪着你一起死 苏华西 那倒是不用 他是多想不开 才会把自己搞断后 江氏语气明快道 那不就得了 老爷还请快快写封和黎叔给我 请我们女儿几个回家吧 到时候我给瑞哥听根景色 景秀改个姓 不过老爷放心 你继日的时候 我还是会叫他们给你烧纸的 苏华西 如果苏三爷是个现代人 他的心情可以用一句话形容 听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或者是 我真的酸Q 第十二章 见过酒店下 江氏催促 苏华西咬牙 好好好 谢谢写 爷这就回屋给你写和黎叔 江氏夸奖地松了口气 然后露出个泼辣明艳的笑脸 伸手去挽苏华西的手臂 多谢老爷 咱们现在就去吧 对了 和黎叔上老爷 可得多写点家产分给我 毕竟瑞哥听根长大取气要钱 景色景秀以后嫁人 也得要嫁妆 要是英国功夫度不过这关 这些家产留着 反正老爷也用不上了 与其便宜了别人 还不如分给我 苏华西 什么叫 反正老爷也用不上了 气死 苏三爷诺儿扶秀 拨开僵尸的手 一副我是真的生气了 莫挨老子的模样 反观僵尸呢 美丽的脸蛋上 不见丝毫着急 朝众人扶了扶声后 提起罗群笑盈盈地追了上去 老爷 您生气了的 那这和黎叔 还给不给我写了 苏华西迈开脚步 大步离开松河堂 声音传来 和黎叔没有了 我要休了你 僵尸语气依旧笑盈盈的 休书也行啊 不过家产可不能少 不然等你死了 我可叫瑞哥听根不给你烧纸 三房夫妻吵吵闹闹地走了 老远都还能听见 他们半嘴的声音 英国公府众人 也习惯了这种场面 苏老夫人无奈地笑了下 算了 不管老三家了 将是是个心里有成算的 说着 苏老夫人又叹了口气 隐隐担忧道 大厦将清 不知宫里贵妃娘娘如何了 话音未落 松河堂外面 传来一道女童稚嫩的声音 脆生生的 如同暗夜里开出的石榴花 祖母不要担心 大姐姐没事 旋即 只见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牵着容貌漂亮的男孩 进入松河堂 蓝氏惊讶 明媚 你怎么过来了 苏明媚小手 牵着君子臣 甜甜地叫人 祖母 娘亲 二叔二婶 虽然苏明媚穿越至今 只见过母亲蓝氏 但从原主的记忆里得知 在座都是她嫡亲血脉的家人 都对她很好 苏老夫人慈祥不失威严 二叔温润体弱 二婶没有子嗣 却把她当作亲生的一样疼宠 比起蓝氏这个亲娘 也不遑多让 所以 一见这些人 或许被原主的情感 所影响和羁绊 哪怕苏老夫人 苏映白 处视他们 不像蓝氏和苏明凤一样 跟她现代的亲人 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苏明媚也从心底 生出亲切之意 愿意亲近他们 苏老夫人倒是忘了 那句大姐姐没事 只当是小女孩天真胡言 她朝苏明媚招了招手 好孩子 快过来让祖母看看 今日吓着你了吧 原主年幼体弱 又是个女孩子 哪怕是对苏明凤 严格要求的苏老夫人 也十分溺爱这个幼孙女儿 想到她今日被官兵推倒 撞到石头上昏死过去 苏老夫人就心疼得不行 待明媚小步 走到苏老夫人身边后 她把娇娇软软的小姑娘 揽入怀里 见苏明媚额头上的伤 眼中露出怜系之色 想到英国公府前程未明 多半是九死一生 她对小孙女的怜惜就更甚 君子沉失半步 都不肯离开苏明媚的 亦步亦趋地跟着 苏老夫人抱着小孙女 觉得分外眼熟 你是 脑海里一阵电光火石 苏老夫人认出君子沉的身份 连忙起身见礼 老身见过九殿下 先帝去世 新帝继位后 从前的皇子都得封疆为王 曾经跟六皇子夺嫡的 几位成年皇子 倒是确确实实被封了的破罗王 赶到封帝上去了 虽然封帝又小又贫瘠 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但人家好歹是个王爷 君子沉就比较尴尬了 先帝虽然留下了保护他的旨意 但新帝登基后 因为忌旦这个被先皇喜欢的九帝 一朝天子一朝臣 大臣们也不会为了一个未成年的皇子 去出新帝的眉头 所以 君子沉这个人 在君天义继位后 就像是被众人遗忘了一般 魏封王 魏开府 就这么以九皇子的身份 生活在宫里 皇帝的兄弟是王爷 皇帝的儿子才叫皇子 君子沉没有封王 在兄弟中排行第九 所以 苏老夫人唤他一生九殿下 并未因君子沉是个孩子 不受新帝重视 就慢待他 然后 蓝氏 苏二爷 楚氏 也都纷纷起身 见过九殿下 到底是先帝手把手交出来的小皇子 面对苏老夫人这个英国功夫的 睿智年长的大家长 男孩一点也不露怯 反倒是小小年纪举手投足间 已经隐隐献出一种尊贵风华 但眉眼间 又有几分漂亮软萌 令人望之觉得可亲 就连嗓音也是稚嫩青涩的 老夫人不必多礼 各位请起吧 苏老夫人开口问 九殿下缘何在此 可是宫里有什么旨意 君子晨抿了抿唇 望了一眼苏明媚 小皇子简直萌萌哒 苏明媚立刻唇扮微章 轻问的声音脆响道 祖母 小臣 是我带回来的了 苏明媚这话 让众人都将视线落到他身上 蓝氏略微好笑 明媚莫要胡说 九殿下在皇宫 你又没离开过府里 怎么能将九殿下从宫中带出来 苏明媚扬起漂亮的小脸蛋 撅起粉嘟嘟的唇绊 故作天真地道 娘亲可不要瞧不起人 我现在可是神仙弟子 神仙老爷爷教了我法术的 说这话哄骗铃铛 苏明媚还能面不改色 但是在一群大人面前 苏明媚觉得有点 汗颜 谁叫这具十岁小豆丁的身体里 竟然装着一个十八岁美少女的灵魂呢 哎 卖蒙可耻 原谅她吧 第十三章 眼里散发着金光 刘芳路上 她身怀有益的事情 肯定隐瞒不住的 该吃喝的东西必要的时候 她一定会拿出来 不然坐拥宝山 却活活渴死饿死 那未免也太悲催了 既然迟早要让古代的亲人们接受 与其到时候 再来绞尽脑汁 想各种借口 不如现在摊牌 这里都是她的亲人 被她救下的小皇子 就是个小可怜 所以告诉他们没关系 苏明媚是这样想的 今日我撞到头的时候 迷迷糊糊间 好像到了一处仙境 仙境四处都是白雾 我往前走了很久 直到见到一个 浑身散发着金光的白胡子老爷爷 苏明媚拿糊弄 小丫鬟铃铛的那套说辞 瞎边乱造地说了一通 这次语言描述上 还润色了不少 就好像真见到了 鹤发童颜上天入地的神仙一样 说谎吗 就是得真假参半 才更叫人信服 时下还是特别兴奉鬼神之说的 蓝氏听妖女一说 立马想到 她今日撞到头 一度分明没了气息 最后却醒了过来的事情 顿时相信了大半 在苏明媚如法炮制 像在铃铛前面一样 在亲人面前施展了下 小小的神通后 蓝氏他们彻底相信了苏明媚的话 不过 蓝氏心里不因为女儿有了奇遇 而觉得惊喜 反倒是涌现起一股后怕 她宁愿女儿没有成为 仙人弟子的奇遇 也不愿她遇险 蓝氏双手核实 上苍仁慈 多谢仙人救小女一命 信女兰因感激不尽 说吧 朝门口的方向 隔空拜了三拜 二房夫妻的苏印白和楚婉 本来也惊喜侄女 得了神仙点拨的造化 听见大嫂的话 才想起 小侄女之所以能有此奇遇 也是险些 没了小面才换来的 温润如玉的苏印白倾探道 人道绝境能见鬼神 此事自古有之 我曾在书中读到过 前朝有一个人是个痴儿 从出生起痴傻了十六年 某日失足落水 被同村人救上来时 本已经没有了呼吸 村民将他封入棺材后 此人却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最重要的是他醒来后 痴傻不治而遇 就像是换了一副头脑般 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 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 就考上了状元 最后迎娶了公主 慰吉人臣 据说 此人也是得到神仙点画 苏二爷是博览群书 知识渊博之人 他亲口验证 前朝曾经有人跟苏明妹一样 得到先人点播的奇遇 苏明妹的话 就更加可信了三分 毕竟 小孩子怎么编造得出 这么精妙绝伦的谎言呢 苏明妹本人 听见二叔苏印白讲的这个故事 却越听越觉得 擦 这人该不会也是穿越的吧 不过 前朝之人早已作古 那位疑似穿越的前辈 到底是不是穿越者 已经没法向他证实了 苏明妹也就摇了摇头 懒得再深究 作为大家长 苏老夫人的目光和想法 则更为深远 一个得到神仙青睐 被收作弟子的女孩子 如果被天圣皇室知道 他英国功夫是护不住的 本来当今天子 就已经够忌惮苏家了 觉得英国功夫拥兵自重 如果再传出英国功敌幼女 有先人赐福的奇遇 恐怕要生出苏家天命所归 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心思了 届时 明妹的下场 要么是跟着苏家一起陪葬 要么是苏家被除尽后 入后宫 成为新帝的妃子 没有第三条路 苏老夫人慈祥苍老的脸庞 表情严肃 陈生叮嘱儿子 与两个儿媳 明妹年纪小 还不知道此事紧要 你们身为长辈 却应该了解 以后咱们心知肚明就行 万不可对外人提起 免得给明妹招来祸端 知道了吗 蓝事与处事 而媳省的 苏印白优雅汉手 儿子明白 今夜之事 入我们耳 只于我们口 绝不多提半个字 苏老夫人又颤巍巍的 朝君子臣行了一礼 也请酒殿下为明妹保密 她可以敲打儿子而袭 但对君子臣 却不能这样 君子臣再怎么受心地冷落 到底是皇子 是殿下 是君 苏老夫人只能请求君子臣 念在小孙女的份上 为今夜的是保密 因为她看出了 这位酒殿下 对小孙女是不一般的 君子臣细密的睫毛微颤 看起来颇为有些手足无措 老夫人别这样 我不会往外说的 那么 老身便再次多谢殿下 苏老夫人徐徐止起身 祖母 您不要担心这个了 因为小臣要跟我们一起走的 苏明妹挽住苏老夫人撒娇 哦 对了 我都还没有告诉你们吧 明天皇上会下圣旨 抄英国公府的家 盼咱们全族流放北境 英国公府要被抄家流放 皇上赐死贵妃 太后欲杀酒殿下 苏明妹这一晚上的经历 由她讲来倒是看似轻松 但是听在苏家 众人耳中就十足惊心动魄了 听到苏明妹偷偷潜入皇宫 撞见太监想杀苏明凤 蓝氏一颗心都紧紧揪了起来 娘娘 贵妃娘娘她没事吧 入宫成了皇上的妃子后 就算是亲人 哪怕是生生母亲 也只能恭恭敬敬地 自己的女儿为称娘娘 唉 这万恶的封建制度 眼见每人娘亲都要晕过去 苏明妹连忙道 有我在 肯定不会让大姐姐有事了 她已经被林峰哥哥救下了 现在不好回家 等过段时间 我们就会重逢的 你这小丫头竟然偷跑到宫里去 真是胆大包天 苏老夫人点了点孙女的鼻子 杨怒道 但是 听到苏明凤无事 已经被暗卫叶凌救出皇宫 苏老夫人 还是不禁狠狠地松了口气 反倒又因为小孙女的 胆大包天生出一丝庆幸来 若是苏明妹没有偷溜进宫 撞见太监想勒死贵妃的画面 拖延了时间 等到暗卫叶凌前来 她真不敢想苏明凤的下场 苏老夫人越发相信了小孙女说 她被神仙收作弟子 拯救英国公府众人的说辞 或许 小明妹真是苏家的小福星 苏老夫人问 明妹 咱们苏家明日真的会被抄家流放 其实 她心里有数 最好的结果也不过如此 但 还是想求一个答案 苏明妹用力地点头 没错 神仙老爷爷在梦中告诉我大 苏老夫人怅然叹息 一下子像是苍老了数十岁 没想到咱们苏家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她很快振作起来 打起精神安慰众人 抄家的话 明面上的东西 没办法带走 肯定会被抄入国库 不过 能留下性命 咱们一家人还能在一起 就是极好了的 话虽如此 苏老夫人心里却不乐观 她这把老骨头 恐怕是走不到北地了 明面上的东西 女孩天真无邪的声音 活泼地响了起来 打断了苏老夫人悲气的想法 祖母 这么说 还有暗地里的东西了 这一刻 苏老夫人觉得 孙女的眼睛里 好像散发着灿灿金光 第十四章 班空英国功夫 苏老夫人一时不明白 苏明妹问这个有何深意 但想到孙女 现在已经不是 普通的十岁小姑娘 就细细回答道 那是当然 毕竟咱们苏家从前朝起 就是一方富商 后来先祖随着开国皇帝打天下 天圣建国两百年 咱们苏家就繁盛了两百年 虽然现在的世家大族 不比前朝时 能叫皇室都俯首称臣 但是忠明鼎世之家自有抵御 不过 心碧铁了心要拔除苏家 不管是明里暗里的东西 甚至是你娘和你二婶的嫁妆 恐怕都难以保住 长歇兰是家里掌管天圣商道 兰家富可敌国 楚氏是先帝亲兄弟的女儿 贵为郡主 当初嫁入英国公府时 两人那都是十里红装的 按照天圣律例 本来女子的嫁妆 夫家无权处置 只能留给其子女 就算被休戚或合离 女子也有权将嫁妆带走 这年头 如果夫家不要脸地动用女子的嫁妆 但是如果碰上抄家 那就不管这么多了 所有家产尽数充公 包括女子的嫁妆 祖母 这可未必哦 苏明媚狡黠一笑 漂亮的眼珠闪动着光芒 她搬空皇宫 就是因为狗皇帝何瑞德太后 对贵妃姐姐无情无义 明明是靠着她姐姐 靠着英国公府 才坐上皇位 成了皇帝后竟然翻脸不认人 不仅常年对姐姐下毒 让她男友子嗣 还想搞苏家 这不是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吗 这种行为 就让户短的苏明媚 很不高兴了 所以 她把碗给掀了 如果英国公府的家产 被抄上去交给皇帝 不就相当于左手进右手出 那她做的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点都惩罚不到狗皇帝 所以 英国公府的东西 她一滴都不会留下便宜的君天意 这么想着 苏明媚拿起桌上果盘里一颗苹果 本想当着苏老夫人的面 把它收进空间 嗯 想了想 又觉得苹果体积太小 从视觉上不够震撼 索性果盘糕点 连带着桌子一起收入空间 玫瑰檀木椅子旁边的桌子 体积比苏明媚这个人都还大 却被她白嫩的小手轻轻一碰 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这 苏老夫人活了大半辈子 也没见过这等骑士 惊得她猛然上前两步 确定了这不是什么变戏法 或者障眼法 然后看向苏明媚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也是新人交给你的 就连苏老夫人 这个见过大风大浪的老风郡 都震惊至此 更别提蓝氏他们了 倒是君子陈比旁人淡定许多 毕竟她是亲身被苏明媚 从皇宫里带出来的 早就见识了她的不凡 苏明媚现在卖萌 真是越来越顺手了 她萌萌哒地点头 对答对答 神仙老爷爷说 我们英国功夫无罪 家产充公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她教了我小法术 让我可以把府中的东西统统带走 哦 对了 我还可以把桌子重新变回来啊 说着 苏明媚小手一挥 桌子重新出现在原地 就连上面放着的 抄家流放 辛苦积攒数百年的家产 化作乌有呢 苏老夫人本想着 此次全府上下能保住性命就很好了 这些金银财产身外之物 带不走充公就充公吧 没想到小孙女却给了她意外的惊喜 苏老夫人虽然是个妇人 但年轻时 也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 跟着老国公爷 在北京提枪杀过敌的 她心中也是有忠君爱国 报效朝廷之心的 端看英国功夫的这个封号英字 就能看得出来 苏家满门的忠心了 不过 这都要被新帝抄家流放了 她若是还想着 老老实实把苏家的全部家产 尽数奉上充公 就为了一个中字 那就是愚忠 蠢笨了 苏老夫人先前是以为没得选 在有的选择的情况下 她几乎是立刻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来 好孩子 祖母告诉你 英国功夫的暗宝哥 你把里面的宝贝 能装走的都装走 蓝师也道 还有娘的嫁妆 明媚你也给带上 那都是你外祖家辛苦赚的银子 从没有贪慕过百姓的一分一离 凭什么便宜了别人 苏印白咳嗽了几声 握住妻子楚婉的手 温柔地望向侄女 出声请求道 明媚 也烦请你帮忙 把二房的东西收起来 别的道不打紧 主要是你二婶的嫁妆 是她已经过世的母亲留给她的 苏明媚当然点头 放心 一个一个来 保证一针一线都不落下 可 苏老夫人望着孙女古灵精怪的小财迷模样 龙头拐杖在地上跺了跺 提醒道 也不能太过分 至少留点 不然明天不好应付金吴卫 偌大的国公府 如果半点家产都没有 反倒是惹心地怀疑 苏明媚善善一笑 她的风格的确是燕国拔毛来着 如果不是祖母提醒 她肯定把国公府搬光光 就跟搬空皇宫一样 但是 这样一来 明日抄家时 什么东西都抄不出来 金吴卫往上一报说 苏家走的是家徒四避风 恐怕很容易就让狗皇帝 联想到宫里师妾跟苏家有关 毕竟作为男主 君天义还是很聪明的 知道了 祖母 苏明媚牵起君子臣的手 那我跟小臣一起去了 小皇子被女孩牵手 还是不太习惯 红着脸朝苏老夫人礼貌地点头 跟苏明媚一起离开了 望着两个小孩的背影 蓝氏略微担忧 母亲 明媚跟酒店下走得这般近 会不会不太好 长女嫁给六皇子 六皇子登基后 却指她封了一个贵妃 相当于贬妻为妾 现在甚至遇杀了她的女儿 所以 蓝氏现在心里对天圣皇室 真是没有半点好感 君子臣也是一位皇子 身份还那样特殊 苏老夫人安慰大儿媳妇 他们现在都只是孩子而已 婴娘莫要过分担忧 退一万步讲 她那双苍老的眼眸里 绽放出一缕锋芒 酒店下的处境 跟我们苏家一样 都为新帝所忌惮 我们现在算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蓝氏也琢磨过来了 这么说来 酒店下的处境 还不如苏家 至少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 还能相互扶持 酒店下却是孤家寡人一个 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这么想着 蓝氏又心软了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她心想 日后还是不要拒着明媚 跟酒店下来往好了 苏老夫人却别有生意地道了句 那可未必 再怎么说 酒店下也是先帝亲手教出来的孩子 咱们那位先皇啊 可老谋生算着呢 她不信 先皇没有为她心爱的九皇子 留有后手 末了 苏老夫人摇了摇头 还是先关心眼前事 算了 不说了 孩子们都在努力 我们也该行动起来了 毕竟还有两个时辰 天 就要亮了 金吾卫 只是为辅寻找英国公勾结外敌的罪证 再加上苏老夫人请出了先帝遇刺的上可打昏君 下可打小人的龙头拐杖 暂时震慑住了那群金吾卫 所以他们 主要搜查的地方 在男子们活动的前院和书房 目前尚未惊饶女眷 幸好 嫁妆向来都是由女眷们各自保管 因为苏老夫人和兰氏的先见之名 在金吾卫围住府邸后 就提前将府中雇佣来的大半丫鬟仆役 尽数遣散 也就是遣散点奴仆而已 这一点 心地懒得管 金吾卫盘查过后 也就放人了 现在英国公府里 只剩下一些主子们了 林荡拿回了卖身器和银两没走 是担心她的小小姐 苏明妹先收了兰氏和处事库房里的嫁妆 放进空间的时候 划分了区域 这边是娘亲的 这边是二婶的 到时候找起来或拿出来 也就不容易出错 不得不说 她美人娘和二婶果然不愧 一个是豪商之女 一个是皇家郡主 一些宝贝看得她都流口水 大部分宝贝都被苏明妹给收走 常用的什么香金暖手炉了 翡翠梳妆台了 琉璃白玉枕 紫金香炉了 也通通不要放过 然后就留下一些不值钱的花瓶和碎银 女子的首饰 也就留些卷花和素环银钗 保准金吾卫能从苏家抄出东西 却远远达不到 书中描写的一箱箱金银珠宝 从英国公府抬出 让百姓们愤怒的程度 到时候 百姓们只会觉得英国公府清廉 府里明面上的东西 收得差不多了之后 苏明妹朝君子晨眨眨眼 哦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君子晨乖乖递出手 让女孩牵住 暗宝阁 才是苏家世代积攒的宝藏的真正所在之地 他建在英国公府的碧波湖下 胡兴廷的假山是唯一的入口 进入假山前 苏明妹最后再向君子晨确认一遍 小晨 你真的不跟我一起下去吗 眉眼漂亮 纯红齿白的小皇子 乖巧地摇了摇头 不了 那是国公府的密地 我一个外人不好去的 我在这里等姐姐就好 君子晨才九岁 不管是原生 还是苏明妹自己上辈子的年龄 都比他大 他在现代是家里最小的那个 来到古代拐个小奶狗皇子做弟弟 这感觉真是好极了 苏明妹从空间里 拿出一袋红色的零食 塞到君子晨怀里 那你在这乖乖等我哦 饿了就吃点旺仔小馒头吧 很好吃的 嗯嗯 小皇子点头 等苏明妹走入假山后 君子晨将那带零食拿出来 借着月光 只见那不知什么材质的红色画布上 竟然有个脑袋大大 笑起来奇奇怪怪的小孩 小皇子和旺仔小子大眼瞪小眼 耳边仿佛想起那道熟悉而魔性的广告词 再看我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第十五章 小皇子吃旺仔小馒头 君子晨 所以 这真的是可以吃的吗 就在君子晨拿旺仔小馒头 不知该如何办的时候 一道几乎融入夜色的墨紫衣上的身影 像是一朵墨烟暗蓝般 从天上鬼魅飘下 轻盈地落在君子晨身后 恭敬垂首 单膝跪地 属下来迟 请殿下恕罪 小皇子抿了抿唇 漂亮白皙的眉眼间 不似在苏明妹面前的软门乖巧 隐隐透出一种上位者的尊贵味道 就连语气也是命令似的 你起来吧 过来帮本殿 把这个打开 暗一 弄丢了殿下的踪迹 险些让殿下陷入险境 这么严重的失职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了 哪怕追究起来 应该被罚的人是他 暗一也不禁心里冒出两个字 就这 不过 天圣皇室秘密培养出来的 最锋利中心的暗卫 第一个要做到的 就是另行禁止 就算主子 要他立刻拔剑自闻 他也得眼睛都不眨一下 所以 暗意起身 因为是塑料袋 轻轻一碰 就发出响声 殿下 这里面好像有东西 墨子衣上的暗卫 拿出一个皇家暗卫的专业素养 警惕地查看 先是闻了闻 并无味道 拿起来摇了摇 能听见里面晃动的声音 君子臣 所以本殿让你打开它 暗意懂了 道 还请殿下退后一步 君子臣照做后 只见暗意将那袋 望宰小馒头 往空中一抛 穷黑的夜空 一道寒烈荧光 气势如红地闪过 划破红烟烟的塑料袋 一粒粒小馒头散开 却在落地前 被暗意眼几手快地 竞数装入一枚 暗金色的华柜颈袋 一粒都不曾掉落 然后 暗意跪地垂手 将暗金颈袋奉上 请殿下过目 而是铃档随手找来的一套 不论是剪裁 还是布料都普通极了 但这会儿举手投足间 就是有一种 皇子的尊贵感 从塑料包装 转移进暗金颈囊的 旺宰小馒头 被小皇子拿了一粒出来 这可能也是 旺宰小馒头的人生巅峰了吧 见君子臣 将那里预摆 可爱圆滚滚的东西 递到嘴边就欲吃下 暗意顿时开口 殿下 此物古怪 若是要吃的话 请让属下先行验毒 这些年 方才能用 不谨慎一点 他早就死过无数次了 然而这次 君子臣却道 无妨 他相信他 明明也才认识 但 就是相信 暗意不敢再阻止 只得看着酒店下 将那东西放入口中 一股浓郁香甜的味道 在嘴里化开 君子臣没想到 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东西 竟然真的很好吃 一点都不比 宫廷玉厨做的糕点差 这个好像叫什么 旺宰小馒头 世上有如此奇怪 又美味的馒头吗 君子臣忍不住又吃了一粒 没有哪个小孩 可以拒绝旺宰小馒头 就连古代的小皇子也不可以 在小皇子 吃着旺宰小馒头的时候 苏明妹已经来到 建立在狐心亭下的暗宝阁 世家积攒了百年的财富 真是令人见之目瞪口呆的程度 就连脚底下 都是散落的黄金与宝石 因为英国功夫掌握兵权 历代英国功都是好武之人 暗宝阁里 还收藏了许许多多的民兵力气 还有几块令牌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反正只要是暗宝阁里的东西 苏明妹一律收走 只留下几件空荡荡的食事 等她从暗宝阁回到地面上 君子臣还等在原处 墨子衣上的暗卫 却不见了踪影 等久了吧 苏明妹朝君子臣走过去 君子臣摇了摇头 没有很久 姐姐动作很快 也就够她吩咐了子衣为一些事情 她就上来了 暗逸隐藏在暗处保护小皇子 听到君子臣喊个小姑娘为姐姐 惊了一惊 哪怕是真正的皇家公主 酒殿下都不曾叫过他们姐姐呢 这小姑娘什么来头 然后 更令暗仪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小姑娘 竟然胆大包天地 伸手捏了捏酒殿下的脸 她还说 小长好乖呀 第十六章 泡面真香 暗仪瞪圆了眼睛 不止呢 不远处 树枝素素 树影晃动 藏在其中的暗子身影 一个个险些摔落下来 苏明妹疑惑地歪了歪脑袋 嗯 什么声音 君子晨莫同微尘 漂亮白皙的脸颊 却扬起软萌的笑容 轻声说道 可能是野猫吧 她才说完 就恰好想起一道悠悠的猫叫声 喵 像是在印证着君子晨的话一般 是野猫啊 那就没事了 小陈我们走吧 苏明妹收获颇风 脸上笑容也甜甜的 女孩小手背在后面 转过身来倒着走路 地上的影子灵动跳跃 对了 我刚刚给你的旺仔小馒头好吃吗 君子晨点头 嗯 苏明妹抬起小下巴 拍拍胸脯道 嘿嘿 放心吧 以后你跟着姐姐 保准有肉吃 只要有我一口方便面吃 就有你一口汤喝 小皇子疑惑 方便面又是什么东西 啊 对了 我忘记 你们古人没吃过了 苏明妹走路蹦蹦跳跳地 跟君子晨解释道 嗯 怎么说呢 方便面是一种蕴含科技 与很活的现代素食美味 啊 说着说着 都感觉肚子饿了呢 要不咱们去厨房吃个小夜宵 虽然小女孩的话 总是让人听得似懂非懂 但是君子晨沉饮了一秒 可 两小孩调转了方向 去往厨房 暗处的紫衣卫们 殿下 您变了 您以前从来不吃什么小夜宵的 英国功夫 都是每月开银两 从外边聘请的大厨 人家没卖身 给苏家 要走金屋位也留不住 这会儿大厨房里 一个杂役都没有 黑灯瞎火的 紫衣卫都担心 他们殿下和苏家小姐 两个孩子会烧火做饭吗 要知道 在先帝在世时 殿下是最尊贵无比的皇子 就算是先帝去世后 殿下的地位 看起来一落千丈 成为外人眼中的小可怜 可是也没做过奴仆的活啊 厨房该不会被烧起来吧 暗逸深深地忧虑了 点燃一盏煤油灯 豆大的火苗 只有稀薄而昏黄的光亮 却足够照亮厨房 这让生活在现代 见惯了电灯的苏明妹 感觉到别有一番古运 就没有从空间里 拿出更先进的照明工具 大厨房管着全府上下的伙食 光是灶台就有好几个 还有十几个小炉子 这会儿灶台没人看管 肯定是停摆了 倒是小炉子因为是烧炭 上面还有两壶热水 有热水啊 那就好办了 苏明妹道 咱们就浅浅地 吃个刚才说的泡面吧 让你见识见识科技 与很活的现代美食 晨晨 你想吃神妖味道的 红烧牛肉 还是香菇炖鸡 泡面 我们刚刚说的 难道不是方便面吗 最重要的是 牛肉 耕牛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 天圣国明令禁止宰杀耕牛 更是不允许贵族与百姓食用牛肉 为者流放千里 姐姐最好还是不要吃牛肉 君子晨抿了抿唇半 稚嫩的小脸严肃 想劝苏明妹迷途知反的样子 苏明妹倒是忘记 古代还有这一条规定 不过 看着小可爱脸色严肃的样子 她起了逗弄她的心思 笑嘻嘻地说道 不怕了 反正我们明天都要被流放嘛 有句话 叫做什么来着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为了这口牛肉 被流放就流放吧 君子晨 这句话 是可以这么乱用的吗 君子晨没想到 苏明妹对牛肉如此执着 无奈地想 她喜欢吃牛肉 那就吃吧 小皇子完全没觉得 自己的想法没有底线 装不下去了 女孩突然扑斥笑了起来 明妹又甜美 算了 不逗你了 我这个红烧牛肉呢 不是你想的那个牛肉 这么跟你说吧 有个专门做牛肉面的 姓康的师父 康师父十年前买了一头牛 用到现在 牛只受了点皮外伤 君子晨的表情 就是一个大写的我不理解 不理解也没关系 苏明妹直接奢侈地 拿出一排颜色花花绿绿的方便面 还是桶装的 一般人都没这个待遇 她都只请吃袋装的 苏明妹小手大气一挥 来吧 随便挑 我请客 女孩一副 这就是正给你打下的江山的模样 君子晨没见过泡面 虽然包装材质 与那个旺仔小馒头差不多 但上面的字体奇怪 她也算饱读诗书 字又过目不忘 会四国语言 然而却一个都不认识 为了不表现出自己的无知 小皇子漂亮稚嫩的脸上 表情捧着 薔薇粉的纯扮明起 像是如临大敌一般 目光从一排桶装泡面上 慢慢划过 最后根据上面画的图案 随手指了个 啊 泡椒牛肉面 苏明妹把那桶泡面拿起来 小陈你眼光不错哟 君子晨悄悄吐出一口气 看来猜对了 那我就吃酸辣的好了 苏明妹把剩下的重新收起来 利落地撕开包装 一一放入调料 然后拎起铜壶 将热水掺至八分满 最后用塑料叉子 往下戳了个洞 压住盖子 搞定 差不多再等个三到五分钟 就可以吃了 苏明妹把两碗泡面都弄好 在君子晨的长桌对面坐下来 接下来就是静静等待的时间了 君子晨长节微动 眸光惊讶 这就可以了吗 虽说君子远刨除 皇子身份尊贵 就更是没有亲自烧火做过饭时 但是父皇在世时 他曾经跟随狩猎 见过工人怎样制烤鹿肉 在君子晨的固定印象里 做饭 至少得生火吧 而不是像他一样 把一些东西天天加加 倒入热水就可以了 小皇子有点怀疑 这能吃吗 很快 小皇子就被真香打脸了 五分钟时间一到 苏明妹揭开盖子 泡面浓郁霸道的香气 就这么冲了出来 虽然依旧怀疑 这东西是否能吃 但香气确实引人咽口水 君子晨学着苏明妹的样子 拿起塑料叉子 卷起一束Q弹劲道的泡面 迟疑地张开了唇 优雅地送入口中 然后 莫同一亮 苏明妹得意地一笑 他就说嘛 没有哪个小朋友 可以拒绝泡面的魅力 就连皇子也不例外 第十七章 圣旨道 流放千里 吃完泡面 浑身都热乎了起来 小皇子薔薇淡色的唇瓣 被染成飞红 有点辣 但也酣畅 好吃吗 苏明妹笑眯眯地脱塞问他 君子晨莫同金亮 眼中的光芒比宝石还璀璨 点点脑袋 嗯嗯 别说他了 就连躲藏在房顶上暗卫 闻到那阵泡面的香气 都馋得流口水 他们是天圣皇室秘密培养的 最顶尖的暗卫 自制力惊人 并不是好口腹之欲的人 可是那个叫做泡面的东西 闻起来真的 太香了 此物甚至神奇 竟然不用烧菜生火 只需用热水一趟 等上那几分钟就可以吃了 但暗淡下来 语气也沉了几分 如果当初能有此等神奇果腹的食物 定北军恐怕也不会等不来朝廷军饷 死伤惨重啊 苏明妹明起唇半 精致白嫩的小脸 也拢上一丝阴霾 北梁入侵 英国公镇守北游关 然而十万大军迟迟等不来朝廷粮草 最终负于顽抗 才导致城破 就因为英国公在战场失踪 下落不明 就被一心想扳倒苏家的新帝安上 通敌卖国的罪名 欲除之而后快 就连九岁的小皇子 都懂得忧国忧民 可见狗皇帝是真的狗 往事暗沉不可追眼 那是皇帝该操心的事情 你一个小孩子 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苏明妹伸手在君子臣的脑袋上摸了摸 反过来安慰她 暗处的子衣卫们都骂了 殿下对苏家小姐可是真实 纵容啊 在殿下懂事后 哪怕是先帝想摸一摸她的脑袋 殿下都引经据点的礼貌拒绝呢 梁小植吃完宵夜后 大厨房里剩下的米面粮油酱醋茶 和锅碗瓢盆 苏明妹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统统扫荡走 就连墙角的柴盒与炭也都没放过 在圣经城天智这些东西 都是十几文一旦呢 不要白不要 她和君子臣在吃宵夜的时候 将是领着儿女包袱 款款的大闹前院 老娘都不是她苏家的人了 凭什么不让我走 看到没有 这是何黎叔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 我姜柔已经跟苏华熙一刀两断 谁爱死就死吧 反正老娘不伺候 你说包袱里是什么啊 我的嫁妆啊 女子就算被修还回家 嫁妆也是可以从夫家带走的 天圣律力上写得明明白白的 夫妻本是铜铃鸟 大男临头个自飞 老爷 咱们就此别过 饶氏将是 是个明快泼辣的性格 在金无尉的强权之下 也没能带走四个儿女 她咬牙丢开子女的手 你们几个别怪娘狠心 娘只是想活着 要怪就怪你们命不好吧 就连看戏的金无尉也比一道 这种贪生怕死的妇人 我是见多了 但 比一归比一 根据天圣律力 到底还是挥了挥手放行 让江氏之身离开 这一夜过去的极快 苏明妹又独自偷偷去过一趟外面 东方江明的时候 才满载而归地回来 知道要被抄家 为了不再搜身时受辱 英国功夫的女人们 提前卸下首饰拆还 换下绫罗绸缎 只换上一身最简朴的素衣 因为官兵们搜身时 可不会管你是不是什么世家主母 娇贵千金 见你穿着绫罗绸缎 当场扒了 见你戴着金簪耳环 当场扯了 若是碰上那等心狠手黑的 不仅是把你头上的拆环拔下 让你弄得劈头散发 一态全无那么简单 更有故意暴力扯下耳环 让你鲜血横流 古代医疗条件不佳 如果在流放途中被感染了 可是很可怕的 小小的伤口 说不定也能要人性命 所以 当宣旨太监捧着明皇圣旨 族人竟然都穿得朴素的可怜 特别是女眷 乌黑柔亮的头发丝上 连半根银钗都没有 好像已经预料到 这卷圣旨里写的是什么了 不过 惊讶归惊讶 宣旨太监还是尽职尽责地 缓缓打开明皇圈轴 用奸细的嗓音宣读道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英国公苏镇北都军不立 致使北境沦陷 十万定北军禁数负灭 现今尺夺英国公爵位 其族人流放千里 查抄家产 已告慰英灵 钦此 说吧 宣旨太监合上明皇圈轴 单手高高举起 看向苏老夫人 这个英国公府的顶梁柱 神色已经没有往昔的尊敬 老夫人 接纸吧 苏明媚换上了丫鬟的衣裳 乌黑的头发 被梳成两个花苞 漂亮贵重的金环被取了下来 直系着两根粉色的发带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不起眼的小丫头 她跟着众人 一起跪在苏老夫人身后 偷偷翻了个白眼 她跟君子晨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 小声嗶嗶道 逼人去死 还得让人卸指 就离谱 君子晨也穿得低调 给她捏造的身份 是英国公府的远房表少爷 苏明媚用四大邪术之一的化妆术 给小皇子简单化了个妆 把过分瑰丽漂亮的眉眼给遮住 再将她的肤色 用粉底液调暗的一个色号 就算君天义和瑞德太后亲自到场 恐怕都认不出她来 就连苏老夫人见了 都嘖嘖称奇 说没见过这般的易容术 还问她这难道也是神仙教给她的 苏明媚囧了囧 这不是易容 是化妆啊 不过 在古代人眼里 能改变一个人的眉眼 让其改头换面 让别人无法认出来 这就是易容了 想到这 苏明媚只好点了点头 反正 她拿出什么新奇的玩意儿 又解释不了的 就一律推到神仙老爷爷身上好了 改头换面的小皇子 跪在一群苏家人当中也不起眼 听到苏明媚的嘀咕 她觉得甚是可爱 就像是上课背着老师偷偷讲小话一般 低声回道 没有办法 雷霆与鹿皆是君恩 自古以来都是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哼 这个规矩 也太不人性了 能活着 谁又愿意死 还要我们感恩戴德的去死 我可屈你的吧 苏明媚抱怨着抱怨着 又庆幸自己捡回来的是个小可爱 幸好小臣 你跟君天义那个狗皇帝不一样 君子臣抿了抿唇半 墨同理闪过一抹炼幽光 微不可闻的声音说了句 明媚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人的 第十八章 至尊皇后系统 啊 这句话 苏明媚没有怎么听清 小臣你刚刚说什么 没什么 君子臣摇头 小声提醒道 姐姐 那个太监在看我们了 苏明媚一听 立刻把脑袋转回去 乖乖低好 苏老夫人上前一步 从宣旨太监手里接过圣旨 身姿不卑不亢 老身 谢主隆恩 就像君子臣说的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哪怕新帝 下达的是抄家灭族的旨意 作为英国公府的当家人 苏老夫人也不得不叩谢 面子公府 还是要做到的 宣旨太监见苏老夫人的态度态度 心里点了点头想到 果然不愧是曾经上过战场 杀敌的英国公府老太君 被赐下这样的旨意 也能泰山崩于底儿面不改色 女眷们也没有哭天喊地 倒是省去一桩麻烦 太监挥了挥手 让金吴卫们 把苏家众人扣押起来 女子去华仪拆还 男子上枷锁镣铐 未满成年的孩子吗 跟女眷压在一处 如果不是小孙女 有那番被仙人调点拨的奇遇 饶是苏老夫人 这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必定也不经悲从中来 听到新帝的抄家圣旨 做不到如此淡定的 不过 现在嘛 她家孙女可是有仙人庇佑的人 仙人既说英国公府无辜 自有上天恩责 那么 她又何必弃了一身疯鼓 叫旁人看了笑话去 原书里 苏老夫人拄着龙头拐杖 身穿一品告命服 等来了这道圣旨 她老人家风光傲气了一辈子 不堪受辱 在官兵 扒去她身上的告命夫人服的时候 大喊苍天不恭 苏家无罪 然后一头撞死在英国公府的石狮子上 但 苏老夫人的死 也没能改变英国公府众人被流放的命运 现在 苏明媚算是变相救下苏老夫人 让她免于死亡 他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 活着必定有希望 君天义没能搜查出英国公勾结敌国的证据 因为他事先准备好的证据 不翼而飞了 嘿嘿 这当然是被苏明媚给偷偷顺走了 这一次 英国公没有能被安上通敌卖国的罪名 君天义致以十万大军的覆灭 指他的罪 所以 新帝连大狱都没有让苏家人下 直接把人流放 即刻启程 就是怕朝堂与民间 会有人替英国公府发声 求情 他忌惮手握重兵的苏家 在天圣国的声望 迫不及待地 把流放的事情敲成定局 圣旨一下 就在无转环的余地 嗯 当然 君天义这么急把苏家流放 也跟昨晚宫里发生的事情 脱不了干系 凤一殿失火 贵妃香香玉允 各宫失窃 欲善房闹鬼 最严重的是太后 清晨 宫人们照常进殿服侍太后起床洗漱 十几个貌美如花的宫女 或端着铜盆 或端着玉盏 或捧香精 或华关美孚 鱼贯而入 瑞德太后慵懒地起身 觉得今日的头顶 好像有一丝莫名的良意 但 想到兰妃那个贱人生的九皇子 现在已经死了 她就心情大好 没有将那点异样放在心上 直到 为首的宫女 打翻了手中端着的铜盆 尖叫一声 啊 瑞德太后好心情被打断 沉下脸色 渴不道 大早上的 你鬼吼鬼叫什么 慧嬷嬷也险些吓得晕过去 太后娘娘 您的 您的头发 瑞德太后一照镜子 哎呀 混账 哀家的头发 为什么不见了 天圣国尊崇孝道 哪怕军天义 现在是天下最尊贵的人呢 瑞德太后 却是她亲妈 太后出了大事 军天义这个做儿子的 不能坐视不理 皇上 凤仪殿被烧了 皇上 刘云公失窃了 皇上 金库失窃了 皇上 太后娘娘一夜间 头发没了 一个个坏消息 分之踏来 搞得军天义头大 特别是最后一个 什么叫太后娘娘的头发 没了 这几个字单独她认识 连在一起就 就离谱 太监惶恐地扑通跪下来 皇上 您还是自己过去看看吧 笑道为先 军天义 只得暂时放下手头的事 前往慈宁宫 当见到瑞德太后 那一根青丝也无 光溜蹭亮的脑门时 军天义心里 轰隆隆闪过一句 震得个亲娘案 皇帝 见到军天义来了 大发雷霆过后的瑞德太后 就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她一把年纪的人了 抓着军天义的袖子 慌张地像个两百斤的孩子 皇帝你来了 你快看哀家的头发 哀家的头发不见了 有鬼 这宫里有鬼 兰飞 对 一定是兰飞的鬼魂来找我了 军天义脸色一变 呵斥道 母后 皇宫怪事频发 最主要的是 太后遭难与天圣金库失窃 原本在处置了英国公府与苏贵妃后 男主就立了心爱的白月光为后 但是现在这一切 不得不暂时搁浅下来 因为太后头发一夜之间 没了的怪事藏不住 像春风一样传遍宫里 传到宫外 民间百姓私底下议论纷纷 都猜测是不是新帝与太后触犯了神灵 才降下惩罚 军天义焦头烂额 哪里还有心情利后 利后大典不要钱的吗 皇帝家没有金库了好吗 刘云宫里 云若月束手一扶 将桌上的膳食 全部挥扫到地上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一点昏心都不见 叫本宫怎么吃 宫女们战战兢兢的 收拾地上的残羹冷制 解释道 娘娘恕罪 昨夜宫廷遭了难 金库失窃 就连御膳房也闹鬼 只剩下这些 好了 本宫知道了 你们出去吧 云若月哪里是气这顿饭食太素 他气的是 军天义明明答应 只要除掉苏明凤 就立他为后 他连凤袍都命宫里的私一局 在做了 谁知 军天义竟然告诉他 封后大典推迟 等宫女都退下后 云若月连忙互换系统 系统 你不是至尊皇后系统 说要助我成为皇后的吗 现在军天义暂时不立我为后了 你说该怎么办 至尊皇后系统 宿主请别着急 我与您一体 当然会帮您 第十九章 流放正式开始 系统的话 让云若月头脑冷静下来 是啊 军天义只是推迟封后大典 又不是说不策封他为皇后了 他大可不必 如此焦急心慌的 上辈子 他跟一群女人斗怪斗过去 死在内宅里 如今 他以一介庶女之身走到今天 把前一世的皇后苏明凤都给扳倒 皇后凤做唾手可得 还有系统这等神奇之物帮助 已经比上辈子好太多太多了 不是吗 没错 云若月是重生的 苏明妹本意只是想报复一下军天义制的老六 替贵妃姐姐出气 并不知道 自己的举动 竟然引发这么大的蝴蝶效应 居然把女主的封后大典 都给蝴蝶没了 就算苏明妹知道 也只会拍手叫好 因为女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贵妃姐姐 还是六皇子妃的时候 云若月就跟军天义暗地里勾搭上了 在读者视角 苏明凤是横插在男女主中间的恶毒女配 但是 不要忘了 刨开那些情情爱爱 苏明凤才是军天义名媚正娶的妻子 所以说 他们俩是渣男贱女 一点都不为过 不过 这会儿已经走在流芳路上的苏明妹 当然不知道圣经起的风波 也没有机会拍手叫好了 彼时 英国公府众人带着镣铐被官兵压出来 长街两边围满了凑热闹的百姓 因为苏家在民间的声望 百姓们倒是没有朝他们扔烂菜叶和臭鸡蛋 但是 对一般的世家贵族来说 沦落为阶下囚 被人围观的异样眼光也足够叫人难熬了 带着白纱斗笠 却也遮不住身姿窑窍的女子 站在圣经最先楼二楼窗户边 往下望着朱雀长街上 被官兵压界的苏家人 素手不禁握住窗棱 骨节透出一分隐忍 祖母 母亲 二弟 小妹 他们真是受苦了 黑衣青年站在女子的身后 高马尾被一根红绸竖起 乌发黑浓 腰身窄紧 身姿挺拔而轻瘦 就像是一把隐藏锋芒的宝剑 大小剑 他嘴笨 不太会安慰人 浅雅的嗓音 只笨拙递到了几个字 别难过 苏明凤美眸冰凉 末地冷笑 你错了凌峰 我心疼他们 却并不难过 难过是世上最无用的情绪 我清楚 是谁害的苏家如此地步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他要军天意付出血的代价 最后 在深深地望了一眼皇宫的方向 苏明凤开口道 走吧 我们也该启程了 流放的队伍里 不只有英国公府的人 还有原本关在大理寺监牢里 被判处流放之行的犯人与家眷 此次一同被官兵压接到北境去 黑铁镣又重又沉 男子们披家带锁 步履为奸 女子们要好一些 镣铐换成了麻绳 捆绑着双手 以免生乱 至于孩子紧跟在父母身边 一群人摇摇晃晃 浩浩荡荡地从圣经离开 队伍前后 都有穿着珠衣黑靴的官兵压送 腰间别着大刀 手里挥舞着皮鞭 若是碰上胆敢妄图闹逝者 直接一鞭子抽下去 就老实了 苏明被一个小女娃 夹在大人们中间被保护着 虽然手脚 没有戴镣 或绑麻绳 但光是走路 就有够呛了 园主是个身骄体贵的娇弱小姐 被宠着长大 出门有马车 进宫坐轮轿 哪怕是走的路稍微长一点 也有年长的丫鬟抱着她 可以说是没吃过什么苦头的 可流放途中 要求每日至少走20里路 这么说吧 能被判处流放之罪的 家里多多少少都是非富即贵 从前都是娇养着的 所以 大人们都恐怕吃不消 更何况是孩子 特别是苏家 老弱病残小都有 苏老夫人身体还算健朗 自己倒是能动 但苏印白病弱 还有一个从战场回来 至今昏迷不醒 断了腿的苏江青 只能由苏三爷背着 而苏华熙自己的亲生子女 也只能自己走 一开始 苏明妹迈着小短腿 走在母亲蓝氏身边 还有力气上蹿下跳 哄着弟弟苏景颜 照扶苏家这几个孩子 时不时的 还跟君子晨说说悄悄话 但 等流放的队伍 一刻不停歇地出了圣经 往前再走了三里 五里 七里 苏明妹的腿 已经变成又酸又胀 脚底兴起了水泡式的疼痛 小脸也犯着红韵 呼吸不匀 小口小口地喘着气 都快没有力气说话了 好累啊 苏明妹十岁小女孩的身体里 性子到底是个成年人 都忍不住开始抱怨了 反观君子晨 明明是个九岁的小男孩 年纪比他还小一岁 身份还是尊贵的皇子 理应比他还要娇气一些 却一声不吭 脸蛋白白净净的 额头上连汉仿佛都没怎么出 苏明妹呼呼地喘息着问 小臣 你一点都不觉得累吗 尚可 还能坚持地下去 君子晨没有跟苏明妹说 他自幼习武 从四岁起 父皇就让宫里最好的暗卫教他功夫 扎马步 占梅花装 绑纱带跑步 他并没有看起来那般柔弱 好吧 苏明妹咬牙心想到 小臣年纪比他还小 尚且都能坚持 没道理他这个做姐姐的不行 可 他和君子晨还能坚持 只有六岁的苏景岩 确实不行了 姐姐 我的脚好疼 我走不动了 这只流放队伍里 可不止苏景岩一个小孩啊 其他孩子也开始哭闹了 娘 我要喝水 我好渴 也好累 爹 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还有多久才到啊 我走不动了 我想吃饭 这个问题 直接让那位爹露出苦笑 还有多久才到 这从圣经流放到北京的路啊 才刚刚开始呢 千分之一都还没有走到 有的熊孩子 甚至直接打滚耍赖不走 官兵听着孩子的哭闹心烦 不禁面露凶狠 挥舞着鞭子 甩在犯人们身上 大声呵斥道 闹什么呢 你们一个二个 是不是想死 快点给老子往前走 还当自己是什么少爷小姐呢 有人跪下来哀求 官爷们行行好吧 我们从圣经出发走到现在 一口饭喂食 一口水喂喝 大人们还能忍 可孩子们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啊 求官爷们开恩 哪怕只是原地些一些呢 当然 跪地哀求的人 肯定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的 不过打完 官兵们到底同意了 流放的路才开始呢 可不能把这群流放全逼死了 不然 不好交代 行吧 就在前面的石里亭谢一下 有了盼头 流放们脚程都快了许多 再坚持坚持 很快就到石里亭了 京城外 石里亭 一位将发际挽成农妇模样 头上包裹着一块蓝色碎花布 肩头夸着一只包袱的女子 正巧手一盼 她的身旁是一辆驴车 小毛驴拉着一块板车 铺着稻草 和一床被子 见到流放的队伍 女子眼眶一红 老爷 背着侄儿苏江青的苏三爷抬起头 夫妻俩分明才分别一晚 再相见 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柔娘 第二十章 白衣银枪少将军 苏江青 看见苏华西狼狈的模样 将是眼眶也有点热 她忍着泪一上前 偷偷将一只钱袋 塞给押送流放队伍的官差 她全然不似在 苏三爷面前那样 明艳泼辣 也不在乎 自己曾经是不是英国功夫的三夫人 能屈能深地放低了姿态 道 求官爷通融 让妾身与家人一句 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还请官爷笑纳 为首的官兵名叫赵峰 是此次负责押送流放的主官 他颠了颠钱袋的重量 挥了挥手 道 去吧 江氏文言脸上站出笑容 又殷勤地指了指凉亭处 那边还备有一些好酒小菜 请官爷慢慢享用 那座凉亭里的石桌上 已经摆放了好些个菜 还有几坛子美酒 都是江氏准备的 送上门的酒菜 没道理拒绝 官兵们走过去 把妖间的佩刀放在桌上 吃喝了起来 赵头 您一向冷面无私 怎么就唯独收了那妇人的银子 让他见了留饭 这还在皇城脚下 苏家可是重犯 万一皇上怪罪下来 赵峰的心腹下属 开口低声问道 赵峰端起一碗酒 国公爷对我有恩 那下属不说话了 在军中混的 哪个不敬重英国公吗 就算新帝下旨说 英国公打了败仗有罪 可也不能更改在百姓心目中 苏家就是天圣国的保护神了 官兵们吃喝 也给留饭们 发放了些干粮和水下去 让众人原地休整 虽说才四月末 但今年的天气 好像热得格外早一些 日头已经有些热辣了 众人都躲在树荫下 走了大半天 嘴唇早已经干渴得不行 拿着水囊 便仰头咕咚咕咚喝起来 留饭们每日行走多少礼 喝多少水 吃多少粮食 都是定了分量的 今日的午时 分到每人手里 也就一块饼子 那面饼为了好保存 还做得格外硬食 吃起来依然得很 必须就这水 才能勉强咽下去 苏家往昔是赞英世家 忠明鼎食 哪怕府里 过得并不铺张奢靡 可也没吃过这等东西 说句难听的话 这饼子 连英国功夫的下人都不吃 苏老夫人上了年纪 这样硬的糙面饼子 根本没法刻画 苏明妹打算偷偷从空间里 拿出包子与热水分给大家 这时 姜氏提着裙摆 往苏家人方向奔过来 她的包袱里 带着热乎的卷饼 大家都受苦了 我带了肉饼和热汤 快点用一些吧 热乎乎的卷饼里 包裹着金酱肉丝 芝麻与香葱调味 格外的香 把食物分下去后 姜氏的四个儿女 拿着卷饼 一边吃 一边掉眼泪 为了做戏逼真 姜氏与苏三爷和离的事情 自然不曾告诉儿女 见姜氏在抄家前一晚 走得那样决绝 他们都以为母亲贪生怕死 丢下了他们和父亲 心里又难过又羞愧 甚至怨过自己的母亲 所以刘芳路上 连苦都没有叫上一声 没想到 姜氏回来了 还是以雪中送炭的方式 苏瑞苏婷和苏锦瑟苏锦秀 顿时红了眼圈 哭得哽咽不已 哭得姜氏心都碎了 可是 如果重来一次 她依旧会做同样的选择 苏家人不能全献进去 否则今日她也是阶下之求 这一家子 哪里能有卷饼吃 哪里能有热汤喝 苏明媚也分外佩服这位三婶 不是每个女子 都有将是这种能迅速弃足宝车 和不怕世人非议她生命的魄力 当机立断让丈夫修掉自己 带着大半嫁妆离开后 又愿意毅然决然 重新回到丈夫儿女身边 还把一切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的 也正是因为三婶这般爽利明快的性格 才让名门士族出身的三叔清新 才让苏家打从心底里 接受这个出身寒威的媳妇吧 当然 二婶初婉不离不弃也是 同样令人可敬的 苏华锡背了大侄子苏江青一路 真的是满头大汉靠在树下歇了歇 才把气喘云 江氏心疼地拿出帕子给丈夫擦汗 老爷辛苦了 我置办了辆旅车 出了圣经城 就脱离了新帝的眼线 江青伤了腿 走不得路 我们就求求这些官兵 让他坐旅车吧 江氏又笑着对兰氏道 大嫂放心 旅车上面 我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与棉被 不会颠补到侄儿的 兰氏抹泪泪 扶了扶身 多谢弟妹 也劳累三弟 背了江青一路 一家人无须沿险 江氏扶了蓝氏一把 苏江青是英国公府世子 白衣银枪的邵将军 他跟随父亲一同上战场 被攸关城破 英国公在战场失踪 邵将军中伤 被找到的时候 断了一双腿 腿伤上还抹有其毒 本来大夫就断言过 世子这双腿 今后恐怕是难以站起来了 严重的话甚至要截肢 好生养着 说不定还能够有一线生机 然而 伤还没养好 流放的圣旨就下来了 苏江青整个人病着 昏昏沉沉 再无意气风发 苏华西眉眼间有着深深的忧虑 开口道 大嫂还是快去看看侄儿吧 江青她情况似乎不大好 她是背着苏江青的人 最是清楚 蓝氏文言心下一慌 顾不得许多 急急忙忙转身 望着大嫂蓝氏亮枪的背影 将是叹了口气 这流放路上不比府里 世子她恐怕 没有说完的话 夫妻俩都心里清楚 苏江青伤得这样重 哪里能有性命 走得到北京呢 苏江青的状态是不好 经过流放的颠簸 哪怕苏三爷把她背着 没让她走路 那双腿缠着白纱布的地方 也渐渐地渗出浓烟又精心的鲜血来 她闭着眼 一张清俊金贵的脸庞上 满是苍白 嘴唇没有血色 额头遍布冷汗 可见昏迷中也是很疼 很痛苦的 苏江青的容貌 也跟她现代的哥哥 长得一模一样 见这么一个金贵 原先本该先依怒马的少年 竟然只能躺在简陋的驴车上 虽然驴车已经是三婶能够找到 最不打眼 又最舒适的交通工具了 苏明妹心头就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怜惜与心痛 然后 对圣经方向皇宫里的那位男主 就感到越发讨厌了 众人都在歇息 苏老夫人本身就上了年纪 二叔身体也不好 是个药罐子 再剩下就是半大的孩子 这会儿都自顾不暇呢 苏明妹趁没人注意 解开苏江青腿上 一圈圈缠绕着的白纱 果然 那正宁的伤口已经隐约开始化浓了 光是看起来就十分可怕 或许是身体年龄变小 也或许是圆主的感情共情了 苏明妹没忍住 眼泪一下子就掉了出来 君子晨眉头猝起 从怀里掏出一支药瓶 轻声安慰道 姐姐别哭 我这里有上好的金疮药 可以给柿子一用 苏明妹抬袖擦了擦眼泪 把金疮药接过来 后边的天气只会越来越炎热 这伤必须得处理了 否则感染了就更加麻烦了 她引出一滴空间紫金莲花池里灵液 用吸水吸湿后 清洗苏江青腿上的伤口 直到乌浓的血水不再冒出来 拔掉玉塞 均匀地撒上君子晨给她的金疮药 再重新从空间取出一用白纱布 给小心地包扎好 最后 苏明妹又往苏江青嘴里 为了一滴吸湿后的灵液 淡淡紫金色的灵液 晶莹剔透 散发着四蓝四射的淡淡一香 才味道苏江青嘴边 就滑入了喉咙 不自觉吞咽了进去 灵液与灵泉水不同 灵泉就是空间里那条小溪 不见源头不见近处 里面还可以养殖鱼虾什么的 仿佛取之不竭 灵液却只有紫金莲池那么一小池子 很久才能蓄上一滴 要珍贵得多 但 灵液更有用 可解百毒 不过 一般情况下 苏明妹都是西市后才给人用 因为她曾经直接服下过灵液 结果浑身都冒出黑糊糊的东西来 臭不可闻 洗了三遍澡才洗掉 流放路上洗澡都是奢侈 她要是把苏江青变成那样 就醉过了 没过多久 昏睡中的苏江青就睁开了眼睛 一张脏兮兮却明媚灿烂的小脸 就这么跃入眼底 二哥哥 你醒了 眼圈飞红的小女孩 趴在她身边惊喜地笑道 祝 苏江青的名字中的 将毒鹰 将 四生 英国公府人物关系分布图 英国公 苏镇北 蓝氏 蓝英 长女 苏明凤 22岁 贵妃 长子 苏江青 18岁 世子 幼女 苏明媚 10岁 幼子 苏景岩 6岁 二房 苏印白楚氏 楚婉 赞无子嗣 三房 苏华西江氏 江柔 长子 苏睿 15岁 次子 苏婷 13岁 长女 苏景色 12岁 次女 苏景秀 12岁 第21章 流放路上走累了 来双划冰鞋 苏江青嘴角微微勾起一丝清贵又苍白的笑意 抬起手 轻轻抚了抚苏明媚头上挽着的小花包 声音虚弱地道 我们家小妹怎么弄成小花猫了 明明知道她不是现代的哥哥 但这样温柔的口吻 这样温柔的少年 还是让苏明媚心头生出柔软与羁绊的亲情 大眼汪汪地问 二哥哥 你感觉怎么样 还疼不疼 苏江青轻声回答 我还好 让小妹担心了 她并不是说话安慰妹妹 而是真的感觉还好 腿上的伤口似乎没那么疼了 身体也恢复了些力气 没有那种被歧毒缠身的冰死时的痛苦 给苏江青一种 她能很快好起来的感觉 蓝氏走过来 见长子转醒 也是喜极而泣 江青 苏江青醒了 对其他苏家人来说都是一件喜事 就连苏家夫人都强称着拐杖起身 当然 那根玉刺的龙头拐杖是没有了 苏老夫人现在拄着的是一根普通的木棍消成 母亲 祖母 二叔二婶 三叔三婶 苏江青道 这些时日 老你们担心了 昏迷的时候 她人是隐约有意识的 知道苏家遭了难 也知道亲人们的不容易 醒来就好 醒来就好啊 苏老夫人热泪盈眶 不禁连声感叹道 现在是肯定没有大夫的 但苏应白酒病成医 对医术也略微精通一二 她伸手 替侄儿拔了脉 轻轻咳嗽了几声 温润地开口道 江青体内的毒 竟然已经去了七七八八 连日以来的高热 也已经退下 只要休养得当 身体好起来不成问题 苏江青中的 明明是天圣国御医 都曾经断言过的 北梁皇室的宫廷奇毒 只有北梁皇室才有解药 否则只能等死 原本苏江青靠着千年人生 才保住一条性命 现在竟然奇迹般地解了毒 苏江青自己都满头雾水 不清楚是为什么 然而 苏老夫人 蓝氏 苏应白 楚氏却不禁纷纷望向苏明媚 这个十岁小姑娘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啊 苏明媚摸了摸鼻子 好了好了 我承认 是我给二哥哥 为了神仙老爷爷给我的仙丹 对不起啦 神仙老爷爷又把你拉出来用 苏江青 什么仙丹 他是睡太久 错过了什么吗 为什么小妹说的话 他听不懂 昨晚同样错过苏明媚忽有时间的 苏华熙与江氏夫妇 大侄子错过了那正常 为什么他们夫妻俩 好像也跟大家不在同一频道上呢 还是苏老夫人给他们几个讲了一遍 给苏江青和三房夫妻刷新了认知 末了 苏老夫人对长孙道 所以 是你妹妹救了你 她是你的福星 也是咱们整个苏家的福星 江青 你要记住她的恩情 苏江青本就是个对上孝顺 对下和善 骨子里再温柔又强大不过的少年郎 她认真的对苏明媚道谢 小妹 谢谢你 救命之恩莫尺难忘 二哥这条命 从今以后就是你的了 她从前 总想着用这一副性命 三尺薄曲 征战沙场 报效天圣 忠心圣上 但是 经过十万定北大军覆灭 经过新帝猜忌 强安罪名给苏家 苏江青一腔热血 彻底冷了 从今以后 她不会再对天圣皇室于衷 因为她这条命 是她的小妹就回来的 她只会为小妹而死 苏明妹小脸一炯 我要二哥哥的命做什么 她又道 二哥哥只要养好身体 不要再生病了 就是暴打我了 这么好的妹妹 她何德何能呢 苏江青露出个苍白 却好看的微笑 好 二哥 一定尽快好起来 不让小妹再担心 苏江青能够好起来这件事情 极大的鼓舞了苏家人的士气 也让苏家人 把明妹视作小福星 小仙女 不过 就算是小仙女 那也得自己走路 想到今天剩下的路程 至少还有十里 苏明妹的脚底心 就又开始隐隐作痛 不行 她得想个办法 从圣经走到十里亭 是没有办法 因为在皇城脚下 还有狗皇帝的眼线 这段路程必须得走 但是 离开了圣经 就可以变通一二了 苏明妹可不愿委屈 自己的小Jill 哎 有了 小姑娘乌黑水灵的眼睛 漠然一亮 从空间里 拿出一双滑冰鞋 儿童版 粉色的 第二十二章 苏家孩子们 学会滑冰 苏明妹换上滑冰鞋 整个人一溜烟 滑出去好远 滑了一圈再转回来 在苏家人面前杀住脚 就像是炫技一般 简直惊待了她的小伙伴们 缠着苏明妹追问 四妹妹 你这是什么 好 好 比她年龄大不了几岁的 小少年小少女们围着她 脸蛋红扑扑 眼睛亮晶晶的 就连流放路上的苦雨泪 都暂且忘记了 不过 兴奋之下 竟然一时间找不出词语 来形容刚刚看到苏明妹 玩滑冰鞋身姿的样子 好帅是不是 苏明妹水灵灵的眼睛 弯成月牙 将她们雌穷的话补充上 虽然不知道 帅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苏睿素听她们 看向苏明妹脚下 那双一栋轮子 还会散发着七彩光芒的神奇鞋子 眼神里也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哪有半大少年 能拒绝一双炫酷的滑冰鞋呢 苏明妹把滑冰鞋脱下来拿在手上 向苏家人介绍道 这是轮滑鞋 穿上她的话 再赶路就能轻松很多的 虽然这话 只是从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口中说出来的 但是在亲眼见识过 苏明妹穿着这个什么 带着滚轮的鞋子 展现出来的灵动又炫酷的身姿后 没有一个人怀疑她说的是假话 苏老夫人慈祥又惊喜地压低了声音问 明妹 这难道也是那位仙人 隔墙有耳 说到这里 苏老夫人就点到为止了 苏明妹却点了点头 承认得很爽快 是的 毕竟 滑冰鞋这样的东西 那鞋身的彩绘 那动起来 会散发着七彩光芒滚轮 那穿上就能划着走的惊奇构思 是古代人目前想不到的奇思妙想 也是这个古代 暂时达不到的生产水平 不说是神仙恩赐 难道苏明妹要说 这是我在末世搬空了座大卖场 原本滑冰鞋只要99元两双吗 别搞笑了 那一点都不酷 苏锦瑟和苏锦秀 毕竟是女孩子 还懂矜持 但年纪大一点的苏睿和苏婷 已经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了 四妹妹 能否让我们试一试 当然可以了 苏明妹拿出滑冰鞋 就是想让苏家人 在流放路上 走得不用那么辛苦 其实 他还有山地自行车 三轮车 甚至是小轿车和房车呢 但是呢 这些东西太过惊世骇俗 还没走出圣经多远 这一下就拿出来 被军天义派出军队 抢了怎么办 他空间里 倒是有杀伤力强的热武器 但人家毕竟是个皇帝 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古代封建皇朝 他一个人 如何能跟一个皇朝抗争 所以 低调点也挺好的 滑冰鞋不那么惹人注目 又能适当减轻 长时间走路的辛苦 至少比起靠一双腿 滑冰鞋要轻松得多 大堂哥 二堂哥 你们脚穿多大马的 轮滑鞋还有蓝色 黑色 棕色 你们想要哪种颜色 对了 初学者可以只穿单脚 这样不容易摔跤 苏睿和苏婷两人 各自穿上一只滑冰鞋 其实就是在原本的鞋子 外面套上 取下来也很方便 因为只穿了一只脚的 哪怕苏睿苏婷是个新手 也没有摔跤 几下就掌握了 怎么驾驭滑冰鞋 少年身姿如风 都玩得很兴奋 见状 苏锦瑟和苏锦秀 也大着胆子请求 四妹妹 我们也想一试 可以吗 苏明媚直接根据苏锦瑟 苏锦秀两姐妹的尺码 拿出一双粉色 Hello Kitty图案的滑冰鞋 女孩子当然就是 要用这么可爱的颜色了 最后 就连苏锦妍这个六岁小豆丁 也能脚踩一只儿童版 蓝胖子图案的滑冰鞋 溜得虎虎生风 如果不是苏江青伤了腿 苏明媚都怀疑 她想来试一试 当然了 苏明媚也没落下 君子晨这个小皇子 既然是她拐来的人 她就得对她负责的 来 小陈 这是你的 苏明媚拿出一双 精心挑选的滑柜黑轮滑鞋 觉得特别符合 君子晨的气质 小皇子对新奇的事物 接受能力也非常良好 在其他人都只能 单脚滑的时候 他就已经能两只脚 都穿上滑冰鞋 而不摔倒了 这强大的学习能力 苏明媚佩服不已 毕竟 就连她刚学习 怎么滑冰的时候 都摔过很多次呢 我们小陈真是个天才 下次教你骑自行车 苏明媚一副 予有荣烟的骄傲模样 宣布道 君子晨凤魔莫亮 长劫轻炸 她身负轻功 自然不会摔倒 学起滑冰来 也比旁人容易 不过 自行车 那又是什么 比滑冰鞋还有趣吗 等苏家的孩子们 熟练掌握了滑冰鞋的技巧后 官兵们也吃喝得差不多了 哪怕他们 在亭子里喝酒吃肉的时候 见到苏家人休息的时候 好像不太安分 特别是那几个孩子 还有力气跑跑闹闹 但只要他们没有逃跑 管他呢 反正大人们 都用镣铐和铁链拴着 几个孩子 起不了风浪 至于其他流犯 他们喝的是凉水 吃的是硬邦邦的灰面饼子 既不像官兵有酒肉 也不像苏家人 有僵士带来的卷饼和热汤可吃 他们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也看不见任何希望 就算自家孩子闹嚷着 也想跟苏家那几个一起玩 几巴掌下去就老实了 玩什么玩 还不赶快休息 不留着力气 下午怎么赶路 很快 一个时辰过去了 休息整顿完毕 就该重新启程了 僵士又给官差塞了银子 说了好话 总归是让苏老夫人与苏江青 坐上了驴车 毕竟 苏老夫人与苏江青 一个老 一个残 真要他们下地走路 那也叫为难人 塞了银子 驴车又是僵士自己备好的 官兵自然选择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其他人还得靠双腿自己走 连沉甸甸的镣铐摘下来 都是奢望 流放才开始 还没远离圣经皇城 官兵们暂时不会答应的 总得让流放们多吃点苦头 给皇宫里那位看 所以 这个滑冰鞋 苏明妹从一开始 就只是为了几个孩子准备的 最容易折损在流放途中的 除了老人 就是小孩 原本在书中 苏江青死在流放的第七日 苏景岩染了风寒 没有大夫治病也没撑过一个月 后面流放队伍 经过某个周时 遇上盗匪 苏景色苏景秀姐妹俩被掳走 苏华希为了护住一双 貌美如花的女儿 被乱刀砍死 总之 苏家人没能走到边境 就已经死得七七八八 各有各的惨状 但是 现在呢 苏江青已经能坐起来了 虽然昔日白衣银枪的少将军 于尊将决地坐在驴车上 而小豆丁苏景岩 单脚踩着滑冰鞋 比苏明妹都滑得溜 精神得很 他们一家人整整齐齐 第23章 童言治语 攻略官兵 至于苏家其他人 不用被苏江青 以苏华希的体力 实际里路走起来可轻松多了 身体病弱的苏映白 与女眷要吃力一些 但 苏明妹给他们每个人 都准备了空间的灵泉水 用竹筒盛装着 挂在脖子上 走累了 就取下来喝一口 所以 哪怕流放很累很苦 苏映白这样病弱的体质 也坚持了下来 虽然有些灰头土脸 不比在京中轻贵体面 但容貌精神瞧起来 竟然比吃着人参燕窝 喝着补药时还要好一些 流放队伍浩浩荡荡 走在关道间 三十几名官兵 从前到后 催促着犯人们快点走 赵都头身边的下属 忍不住开口道 头儿 也不知道苏家那几个小儿 怎么搞的 竟然能够整个人划着走 瞧起来还挺省力 比他们走着都轻松 赵风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 大步往前 淡淡道 只要人没跑 老是在队伍里 也不拖累咱们的进度 几个小孩管他们做什么 那下属想了想 哦 也是 往年押送这些流放 在路上小孩和老人得折去半数 要是死的人多了 咱们反倒还得受罚 若是他们都能活着走到北境 也不是一件坏事 世人皆知 流放越到后面 死的人越多 官兵对流放们的态度 也会越包容 毕竟他们也不敢 让犯人在路上死完了呀 要知道 流放们被从繁华的京城 押送到荒凉的边境去 一方面的确是大多数都犯了罪 却罪不至死 皇帝就只好 让这些人滚远点 滚远点的过程中 吃吃苦头 另外一方面是 边境荒凉且容易发生战乱 没有百姓愿意常住在边境 只要有点条件的 都往繁华的周城迁移 导致边关地广人稀 耕地荒废 时事久空 没有百姓的城池 还能算城池 还能算天圣国的领地吗 所以 皇帝将罪犯们流放边境 也有让他们在那里定居 结婚生子 增添人口的意思 在押送犯人的过程中 允许死一定数量的人 但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死的人过多了 负责押送的官兵 也会受到牵连和惩罚 因为上边并不是要犯人们团灭 否则直接下令砍头 不就行了吗 何必要多此一举呢 吃饱了撑得慌吗 赵都头不是不知道 苏明媚搞出来的滑冰鞋 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默许了 下午的路程要轻松上许多 至少对苏家来说是这样的 到了天色江黑 流放队伍就地在野外扎营歇脚 官兵们升起篝火来 一是为了防止野外有猛兽袭击 二是可以煮水烧饭 其他流饭已经瘫坐在地上 累得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苏家人却还留有余力 当一个年轻的官兵走出来 问有没有人去捡柴取水的时候 苏明媚连忙拉起君子臣 然后高高地举起小手 我 我 我 官兵哥哥 我们和我的两个堂哥可以去 捡柴河和取水都是体力活 而这又是野外 夜里漆黑并不是一件好拆事 其他流饭类都累死了 并不愿意去 这么积极的也就只有苏明媚了 虽然不明白四妹妹想要做什么 但是苏明媚拿出的滑冰鞋 已经彻底征服了两个少年了 新四妹妹 准没错 所以 苏明媚话音一落 苏睿和苏婷就站了出来 不得不说 苏家的儿郎长得极好 十四五岁的少年虽然青涩 却也有青竹般挺拔笔直的风姿了 那年轻官兵 眼神略过贪坐在地不愿动弹的流泛 再扫过两个半大少年 最后目光落到举起小丫头身上 苏明媚嘴巴甜 官兵哥哥地叫着 再加上他年龄小 模样玉学可爱 迈起萌来 哪怕是在军中见过沙发 手头染过血的人 也会宽容心软几分 果然 年轻官兵原本素冷的面孔 微微融化了几分 觉得好笑地开口道 你这个小丫头 搬得起柴河 挑得冻水吗 竟然还主动请鹰去 就不怕野外有狼把你叼走 苏明媚眨巴着乌黑银亮的大眼睛 摇了摇头 可爱道 不怕 我爹说 咱们天圣国的将士 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好汉 什么豺狼虎豹来了 都能统统打走 有将士哥哥们保护 所以明媚不怕 年轻官兵正了正 不止 在场听见苏明媚这话的人 都愣住了 他们都是天圣国最底层的兵丁 不然配送刘藩这等苦类的差事 也不可能落到他们的头上 但 小人物也有 抛洒热血的志向 他向往金戈铁马的沙场 也敬仰威风的大将军 还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 你是天圣国的将士 你也是英雄好汉 能保护我们这样的话呢 心口热热的 仿佛生出一种责任感 使命感 赵都头看着自己手下的兵 都被一个小丫头的话打动 开口问道 小丫头 你爹是英国公 见自己吹的彩虹屁有了效果 笑得眉眼弯弯 哼 我爹叫苏震北 因为祖父说 咱们苏家儿郎 必然镇守北方 不让北梁铁器 踏我天圣将土 众官兵一听 原来如此 他爹竟然是英国公大人 虽然都在传世英国公刚毕字 用害死了十万定北军 但是能说出咱们天圣国将士 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好汉 这样的话的战神将军 真的是传闻中那样不堪的人吗 他们面露沉思 心思浮动 因为这话是从一个十岁小姑娘口中说出来的 没人怀疑是假的 童言至语 更为打动人心 赵都头目光忧深 却没有在问什么 挥了挥手 道 你们想去就去吧 不要走远 山中或许有狼 苏明妹展露笑颜 脆声声地道 谢谢伯伯 小姑娘太活泼可爱了 哪怕是赵都头都忍不住摇了摇头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来 剪柴挑水 可是个不怎么轻松的体力活 他以为是去玩吗 竟然还向他礼貌地道谢 不过 这个年纪的小姑娘爱晚点 也正常 算了 就让他去吧 赵峰对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难得地动了一丝恻隐之心 就连他自己都没注意 他的想法在不知不觉间 对苏明妹就包容了许多 不过 一百来号人要喝水吃饭 篝火 也得整个晚上燃着 光靠两个少年和一个小姑娘 去捡柴挑水 显然是不够的 赵都头又直接点了几个人出来 夜晚的山林漆黑 远处的树影像是妖魔怪鬼 张开着血盆大口 更远的地方 好像有风声呼啸 伴随着奇怪的叫声 树影速速晃动 苏睿和苏婷 心里不禁有点发毛 好黑呀 已经距离流放队伍扎营的地方 比较远了 哪怕他们 举着一只火把照亮 也抵不过黑暗的轻视 苏明妹小手 牵起君子晨 是很黑哦 小晨你怕不怕 君子晨瞥了一眼 不知道暗卫中 哪个蠢货不小心 弄出动静的方向 然后垂眼视线 落在跟女孩交窝的手上 轻声回答道 嗯 有点 第24章 打着手电筒 捉兔兔和野鸡吃 苏明妹像哆拉A梦一样 掏啊掏 掏出几只小型手电筒 一按开关 顿时一束强光射出去老远 比起火把 只能照亮方寸之地 手电筒将四周照得亮如白昼 驱散了原本的黑暗 山间密林在白日里不过寻常 只是夜晚总叫人想到痴妹亡凉 心里上增添了害怕 这会儿手电筒的光 将树林本来的面貌还原 哪里有什么鬼魅 苏睿和苏廷两个半大少年 自然也就不害怕了 苏睿惊奇地问 四妹妹 你这个是何物 为何如此明亮 苏廷也猜测到 莫非是夜明珠 君子晨抿了抿唇 不 这不是夜明珠 他先前在宫中见过夜明珠 哪怕是最上品最明亮的夜明珠 也没有这般明亮 照得方圆数里都清晰可见 就连酒店下都这么说了 苏睿和苏廷实在想不到 四妹妹手里的到底是什么了 君子晨的身份 苏老夫人都暗地里告诉了苏家人 特别敲打了两个孙子 可别犯魂 真的将酒店下当成寄居在府里的表少爷 毕竟 君臣有别 忠义两个字 可是刻在英国公府人骨子里的 哪怕如今坐在皇位上的陛下 已经让苏家人心生失望了 甚至想骂一声昏庸 但是 君天义做的事情 跟酒店下无关啊 甚至 说起来 酒店下也是被新帝迫害的人啊 至于苏江青 作为英国公府世子 经常在狱前和宫中行走 在先帝在世时 就是见过九皇子的 虽然好奇君子晨 怎么跟他们苏家一起被流放了 但他是个极为聪明的人 没有点破君子晨的身份 苏明媚将小巧的手电筒 扔给苏睿和苏婷一人一枚 介绍道 这个呀 叫做手电筒 因为是野外专用 就算是小巧的一只 照明的射程范围在百米以上 你们看 按这个开关就可以了 不过 这是强光灯 绝对不可以直视人的眼睛 否则有可能造成短暂性的失明 苏明媚演示了一遍 苏睿和苏婷都成功打开了手电筒 两人都觉得好神奇啊 拿着小手电照着远处晃 听到苏明媚的提醒 本来还打算往脸上照一下的念头 顿时打消 还能致人失明 四妹妹 你这个什么手电可真厉害 苏婷不禁咋舌道 还有这个手电筒 难道里面有电吗 是天上雷弓电母的那个电吗 在古代人眼里 电是只有神仙才能用的 能召唤雷电 那都是仙家手段 苏明媚解释道 手电里面确实有电 不过 这个电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原理呢 很深奥 以后再讲给你们听 对 听歌 你先不要问东问西了 苏睿看向苏明媚 四妹妹让我们借口出来 一定是有正事 苏明媚点头 嗯 苏睿认真道 还请四妹妹吩咐 虽然苏明媚比他们年纪还小 但是苏睿苏婷兄弟俩 已经对他完全心悦成福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今晚官兵给我们吃的东西 多半又是糙面饼子 最多再配上野菜汤 所以 苏明媚眸光灵动 狡狭一笑 我们捉两只兔子和野鸡回去 改善一下今晚的伙食 对苏明媚来说 吃就是鼎鼎重要的事情 他身怀空间和亿万物资 完全可以把刘放过成春游的 没必要委屈自己吃糠艳菜 君子晨略微沉吟道 此事可行 如今是春末夏初 山林中不仅有飞禽走兽出来活动 说不定还有军孤和果子 我们自己打到的猎物 向官兵上交一部分 剩下的 想必可以自己留下 当作口粮 殿下说得在脸 打猎的事就交给我们 我和亭根立即打 而且有了手电筒 碰到有果子也可摘一些 苏睿也眼睛一亮 小黄子容貌漂亮 微笑起来 夹边梨窝浅浅 睿师兄不必这么客气 换我名字就好 呃 苏睿挠了挠头 陈下怎敢愉悦 苏睿暂时改不了口 君子晨道也不勉强 苏明媚还提醒 当然 柴火我们还是要捡一些的 注意尽量捡一些干枯的树枝 不然烧起来烟可大了 这些都是她上辈子露营的经验之谈 而苏睿苏婷都是古代的公子哥 未必清楚干柴失柴之分 四妹妹 你看这样的可以吗 苏婷捡起几根树枝 嗯 可以 苏明媚点头 她说是捉兔子野鸡回去开婚 但兔子和野鸡的动作都灵活得很 如果有剑语或者弹弓 像苏睿苏婷骑射功夫不错 肯定都能打到 不过 如今他们两手空空 赤手空拳的捉兔子和野鸡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苏明媚趁没人注意的时候 悄悄从空间里 放出两只肥兔子到脚边的草丛里 养在空间里的兔子又白又肥 因为没有天敌 除了吃旧式生 繁殖得极快 甚至 在空间都被养得有点蠢了 呆呆的像是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突然从鸟语花香的草地 出现在这个黑漆漆的地方 三半嘴里 还嚼着一根草 都不知道跑的 指望兔兔配合演出 看来是不行了 苏明媚立刻惊喜地叫了一声 有兔子 兔子撞到我脚上了 出师就有收获 苏睿苏婷精神大振 四妹妹 兔子我们来拎吧 不要弄脏了你的手 兄弟俩扯了一根藤腕 将兔子的两条后腿给绑了 然后苏婷拎起长长的兔耳朵 苏睿则负责那堆剪的干柴 往前走了一段 苏明媚又想如法炮制 从空间里放出野鸡来 谁知 还没等她动作 就听前面草丛里传来动静 像是有动物落下 苏婷飞快往前跑了几步 兴奋地举起扑腾的野鸡 叫道 野鸡 哥 四妹妹 我抓到野鸡了 暗处的紫衣卫 则 小子 那可不是你抓到的野鸡哦 苏明媚歪了歪头 奇怪 怎么这感觉跟她捉到兔兔 有点像呢 君子晨偏过头看她 睫毛纤长 漂亮的桶底 像是倒映着朦胧星空 姐姐 怎么了 捉到野鸡 你不开心吗 苏明媚摇了摇头 露出笑容来 没什么 就是觉得这野鸡好笨 这么容易就被抓到了 能抓到野鸡 我当然开心了 走 小陈 我们去看看二堂哥抓的野鸡 望着女孩活泼的背影 君子晨鸣起唇笑了下 轻声道 还以为露线了呢 第二十五章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春末下出的山林 就像是一座宝藏 最后 苏明媚他们捉到了四只兔子 五只野鸡 背了一捆柴 还摘到了几个野山里 捡了一衣多的军姑 满载而归 当然 等回流放队伍的营地时 手电筒都被苏睿苏婷 悄悄收了起来 如果他们还是英国功夫少爷 手电筒自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但是现在 他们是流贩 这等奇物若不藏着掖着 很有可能被人夺去 甚至招来祸端 等官兵们见到苏睿 一手举着火把 扛着一捆柴盒 苏婷两只手 都倒拎着羽翼鲜艳翅膀扑腾的野鸡 就连那小姑娘怀里 都抱着一只血白肥瘦的兔子 他们都吃了一惊 这 这都是 你们打刀的 换成靠打猎为生的山中猎户 布陷阱 和射捕兽家 一天都未必能够 打到这么多的猎物 而这几个孩子 才进山多久 他们竟然赤手空拳 弄到这么多只野鸡和兔子 苏明妹抱着兔子 笑容甜美地回答道 是啊 官兵哥哥 这个山里的兔子和野鸡可笨了 兔子撞到树桩上 把自己给撞晕了 野鸡自个儿跑到了我们面前 所以我们就给全部捉回来了 我们还捡了柴哦 听得那年轻官兵一愣一愣的 不禁怀疑 这山里的猎物 莫不是真这么蠢 可 这几个孩子手里拎着的 怀里抱着的 都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没有一丝掺甲水分 就连其他流贩都露出了心动的表情 这座山里的兔子野鸡 这么好捉的话 既然如此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 这些真是你们猎到的 赵独头走上前来 年轻官兵喊了声 头 赵峰脚踩关靴 腰间佩刀 身上着珠红色的袍子 表情不怒自威 配上眉眼间那一道刀疤 当他锋利的目光 划过几个孩子 有种被审视的感觉 君子晨鸣起了唇绊 忍不住微微侧身 挡在苏明媚身前 苏明媚可不是真正 只有十岁心智的小姑娘 会被赵独头吓到 拜托 她可是经历过末日残酷的好不好 所以 苏明媚点了点小脑袋 翘生生地回答 是的 这是我和堂哥们一起捉到的 对了 兔兔送给伯伯吃 还有那些野鸡 也送给伯伯和官兵哥哥们吃 小姑娘把怀里白白胖胖的兔子 递给赵峰 赵峰分明从小姑娘眼睛里 看到流露出的一丝不舍之意 心间忍不住默然软了三分 原本不怒自威的面孔 都柔缓了些 她拎过那只雪白肥胖的兔子 在手中悬孔甩了甩 故意问道 你这小丫头 把猎物送给我们 真舍得 苏明媚眼巴巴地望着赵峰手里的兔子 嘴上却道 舍得 父亲曾经教过我 要与人分享 同甘共苦的 不过 她眨了眨乌黑水灵的眼瞳 软萌道 伯伯能不能留一只野鸡给我 不要全部都拿走好不好 祖母年迈 二哥个腿还没好 弟弟又小 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我想留一只野鸡炖汤 给他们补身体 可以吗 与人分享 同甘共苦 英国公与定北军的将士同住同时 宁愿自己挨饿受冻 也要让手底下的兵吃饱穿暖 这一点 天圣的百姓无不知道 闻言 其他官兵脸色都略有动容 赵峰开口道 你倒是个有孝心的 上校祖母 下连右弟 连你一片赤诚之心 猎物我只让人拿走一半 剩下的 你们自己处置 苏明媚眼睛弯成漂亮的月牙 露出高兴的表情 立刻欢呼道 太好了 谢谢伯伯 谢谢各位官兵哥哥 你们真是大好人 爷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活泼又明媚的小姑娘 让流放途中 原本死气沉沉的氛围 都好像增添了一丝亮色 一些官兵脸上 都情不自禁地染上了笑容 哪怕他们当中 有性格严苛的酷吏 催促流放赶路时 能够不眨眼睛地 将鞭子挥舞在流放身上 对这样天真浪漫的小姑娘 都没法狠下心 没想到 他们这样凶神恶煞 还有人说他们是好人呢 赵都头发了话 一半的猎物被拿走归了宫 但却给苏家人 留下了两只兔子 三只野鸡 这在苏明媚的预料之中 他早就看出 这位赵都头面冷心热 一定不会多加为难 虽然猎物上交一半 但却在官兵面前过了名路 今后想弄其他吃的 也可以这样 免得偷偷摸摸地吃喝 被旁人眼红揭发 反倒惹得官兵怀疑获罪 三只野鸡和两只兔 虽然不算特别多 但也足够苏家人吃了 苏睿苏婷 把苏家人的那一份拿了回来 僵尸还没想到 几个孩子这么能干 笑得没眼明丽 竟然有这么多鸡和兔 太好了 今晚这钱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拿钱都买不到食物 我还以为 只得吃干巴巴的面饼子 和野菜汤了 还是多亏了四妹妹 没有手电筒 我们这么抹黑进山林 吓到吓死了 哪能捉到这些啊 对了 兔子都是四妹妹捉的 说来也奇怪 这兔子真是笨得很 就往四妹妹面前撞 苏婷哈哈笑道 苏家众人 嘴上虽然不说 但是心里都清楚 如果没有苏明妹的的话 这一路 他们过得 必定不会如此安逸 兔子和野鸡 本是灵活的飞行走兽 见到人怕是跑 都是跑不及呢 哪能还主动往人跟前撞 必定也是 先加手段的一种吧 僵尸笑道 那你们可得 好好谢谢你四妹妹 苏瑞苏婷君点头 苏锦绣苏锦瑟这双姐妹 也点头 虽然他们没跟着 一起进山林 但是他们心里 同样感谢四妹妹的滑冰鞋 让他们减少了 走路的辛苦 多谢四妹妹 他们齐声道 苏明妹甜甜地道 不用谢 蓝氏也道 是啊 都是一家人 弟妹不必如此见外 僵尸是个性格明朗快意的人 那好 我们也就不谢来谢去了 两位嫂嫂都没有刨出的经验 这些野鸡兔子 今晚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说着 僵尸挽起袖口 露出一双白镜的手来 这双手 虽然现在看起来养尊处优 就在昨日 还戴着宝石戒指 与赤金手串 但是曾经也是烧过火做过饭的 蓝氏和楚氏 一个是豪商之女 一个是金枝玉叶的郡主 虽然平日里也会熬一些羹汤 但那都是 由厨娘先清洗处理好食材 由小四奴仆烧好火 他们只用嘴上指挥一声 自有丫鬟盯着火候 所以 论刨出的经验 还真的比不上僵尸 僵尸再还没嫁给苏三爷之前 可是洗衣烧饭样样精通 他很快就安排好 这鸡就炖了吃 兔子妈可以用烤的 刚好我带了一些厨具和调料 三婶婶 你快看 我和小陈还采到一些野生菌菇 这个可以放在鸡汤里面一起炖 可好吃了 苏明妹把用衣服兜着的菌菇给僵尸 僵尸略微惊喜 竟然有菌菇 那可太好了 不过 苏明妹像是知道僵尸想说什么 连忙道 三婶婶放心 这菌菇没有毒 有毒的都被我挑出来了 她拥有的五行异能中的木系 能与植物沟通 什么蘑菇有毒 什么蘑菇无毒 很快就能分辨出来 小明妹真棒 僵尸竟然丝毫没有怀疑苏明妹的话 捏了捏她的小脸 把那一兜菌菇接了过去 蓝氏与楚氏起身 弟妹 我们来帮你 他们虽然从前食指不沾阳春水 但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僵尸灿然一笑 好 多谢两位嫂嫂 那就请大嫂帮忙烧热水 我来杀鸡宰兔 二嫂帮忙清洗一下这些菌菇 一家人很快忙活了起来 第26章 林泉水炖的野山餐鸡汤 格外的香 除了太过年幼的苏景妍 走了一天腿脚不便的苏老夫人 还有重伤的苏江青之外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蓝氏将一只铜壶架上火堆 楚氏淘洗干净菌菇 素印白修长的纸 轻轻折断一根树枝 往篝火里添加进去 那添柴的动作由她做来 有一种四血师作画般 优雅血液的感觉 刘饭中间 自然是不允许有刀剑这种利器的 连菜刀也不行 所以 僵尸带上 藏在驴车上的厨具 只有锅碗瓢盆 并不包括菜刀 好在苏明媚早有预料 从空间里拿出一种 看起来像石片 却是极为锋利的东西 悄悄凑到僵尸身边 三婶婶用这个杀鸡 好 僵尸正愁 这鸡该怎么杀呢 就碰上小侄女送刀来了 她露出个爽朗明快的笑容 谢谢小明媚了 杀鸡放血 原本扑腾的野鸡叫一声 顿时奄奄一息 鸡血从割破的脖梗流出来 苏华西在旁边给妻子打下手 连忙拿碗接住 因为小侄女说 鸡血凝固后 是可以吃的 水烧好了 蓝石拎着壶过来 滚水往野鸡身上一跤 那光鲜亮丽的羽毛 便被僵尸动作利落地拔下来 直到将三只野鸡的毛都拔干净 僵尸才开始 给野鸡开膛破肚 弄出内脏 鸡杂清洗干净 也可以做成一道美味 蓝石把铜壶一开 重新在火堆上架起一只铁锅 野鸡并不肥硕 但是剩在肉铭滋补 三只一起炖下去 也有满满的一大锅 流放匆忙 将是所能准备的调料 只有一些盐巴和姜蒜 像八角桂叶陈皮等炖汤的大料是没有的 所以 只往炖鸡汤的锅里 下了姜片雏心和盐巴调味 不过 宿命妹偷偷往锅里 放了一根半纸粗的野山餐 这野山餐 是她空间里的产物 被灵气滋养长大 挖出来就胖嘟嘟水灵灵的 用来炖汤再合适不过 除此之外 她还加了些灵犬水进去 虽然苏家人当中 只有苏老夫人 苏映白 苏江青身体弱一些 但流放辛苦 容易造成亏空 苏明妹提前给家人打好底子 就不怕流放 拖垮他们的身体 而且用灵犬水炖的野山餐鸡汤 想必格外的香 想想苏明妹就馋了 姜氏如法炮制 又将两只兔子处理好 拿比较粗的树枝穿好 架在火堆上炙烤 兔子也是在空间里养的 肉嫩肥美 很快便烤出一层汪汪的油来 不断地滴到燃烧的柴上 冒出滋拉的声音 哪怕是只撒一点点盐调味 都很是香 至于兔皮被姜氏包下完整地来 洗刷干净后 收剪了起来 线下快要入下 暂时用不上这兔皮 但是咱们往北近走 等转了秋 天气肯定会越来越冷的 这兔子皮雪白漂亮 现在收起来等到时候 给咱们明媚做一双兔皮小靴子 好不好 僵尸女工也是一把好手呢 再没嫁人前 她都是自己绣了帕子去卖 什么衣裳 鞋子 她都会做 像苏锦瑟和苏锦绣 虽然才十二岁 但是再亲娘的教导下 也擅长针线女工 僵尸是她们的亲娘 却只说 要拿兔皮给苏明媚做小靴子 但是 两姐妹一点都不吃味 反而笑着说道 娘 到时候 您给四妹妹做的小靴子上 让我和锦绣来绣花 保准漂亮 一家子都宠着苏明媚 苏明媚弯起眉眼 甜甜地道 好 谢谢三婶婶 二姐姐和三姐姐 到时候 我们抓更多的兔兔 也得二姐姐和三姐姐 做一样漂亮的兔皮靴子 四妹妹想着她们 这让苏锦瑟和苏锦绣 心里暖暖的 苏睿道 抓兔子的事 就包在我身上 保证妹妹们 都有兔皮靴子穿 苏江青感觉腿没那么疼了 哪怕驢车一路颠簸 但是气色 却比在英国功夫 拿汤要进步 小心容养着的时候 还要好 竟然还能打起精神 看弟妹们玩呢 那等兄长腿好了 也为妹妹们 列来好看的皮子 做披风吧 苏江青笑容略微苍白 眼眸却极为莫亮 像是那个意气风发 鲜音怒马的少将军 又回来了 二哥哥的腿 一定会好起来的 那我就等着二哥哥 好起来后的披风了 苏明媚说着 朝苏江青伸出一根小拇指 我们拉勾 二哥哥可不许食言哦 苏江青伸出手 与小姑娘拉勾盖章 好 苏景言跑过来 景言也要和哥哥姐姐拉勾勾 景言也要 虽然是流放 但这一刻 苏家人的脸上 全都洋溢着笑容 没有半分凄苦 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希望 但这样的笑 在其他流贩眼中 就格外的刺眼了 凭什么都是 被流放到边境的犯人 为什么苏家人能吃上肉 能笑得出 当然 也有聪明的流贩 效仿苏明妹他们几个 主动向官兵 请营到山林中捡柴取水 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 也猎到几只野鸡野兔 可以给家人打打牙记 几个孩子捡回来的柴盒 根本不够这只百人队伍 用上一夜的 既然有人还愿意去 黑漆漆的山林捡柴 官兵们没道理不同意 他们心里自然也清楚 这些主动请营的流贩 是看到苏家人满载而归 能吃上野鸡和兔子 心动了 按照规矩 流贩猎到的东西 让流贩们去 又何乐而不为 不过 其他流贩可就没有 那么好的运气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苏明妹一样 有空间这样逆天的金手指的 聪明的还知道没捉到猎物 可以捡些果子 摸些鸟蛋回来 好歹也山里汁水丰沛 留着明日走累了 吃上一口也能解渴 而鸟蛋也算沾点荤腥 那些一心想打野鸡 捉野兔的 反倒是扑了空 什么都没有捞着就回来了 等某些人灰头土脸 两手空空地回来 苏家人已经围着柴堆 喝起了鲜美浓郁的鸡汤 他们心里顿时就不平衡了 钱康远伯府的范老太太 原本搂着孙子坐在火堆前 他的儿媳妇忙活了半天 热水都烧好了 就等着野鸡或兔子回来下锅 见到儿子空手而归 范老太太望了望 疑惑道 儿啊 你打的野鸡和兔子呢 他儿子一蹶一拐地走近 头发上还沾了几片枯树叶子 恼火得不行 语气不好得道 别提了 哪有什么野鸡和兔子 连根毛都没看到 还害得我摔了一跤 这位老太太听了 顿时眉毛一条 声音间隙道 什么 第27章 范老太太抢兔腿 苏家那个小丫头骗子不是说 这山里的野鸡兔子都笨得很 见了人都不知道跑的吗 怎么会一直都没有抓到 范老太太情绪激烈地直嚷嚷 那可是肉啊 几个小破孩子 都能抓到那么多猎物 她胆怎么会这么没用 范老太太不相信 她身边的小男孩 更是直接闹了起来 肉 我要吃肉 祖母我要吃肉 不管不管 我就是要吃肉 就差没在地上打滚了 范老太太连忙将 撒泼哭闹的小男孩 搂进怀里 嘴里挨揉我的心肝地哄着 童哥不哭 不哭了 你哭得祖母心都要碎了 康远伯府范家 是天圣国落寞的老牌贵族 比起夺敌中战错队伍 被新帝登基后 一笔笔慢慢清算 或者贪末被下语流放 又或者像英国公府这般 被心地忌惮才导致流放 康远伯府获罪的缘由 就有些上步的台面了 康远伯府世子 胸无点末 仗着爵位欺男霸女 遇见女主云若月时 竟然出言调戏 君天义哪能忍 找了个罪名 就把基于他女人的 康远伯府世子给咔嚓了 爵位也被耻夺 范家全足流放 站在读者角度 男主冲冠一发味红颜 读者觉得哇哇好甜 咳死我了 当然 这康远伯府范家 本身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范老太太 作为一个家族的长者 本身性格就尖酸小气 还孽儿孙 搓磨媳妇 没有半点苏老夫人的大气风范 这不 她的小孙子一闹起来 范老太太连忙牵起着男孩起身 气势汹汹道 童哥别急 走 祖母给你弄肉去 一碗暖暖的鲜美鸡汤下肚 好像整日的疲惫 都被驱散走了 映着火光 苏家人的脸色 都变得红润起来 我从来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鸡汤 苏华西捧着碗 忍不住感叹道 想她身为国公府三老爷 尚有兄长支撑门庭 这辈子没有什么野心 就想做个富贵闲散人 好划场美食 一张老套的舌头 什么山珍海味没尝过 但是今晚 这碗野山餐鸡汤 苏华西觉得 能够叫她毕生难忘 江氏悄悄笑道 多亏了咱们明媚小侄女 她往里面还放了根野山餐 这鸡汤补着呢 苏印白喝汤的动作 要格外优雅一些 我以为我这身体 被刘芳定然撑不了多久 没想到 说着 她摇头笑了笑 哪能想到刘芳的路上 她还能喝上鸡汤呢 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楚氏轻轻握住苏印白的手 夫君不要胡说 我们一定可以平安走到北京 但 其实楚婉心里也清楚 如果不是小侄女 夫君她恐怕 她与夫君少年情深走到如今 夫君若死 她绝不渡火 楚婉不愿意接受和黎叔 带着嫁妆回到王府去 就是报了殉情的决心 可 不曾想 夫君身子那般病弱 在府里偶尔着了梁都会病倒 甚至渴血 今日走上三四十公里 精神竟然还不错 不是从前不想让她担心 强装出来的那种不错 而是脸色有了气血的不错 小侄女也给了她一株铜水 楚婉走累了 就打开抿上一口 那水格外的清甜 一口喝下去 好像全身的疲惫都被扫光 她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 这水并非普通的水 当然 楚婉没有声张 心中的忧虑 却顿时削减了不少 夫君一定在残酷的流放中活活下来 因为他们 有明媚这个小福星 她被仙人点画 也负责到家人 楚婉感激不尽 苏映白和楚婉 夫妻俩对视一眼 默默握住彼此的双手 一切静在不言中 苏家人都将苏明媚视作福星 心中发誓 一定要对她好 所依靠好的兔子 姜柔做主 第一条兔腿 就分给小明媚 大家都没意见 兔子本身是在空间吃草放羊长大 肉质嫩滑紧实 由被烤出来 哪怕只撒上一点点盐巴调味 就足够好吃 何况苏明媚 又是个不肯委屈自己 味蕾的 等等 好吃的烧烤 必须得放辣椒面和孜然粉 这才是 对一只兔兔最大的尊重 兔子快要烤好的时候 苏明媚拿出点烧烤料 偷偷撒了点上去 然后嘿嘿一笑 好了 现在可以吃了 孜然和辣椒面 都是天圣国没有的东西 一洒下去 多数果在被烤的金黄灿 灿泛着油光的兔肉上 一些落进火堆里 遇到烈火 被激发出最大的香味 麻辣烧烤兔兔的霸道香气 冲击着这个朝代之人的灵魂 就连更远处的官兵都闻到了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啊 同样是兔子 怎么那苏家烤出来的 就格外的香 馋得我肚子里的馋虫都要出来了 姜柔默默咽了口口水 乖乖的 小侄女这又是放的什么东西 怎么就能像成这样 怕是王母娘娘的宴会 吃的东西 也不过这样香吧 姜柔努力控制出流口水的冲动 扯下一条兔腿 递给苏明媚 苏明媚馋的眼泪 都要从嘴角流出来了 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接 谢谢三婶婶 呼 好烫好烫 指尖被烫到 苏明媚白嫩的小手 连忙缩了回来 捏了捏耳朵 姜柔被小侄女 这副可爱的模样给逗笑了 拿出一张薄薄的黄油纸 把兔子腿包了包 慢点 别着急 刚烤出来的东西肯冰烫 苏明媚正打算重新去接 这个时候 却突然半路杀出个成咬精 横空插出来一只手 把姜柔准备给苏明媚的兔腿 给夺了过去 范老太太手背干瘦 壮如鸡爪 却一把就给抢了过去 连忙塞到身边的孙子手上 铜根快吃 那男孩立刻抓过兔腿 毫不客气 嗷嗷地咬下一大口 嘴角护上细碎的滋然和辣椒面 脸颊也护上腻腻的油光 吃得腮帮子鼓鼓 还没来得及咽下第一口 就嗷嗷嗷地开始说话 好吃 祖母 太好吃了 我还要 范老太太 闻着也吞口水 康远伯府还没被下狱流放前 他吃食清淡 也就吃点什么胭脂鹅腐 芙蓉蒸蛋 龙井虾仁什么的 不爱吃那油腻腻的东西 最多不过喜欢吃个爆炒鸭舌 一百只鸭子 才能取一盘鸭舌 吃的就是个尊贵 像炙烤兔肉这种粗糙的吃食 在康远伯府还在时 他是碰也不碰的 可是 这会儿闻着 去 香极了 就连腹中蝉虫 都要被勾出来 范老太太也不讲究 兔腿 被他从那妇人手中抓过来时 手上蹭了烧烤料和油 他凑到嘴边舔了得干净 扎扎嘴道 是香 这祖孙俩的操作 都让苏家人惊呆了 虎口夺食 也能忍 就算书可忍 神也不可忍 苏明媚插起腰 气得小脸飞红 喂 你们抢的是我兔腿 我的 第28章 不要脸的范老太太 蓝氏也说 你这老妇 怎么跟小姑娘抢吃的 她平日里脾气好 却不能容忍 有人欺负她的儿女 这么香的兔腿 她家小明媚都没吃上 就被范老太太夺了去 饶氏尼尼的人 也有三分气性 范老太太面容干巴刻薄 挑起眉毛道 吃你点东西怎么了 我儿把腿脚给摔了 你们苏家得负责 快点把剩下的那只兔拿给我 蓝氏瞠目接舌道 你儿子摔了腿 关我们什么事 范老太太声音艰细 我摔了腿 疼得明天都没法走路了 要不是你家 这个小丫头说 这山里的东西好抓得很 我儿怎么会抹黑去林子里 她不去林子 又怎么可能摔了腿 你说 你们苏家是不是应该负责 范老太太这话 可真够无耻的 蓝氏是世家主母 交际圈都是高门贵妇 对上这种胡搅蛮缠的老太太 就没办法了 江氏却是世警出身 可半点不怕范老太太这样的人 她浓眉略微上挑 浮现出一抹冷笑 好个不要脸的老贼婆 你儿子自己摔了腿 还得要我们苏家负责 你这会儿 要是吃东西被噎死了 是不是还得让我们 给你摔盆送中 范老太太一听 摔盆送中 这不是咒她死吗 小贱人 你竟然敢咒我 信不信老娘撕烂你的嘴 甘瘦矮小的老太太 想跳起来山僵尸的巴掌 撕扯僵尸的头发 教训教训她 苏华希可是个爱重妻子的人 怎么可能让范老太太得逞 苏华希怒道 你敢 她往妻子僵柔 身前一挡 捉住了范老太太的手 范老太太剑拼不过 顿时眼珠咕噜一转 顺势往地上一坐 开始拍着大腿嚎啕起来 来人啊 打人啦 有人欺负我这老太婆了 苏瑞苏婷苏景色 苏瑾秀几个小的 都对范老太太怒目而示 心中同时闪过一个想法 这范老太太真是 好不要脸 范老太太的孙子 嗷嗚大口大口地 吃着肥美的烤兔腿 吃得满嘴满手流油 一点都不管 坐在地上撒泼打滚的范老太太 甚至巴不得范老太太闹大点 好叫 她在吃上兔肉呢 范童几口 吃完一只兔腿 胖胖的脸上 流露出油腻的笑容 扎了扎嘴 似在回味 兔腿真好吃 嘿嘿 忽然 范童瞧见苏明妹 眼睛一亮 开口道 小娘子 你长得真好看 本少爷赏你做我的小倩 范童才十岁 但是说出来的话 可没有这个年纪 该有的天真无邪 反而充满了一种 与年龄不符为何感与成熟感 带着点轻浮的味道 范童的兄长 就是那个调戏女主云若月 导致全家被流放 自己也丢了性命的狮子 不得不说 范童真是继承了 其兄的年花好色 康远伯府还没获罪时 这小混账 就喜欢调戏府中丫鬟 经常捏丫鬟的屁股 摸丫鬟的胸 偷亲他们的嘴 甚至趁丫鬟伺候她沐浴穿衣时 故意占人便宜 范童就是个小色胚 如果不是她年龄过于小 想必现在暖床的通房都有不少了 苏明妹原本以为 范童只是个熊孩子 虽然她外表也是个小姑娘 但内心可是个成年人 不欲跟熊孩子计较 没想到范童一开口 就把她给恶心到了 比苏明妹 脸色更快一步冰冷下来的 是君子晨 君子晨望向范童的眼神 俨然已经是在看一个死人了 滚 范童想要上前调戏苏明妹 被君子晨一脚踹在胸口给踹飞 苏明妹连异能都没来得及使出 甚至都没看清楚 君子晨是怎么动作的 范童惨叫一声 哎呦 然后 没挨过社会毒打 身骄体归的前小少爷 捂着胸口倒在地上 哀哀叫唤 好痛 好痛 祖母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苏明妹眼睫扑闪扑闪 惺惺眼 道 哇 小陈你好厉害啊 面对苏明妹的夸奖 君子晨明起唇绊 羞涩地笑了笑 漂亮白嫩的脸上 丝毫看不出先前的戾气 也没有很厉害 因为听见这个人侮辱姐姐 一时生气才 小陈 我没有怪你 像这种熊孩子 就应该被毒打一顿 让他知道社会的残酷 苏明妹抬起雪白的小下巴 非常残酷地说道 苏睿和苏婷十分赞同 对 就应该好好教训这小子一顿 苏景色和苏景秀 也连忙默默点头 这个范家小少爷 年纪不大点 竟然这么熟练的调戏姑娘 真是可恶至极 他们都想替四妹妹揍他一顿 酒店下做得好 本来苏家这几个孩子 对君子晨的态度 都是尊敬有余 亲近不足 但是君子晨这一角 让苏家的少年少女们 对他心生了亲近之意 范老太太见范童被踹飞出去 嘴里啊的尖叫了一声 连滚带爬的到范童身边 越发撒泼起来 童哥 童哥 你没事吧 杀人了 苏家杀人了 有没有人管啊 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 赵头儿 我去看看 嗯 去吧 赵峰端着酒碗 眉头都不抬一下 那婆子闹事 秉公处理就是 范老太太演了好一出大戏 奸细刻薄的声音 终于召来了官兵 那官兵一抹嘴巴 起身走近后 拿出鞭子往地上抽了下 吵吵闹闹的 怎么回事 都不想活了是不是 范老太太的儿子 钱康远伯范健 也一拳一拐地带着妻女过来 见到老娘和幼子 这副凄惨的模样 顿时怒目而是 苏家 你们欺人太甚 范健转朝官兵跪了下来 求官爷给我们做主啊 男儿膝下有黄金 有气节 但钱康远伯显然是没有的 亏得他原先还是个贵族 如今却跪在地上摇尾起连 范老太太也连忙道 是啊 官爷 快把苏家这几个贱人抓起来 他们打我 还打我孙子 说着说着 他就骂起来 闭嘴 听范老太太满嘴乌言晦语 官兵脸色一黑 一鞭子抽到范老太太身上 嘴巴再敢不干不净 信不信老子割了你舌头 范老太太 哀呦惨叫一声 又不敢再咒骂 害怕又委屈地道 官爷 我又不是骂你 官兵并不理睬他 只冷声问道 怎么回事 其实 官兵心里有数 所有的刘范休息扎营时 都是各自找地盘 一家人聚集在一起 互不干涉 范家的扎营地在另一边 这里是苏家人的地方 范老太太在这里撒坡打滚的 说苏家人欺负了他和他孙子 但如果不是他们主动过来 难道苏家还能把范老太太和他孙子绑过来 谁先声势 已经是一目了然了 苏老夫人起身 微微朝官兵一礼 官爷明鉴 到底是世家大族出身的一品 告命封君 比起范老太太的上部的台面来 口齿清晰 不偏不倚地描述了事情经过的苏老夫人 总是让人不禁打从心底里 尊敬三分 官兵汗手道 在下已经清楚事情始末了 多谢苏老夫人 范老太太可不干了 口中嚷嚷道 你为啥不抽他鞭子 对他这么礼遇 官兵冷下脸 范老太 你在撒坡 我就让人把你捆起来 吊在树上 范老太太晋升后 官兵发话 让范家人滚回自己的地盘 再闹事 就抽他们 虽然范老太太扫兴 范童轻浮油腻 但 明日还得要继续赶路呢 可不能饿着肚子 给吃饱喝足了才行 姜柔重新扯下一条兔腿 递给苏明妹 小明妹吃吧 别被那等人影响了心情 苏明妹弯起眉眼 好 不过 那个范童那么熊 一定得好好教训才是 她心里已经有了完美的计划 第29章 教训熊孩子 范老太太身上挨了鞭子 疼得嘴里 哎呦 哎呦的 被儿媳扶着 回到范家的地方 反手一巴掌甩在儿媳脸上 大声地呵斥道 没用的东西 还不赶快去烧水做饭 你这贱妇 是想饿死我吗 范老太太骂得刻薄 她向来不辞 喜欢搓谋儿媳 早晚成婚定省的立规矩 让儿媳伺候她 稍有不慎 就非打即骂 上一个儿媳死后 范老太太特意选了个身份低微的欺贫小官嫡次女 给儿子康远博做济世 方便她更好地拿捏而席 祖母 你不要骂我娘 比范童还小的小姑娘 眼泪汪汪 她是姚氏的女儿范燕 今年才六岁 是姚氏进门后 跟康远博后边又生的一个女儿 范范燕虽然也是范老太太的嫡亲孙女 跟范童同父一母 但范老太太十分重男轻女 心里对范燕却没有半点疼爱之意 一听邪逆了范燕一眼 渴不道 你这个赔钱货 还敢顶撞长辈 娘别生气 燕吉儿年纪还小 还请娘不要跟她一般计较 范老太太的儿子姚氏 脸上被甩了巴掌 顿时浮现起鲜红的指印 可是她逆来顺受惯了 垂下了头 连忙低声道 范已经烧好了 我这就给您承来 燕吉儿想保护母亲 可是祖母不辞 父亲默示 哥哥一脸得意 眼神轻浮地依偎在祖母身边 那种恶意与得意 毫不掩藏 她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哪里还能保护母亲 母亲总是叫她忍 说以后出嫁了就好了 但是 嫁人了就真的会好吗 嫁人后 她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母亲 有这样父亲这样的丈夫 祖母这样的婆婆 太可怕了 那种将来 哪怕只是想一想 都让燕吉儿 不禁打了个寒颤 小身子发抖 要是 能不跟祖母父亲和哥哥一起生活就好了 小小年纪的燕吉儿 心中模模糊糊 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姚氏说是饭 其实也不过就是官兵们 分发下来的口粮 按照人头一人两个饼子 外加一把米 姚氏虽然是钱康远伯夫人 因为范老太太矫情又挑剔 非得要儿媳 把她当成祖宗伺候 所以婚后 也常常洗手做羹汤 姚氏将那一小把米熬成西粥 里面添了些野菜碎进去 放上点盐巴 比起白粥来 也有滋味许多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姚氏能做出这样的野菜粥 已经算是不错了 可 范老太太心里憋着气 过去一趟没讨到好处不说 反而挨了鞭子 她暗恨上苏家人小气 那么多野鸡和兔子 分给她一只 让她也闲闲嘴怎么了 竟然吃毒食 一点都不知道 尊老爱幼 苏家的地方 离范家并不远 那种诱人的香味 不断地钻进鼻子里 勾得范老太太 心头越发火大 在一看土桃碗里 飘着几片野菜叶子 没几厘米的西周 恨不得抬手将碗给掀翻了 姚氏 你这做的是什么玩意儿 喂给狗都不吃 别人家流放都能吃肉和汤 你怎么就这么没用 范老太太阴阳怪气地 大声辱骂儿习姚氏 其实就是骂给不远处的苏家听的 纸桑骂怀呢 姚氏虽然是小官之女 却也出身书香门第 从小读四书五经 从前康远伯府还在 范老太太还要脸 哪怕措摩儿习也暗地里来 在外人面前 还是装出几分慈祥面孔 好叫别人以为 她是个再和蔼不过的老太太 所以也会在人前 给儿习留几分脸面 可是 自从范家被夺了绝位后 范老太太就再也不要脸面了 姚氏的背脊 在范老太太的骂声里 和唾沫横飞中 一寸一寸地低了下去 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她的身体里被抽出来 打断 碎脸 等范老太太骂完 姚氏心如死灰 满脸麻木 有那么一刻 甚至想到了 死 这样活着 还有这么意思呢 还是小小的烟箭 扯住了姚氏的衣服 稚嫩嗓音安慰道 母亲不要哭 还有烟箭呢 烟箭陪着你 姚氏乌黑木然的眼珠 缓慢地动了动 伸手将女儿娇软又小的身子 紧紧搂入怀里后 脸色才终于有了一丝动容 苏家人的宗旨 向来都是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范老太太骂习的那些话 他们都听见了 但都没有办法 那是人家的家事 他们也不可能将自己的食物 让出去 好叫范老太太得逞 只是 未免更多人眼红 苏家人迅速地吃完了 烤兔和鲜炖鸡汤 而范老太太 嘴里骂骂咧咧 说野菜粥连狗都不吃 身体却是很诚实地 呼呼啦啦 干掉一大碗 小胖子范童人如其名 吃得向来多 跟个范童似的 抢了个兔腿吃后 还吃了三四个饼子 并一碗野菜粥 钱康远博范健 是个成年男子 吃的东西也必不会少 所以 留给姚氏和燕姐的 只有少少的一碗西粥 一个饼子扯成两半 母女俩一人一半 这点口粮 根本无法填饱肚子 姚氏心酸地摸了摸女儿的头发 燕姐快吃吧 夜里 几处篝火静静地燃烧着 除了少数守夜的官兵 其他人都或靠着树干睡觉 或将外袍扑在地上休息 不远处只闻得虫鸣的声音 偶然起夜的 也只走到树林里解决 小胖子范童 睡得迷迷糊糊 突然间一阵尿意来袭 晚上那晚野菜粥吸得很 大半都是水 憋不住了 她捂着裤裆起来 到树林里去放水 没过多久 又有人起来 首夜的官兵 往那边看了一眼 见到是个小姑娘 没有起义 很快就收回了眼神 范童闭着眼睛放完水 嘴里打了个哈欠 正懒懒散散地 准备拉上裤腰带 这时 不知怎么 她感觉到背脊出现一丝凉意 突然间就清醒了过来 四周漆黑 还很安静 丛林里树影重重 仿佛有什么是人的妖魔鬼怪 藏在里面一般 好黑啊 小胖子咽了咽口水 陡然开始害怕了起来 范童连忙往上一拉裤腰 也不管裤子歪歪垮垮的 拔腿就往营地跑 几根藤腕 分别缠上她的脚脖子 将她给绊倒 范童扑通摔了一跤 整个人摔了个五体头地 还没来得及感知到疼痛 范童就听见一阵女子的鬼魅嬉笑 伴随着阴风阵阵 特别甚人 嘿嘿嘿 嘻嘻嘻 第三十章 偷偷开小灶 3D立体环绕音效 鬼魅的嘻嘻黑黑笑声 配上幽灵背景音乐 摇晃的树影 这座树林顿时变成恐怖片现场 范童吓得闭着眼睛抱头鼠窜 有鬼啊 救命 有鬼啊 别说小胖子范童 就连躲藏在林子里的紫衣暗卫 都被苏明妹来的这一手给吓得不轻 险些从蹲着的树压上仰面栽下来 乖乖 这林子里真有鬼 望着那饭桶跑返的方向 安卫们略微犹豫着要不要追进去 殿下让他们给小胖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他们是准备把小胖子吊在树上一夜的 现在 还追不追 庄鬼教训了熊孩子一番 苏明妹笑盈盈地拍了拍手 关掉录音机 蹲起的小身子从草丛里起来 返回营地 君子臣身上搭着外衣 见到苏明妹回来 睁开了眼睛 小辰 你还没睡啊 苏明妹小小声地道 君子臣轻声道 我不放心借鉴 苏明妹觉得 小皇子对自己就像是雏鸟情节 因为君子臣从没在宫外生活过 而他又是将君子臣带出皇宫的那个人 从此皇子的生活没有了 前路未知 难免心中不安 所以君子臣格外依赖他一些 苏明妹伸手拍了拍君子臣 哄小孩搬道 没事的 快睡吧 一夜过去 昨晚的火堆已经只剩下余境 天才蒙蒙亮 流放队伍就得再次拔营出发 今日的行程是得在天黑前 赶到圣经与繁州交界处的京师驿站 进行补给和休整 这一百来号流贩 加上三十几名官兵 每人每顿 哪怕只是两个饼子 一天的口粮细数起来 也是个一个庞大的数字 而官兵队伍里 只有两辆装着物资的简落马车 随行带着的粮草并不多 所以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都要进行补给 才重新上路 启程前 官兵就扬声宣布道 今晚必须赶到京师驿站 至少还得走五十里 听到这个消息 流贩们都觉得 腿肚子和脚底板 已经开始疼了 哪怕苏明妹拿出了滑冰鞋 苏家几个孩子 已经要比硬生生 用两条腿走路的人轻松一些 祖母娘亲叔叔和沈娘们 也有她头位的灵泉水 但 听到今天要走五十里之多 苏明妹的心头 也不禁往下沉了沉 不行 等到了樊州 她一定要想办法 让家人们都尽快能坐上交通工具 不然每日四五十里的这么走 苏家人的腿脚 非得废掉不可 一行人从远处望去 就像是蚂蚁般渺小 浩浩荡荡往前方而去 早上的太阳 才约末七八点钟就出来了 照到脸上略微恍人眼睛 苏明妹听见一个官兵 喘着气骂了句 娘的 这才五月初 怎么天就这么热了 今年好像要比去年热呀 苏明妹小衣裳 汗尸粘在了身上 额头也冒出了汗珠 她不清楚天圣国的四季变换是怎样的 但 如果是五月初的话 确实天气过于热了 苏明妹偷偷拿出气温器 好家伙 才早上八点 温度已经上升到了二十八摄氏度 虽然二十八度真的不算高 但 这才是五月初的早晨啊 不知为何 苏明妹心中划过一丝不太妙的感觉 当然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没有被她太过重视 这个时候 她想的是 不过就是天气热了点而已嘛 能有多热 又热不死人 中午休息时 苏明妹拿出气温器再测了下 短短两个时辰 温度已经从二十八度飙升到三十五度 这才五月初啊 流放队伍人人都在喊热喊累 哪怕是官兵 也不愿意顶着日头烧火做饭 当然累狠了也没什么胃口 就随意吃了几块饼对付一下 赵风望望日头 仰头灌了一大口凉水 才道 兄弟们都休息一下 等晚上到了驿站 咱们再好好吃一顿 这么一说 官兵这才打七点精神来 好 都听赵头儿的 你说也真是奇了怪了 今年热这么早 上午的午时 就两块干巴巴的饼子 苏明妹尝试着咬了口 差点没卡嗓子眼里 苏睿和苏婷两个半大少年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倒是吃得香喷喷 几口就解决一个 两个饼子下肚 甚至没饱 昨日她借口减食柴河 带着两个堂哥和君子臣进树林里 打到那么多猎物 已经招来范老太太 眼红极度了 今天连官兵都只是啃饼子喝凉水 如果苏家还吃香喝辣的 那就太招人眼了 苏老夫人的意思是 今天大家都吃干粮 低调一点 方能长久 苏明妹也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 她好想吃雪糕西瓜凉面啊 苏明妹咽了咽口水 哎 有了 当面不能吃 可以偷偷开小灶吗 苏明妹朝苏锦瑟苏锦秀 他们勾了勾手指 堂哥堂姐 你们过来一下 几个孩子脑袋凑做一堆 嘀嘀咕咕起来 没多久 苏明妹和两个堂姐起身 装作捂着肚子的模样 钻入了林子里 倒也没有惹来官兵怀疑 等钻入小树林 远离队伍后 苏明妹从空间里 取出一张野餐布垫在草地上 然后一次拿出 酸奶水果捞 绿豆百合汤 捞汁小海鲜 朝鲜冷面 各色小泡菜 丰盛的 都像是来露营野炊的了 苏锦瑟苏锦秀姐妹俩 明明已经知道 他们的小妹妹 是个被神仙收作弟子的人 但都没有亲眼见到 来得有冲击性 能凭空取物 便出一桌山珍海味 四妹妹恐怕是小仙女吧 不过 两姐妹倒不会生出极度 心里只有感激和崇敬 四妹妹有这样的本事 明明可以不管他们的 可是她却愿意 将这些真修分享出来 四妹妹 谢谢 瞧着苏锦瑟苏锦秀 一脸的吃惊与感动 苏明妹连忙道 好了好了 两位堂姐快吃吧 我们不要耽误太长时间 其他人还没吃呢 说吧 苏锦瑟苏锦秀 都连忙点头道 说的也是 然后 拿起筷子 快速地填饱肚子 她的两位堂姐 是淑女 贵女 本来被教养嬷嬷调教的是 食不言请不语 吃饭得细嚼慢咽 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规矩 可是 今日一张野餐店铺地上 随意席地而坐 端起碗 拿起筷 便开始吃饭 最初是想节约时间 让剩下的家人 也能尽快吃上 也顾不得细嚼慢咽 但是吃了一口 两女都同时莫地眼前一亮 嘴里的问题便不停了 四妹妹 这是什么 酸奶水果捞 很好吃吧 低脂又减肥的 那这个呢 朝鲜冷面 面条竟然如此精英剔透 还是凉凉的 吃起来十分清爽解腻 好神气啊 什么食不言请不语 统统被抛到脑后去 最后 苏明妹的两个堂姐 吃得都撑了 当然 官兵发下来的口粮 苏明妹也并没有浪费 像她自己 君子臣 苏锦瑟苏锦秀 和苏家其他人没吃完的 剩下的饼子 她都没有选择扔掉 一律收紧了空间 苏明妹是经历过漠视的人 懂得粮食的珍贵 而且 空间囤粮越多 她心里越有安全感 吃剩下的残羹冷制和碗碟 被苏明妹收入空间 她重新在另外一处地方 藏好留给其他人的吃食 做好记号后 才与苏锦瑟苏锦秀 回到营地 苏婷赶忙凑过来 压低了声音问 怎么样 怎么样 好吃吗 苏锦秀本想回答 却默然不好意思地捂住嘴唇 打了个嗝 一时间 小脸红完了 苏婷越发抓心脑干 还是苏锐压着她 等了约莫几分钟 才叫上君子臣 一同进入树林 过了一刻钟 他们才回来 虽然苏家人换着班次的进小树林 次数太多 还是惹官兵起了怀疑 你们苏家怎么回事 那里面有宝贝不成 怎么都去小树林 苏华锡和苏印白 是最后去的人 被官兵拦下 苏华锡也不慌 他本就长袖善舞 擅长做生意 连忙捂着肚子陪笑道 官爷莫怪 不知怎店 我们一家好像是吃坏了肚子 可能是昨晚吃了油腻的 筋盖肠胃就开始作怪 官兵本想说 大家都是吃一样的食物 怎地就你们一家吃坏了肚子 听苏华锡这么说 转念一想 好像也是 昨晚留饭中 就苏家人吃上了肉 便不再怀疑 挥挥手 去吧 去吧 苏华锡沿着标记 找到小侄女藏好的食物 连忙招呼 二哥 快来 苏明妹给每个人留的食物都不同 他和堂姐们 肯定比较喜欢一些女孩子吃的食物 酸奶水果捞 蔬菜沙拉 鸡蛋布丁什么的 二叔三叔这样的成年男子 留的是硬菜 口水鸡 酸汤肥牛 番茄炒蛋 米饭 考虑到先人之姿的二叔苏硬白 喜欢食素 苏明妹还特意留了一道清炒核心给他 不远处 藏在树上的紫衣卫 望着苏家人 一个接着一个进小树林里开小灶 而他们自己 竟然只能啃馒头 眼泪不争气地从嘴角流下来 他们堂堂皇家最顶级的暗卫 竟然吃得还不如留饭 真是惨无人道 惨绝人寰 当然 那些菜 他们偷偷尝了下 可 给殿下是毒的事 怎么能叫偷吃 但是 他们想由衷地说一句 苏四姑娘 我们也想吃 第31章 小胖子要人背 搓磨姚氏 吃饱喝足休息好 苏家人容光焕发 走起路来也得劲多了 苏江青断了腿 不好跟他们一样 索性苏江青有驢车拉着 不用耗费太多体力 苏明妹就找一个不起眼的布袋子 装了肉干和水果 让他偷偷地吃 二哥哥不要让别人看见哦 苏明妹凑到苏江青耳边说 也不要舍不得吃 我这里还有很多 只有二哥哥身体快点好起来 我们才有依靠 苏江青猴头微色 心间却仿佛有暖流划过 他抬手 摸了摸妹妹柔软乌黑的发 道 好 范童昨晚被吓了一回 整个人也安静了一上午 迈着小短腿跟着流放队伍 上午吃饭的时候 也没闹着要吃肉 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日头最是毒辣 只乖绝了半天的范童 像只哈啪狗吐着舌头 又开始闹着说 自己走不动了 祖母 我不要走了 我累 范老太太被范童撒娇推嗓着 感觉自己一把老骨头 都要散架了 如果可以的话 她其实又何尝想走呢 作为康远伯府的老太太 她出门都是坐轿子 坐马车 哪里走过这么多路 天气热得很 范老太太舔了舔干涩的嘴唇 感觉嗓子都快冒烟了 童哥乖啊 听话啊 再坚持坚持 到晚上就能休息了 范童却不干 现在离晚上还有好酒 我不要 我一点都走不动了 范老太太对儿媳克伯 对孙女也只有那么一回事 但是对孙子却十分宠溺 范童被灌得无法无天 她拿范童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只能问道 那童哥 你想怎么办吗 不走是不行的 要是拖慢行程 官兵的鞭子可不是吃素的 所以 别看范童嘴上闹着说走不动了 但两条小短腿的速度 可没有真的停下来 她也不想被鞭子抽啊 我要背 范童大声道 看着孙儿那胖乎乎的小身子 范老太太表情为难 童哥啊 祖母年纪大了 背不动你 你父亲昨晚摔了腿脚 也没法背你呢 范童眼珠一转 往姚氏身上一指 不是还有她吗 姚氏虽然是她爹的记事 她的嫡母 可是范童对姚氏十分轻视 从来不叫母亲的 范老太太也宠着她 跟范童说 姚氏出身小门小户 又是个记事 哪里配做你的母亲 不喊就不喊 所以 范童对姚氏 总是她啊她的称呼 甚至学舌范老太太 称姚氏为贱女人 范童小霸王惯了 觉得姚氏就跟她的奴仆差不多 她以前不想走路 都是小私背的 所以范童想也不想地指了姚氏 昨日 她就看见姚氏背范烟了 没道理 她还比不过范烟那个丫头 她也要背 范童理所当然地想着 范老太太眼珠一亮 是啊 不是还有姚氏吗 姚氏 你过来 范老太太开口道 姚氏脸色麻木 满嘴苦涩 语气带着一丝哀求 娘 这是范家家事 哪怕官兵 见着范老师太太搓磨而袭 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会插手多管闲事的 队伍顶着烈日 又走了约莫一个时辰 突然在队尾爆发一阵慌乱的哭声 是个小女孩的声音 娘 娘你怎么了 你快起来啊 不要丢下烟颈 苏明妹猝了下眉头 有人倒下了 第32章 未来的一代女将 姚氏晕倒的时候毫无征兆 她与背上的范童一起摔下来 范童大叫 哎哟 摔死小爷了 童根 童根 你没事吧 范老太太一边着急地问范童有没有事情 一边破口骂姚氏 你见夫安的什么心思 自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生不出儿子来 就想害我孙子是吧 姚氏抚面倒在地上 范童跳起来狠狠一脚踢在姚氏身上 贱人 贱人 叫你把我给摔了 但 不论范老太太怎么骂 范童怎么拿脚踢她 姚氏身体动也没动弹一下 好像死了一般 燕姐扑到母亲身上 小身子替姚氏承受了那些拳打脚踢 娘 你醒一醒好不好 二哥 不要欺负我娘 不要踢她 你不要踢她 范童气得很 朝范燕身上也踢了两脚 眼睛里有种灵月的快意 你跟你娘一样都是贱人 行程被拖慢 官兵速针面孔 跨刀走过来 问道 怎么回事 吵什么吵 都想挨鞭子是不是 铜肝 范老太太一把拉过范童 抱在怀里 怕官兵的鞭子 伤到宝贝孙子 对地上 躺着生死不知的儿媳姚氏 和亲孙女烟颈 连看也没看一眼 反而添油加醋地 向官兵告黑状 官爷 是这样的 我儿媳这个懒货 他不愿意走了 装死呢 官兵信了范老太太的话 手上的鞭子 朝姚氏甩去 你起不起来 走不走 对待需要跋涉千里的刘范 押送的官兵要狠辣一点 才能震慑得住他们 否则一个个都说走不动 偷奸耍滑不想走了 这队伍就彻底乱了 所以 听见有人偷懒装死不想走 哪怕是为了立威和杀鸡景侯 官兵这鞭子 也得先抽下去 燕姐扑到姚氏身上 两鞭子下去 灰扑扑的球衣 都浮现出一道血痕 小姑娘疼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却还是挡在母亲身前 我娘没有偷懒 不要打我娘 求求你了 哪怕是在心肠狠辣的人 也会为是独知情 母女情深所感动 第三边 官兵举着手 却打不下去了 一旁 长途跋涉走得满脸 疲惫目然的人 本来自顾不暇呢 不想管闲事的 却也不禁开了口 范家媳妇 背了她那个姬子一路 可能真是晕倒了 是啊 范家老太太心也太狠了 纵容孙子把儿媳搓磨成这样 还倒打一耙 说儿媳是个懒货 官兵长了眼睛 一路上范老太太这个恶婆子 是怎么搓磨儿媳的 她也看在眼里 孰是孰非她心里清楚 她蹲下身 探了探姚氏的鼻息 望向朝这边过来的赵峰 头儿 人还活着 如果人死在流放路上 一般会选择就地掩埋 但还没死的话 赵峰命令道 给她喂点水 是 姚氏是背着饭桶走了一个时辰 劳累过度 再加上天热中暑 为了点清水下去 也不见醒 但 今晚之前必须赶到驿站 整个队伍也不可能为姚氏一人耽误行程 赵峰大拇指 在腰间的佩刀刀柄上 妈撒了两下 那是 她思考的惯性动作 沉吟了片刻 赵峰才开口道 先将此副抬到运粮车上 等她醒来 再叫她自己走 他们押送的官兵 也是要对流放负责的 除非是人在路上死了 亲眼见到下葬埋进土里 否则将半死不活的刘范随意扔气 死了到好 万一那人侥幸活了下来 就成了逃犯 那么负责押送这个逃犯的官兵 也会承担相当重的责罚 不得随意扔气还活着的刘范 还有一点 怕有人动歪心思 故意装病 以此逃掉 赵峰虽然铁面无私 但心里 对流放的妇人与幼童 到底还是存了一丝怜悯与慈悲 家中男人犯的是 女眷和孩子都是被牵连的 特别是姚氏与妻女 一看就是在家中不受宠的 估计也没有享受 多少康远伯府的荣华 反倒是被连累落得流放的地步 可真是冤屈 一点恻隐之心 能让姚氏母女俩活下来 赵峰不会吝啬 连赵峰一个外人 尚且连若连幼 让姚氏暂时坐一下运凉车 范老太太反倒是刻薄至极 一听立刻大声嚷嚷道 这件皮子也配坐马车 我一把老骨头都走着呢 官爷 我跟你说啊 姚氏绝对是装的 不信我给你看 范老太太想动手去揪姚氏头发 让她装 她和她宝贝孙子 都没坐上运凉车呢 姚氏这件皮子也配 够了 你这老前婆 再敢胡搅蛮缠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赵峰沉下脸 双目炯炯 气势十分赦人 若不是你搓磨你儿媳 也不会出这事 今日行程已经被耽误了 天黑前要是赶不到驿站 仔细你的皮 范老太太有点被吓到不假 但 她突然眼珠一转 捧着心脏 哎呦哎呦地叫 我一把年纪 你坐身吓唬我 官爷 我胸口好疼 不行了 我不行了 范老太太假装晕倒 做事白眼一番 就要往地上倒去 但 赵峰如何能看不出 范老太太的把戏 她举起鞭子 一鞭子下去 装晕的范老太太 就立刻跳了起来 赵峰亮出刀锋 森然冷笑 找死的话 老子成全你 范老太太 这才老实下来 姚氏被抬上运凉车 与梁草挤在一起 脸色惨白 还是没有醒 随着整支流放队伍 摇摇晃晃往前而去 燕姐扶着运凉车走 一双小脚磨出了水泡 有鲜血渗出来 伸一脚浅一脚地掉在后面 她真的走不动了 可是娘亲 她不能倒下 她还要照顾娘亲呢 就在燕姐脱离快要晕倒时 一双手从背后扶住了她 燕姐感觉自己 好像被抱上了驴车 驴车摇摇晃晃 她睫毛颤了颤 隐约中 见到一张漂亮小姐姐的脸 她恍惚地呢喃出声 水 加了冰块的柠檬水 被插上吸管 透明的卑鄙 浮现出晶莹的露珠与冰雾 令人望之觉的 沁人心脾的凉爽 苏明妹将吸管 喂到燕姐儿嘴边 燕姐儿无意识地吸了起来 小半杯又酸又甜的 冰鲜柠檬水下肚 燕姐儿终于睁开了眼睛 弯起眉眼 露出一个虚弱 乖巧 令人心疼地笑 姐姐 是你救了我吗 崭新皇朝的一代开国女将 第三十三章 尝试点醒姚氏 未来的女将星 现在也只不过是个六岁的小姑娘而已 苏明妹摸了摸燕姐儿的额发 不算旧 只是给了你一杯柠檬水 可是 只有姐姐愿意给她一杯柠檬水啊 连她的父亲与祖母 都不管她的死活 燕姐儿抿起苍白的嘴唇 感觉嘴里甜丝丝的 柠檬水 就是这个 好不好喝 苏明妹举起杯子 上面印着蜜雪冰城四个大字 燕姐儿点了下头 好喝 可是 这么好的东西 姐姐给我喝 太浪费了 说着 燕姐儿小脸露出愧疚 不安的神色 祖母说 家里有什么好东西 都是兄长的 她一个女孩子 不配用好的 兄长的水不够喝 就抢走了她的小水囊 姐姐却未给她喝加了糖的柠檬水 燕姐儿哪怕年纪小 也知道糖在这个时候 是很珍贵的东西 她何德何能 配姐姐对她这样好呢 驾着驴车的姜柔 听了燕姐儿的话 略微沉默后 轻叹了句 这小姑娘可怜 小小年纪就懂事得令人心疼 她也是有儿女的人 虽然手指必有长短 难免无法做到真正的一碗水端平 但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她对锦色锦绣一样疼爱 并未因为他们是女儿就博代 她真不知道 把孙子当成宝 却苛代孙女的范老太太 是怎么想的 难道她自己不是女人吗 姜柔摇了摇头 队伍紧赶慢赶 总算在天黑前赶到驿站 官兵进行了补给 而身上藏了银钱的流贩 偷偷塞钱给驿站的人 弄到一些荤腥果腹 再不吃点好的 接下来的路程 怕是难以坚持 拿银钱行方便 这在流放途中 是一种不成文的默契 只要不过分 官兵也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懒得管 毕竟他们的本意 也并非是将流贩们全部逼死 每天只吃干巴巴的饼子 不吃盐是没力气的 所以也有人将在驿站 搞来的便于储存的腊肉 和调味用的盐巴 用油纸裹起来藏在身上 之后的流放路程 也可以将腊肉煮一点来吃 咸咸嘴 或者再摘到野菜煮汤 有盐巴调味 也比那寡淡发色的味道 要强得多 而苏明妹高兴的是 一些东西 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拿出来了 如果官兵质疑 可以推托说 在驿站搞到的 三婶婶将士不再流贩之列 也为苏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抵达驿站后 在运粮车上休息了 两个时辰的姚氏 恢复了一些力气 她带着燕姐 过来向苏家道谢 这是个支礼的妇人 奈何上面有个恶婆婆 她性子又太软弱 如果范老太太继续搓磨她 姚氏恐怕没法活着走到北京 苏明妹忍不住多嘴一句 姚婶婶 范老太太欺负你和燕姐 你为什么不反抗呢 反抗 听到这个词 燕姐儿乌黑的眼睛若有所思 姚氏的脸上却闪过一丝茫然 反抗 可 那是我的婆婆啊 姚氏嘴唇动了动 犹豫了半赏 吐出这样一句话 姚氏出身低 却也是书香门第 从小读的书氏 女则 女训 女界 可以说 已经将女子要三从四得刻在了骨子里 不孝顺婆母 是要被世人戳几两骨的 所以姚氏从来都没想过 反抗这两个字 或者说 想也不敢想 她总想着 再忍一忍 再熬一熬 熬过去就好了 哪个媳妇不是熬成婆的呢 姚氏满脸写着软弱 怯懦 这一刻 苏明媚从她的身上 见到了这个封建古代皇朝 无数女子的缩影 姚氏有错吗 苏明媚觉得 错不在她 生在这样的朝代 姚氏接受的教育 已经深入骨髓 愚昧的顺从 很难再改变 有这么一瞬间 看着姚氏 苏明媚萌生了一个想法 她想做些什么 至少为古代的女子做些什么 可 她如今也不过是 接下一小球而已 能做的 也只能是尝试着 点醒一下姚氏 姚氏沈 首先你是个人 你是你自己 然后才是别人的女儿 妻子 儿媳 和母亲 苏明媚知道自己的话 在这个对女子讲求 未嫁从父 出嫁从夫 扶死从子的朝代 显得有些惊世害俗 她的娘亲 祖母 婶婶们 甚至包括堂哥堂姐 都对这样的大逆不道的言论 流露出震惊的神情 显然她们都是第一次听说 但 她还要继续说 书上有母词子孝一说 先有慈母 后才有孝子 若是做父母的科代子女 还意味要求子孝 那就是余孝了 姚氏脸色也略微动容 像是在思考 但 还没等得姚氏想清楚 想明白这番话的含义 那边范老太太就扯着嗓子叫起来 姚氏 姚氏 你死哪儿去了 听到婆母的骂声 姚氏嘴唇动了动 面有羞愧地低下了头 她也知道 眼前这个小姑娘 可是对范老太太的公顺 已经刻在她骨子里了 形成了条件反射 她几乎是立刻想把腿 跑到范老太太面前 却还是犹犹豫豫地说了一句 我 我婆婆在叫我了 说吧 姚氏才拉着烟紧 回到范家那边 苏明媚轻轻叹气 小孩子家家的 做什么这样老气横丘的样子 叹什么气 兰茵伸出鲜鲜玉指 点了下女儿的小脑袋 苏明媚抱住兰茵 在她怀里蹭了蹭 撒娇道 娘亲 我觉得姚婶婶好可怜 或者说 这个古代跟她一样的女子 都好可怜 她有一点点心疼 心疼她们 兰茵沉默了下 摸了摸女儿额头 温柔道 她的确是个可怜人 苏明媚突然抬起头 抿了抿粉嫩的唇绊 出声问道 祖母和娘亲 难道不会觉得 我刚才说的话 大逆不到吗 第34章 明媚意味寝 脸蛋粉雕玉拙的小姑娘 轻轻眨动着结语 眼里流露着一丝不安 毕竟 苏老夫人她们都是长辈 她劝说姚氏要自私一点 不要余孝 一定程度上 是在动摇苏老夫人 这个做祖母的 和兰氏这个做母亲的威信 她担心苏老夫人和兰氏 觉得她天生反骨 连最基本的孝道都不遵了 苏老夫人朝小孙女招了招手 和矮道 明媚 你过来 苏明媚来到苏老夫人面前 苏老夫人开口道 你是个聪明又有其余的孩子 祖母知道你那样说 一定有你的道理 世上确实有母词未必子孝 也有子孝母未必词的人 你讲的不过事实而已 祖母和你娘又怎么会怪你 明媚 你记住 你做得很好 如果你姚婶婶听进去了你的话 那你就是救了她的性命 不管是我们苏家的儿郎 还是苏家的女子 遇事有不平者 皆可仗义之言 所以 你不必有负累 做你想做的 因为我们必定都是 站在你身后的 知道了吗 苏明媚重重地点头 眼眶微热 她何其有幸 穿越至这个思想愚昧麻木的古代 却能遇上这样的家人 哪怕她们在书中 是恶毒女配的家人 也是最可爱的反派 苏明媚露出个一个 大大的灿烂的笑页 嗯 明媚明白了 谢谢祖母 君子晨也勾了勾嘴角 这一晚 流贩们在驿站歇脚 最下等的大通铺 被挤得满满当当 苏明媚翻来覆去了一会儿 悄悄披衣而起 来到驿站的庭院中 抬头望向月亮 没过多久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姐姐睡不着吗 苏明媚转头 小陈 你也还没睡啊 小皇子白嫩精致的脸上 浮现起无奈之色 薔薇色的唇瓣抿了抿 道 有人打呼噜 苏明媚一听 被逗笑了 扑哈哈 可怜的小皇子 一定没有跟一堆臭男人 同住大通铺的奇妙经历吧 姐姐是有什么心事吗 君子晨突然问道 苏明媚重新望向了月亮 声音很轻地开口道 小陈 你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月亮 跟古人看到的一样吗 千百年后的人 是不是也跟我们看的是 同一万月亮 不等君子晨回答 他又继续道 我曾经知道一个地方 那里女子与男子地位平等 女子也可以上学堂 读书习字 甚至出将入室 女孩们不被要求困于后宅 三从四得 相夫教子 她们可以自己决定做主婚姻 甚至选择不成亲 不生子 成亲后 如果与丈夫脾性不和 或者丈夫不忠于婚姻 跟旁的女子有了牵连 可以随时和离 那里没有修妻一说 如果非要说有 那么女子同样可以修了自己丈夫 那里也有孝道 百善孝为先 依旧是一种美德 却并不强行要求愚昧的孝顺 君子晨眼眸微动 轻声问 真的有那样的地方吗 有 我就见过 苏明媚道 在末世前 她的国家生活在鲜红的旗帜之下 那是她怀念的盛世繁华 是姐姐梦中所见的吗 君子晨歪了歪头道 如果真有那样的地方 应该也就只能是传说中的仙境吧 嗯 这么说 也没错 比起天圣 她曾经的故乡 确实像神仙一般的地方 老有所依 又有所教 男女平等 天下大同 虽然那时的人们 依旧会觉得 这里不对 那里不好 但 经历过末日血与火的风烟后 苏明媚觉得 那时就是最好的 穿越至这个古代 她最初因为蓝氏和苏贵妃的容貌 与她现代的家人一模一样 而有所遗情 最后因为贵妃姐姐的舍身相救 和与她们的日夜相处 从而真正地把苏家人视作亲人 身怀空间和异能 她却只想在流放中 护好苏家就够了 因为她从始至中冷漠地 看待着这个朝代 并没有与这个朝代共情 直到今天看见姚氏 她同情起这个女人 也同情被这个封建制度下 抹灭了天性 那许许多多 跟姚氏一样的女子 她想 她得做点什么 才不枉穿越这一遭 所以 苏明媚抬头望向苍穹 星辰与明月映照在她眼底 仿佛遥远 故乡那颗水蓝色星球 近卧着的黄金巨龙 在宇宙深处睁开了巨铜 跟她遥遥相望 于是 这片土地上 便也有了一颗火种 但是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 那样的神迹 也会降临在这里 与此同时 苏明媚的嗓音响了起来 稚嫩 却坚定 君子沉漂亮漆黑的凤眸 盯着她的侧脸 这是姐姐的心愿吗 嗯 苏明媚点头 君子沉微微勾了下唇 轻声道 会的 会有那么一天的 虽然苏明媚还没想好 怎样改变这个对女子苛刻 愚昧 落后的古代 但是 想要改变的一粒火种 已经在她的心中种下 火种终将燃起 由天圣国卷向整个苍蓝大地 第二日 流放队伍从驿站启程出发 休整了一夜 甚至偷偷弄到了婚心入腹后 众人的精神面貌要好得多 上午一口气走了二十公里 只是日头越发酷烈 众人都汗流加倍 燕姐儿过来 停下来休息时 苏明媚朝燕姐儿招手 燕姐儿看了看姚氏 姚氏点了点头 昨晚 她睡前想了很久苏家小姑娘的话 才模模糊糊地睡了过去 反抗婆母 姚氏嘴里有点苦涩 她这辈子是做不到了 可是 她的女儿不能这样 姚氏自己没什么思想 顺从已经刻进了她的骨子里 但 她想 如果燕姐儿跟苏家姑娘在一处 她的人生 应当会跟自己不同吧 所以 姚氏并不阻止燕姐儿 跟苏明媚多来往 哪怕顶着婆母的压力 她也要点这个头 姚氏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 这已经是一种反抗了 得到母亲允许后 燕姐儿悄悄往前跑了一小段距离 跑到苏明媚跟前 弯起水灵灵的葡萄眼 露出背齿笑 姐姐 这个称呼 让君子晨眉头跳了跳 就感觉 挺不爽 苏景言也就算了 那本身是她嫡亲的弟弟 突然跑出个小丫头 竟然也跟她强姐姐 看了眼只有六岁的燕姐儿 小皇子强微色的唇半名气 终究没说什么 苏明媚找出空间里的 最小马儿童滑冰鞋 递给燕姐儿 穿上试试 燕姐儿愣了愣 眨巴眨巴眼 就这么看着苏明媚 不敢确信地道 这是 给我的 苏明媚点头 嗯 你跟景言年纪一样大 应该能穿的 得到肯定的回答 让燕姐儿有些手足无措 和受宠落惊 苏家孩子们穿的滑冰鞋 看起来身发炫酷 又走路轻松 其他流放家族的孩子 谁看得不影红羡慕 可是 有压介的官兵在 没人敢造次 其他孩子也只能眼馋 就连她那位金贵的兄长 祖母的宝贝金孙 哭闹着想要 都没有办法呢 然而 这样宝贝的东西 现在却被拿到了她面前 只要她伸手 就可以接过 在燕姐儿短短的人生里 从来没有过 被坚定选择的时刻 特别是跟兄长范童相比的时候 她总是输的那一个 就连母亲都叫她人 燕姐儿你要乖 要听话 童哥是你的二个 你且忍让一些 不能得罪了她 将来你出嫁 母族才是你的依靠 你有兄长撑腰 在婆家才能过得如意 最后 她听见母亲轻轻叹息了一声 谁叫你是个女孩呢 你要是个男孩 该有多好 母亲以为她听不懂 其实 她都懂 因为她是女孩 所以注定 不得祖母和父亲喜欢 母亲也经常偷偷暗叹 她不是男人生 因为她是女孩 所以范童瞧中 一直在她身边 伺候的美貌婢女 轻而易举 就能够把翡翠姐姐 要到她那儿去 因为她是女孩 所以范童打死她的奶嬷嬷 她除了哭闹 也无能为力 可是现在 燕姐儿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在这个姐姐眼里 比试男孩的范童 要有分量 更重要一些 至少 姐姐没有把这鞋子给范童 只给了她呢 面对苏明妹鼓励的眼神 燕姐儿伸出小手 将滑冰鞋接了过来 此时 接过的是未来截然不同 光滑灿烂的人生 景言 教一下燕姐儿怎么滑 苏明妹觉得 苏景言和燕姐儿同岁 两个小豆丁 肯定更有共同话题 所以 教燕姐儿滑冰的任务 就被她华丽丽地扔给幼帝了 她全然忘记了 自己现在在别人眼里 也是个小豆丁 苏景言是苏家养出的儿郎 虽然年纪小 却被教养得很好 三岁起读书习武 脾气并不骄纵 在英国功夫被抄家流放后 就越发懂事了起来 本来听见苏明妹说 让她来教燕姐儿滑冰 苏景言是想到 夫子曾经说过 男女瘦瘦不轻的 但转念一想 夫子还说过男女七岁不同席 她才六岁而已 哦 那没事了 苏景言道 好的 四姐姐 声音响亮地回答后 苏景言走到燕姐儿面前 范家妹妹 我来教你 你教我景言哥哥就好 作为苏家最小的幼崽 苏景言一直都是个弟弟 没想到有朝一日 还能被人叫一声哥哥 突然兴奋 虽然知道 苏景言是姐姐的嫡亲弟弟 姐姐对她很好 她不应该这样的 但 燕姐儿一向对哥哥这个角色 没什么好印象 而且 她也讨厌范这个姓氏 曾经有无数次燕姐儿 都无比诚挚的希望 要是自己不信 范就好了 苏景言一句话精准地 在燕姐儿的 两个雷区上采线 蹦的 所以 燕姐儿是真的没忍住 小小声道了句 我们还不一定 谁是哥哥 谁是姐姐呢 说不定我比你大 苏景言思考了下 那行 我六岁 你也六岁 我年尾生的 你什么时候的生辰 五月 燕姐儿回答 眨了眨眼 那是不是说明 我比你大 你应该叫我姐姐才是 苏景言 为什么总是我最小 苏景言阴谋了 不过 教燕姐儿滑冰 她还是教得很认真 这个是这样穿的 其实单只脚很容易滑的 注意掌握平衡 如果速度太快 或者快要撞到人了 脚尖点地就可能杀主 我给你示范一遍 你看 燕姐儿也学得更认真 人类幼崽在学习这方面的天赋 是无人能及的 才一刻钟不到 从没有接触过滑冰的燕姐儿 就已经能够独自滑行了 苏明妹十分欣慰 姚氏 是她穿越到古代后 第一次令她萌生同情 第一次生出 想要为古代女子 做些什么的存在 而燕姐儿 是她第一个出手相帮的人 嗯 小陈不算 拐走 这只可爱的小皇子 纯粹是因为她严控 所以 苏明妹由衷地希望 燕姐儿 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这个的前提 首先燕姐儿得活下来 漫长的流放路途上 老人和幼崽 是最容易夭折的 燕姐儿学会了滑冰鞋 体力也能消耗得小一些 下午启程时 燕姐儿单脚穿着滑冰鞋 小身影稳稳地掉在苏家 几个同样穿着滑冰鞋的孩子身后 不用再因为走的双腿打颤 脚底出血 被母亲背起来 只能扶在母亲的背上 心里愧疚又负罪 恨自己年纪小没用 只会拖累母亲 燕姐儿的小脸上 甚至有了笑容 姚氏远远地望着女儿的身影 麻木的脸上 也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她为女儿高兴 同时 心里又轻轻叹了口气 惆怅地想 如果燕姐儿 不是从她肚子里出来 而是投胎到英国公府的苏家的话 听说苏家的女儿 比儿子都要受宠 昔日贵妃娘娘 还戴字归中时 就是圣经最明念无双的贵女 人人都说她好命 虽然姚氏不太能明白 这女儿怎么能跟儿子一样呢 女儿总归是要嫁出去 成为别人家的人的 但是 如果燕姐儿是苏家的女儿 没有她这样一个没用的母亲 想必也不会受这么多的委屈吧 第35章 燕姐儿挨打 姚氏心里正惆怅呢 就听见她的那个妓子闹腾了起来 凭什么范燕那个贱丫头 能穿脚底下带轮子 轮子还能闪着七色光芒的鞋子 祖母 我也要穿 我也要穿 姚氏连忙藏起脸上那一丝 本就极旦的笑容 小心翼翼地垂下头 低眉顺眼的模样 生怕范老太太点到她的名字 童哥 我的乖孙啊 你轻点 祖母这把老骨头 都要被你给摇晃散架了 虽然又热又累 范老太太腿脚有些不利索了 但是面对嫡亲的宝贝金孙 范老太太还是宠溺又纵容的态度 换做燕姐儿 敢这么在她面前闹 信不信范老太太 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 什么鞋子啊 范老太太眼神不太好 还没弄懂范童 为什么突然闹了起来 就是那个范烟穿的那个 范童跳脚 她也想穿 早就想了 起初那是苏家的东西 她心里也知道自己 就算想要 也不可能上去硬抢 眼馋眼馋便罢了 可是现在范烟既然也能穿 那就不一样了 在范童心中 范烟就是祖母嘴里 不值钱的丫头骗子 赔钱货 只要是范家的东西 都是她的 包括范烟 伺候范烟的漂亮丫鬟 她动动嘴 就能弄到身边 范烟的奶嬷 她也能叫人打死 所以 范烟都能穿的 能划着走的鞋子 凭什么她没有 范童出奇地愤怒了 小胖脸胀红 鼻翼缩一张 重重地喷气 范老太太一把老骨头 自然不明白 一双炫酷的滑轮鞋 对人类幼崽 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哦 对了 范童这年龄 和这脾气 跟可可爱爱的人类 幼崽扯不上边呢 只能被称作熊孩子 不过 滑冰鞋对熊孩子的吸引力 同样不减啊 范老太太想啊 不就是鞋子吗 能有多稀奇 也值得她家同根这样 但是 既然她的宝贝孙孙想要的话 那也简单 叫范烟那丫头 把那什么脚底下带轮子 轮子还能闪着七色光芒的鞋子 给你不就成了 范老太太道 大根已经被那天杀的心地下令斩首 范家的一切将来 自然是她的同根的 范烟那丫头骗子 可别想反了天去 范童本就擅长违达目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 范老太太这么一说 哭闹不止的范童 顿时破涕为笑 哪怕走在这样的流芳路上 每个人都不体面极了 范老太太还是摆出婆母的姿态 张口就是命令 姚氏 烟丫头是你的女儿 你去 姚氏嘴角微微苦涩 婆婆 听出姚氏语气中的犹豫 范老太太立刻横眉竖眼 冷下声音 姚氏 你难道想违抗你的婆母不成 老大 你这个媳妇 我是使唤不动了 你自己管教吧 范健都累死了 两条腿颤颤 都感觉在打摆子了 不明白他们女人家的 怎么还这么精神 不过 媳妇和老娘 她肯定是选择老娘的 范健语气 不耐烦的凶道 姚氏 你怎么又惹娘生气了 我不是说过 家里的一切都听娘的吗 你是不是不想做范家的媳妇了 被夫君休憩在姚氏心中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姚氏嘴唇动了两下 眼里闪过挣扎的光芒 却还是暗淡了下去 最终像每一次一样妥协了 如果苏明妹在这里 肯定会告诉姚氏 醒醒 快逃 你被范家 这母子俩KTV了 燕姐 姚氏略微喘息 赶上孩子们 叫了声 听到姚氏的声音 燕姐身法轻巧地杀住滑冰鞋 扬起红扑扑的小脸 心眸明亮 脆声声地喊道 娘亲 姚氏从来没有见过燕姐 如此欢喜快活的模样 到嘴边的话 犹豫了下 就变成了不自然的阴阴关切 燕姐 你可不可 娘这儿有水 姚氏拿出自己身上的水囊 结果发现 里面的水 竟然已经被婆婆犯老太太 喝得所剩无几了 燕姐正想说 不用 她有水 明媚姐姐又偷偷地 给她喝了甜甜的柠檬水了 见姚氏面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燕姐敏锐地察觉出了一丝不对劲 小脸的笑页 慢慢地收了起来 她抿了抿唇半 嗓音染了几丝色意 娘 是他们叫你来的 对吗 有那么一瞬 姚氏在女儿面前 皮默然烫了起来 嘴唇捏懦着 不知该怎么开口 燕姐儿 娘 娘 燕姐儿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曾经因为母亲被地里暗自捶泪 也恨自己 为什么不是男儿身 不然的话 她就可以保护母亲了 可是 明媚姐姐告诉她 生成儿郎或是女娘 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不必因此 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就算是女孩 也不比男孩差的 女子同样可以 拿起红银枪保护自己 护自己想护之人 她以后定会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于是 燕姐儿心里便生出了向往 她想象自己成为了仙衣怒马 手持银枪的女将军 若是范童再敢欺负她和母亲 她必定要她好看 可是 姚氏怯懦为难的模样 一下子把燕姐儿 从幻想拉入现实 燕姐儿看着姚氏 哪怕这是也曾 暗怨过她 不是个儿子的母亲 但 也是会在夏日夜里给她打讪 冬日夜里给她夜被子 在她病了 跪在佛堂前许愿说 愿意折寿换她平安的亲生母亲 原来 她始终还是没办法呀 柠檬水甜丝丝的味道 还残留在嘴里 燕姐儿却好像品尝到一丝苦涩 她努力扬起笑脸 我知道了 我不怪你 只是 辜负明媚姐姐的期望了 燕姐儿脱下滑冰鞋 还给苏明媚 姐姐对不起 转身的那一刻 燕姐儿红了眼圈 强忍着没有叫眼泪落下来 强迫自己扯出笑颜 娘 我们走吧 那倔强却还是要笑的模样 令姚氏一颗心紧紧揪了起来 心疼不已 她几乎是立刻就后悔了 燕姐儿 你不要回去了 娘亲别说了 燕姐儿打断她 她知道 母亲若是不能把她叫回去 她那刻薄的祖母 定然会搓磨她的 当然 她那个蠢货兄长 也别想如愿 虽说她和母亲都要挨骂 甚至受到责罚 但至少她于心无愧 明明流放队伍是往前走 燕姐儿却腻过人群 苏景颜好歹也算是教燕姐儿 华兵的小老师 有些担心地问道 姐姐 燕姐儿今后都不跟我们一起了吗 她不会有事吧 苏明媚道 祖母尖酸刻薄 父亲大男子主义 母亲怯懦软弱 燕姐儿要挣脱这样的原生家庭 还有很长很难一段路要走 苏景颜不是太明白 歪起脑袋望着她姐 有多长 难道比我们从圣经到北京的流放路还要长 还要难吗 苏明媚点头 是的 如果不信的话 燕姐儿可能一辈子 都要跟这样的母族亲人做抗争 才有可能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鲜明灿烂的道路来 如果足够幸运的话 可能也用不了多久 不过 所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必定是要经历鲜血与伤痛的 苏景颜听得似懂非懂 在燕姐儿回来后 范童没有见着滑冰鞋 小胖子立刻嗓音尖锐地质问道 那个鞋子呢 你是不是藏起来了 燕姐儿回答 那不是我的 而是苏家姐姐的东西 范童才不管 他就要 那你去找他要 他不是对你挺好 不会舍不得一双鞋子吧 范童态度已止气使的 燕姐儿只说了句 我不会去的 而你 也别想基于不属于你的东西 范童气急 他本身就是小霸王的性格 就连范老太太 都要心肝宝贝地哄着 而燕姐儿这个 在他眼里 只不过是个下贱的丫头骗子的人 竟然敢服你他的意思 范燕 你说什么 不想活了是不是 信不信小爷我今天打死你 范童顿时向之生气的小牛犊 扯住燕姐儿的头发 往他脸上扇了两巴掌 燕姐儿 姚氏甚至都阻止不及 眼睁睁地看着妓子 在女儿脸上 落下两个鲜红的巴掌印 范老太太 甚至一边 迈着不太利索的腿脚往前走 一边端着一家之掌的架子 拖长了声音 慢哉哉地说着风凉话 道 不听话的丫头骗子 是得打了才知道厉害 姚氏 童哥这是在叫妹呢 你不必管 如果不是官兵警告不得斗殴 否则各吃几下鞭子 范童都恨不得将瘦弱的燕姐儿 先在地上拿脚踢 脸颊肿得老高 嘴角都被打破 燕姐儿却没有哭 姚氏却后悔了 他是真的后悔了 都说为母则刚 他应该再坚强一点 为了燕姐儿再坚强一点的 他一开始就应该拒绝老爷 哪怕 哪怕被修呢 也总比眼睁睁看着燕姐儿 挨打要好 姚氏愁出着伸出手 想碰一碰女儿嘴角的伤口 却不敢 燕姐儿 疼不疼 没事 娘亲不要担心 我不是很疼的 燕姐儿还在笑 然而那笑 却比哭更令人心疼 兄长打了我 祖母应该就不会再罚娘亲了吧 听到这一句 姚氏捂着脸 眼泪大颗大颗的 从指缝间落下来 滚烫 原来 他的泪还是热的 姚氏心有愧疚 想弥补燕姐儿 趁夜晚扎营时 他气气爱爱地道 燕姐儿 你去找苏家姑娘玩吧 燕姐儿摇了摇头 懂事儿道 娘亲烧饭 我帮娘亲添柴 这样的董事 让姚氏心里 更不是滋味 妻子已经十余岁 这会儿依偎在婆母身边 嚷嚷着 走了一天腿疼 婆母就让他 尽快烧一锅热水出来 给他的宝贝铜根 拿热水扶腿 可他的燕姐儿 他的燕姐儿 也不过才六岁 却宁愿不去找 他喜欢的姐姐玩 董事的帮他添柴 姚氏闭了闭眼 接下来 姚氏发现 燕姐儿不会再含苦含泪了 他原本在董事 也只是个六岁的小姑娘 会向母亲撒娇 流放路上实在走不动了 也会掉眼泪 但是现在 哪怕再苦再难 燕姐儿都一声不吭 哪怕走得脚底磨出血泡 都不再要他背 娘亲已经很辛苦了 燕姐儿自己可以走的 燕姐儿不再爱笑 他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 也有可能是漫长的流放路途 就像是一场 慢刀子割肉的痛苦折磨 谁也笑不出来 燕姐儿也不再提起 苏家那些孩子 那个对他很好很好的 明媚姐姐 他只是守在他身边 然而眼神偶尔 投向不远处 是略微带着光芒的 姚氏眼睁睁看着女儿 变得越来越沉默 变得越来越消极 变得就像是 另一个他 姚氏心里陡然一惊 含义像是藤蔓一样 攀爬上他的背脊 再将他密不透风地包裹起来 有什么沉甸甸的东西 压得他喘不过气 腰弯了下去 一连三日都露宿荒野 今日又是如此 野外没有片屋片瓦遮挡 只能以天为备 以地为席 还有蚊子独虫 甚至要防备豺狼虎豹 所以多数人觉得 露宿荒野条件艰苦 不如注意站来的舒服 但是 对苏明媚来说 也赢可有趣多了 意味着 他们可以光明正大改善伙食 队伍扎营的地方 必定依山傍水 有山可以石柴烧 有河可以打水吃 在苏明媚眼里 有山就能猎飞禽走兽 有河就能摸鱼捉虾 变着花样地吃 顿顿都能吃好的 至于会不会惹人怀疑 谁能想到 他有空间这个作弊器呢 旁人瞧着苏家 美美总能满载而归 顶多以为 苏家是运气好罢了 他们跟着做 偶尔也能瞎猫碰上死耗子 带到一些吃的 能吃上肉 也觉得满足 但 有的人可就不这样了 比如范家 范健摔了腿 还没完全好 范同是个 好吃懒做的懒蛋 顶不了用 所以 范家 只能看着别人吃肉 自己干瞪眼 气得范老太太嘴里上火 每到晚上扎营烧饭的时候 就开始骂姚氏 苏家那几个小孩 怎么就能弄到肉 顿顿吃好的 再不计 别的家也能偶尔尝尝先 咱们范家 怎么就娶了你 这么个没用的媳妇 真是家门不幸 你是半点都比不得 童哥他亲娘 果然是没用的媳妇 生出个下贱的丫头骗子 不论范老太太怎么骂 姚氏都沉默着没反应 今晚 姚氏猛然站了起来 一双眼睛 死死瞪着范老太太 吓了范老太太一跳 她瞪回去 扯着嗓子骂道 姚氏 你干什么 作死啊 姚氏握紧拳头 像是在隐远着什么情绪 最终开口说了一句 娘 我进山找吃的去 第36章 明媚欲显 范老太太一听 心里终于满意了 她为什么骂得难听 不就是想把姚氏 碾去山里找吃的吗 可惜这姚氏之前 像是听不懂人话一般 一棍子打下去 都绷不出半个屁来 只知道埋头做自己的事 烧出来的饭 天天都是清汤寡水的野菜粥 连半点油水都不见 这是别人吃的吗 别人家至少还能见得到点昏心呢 范老太太 还是康远伯府当家的老夫人时 为了养生 都是礼服吃素的 鸡鸭鱼肉觉得油腻 只偶尔尝几口 就分给下人 但 流放苦啊 不吃肉走路都没力气 以往那些油腻的烧鹅 烤鸭 炖鸡 范老太太只要想想 都觉得口水直咽 范家一直没能吃上肉 范老太太不认为自己的儿子没用 却刻薄地觉得 习姚氏没用 现在好了 姚氏终于拾去一回 主动开口说 要进山找吃的了 范老太太心下满意了 想到今晚或许能久违地吃上肉 她甚至难得朝姚氏露出个好脸色 行啊 那你去吧 末了 范老太太还压低了生意 音音叮嘱姚氏 却并不是要告诉姚氏夜里进山危险 叫姚氏小心 而是偷偷让姚氏跟在苏明妹身后捡漏 你那双招子放亮着点 苏家那几个娃运气好 每回进山都能弄到猎物 你就跟在他们后边 见到有野鸡野兔也袍子什么的 冲上去抢怪就是 反正都是山里的东西 天生地养的 谁说就一定是苏家的 不还是谁先拿到手里就是谁的 说到这里时 范老太太一点都没有抢小孩东西的羞耻 反而一脸的洋洋自得 在她看来 她这是在调价习 姚氏就必须得乖乖听她的话 等闲她可是不愿意跟姚氏这个蠢夫说这些的 如果不是她上了年纪 腿脚不变 她就自己进山了 哪里还用得上姚氏 范老太太如是想着 担心姚氏偷奸耍滑 进山不过是做做样子 她又沉下脸色 声音淋漓地警告姚氏 今晚要是弄不到猎物回来 不能让我们童哥吃上肉 仔细你的皮 看看 范老太太就是如此虚伪 明明是自己闻着香味嘴里馋肉了 还借口说是 孙子童哥今晚要吃肉 范童配合地朝姚氏露出个小霸王的表情 鹦鹉学舌地威胁道 仔细你的皮 对姚氏这个继母 没有半分尊重 姚氏脸色麻木 当然 比起凡儿媳妇一顿 范老太太还是更想吃上荤腥的 她将声音压得一滴再滴 你自己放聪明点 不过几个小孩子而已 懂了吗 示意姚氏 用不光彩的手段强强 范老太太为了让姚氏更上心一点 逮回来更多的猎物 甚至破天荒地露出一副慈祥的虚伪面孔来 说起来 燕桀好像也瘦了不少呢 小孩子正式长身体的时候 你要是能多弄两只回来 燕桀也可以吃点肉补补身体 拿燕桀敲打她 这就是她的婆母 姚氏嘴角扯了扯 想勾起个讽刺的笑 却发现自己 好像已经被这麻木而绝望的生活 搓磨得连怎么笑都忘记了 人生无畏 留给她的 好像就只有苦 而喜省得了 在范老太太发脾气前 姚氏垂下头 无样恭顺 声音平静地 仿佛一潭死水地回答道 而多日以来沉默不语的燕桀 听到自己的祖母 偷偷教母亲 怎么算计明媚姐姐她们 燕桀葡萄眼里 染上一丝胶灼 她伸出小手 扯住了姚氏的衣摆 目光和语调里 多了一丝哀求 娘亲 不要 明媚姐姐 她们都是很好的人 燕桀可以不吃肉的 燕桀不想失去 明媚姐姐那样的好朋友 娘亲 求求你了 似乎读懂懂了女儿哀求 姚氏摸了摸燕桀的头 急不可闻地说了两个字 放心 燕桀小手却没松开 眼巴巴地看着姚氏 我跟娘一起去 不行 你还太小了 母亲顾不上你 姚氏一根根拨开女儿 紧紧攥住自己衣裳的手指 声音温柔而坚定地道 燕桀乖 要好好长大 那时的燕桀 还不明白母亲的意思 只觉得有些悲伤 姚氏举了个火把 就进了山林 范老太太盘腿老佛 也似的坐在地上 如果给她两斤瓜子 她说不定都能够当场磕起来 可怜小小的燕桀 那么一丁点的个小女娃 还得添柴 一旁 有人见着这一幕 忍不住摇了摇头 姚氏可以说是被范老太太 这个恶婆婆 亲自逼着去的 范家男人没用 只知道一个劲地 搓磨媳妇和孙女 连人家进山 好歹都是挑身强力壮的 男子结伴去 好歹有个照应 范老太太真是个恶毒的 竟然半点都不担心 儿媳妇会出事 但 她们都是外人 姚氏自己立不起来 她们也不好多嘴 和插手别人的家事的 而且现在沦落到这个境地 每个人也只管得住 自己门前三尺血 哪里还能有 空闲管别人瓦上霜哦 不过 要她们说啊 谁嫁进范家 做了范老太太的儿媳妇 谁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姚氏并没有听婆婆窜多的那样 故意跟在苏家小姑娘身后 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相反的道路 她答应了燕姐的 不会食言 入下的山林里 本就蛇虫属以繁多 树丛与灌木 也是最茂盛的时候 但也意味着 能在山上 找到更多能果腹的食物 就像是一座天然的宝库 松树底下 藏着不少金灿灿的蘑菇 姚氏摘了起来 拿一百兜整 蘑菇汤比野菜汤鲜美许多 姚氏往前走 还遇到一层红艳艳 与乌紫色交错的丧刃 想着摘回去带给燕姐 燕姐肯定喜欢 这么想着 她脸上竟然不知不觉 蕴染上了一丝温柔慈爱的笑意 姚氏性格软弱又胆小 却坚定拨开荆棘 一路走向山林更深处 黑夜像是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 慢慢地吞噬了姚氏的身影 直到一声惊恐而凄惨的尖叫 划破黑夜长空 啊 救命啊 怎么回事 苏鸣妹听到这道过分惨烈 声音还有点熟悉的尖叫声 顿时停下脚步 猝起眉头 这声音好像是摇神神 苏鸣是个十五岁的少年狼了 英国功夫的儿狼 从三岁起就开始习武蹲马步 为将来上战场做准备 听声便为对苏鸣来说不是难事 她几乎是立刻指出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离我们似乎不远 四妹妹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哪怕苏鸣比较年长 但是在苏家这群孩子里 已经隐隐以苏鸣妹马首是瞻 他们都听苏鸣妹的 只是 苏鸣妹还没来得及说话 不远处就传来一声猛兽的咆哮 嗷 是老虎 苏鸣骤然变色 这山林里竟然有老虎 快跑 苏鸣妹立刻拉上君子晨的手 然而 猛虎已经嗅着人的气味追过来了 远处的草丛一阵晃动 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在夜奔 带起了风声与草动 苏鸣妹 君子晨 苏鸣 苏鸣 都拼命往前跑 甚至顾不得衣上脸蛋和手脚 被林间的荆棘尖刺划破 只是 凭他们几个孩子的身手 哪怕奔跑的速度再快 也根本跑不过有丛林之王的老虎 虎啸声越来越逼近 仿佛就近在身后 第37章 虎口脱险 死亡的阴影缠绕在他们的身后 瞥见前方一棵树棺超大 树身粗壮的百年古树 苏鸣妹想到一个主意 她咬牙喘息道 老虎不会爬树 我们快上树 四妹妹 快上来 我托你上去 跑到树面前后 苏鸣立刻蹲下 让苏鸣妹踩上自己肩膀 她知道 四妹妹是女孩子 不会爬树 这个时候 苏鸣妹也不做无谓的 谦让和推辞 废话不多说地 踩上苏鸣的肩膀 苏鸣一站起来 她身体轻盈一跃 就跳上树干 紧接着 君子晨也被苏鸣送了上来 小陈 快把手给我 苏鸣妹把手伸出去 君子晨握住女孩的手 被她拉到树上 见君子晨稳稳站好 暗处藏着的紫衣卫 才松了口气 作为哥哥 苏鸣让苏廷先上树 她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的 相信江青哥在这里 也会让她先上去的 苏廷拳脚功夫不弱 以前在英国功夫的时候 不爱读书 就经常翻墙爬树溜出府玩 她利落又灵活地攀上树来 见到猛虎 已经快逼近苏鸣身后 急得大喊道 哥 你快上来 快上来 苏鸣并不回头看 表情依旧沉稳 手掌精准地攀住树干 借力往上 如果不是她额头渗出了薄汗 一点都看不出来害怕的样子呢 苏瑞才堪堪从地面登上树 猛虎庞大的身影 就呼啸而至 那是一只皮毛水光油亮的黄毛老虎 嘴角血迹斑驳 像是咬死了什么东西 才享受完一顿美味 还没来得及擦嘴 就又发现 苏鸣妹他们 这几只肥美的小羔羊 明显不想放过 眼珠在黑暗里 悠悠冒着绿光 凶残 贪婪 又嗜血得着这几个 误入她领地的人类 仿佛他们 已是囊中之物 一股浓郁的腥臭味和血腥味 夹杂着风声迅速袭来 猛虎竖起半截身子 整个的往树上疏然一扑 朝上张开血盆大口 想要咬死落单的苏鸣 一股浓郁的腥臭味和血腥味 夹杂着风声迅速袭来 大树剧烈晃动 苏鸣脚底一滑 身体往下摔去 无命休矣 苏鸣闭上眼睛 心想道 哥 苏鸣吓得脸色一白 惊恐地大喊道 电光火石之间 一根粗壮翠绿的藤蔓 像蛇一样 灵活地缠绕上苏鸣的腰间 把她从虎口里拽了上来 下一秒 想象中身体被猛虎撕碎的疼痛 没有传来 苏鸣不敢置信 小心翼翼地试探着睁开眼睛 我没死 我竟然没死 藤蔓将苏鸣送上树后 便有灵性地松开了 慢慢地缩了回去 苏鸣觉得 眼前这一幕 简直就像是神技 这时 苏鸣扑上来 抱住她 喜极而泣地道 哥 你可差点吓死我了 苏鸣也不是不怕的 背脊都经出了一场冷汗 险些落入虎口中去 她的手和脚 现在都是发虚发软的 却还是伸手拍了拍苏鸣的肩背 故作轻松地安慰包地道 好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苏鸣抽噎着 你还说呢 还不是多亏了四妹妹 那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疼万 除了四妹妹 想必也没有其他人了 苏鸣目光充满感激地看向了苏鸣妹 四妹妹 苏鸣妹可不想被两位哥哥谢来谢去 连忙道 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呢 道谢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还是快点想办法驱赶猛虎 怎么回营店 这个人类本来是她的囊中之物 她都张开血盆大口准备享用了 没想到硬生生被虎口夺食 现在这几个人类 竟然还自顾自地交谈起来 简直是没把我丛林之王放在眼里 猛虎愤怒地仰天咆哮 哦 虎啸声滑破黑夜 就连营地里的人都听到了 官兵脸色一变 这山林里有虎 苏家 兰茵当即想到什么 容颜惨白 明媚 明媚他们还没有回来 姜柔哪怕平日里性格在泼辣明快 碰上儿女的事 头脑也没有办法冷静 她也慌了 大嫂 你说该不会是锐根亭根他们碰上了吧 范家 烟颈小脸苍白 眼里流露出担忧 她的娘亲也还没有回来 猛虎前找扑树 后腿跳跃 身体直立起来 想要咬死树上这几个胆敢蔑视她的人类 或者拿身体撞树 想把人类摇晃下来 还好苏明媚挑选的这棵树足够高 也足够粗壮 不过 猛虎每撞一次树 树干都会剧烈摇晃 树叶速速往下落 依旧有点摇摇欲坠的危险 弄得暗处的紫衣卫都心惊胆战 忍不住想出手弄死老虎 只是殿下迟迟为下命令 他们也不能贸然出手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总不能一直躲在树上 苏明媚冷静地开口道 既然这老虎想咬死我们 那我们就杀了她 娇美如花的小姑娘 直到这一刻 才终于流露出急许 曾经历经血色末日的冷酷来 第38章 摇氏之死 薄杀猛虎啊 听着还有点小激动吗 江青哥17岁就能拉弓射鹰 我们这个年纪 何力杀一头老虎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苏睿背后惊出的冷汗退去后 露出沉稳的一面 他们可是降门之后 何惧猛虎 苏廷也一点都不害怕了 骨子里燃起一丝热血来 甚至感觉迫不及待了 摩拳擦掌道 四妹妹 听你的 我们一起杀了这头虎 13岁猎杀百兽之王 说出去 他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苏明媚 好吧 你们兄弟俩可真心大 简直比老虎还虎 苏睿和苏廷都有武功 曾经英国功府辉煌时 跟着去皇家猎场围猎过 如果有武器 在手的情况下 觉得有把握一事 心里自然没那么害怕 苏明媚刚好能弄来武器 先前在英国功府密格里 收进空间的 就有满满一屋子冷兵器 他像是哆来A梦一样 掏出两柄散发着 古朴厚重气息的青铜长枪 在苏睿和苏廷惊叹的目光下 分别丢给两人 这是天下兵器排行榜前十的双子枪 名曰竹日和掩月 苏睿和苏廷 变了颠青铜长枪的重量 如获至宝一般 眼睛里都纷纷流露出激动之意 苏明媚眨了眨眼 反正是苏家的东西 哥哥们若是喜欢 到时候问过祖母 就送给你们好了 好 苏睿苏廷当然也知道 现在还是先解决 树下这头猛虎更重要 拿着青铜长枪的兄弟两人 顿时目光森然地望向树下 跃跃欲试的猛兽 猛虎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 烦躁地拿爪子刨地 朝人类低吼 哦 苏睿和苏廷像是两个 神气凛然的小将军 苏睿从树上赫然跳到虎背 青铜长枪往虎头插去 只是百兽之王也不是吃素的 他的头骨非常坚硬 苏睿一击未重 反倒是将他从背上甩了下来 在地上滚了几圈才停下 苏廷一咬牙 直攻虎身 这个时候 冷兵器的杀伤力就体现出来了 风锐的青铜枪头 捅入猛虎雪白又柔软的覆侧 猛虎吃痛 挣扎间 苏廷长枪脱手不说 整个人也被击飞 撞到一棵树身上 受了重伤的猛虎越发残暴 他站在树上 端起小型精巧的手枪 眼睛眯起 瞄准老虎的眼睛 君子晨就静静地站在他身旁 见到他拿出那个黑漆漆的 像是武器的奇怪东西 也并未出声打扰 只见苏明媚雪白精致的小脸 近乎面无表情 然后 小手扣下扳机 碰 子弹穿破夜空 伴随着猛虎的惨痛咆哮 他的一只眼球 鲜血淋漓地炸开 直到此时 君子晨才惊觉 苏明媚手里那个 看起来非公非弩的奇怪小玩意儿 杀伤力究竟有恐怖 小皇子凤魔危暗 炼焰中藏着瑰丽的暗色 更为震惊的是 藏在暗处的紫衣卫 哪怕是他们当中 最擅长是暗器的暗酒 也未必能够在黑暗与混乱中 将飞镖一击 就射中猛虎的眼睛 这位苏家小姐手里的武器 可真是厉害 看来都不用他们出手 也能杀掉这头猛虎 难怪殿下迟迟没有下达命令 殿下英明 疼痛加上一只眼睛失明 让猛虎彻底失去理智 暴怒长笑 哦 他要杀了这群人类 这时 数条粗壮翠绿的藤万 从四面八方而起 将失去理智的嗜血猛兽死死缠绕 苏明媚口齿清晰地冷静命令道 哥哥 老虎眼睛最为脆弱 攻他眼睛 苏明媚虽然仍旧会为姚氏 和燕姐动侧影之心 但他上一世是 见惯了血腥与屠杀的 他没有一枪抱头 收割猛虎的性命 就是有意锻炼两个堂哥 他们出身降门 身怀武艺 但是年纪尚小 还没上过战场 虽然以前跟着去过皇家猎场围猎过 但那里的猎物 都是训兽师饲养出来的 老虎被拔掉了牙齿 恶狼被磨平了爪子 攻贵族和皇室玩乐 根本就起不到魔力的作用 真正的成长 往往都是从生死血战中领悟的 最后 苏睿和苏婷合力杀了猛虎 猛虎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时 脸上和衣衫上都染了鲜血和灰尘 当然那些是老虎身上的血 不过 两个少年这模样 一眼就能叫人瞧出 是经历过生死疏斗的 哥哥 你们没有受伤吧 苏明媚与君子晨从树上滑下来 小跑到苏睿苏婷跟前 苏睿苏婷两个喘着粗气 一抬手擦了擦脸上的鲜血和汗水 混合着灰尘糊在脸上 模样看起来更加狼狈了 但是却朝苏明媚露出个牙齿 雪白灿烂笑容 没事 都是这畜生身上的血 我们没受伤 四妹妹不要担心 真不敢相信 他们竟然杀了一头猛虎 虽然握着竹日和掩跃枪的手 还在酸痛颤抖 身上摔到撞到的地方也还疼痛 但是博杀猛虎的兴奋感 暂时盖过了一切 他们苏家好而郎 真厉害 苏明媚让两个哥哥先休息 给他们一人一杯柠檬水补充水分 恢复体力 踏来善后 两柄青铜长枪得收进空间 藤万缩回原位 君子晨拿着一根粗壮的树枝 尖端削得锋利 玉白的小手拿着一端 眼睛眨也不眨 动作带着几分优雅地插入猛虎身上 被青铜长枪伤过的地方 确保看不出来使用过武器的痕迹 毁尸灭迹 最后 是眼睛 目刺在猛虎受伤的那只眼 搅了搅 一颗染着浓烟鲜血的金属蛋壳落了出来 官兵领头 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 举着火把 拿着棍棒 一行人寻着虎啸的方向过来寻人 嘴里叫喊几个小孩的名字 其余官兵留守营地 看着剩下的流范和女眷 以免生乱 苏印白和苏华希 在出来找人的队伍里 明妹 瑞哥 婷哥 你们在哪 等他们找到几个小孩时 看着满身狼狈的少年狼 还有倒在他们身旁的庞然大物时 直接就是一个惊呆 这老虎是你们几个杀的 应付过大人的关心和官兵的盘问 苏明妹突然开口道 对了 老虎来追我们前 我好像听见了姚婶婶的叫声 你们看见姚婶婶回去了吗 众人一惊 心想 那落单的姚氏 恐怕是 凶多吉少了 沿途往山林深处找到姚氏时 姚氏半截身子都倒在血泊里 身边还散落着金灿灿的蘑菇 红紫娇家的丧人 可是姚氏还没有断气 已经快要暗淡的眼睛 在看见官兵们找来时 猛然燃起一束亮光 颤巍巍地伸出了手 虚弱地开口 救我 救 苏明媚上前 见到姚氏几乎是被拦腰咬断 长穿肚留的惨烈模样 心头不禁一沉 姚氏她 没救了 肠子都流了出来 哪怕是她用灵液 也只能暂时延缓姚氏的死亡 对救她的性命 无力回天 因为古代没有外科手术 没有缝合技术 也没有无菌环境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苏明媚偷偷将一滴灵液 喂到姚氏嘴里 握住她的手说 姚婶婶 你撑住 想想烟箭 至少你得见烟箭最后一面 第三十九章 死前的醒悟 烟箭 听到女儿的名字 姚氏回光返照一般 暗淡地快要死记的眼睛里 好像被重新注入了一道灵魂 喉咙里挣扎着发出声音 烟箭 对 我还没有见烟箭最后一面 我的烟箭 姚氏的模样 叫心肠冷硬的官兵 都忍不住生出同情来 把人抬回营地吧 众人抬着姚氏和猛虎的尸身 回到营地 姚氏被放在地上 身子下面盖了件衣裳 娘 烟箭淒厉地叫了声 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中途摔了一跤 爬起来继续跑 直到跑到姚氏跟前 才脚软扑通摔在地上 娘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烟箭啊 呜呜呜 烟箭想要掀开姚氏腰间 搭着的那件衣裳 被姚氏轻轻地按住了小手 她知道自己快死了 她不想让女儿在临死前 见到自己这么可怖的一面 给烟箭心里留下一辈子 都磨灭不掉的阴影 烟箭乖 不要看 姚氏的力气不大 很轻 很轻 因为 她已经没有力气了 全靠苏明妹给她的那低灵液续着命 才有力气说这么多话 如果烟箭一定要掀开的话 她根本就阻止不了的 可是烟箭是个乖孩子呀 娘亲叫她不要看 于是 她便真的不看了 娘 烟箭听话 娘好起来 小姑娘哭得眼圈通红 听着女儿稚气的话 姚氏摸了摸她柔软的黑发 疼得扯出一个苍白的微笑来 傻孩子 其实 姚氏笑起来是很美的 只是生活搓磨去了她的年轻与美丽 烟箭不要哭 听娘跟你说 姚氏咽了咽喉咙里生起的血腥气 慢慢道 娘曾经觉得你不是男孩 在范家没有儿子傍身 抬不起头 直不起腰杆来 娘错了 苏家小姑娘说得对 女子本不应该妄自菲薄 觉得自己就该低人一等 娘错了 娘总是叫你忍 叫你让 害你被范童欺负 娘错了 烟箭哭着拼命摇头 娘亲 烟箭不怪你 不怪你 你不要再说话了 烟箭带你去找大夫好不好 不 烟箭你要听 姚氏没有太多时间了 她嘴角刻出几次血沫来 努力朝女儿微笑 从今天开始 你不必再忍 不必再让 不要做像娘一样的人 我的烟箭啊 可以成为世上最好的女子 而她 会用性命和鲜血 为她的女儿 开辟出一条新的路来 范健 你过来 姚氏目光看向丈夫 范老太太竟然这个时候 还漫漫咧咧地抖 你个贱妇反了天了 竟然敢直呼你男人的名字 周边的人都在不禁劝说 范老太太 你积点口德吧 女儿媳都这样了 就是 如果不是你非逼着女儿媳妇进山 她哪里会出事 说起来都是你造的孽 范老太太被说得老脸一趟 到底心虚理亏 闭上嘴不说话了 范健对姚氏没多少感情 但毕竟是夫妻 想到她可能 有什么遗愿想对自己说 比如好好照顾她们的女儿什么的 还是走了过去 敏娘有什么事你说吧 范健面色悲气地道 外人看起来 她真是像急了一个好丈夫 可是姚氏接下来的话 却让范健脸色僵硬住了 给我和黎叔 我们恩断一绝 姚氏痛苦地喘着气道 燕姐儿 燕姐儿也归我 从此不再是你范家的人 从前姚氏最怕被修 成为弃妇 如今姚氏却是死了 也不愿意再灌上范家父的名了 范健脸色战红 有种奇异的愤怒和羞愤 她大声道 姚氏 你不要胡闹 你都快要死了 燕姐儿不跟着我 还能跟谁 姚氏喉咙里 发出格格的笑声 燕姐儿跟着你 跟着你们范家 迟早不我后尘 那才是真正害了她 范老太太忍不住破口大骂 姚氏 你是失心疯了吧 来人就是你的天 你做死啊 要何离 我可不是就快要死了吗 姚氏古怪一笑 然后抬起一只手 遮住燕姐儿的眼睛 书然掀开身上遮着的布露出肚子上可怖的惨状 她长穿肚烂 劈头散发 宛如厉鬼 一双眼睛死死的瞪着范老太太 用最后的力气 嘶声凄厉道 周春华 你害我至此 如果没有何离书 今晚我死不瞑目 必将夜夜入你梦中 找你索命 范老太太被吓得双腿颤抖 踉呛着往后退 脚后跟踩到小石子 直接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裤子没出息的 浸出一片水迹 她闭着眼睛嘴 离惊慌地乱叫着 不是我 不是我害的你 你别来找我 快 儿啊 你快把盒梨树给她 第四十章 林中脱孤 啊 范健同样吓得不轻 连滚带爬地跑到一棵树旁 弯下妖兔了 姚氏惨烈的模样 的确是令人见了 都会晚上做噩梦的情况 但是 范健一个大男人 且身为姚氏的丈夫 露出这么没出息的样子 还是叫不少人觉得不齿 姚氏可是他的发漆啊 最后 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范健颤抖着手 咬破拇指 在布帛上 迫不及待地写下一绝书 把烟颈脱离范家 不再跟范家有半点干系一事 也写得清清楚楚 写完 范健远远地将带写的布帛 扔到姚氏身上 范老太太恨不得赶快撇清关系 扯着嗓门嚷嚷道 姚氏 何黎叔现在给你了 你死了 可别来找我们母子俩啊 范家人竟然薄情至此 姚氏真是命苦啊 怪不得宁可死 也要合理 众人不禁感叹 竟没有一个人 觉得姚氏做得不对 姚氏剧烈喘息着 将布帛一点一点 攥进手里 枯瘦的骨节 透出一分苍白 疼痛到极致 好像已经麻木了 所以 她的脸上竟然是笑着的 燕姐儿 燕姐儿你看 娘亲 做到了 燕姐儿气不成声 苏家小姑娘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 姚氏已经没有力气 为女儿擦拭掉 小脸上的泪水了 她看向苏明妹 挣扎着从衣上里的夹层 掏出一根金钗 染满鲜血的手抓着 颤巍巍地 递到苏明妹面前 这是我仅有的东西了 可能不是特别贵重 但是能不能请你 收下它 帮我照顾燕姐儿依二 不需要锦衣玉食 只要它平安地长大 不要像我一样 可以吗 金钗上面鲜血模糊 带着一个母亲 对女儿的临终托付 苏明妹知道 如果她不收下金钗 姚氏是不会安心闭眼的 死了都恐不能放心 所以她上前 表情认真地将金钗 从姚氏手里接过 看着姚氏的眼睛 许诺道 请姚沈沈放心 今后我会把燕姐儿 当作亲生妹妹 一般照顾的 姚氏脸上挤出一个 虚弱又疼痛的笑页 竟然显得那般美丽 我就知道 那个对她说 首先你你是个人 你是你自己 然后才是别人的女儿 妻子 儿媳 和母亲的小姑娘 心善不已 把燕姐儿托付给她 她总算可以放心 做人的感觉 真好啊 姚氏望着夜空微笑起来 可惜我还没来得及 那是姚氏留在世上 最后的话语 至于没来得及什么 姚氏的遗憾是什么 已经无人知道了 娘 燕姐儿扑到姚氏身上 在这片夜空 爆发出一声 垂条侄女的悲鸣 随后 燕姐儿悲伤过度 情绪太过激烈 晕了过去 众人对姚氏的死 感到悲鸣和惋惜 不过 第二日还是要继续上路的 一个姚氏的死亡 不能耽误刘芳 说句不好听的 刘芳路上哪能不死人呢 只是姚氏特殊就特殊在 他死得格外惨烈 令人印象鲜明罢了 当然 官差也不是全然铁石心肠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呢 他们从刘芳的男子中 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 就地取材砍了棵树 用几块木板 做成一副薄冠 就让胆大的女子 替姚氏缝上了肚子 换上了身完整的衣裳 将人连夜下葬 一座孤零零的新坟 就这么在樊洲境内的 荒野山林间堆了起来 坟墓前竖起了一块碑 说是碑 也只不过是一块歪歪斜斜的木牌 上面 用刀刻下姚敏之木四个大字 让后人不至于不知道 这座孤坟里 埋着的是谁而已 他总算 不再是范氏之妻 只是自己 姚氏下葬前 苏明妹让燕姐儿 见了他母亲最后一面 不过 燕姐儿晕倒后醒来 已经不会哭了 小脸呆呆的 不哭不闹 不吃不喝也不说话 直到姚氏的棺木入土 被泥土一点一点也埋合上 他都没有再掉一滴眼泪 姚氏整个的下葬过程 最绝的是 范家人竟然没有出半分力 原本范健倒是心里过意不去 想着好歹跟姚氏夫妻一场 打算搭把手的 但是范老太太把儿子给拉住了 姚氏都不是我们老范家的人了 你去凑什么热闹 不许去 那姚氏死得这么惨 这种横死的女人 怨气最重了 你可别去沾染上晦气 娘这可全都是为了你好 范健一听有道理 便缩回了迈开的脚 当起了缩头乌龟来 这下 众人都将范家自私 刻薄 绝情的本性看得清楚明白 乌依不在心里 笔薄不屑范家 这祖孙三代 一个范老太太 以老卖老 尖酸刻薄 一个钱康远薄 没什么本事 庸俗无能 还脾气大得很 一个小胖子范童 也是个被养肺的熊孩子 性格不改 将来不堪大用 姚氏做得没错 如果燕姐继续留在范家 要么继续被欺压 变成另外一个姚氏 要么性格被养歪 被范家童话 不论哪一个 燕姐的后半辈子 都会被毁掉 还不如当断则断 虽然燕姐没了亲人 愿意收养她的苏家 是个心善正直的人家 比待在范家好多了 直到这一刻 众人才体会到 姚氏的良苦用心 感叹一句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姚氏宁愿把女儿 托股给外人 都不留在范家 可见范家有多不是东西了 其他流放的家族 将范家的所作所为 都看在眼里 在心里将范家 列为拒绝往来户 对待妻女 尚且如此冷血无情 也别指望范家 对外人有多少善心了 这样的人家 他们也不屑于之为伍 就连气血方当的年轻官兵 都忍不住催了口 跟赵峰抱怨道 头儿 这范家可真不是个东西 呸 赵峰道 这种人 迟早有一天 报应会落到他们 自己身上的 果不其然 当晚范老太太就做起了噩梦 梦里全是见到姚氏长川渡烂 在地上扭曲爬行 朝她伸手索命 嘴里怨毒地喊着周春花 是你害了我 还我命来 你还我命来 的可不画面 吓得范老太太惊叫一声 猛然坐起来 睁开眼睛 已是青天白日 队伍正要拔影启程 白日日头足 照在身上暖洋洋地 仿佛驱散了所有属于夜晚的黑雾与鬼魅 范老太太被激起的一身冷汗 慢慢地退了下去 范老太太抹了把额头上的汗 气喘吁吁 中午扎营休息时 以往范老太太屁股蹲 往石头或者树下一坐 就可以捶捶腰背和腿脚 好好地歇息一番 童哥就依偎在她身边 然后一家子人等着姚氏 将午饭烧好送到手里就是 范老太太甚至可以含一弄孙一番呢 可是 昨晚姚氏死了 烧火做饭的活 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范老太太头上 官差管着所有的粮草 却并不直接管饭 到了饭点 会给每家每户按照人头数发放干粮 让留贩们自己解决伙食 若想吃得好一点 就要花银子买了 今日发的是糙米和麦饼 糙米可以煮成西州鹤 范老太太稍微地表示 她年纪大了 腿脚不好 想歇息歇息 她干不来烧饭这活 她的儿子就一脸不耐烦地催促道 娘 是你自己说的 男人的活男人做 女人的活就该女人做 君子远刨除 生火烧饭 是我们大男人该干的事吗 您别那么多借口了 快点烧饭吧 早点吃完早点休息 下午还得赶路呢 她的宝贝金孙 也一脸祖母 呃 范范的模样 没办法 对外人刻薄 对儿孙却是做自己眼珠子 和心甘一般的范老太太 只得硬着头皮上了 范老太太 也是富贵人家出身 她嫁进康远伯府的时候 康远伯府还是侯府 未曾败落 所以她也是个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人 哪怕会烧火做饭 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 都没吃上一口热乎的 反倒是将食材给浪费了 惹来儿子和孙子的埋怨 范老太太嚼着干巴巴的饼子 连口热水都喝不上 嘴里不禁有些发苦 第41章 自食苦果 这个时候 范老太太那么刻薄的人 竟然有点想念起姚氏这个儿媳了 当然 她不是为自己间接害死姚氏 而又丝毫悔悟 而是想着姚氏活着 就能继续给她当牛做马 也不用她亲自烧火做饭了 范老太太感觉自己 好像还没些够 下午又得继续赶路了 走路时 她的腿脚都在打摆子 偏偏范童又开始作妖了 祖母 我走不动了 要背 每日赶路四五十里 范童这个身骄体贵的公子哥 自己一个人可走不下来 上次姚氏背得久了 晕过一次 被官兵敲打后 范老太太就叫姚氏 每日只背铜根半个时辰 范童被背习惯了 到了点就开始耍懒 可是 已经没有一个姚氏 再让她欺压了 范童被范老太太 惯得十分蛮横骄纵 她才不管 反正她累了 不走了 剑哥 剑哥 范老太太被闹得头疼 只喊儿子的名字 要不你来背铜根吧 范童拒绝 摆出父亲的威严 娘 她这么大个人了 让她自己走 当然 在姚氏还在时 范童可没说过这话 因为她心疼儿子 可是 比起儿子来 范童自然就更心疼自己 她自个儿都累得够呛呢 哪里肯背范童 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时 肯定是不知道疼的 范老太太只好哄 铜根听话 你父亲也累 铜根还是自己走吧 不嘛 不嘛 我就要背 范童当然不是多懂事的人 哪怕范老太太嘴皮子 都快要说干了 熊孩子还是闹 父亲不背 那就祖母背我 说吧 熊孩子往范老太太背上一跳 范老太太 咔嚓闪到腰了 疼得她老脸扭曲 皱成一团 哎呦 才一天 范老太太仿佛就苍老了许多 整个人的背都勾搂了几分 却还是要在晚上扎营后 拖着被闪到的腰和不利索的腿脚 给儿孙烧火做饭 如果是不认识范老太太的人 说不得会可怜她 生出恻隐之心 但清楚 范老太太 是个怎样刻薄兼寡之人的人 背地里 谁不在心里按道一声活盖 如果不是她搓磨 害死了自己的儿媳妇 但凡她当初戴摇事好一分 又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说啊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那边 范老太太被浓烟 熏得咳嗽连天 眼泪直流 不禁悲从中来 她终于品尝到了 自己种下的苦果 这边 兰茵从旅车那边走过来 朝苏家众人轻轻摇了摇头 她手里端着小碗 碗里浓稠茎的米粥 和新鲜翠绿的凉拌菜 配上颜色粉嫩 却酸甜爽口的泡萝卜 这样的一碗粥 在流放中已经是极好的真修 换做其他流放 肯定早就仰头喝光 连碗底的米粒都不放过 然而此时却 一口没动 她还是不吃吗 姜柔醋没到 这孩子都已经一天没吃没喝了 虽然金盖 没叫她走路 坐得驴车 但是再这样下去 非得把身体拖垮不可 楚婉轻叹道 这孩子是悲痛过肾 把自己跟外界隔绝了 这会儿 她是感觉不到痛苦和饥饿的 曾经我母妃去世的时候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种啊 必须得经过刺激 才能走出来 苏明媚起身 从蓝石手中端过小碗 雪白漂亮的小脸认真道 娘 我去吧 希望明媚的话 能够管用吧 说起来 那孩子也真是个可怜人 烟井抱着膝 下巴搁在膝头 小手里紧紧攥着那块带血的一绝书 整个人蜷缩在驴车的一角 脸蛋和衣衫上 染着她亲娘姚氏 早已经干涸的血迹 往日笑起来乌黑水灵的葡萄眼 此时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雾气 再也没有半点神采 她想得破碎 呆滞 木然的洋娃娃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苏明媚冷下声音 打碎平静 范燕 你真的要一直颓废下去吗 你确定 这就是你母亲想看到的吗 如果她知道 她的死换来的是一个要死要活 如同行尸走肉的女儿 你说 她会不会死不瞑目 第43章 改名苏燕 燕吉尔呆滞的眼神 终于闪过一丝波动 兰因他们担心燕吉尔年纪小 言语上极尽小心 不敢刺激到她 怕燕吉尔想不开 苏明媚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她继续刺激道 你娘希望你做一个跟她不同 顶天立地的女子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是吗 范燕 既然你也不顾你娘的遗愿了 还拿着这个做什么 不如一把火烧掉 说吧 她冷咽着眉眼 就欲从燕吉尔手中 抢过姚氏的和黎叔 一潭死水的情绪终于激动起来 不要 不要强抖我娘的东西 争夺间 小小的燕吉尔 护不住娘亲的遗物 嘶哑着声音 红着眼圈 张口就要往苏明媚手背上咬去 远远望着这一幕的君子尘 忍不住皱起了眉 苏明媚本来也已经做好了吃疼的准备 没想到燕吉尔最后一刻 却没有真的咬下来 不要拿走我娘的东西 那是我娘留给我最后的遗物了 燕吉尔浑身颤抖着 然后伸手抱住了苏明媚 从颤声哽咽到嚎啕大哭 也只不过短短一瞬间 我不笑 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跟娘亲赌气 为什么昨晚没有阻止她 或者跟她一起去 我不是范燕 我不姓范 他们害死了我娘 我娘死得那么惨 我恨他们 我不姓范 我只是我娘的女儿 求求你了姐姐 别叫我范燕 燕吉尔哭得语无伦次 颠三倒四 可能悲痛至极 就是这个样子吧 苏明媚动作轻缓地拍着燕吉尔瘦小的背 原本冷咽的嗓音变得柔和起来 秦红道 好 我不叫你翻烟了 燕吉尔不哭 不哭了 她拿出姚氏那根金钗 轻柔地递给她 这也是你娘的遗物 你且仔细收好 这本来是姚氏临终脱姑 付给苏明媚的报酬 金钗映入眼帘 燕吉尔疑惑地眨着泪光朦胧的大眼 姐姐 就算没有这根金钗 我也会好好照顾你 当时收下她 是不希望姚婶婶临死前放心不下你 现在物归原主 她属于你了 苏明媚将金钗塞入燕吉尔手里 谢谢姐姐 燕吉尔小手紧紧握住金钗 红着眼圈哽咽到 鼻音里染着一丝感激 姐姐放心 养我不需要费很多银子的 我吃的不多 还可以帮你干活 长大以后 我会赚很多很多的钱报答姐姐 苏明媚刮了刮燕吉尔的鼻子 笑道 好 那姐姐就等着你长大 赚很多很多银子还我 现在 你得好好吃饭 才能平安长大 嗯嗯 燕吉尔眼角还带着泪珠端起碗 往自己嘴里塞饭 哪怕吃不下去 她也要勉强自己吃下去 她要好好长大 像娘亲期望的那样 苏明媚刺激了燕吉尔一场后 燕吉尔终于开始吃饭 她的性格重新变得明媚起来 渐渐地也恢复了笑颜 看起来好似跟从前一模一样 只是 所有人都知道 燕吉尔身上的有些东西 终究还是跟以往不同了 苏景岩也略微恍恶 原来 这就是姐姐那日说的 所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必定是要经历鲜血与伤痛的 提起范家 燕吉尔依旧是仇恨的 她永远永远 也不会原谅那些人 她甚至再不愿信范 我想改名 叫苏燕 她燕无范这个姓氏 母亲临终前又说过 不希望燕吉尔 变成跟她一样的人 所以 她想叫苏燕 因为 她将来 想做像明媚姐姐一样的女子 可以吗 姐姐 燕吉尔小心翼翼地问 当然可以 苏明媚摸了摸燕吉尔柔软的黑发 笑得眉眼弯弯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妹妹 苏燕 脱离范家后 燕吉尔 不 现在应该叫苏燕了 苏燕比在范家过得要好得多 做了明媚姐姐的妹妹之后 苏燕才知道 不是所有的女孩子 都是被长辈嫌弃的 同样是祖母 苏老夫人对待女孩慈祥极了 从不会骂孙女士赔钱货 三位婶婶对南海女孩 也是一视同仁 几个哥哥对妹妹 都是宠爱呵护的 与她深深厌恶的那个 只会欺压她的继兄范童不同 除了那位长得好看的九表兄 她有些怕 不敢亲近之外 苏家人都很好很好 原来家人间也可以这样相处 杨青 我现在很幸福 请您放心 跟苏燕比起来 范家的日子可就难过极了 姚氏没了后 她原本的那些活 就全部落到范家太太肩膀上 把她弄得苦不堪言 才知道原本经常被她骂作懒淡的姚氏 一天竟然要干这么多的活 范老太太根本不会烧饭 惹得儿孙也对她多有埋怨 范健甚至假惺惺的怀念起妻子姚氏的好来 忍不住责怪范老太太说 娘 都怪你嘴里叨叨着要吃肉 才逼死了姚氏 不然我们现在不至于一口热汤都喝不上 姚氏虽然也不是特别能干的妇人 每日也只做些野菜汤 野菜粥什么的 但好歹 还能有口热乎的 在没有食材的情况下 能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是很不错了 而范老太太呢 西州她都能煮糊 野菜都不知道怎么摘 摘得不知道什么草煮出来的汤都是 寡苦的 像草药一样 根本没法喝 范老太太倒是有心拉下老脸 想向其他流饭中的女眷请教 哪些野菜能吃 哪些野菜不能吃 可是女眷们觉得 害死了儿媳的范老太太 刻薄寡恩 也害怕对范老太太有个好脸 就被这恶婆子给缠上 所以 哪里肯跟范老太太说话 见到范老太太一过来 他们就立刻远远地走开 范老太太活了几十年 从前是康远伯府的老夫人 告命在身 说一不二 外人都敬着她 毫不风光 没想到老了老了 竟然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被排挤的滋味 心里那个凄凉与堵闷 简直挡也挡不住 没想到 儿子还说出这样的话来 说他逼死了姚氏 当晚 范老太太又做起了噩梦 光怪陆离的梦里 一会儿是姚氏眼里流着血泪 变成厉鬼找他锁命 一会儿是儿孙怨怪他 为什么害死姚氏 这次醒来 范老太太就病了 她本来年纪就大了 这一病 自然就走不动了 官兵们冷眼旁观着 也没说让病了的范老太太 坐一程运粮式的车 范健倒是求到赵都头面前 弯腰背膝地道 官爷 我娘病了 能不耐让她上后边的运粮车上躺话 她想着 上回姚氏悲同歌晕倒那回 这些官差就发了善心 让姚氏坐了半程 她娘这么大个岁数了 没道理姚氏能做她娘不能做 范健估计还不知道 官兵已经厌恶了范家 还在这儿做她的春秋大梦吗 像官兵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 虽然可能算不上什么特别好的人 但骨子里也是有一腔热血的 吃着官家良想 拿着官家俸禄 穿着官靴官服 就注定他们 大多见不得欺凌弱小之徒 和无耻寡情之辈 范健不算条汉子 连男人还算不上 他们当中瞧不起范健的人多了去了 自然对范健没什么好脸色 赵峰还没开口呢 旁边的下属鲜灰了灰鞭 像赶苍蝇一般 不耐烦地道 去去去 这运凉车也是你想坐就能坐的 范健想解释 不是的官爷 我娘病了 这才求到您面前来的 请官爷行行好 赵峰挑了下眉 那行 范健脸上神色一喜 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就听赵峰接着道 想坐运凉车的 一人一天给十辆银子来 其实 这也算官兵们合理的灰色收入之一 流放途中 想要吃的好一点 可以向官兵塞银子买 物价肯定比市价贵得多 如果实在走不动了 也可以花银子坐运凉车 反正都得花钱才行 不能白做 一听 要十两银子 还只能坐一天 范健顿时脸色一僵 十两银子在以前对康远博来说 自然不算什么 上酒楼吃顿饭 听个小曲都不止这个数 可是他现在被流放了呀 身上没钱了呀 范健囊中羞涩 十分窘迫地说 官爷 我没钱 没钱你说个屁 还不快滚 难道还想坐白车不成 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 那还得了 赵峰身边的下属脆倒 范健面皮胀红 只得信信然地转身离开 再不离开 官兵就得拿鞭子抽他了 下属骂完范健 只觉得心中痛快得很 他笑嘻嘻地望向赵峰 头儿 您说的可真没错 这范家的报应可不就来了 对待这种人啊 就不能心软 咦 他怎么往苏家那边去了 难道范健这丝 还想去求苏家不成 第43章 扭护路苏燕 燕姐儿 范健走过来 略微不自然地喊了声 可能是天生大男子主义的他 没向女人低过头 何况这个人 还是他从前最不重视的女儿 所以他搓了搓手 面色有点局促 苏燕眼里 蹦射出刻骨惊人的恨意 就是这个无用的男人 在他娘下葬的时候 连半点力气都没出过 那可是他的妻子啊 真是讽刺 他没有想杀了他们就是好的 现在他竟然还敢舔着脸 主动找过来 苏燕童底跳跃着火焰 冰冷的小脸 粉唇吐出冷冷的质问 你来干什么 范健眉头一皱 有些不适应燕姐儿对他的态度 在他的印象里 燕姐儿从来都是小小软软的一团 似葡萄的眼睛里 总是毫不掩藏着 对他这个父亲的如目之情 软软地喊他爹爹 虽然范健不太喜欢女孩 燕姐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是肯定远远比不过长子和次子的 但是对燕姐儿这个软糯乖巧的嫡女 范健偶尔心情好的时候 也会抱一抱他 不知何时 燕姐儿眼里 已经没有了对他的如目 竟然用那样冰冷的眼神看着他 质问他 范健当即下意识 就想摆出父亲的架子 问他 这是怎么跟父亲说话的 跟父亲说话 就这个态度吗 还有没有个大家闺秀的样子了 但是 想到有求于人 范健到底忍住了 燕姐儿 爹 有个事儿求你 范健一开始 还觉得对自己女儿用上求 这个字 还挺尴尬 有损他做父亲的威严 但话都说出来了 范健也就神色坦然地往下说了 是这样的 你祖母病了 现在肯定是走不动了 所以你看能不能 让苏家把驴车让出一半来 让你祖母也坐会儿 苏燕冷笑道 不能 做你的春秋大梦呢 哎 我说你这孩子 范健有些生气 但想到小女孩嘛 轰轰就好了 不能来硬的 便忍耐着脾气 硬是挤出来一个笑 燕姐儿 我知道你祖母先前是有错 可你娘是被老虎咬死的 你祖母是无辜的 你是我的亲闺女 咱们一笔写不出两个贩字 就不要记负你 祖母了好吧 滚 提起惨死的母亲 苏燕的情绪 还是会变得尖锐 如果不是那个老前婆 闹着要吃肉 我娘怎么可能趁夜进山 遇见猛兽 无辜 你竟然说她无辜 哼 好笑 天底下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笑的笑话了 她就是个刻薄恶毒的老巫婆 犯贱被激怒道 范燕 我现在姓苏 别再叫我范燕 苏燕道 犯这个姓氏 让我感到恶心 别忘了 我娘死前 你跟我娘已经合理了 我们也没有关系了 滚吧 别再来找我 别说 她这个新任的妹妹 还颇有点从前的范燕已经死了 臣妾现在是扭护路苏燕 别意思 苏明妹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子 砸在范燕头上 范燕愤怒地抬头 谁 苏明妹朝范燕露出一个漂亮 又顽劣的笑页 道 范大人 叫你滚呢 他现在就是苏家的孩子王 苏景延有样学样 也拿石头扔范燕 滚滚滚 小孩准头和力气都不行 没扔到 君子臣抛了抛手中的石子 歪头看了眼那人 轻巧地扔出去 正中脑门 范燕顿时惨叫一声 头破血流 嗯 小皇子觉得挺好玩 第44章 洗脸精 防晒霜 范燕捂着脑门 落荒而逃 范老太太脑袋病得昏昏沉沉的 听到范燕找燕姐碰了臂 却还是拖着虚弱的病体 依旧态度蛮横的破口骂道 这件丫头 真是反了天了 你是她亲爹 我可是她祖母 这个不笑不惕的东西 剑哥你扶我过去 我非得好好教训她一顿不可 周围已经有不少人 对范家指指点点 范燕面皮修脑的战红 负气地道 娘 你就消停些吧 敏娘跟我和离了 燕姐如今再也不是我范家人了 她都改姓了 现在人家叫苏燕 苏燕改名一事 对范建打击颇大 哪怕她不是特别喜欢女儿 但燕姐毕竟是她的嫡女 现在她宁愿跟着一个外人姓 都不愿再姓范 这种感觉 就跟老婆孩子跟人跑了 还跟别人姓了一样 头顶绿油油 让人背后说闲话 耻笑差不多 范建觉得脸上很是挂不住 心里埋怨苏燕 没个做女儿的样子 更埋怨她娘 线下好了吧 妻子没了 女儿也改姓了 范老太太愣了愣 以为自己头昏脑胀 没听明白 儿啊 你说什么 她把名字都改了 范建不耐烦地回答 是 我敌女没有了 家破人亡了 你现在满意了吧 剑哥 你现在是在怪娘 儿子怨怪的表情 让范老太太一口气没接上来 眼前一黑 捂着胸口晕了过去 范建这才急了 娘 天圣国还是孝子当头的 范老太太只是重病 还没死呢 如果范建这就不管范老太太了 肯定是会被戳几两骨的 连官兵也不会允许 所以 范建不得不一咬牙 背起范老太太走 这范老太太 单瘦的一小把 重倒是不重 但到底背上多了个人的重量 没有打空手来的轻便 久病床前无孝子 何况范建本来就不是多孝顺的人 才背了半天 范建就想扔下背后的老娘了 甚至心头起过恶毒的念头 她娘这一大把年纪了 按理说活也活够了吧 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范老太太这一病倒 精气神就垮了 再加上流放苦累 没有条件好好养病 甚至遭儿孙埋怨 她心头多了层郁节 所以 范老太太的身子骨 没能撑太久 在姚氏死后的第七天夜里 范老太太断了气 早上醒来一摸 身体都凉了 范建面上 倒是装出悲痛万分的模样 范老太太一副薄冠落葬时 她跪在坟头前 红着眼流了几滴泪 但谁也不知道 范建心里是悄悄松了一口气的 总算不用再那么辛苦地 背着她娘走了 苏妍没有去祭拜范老太太 连看一眼都不曾 甚至冷笑着道了句 这都是她的报应 因为有人被地里偷偷嘀咕说 这是姚氏死不明目 投妻还魂 冤魂索命 把范老太太给勾走了 苏家人也并不勉强 劝说苏燕 以局外人的身份指手画脚 说什么范老太太 毕竟是你的长辈 人死债 消让她 放下仇恨之类的话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彼时 谁也没想到 姚氏和范老太太的死 在流放中 只是一个开端 进入五月中旬 天空高悬着的太阳越发刺眼 大地被炽烈的日头炙烤着 土地里的水分被烤干蒸发 出现微微不规则的裂痕 一些百姓发现自己 常年打水的水井 水位好像下降了一些 空气在金色灿烂的阳光下 都好像变得扭曲 一开始 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异常 只不过以为 是今年的夏季来得早了些 今年比往年好像热了些 走在烈日下的流放队伍 每个人都汗流加倍 步履蹒跚 他们离开了繁州 进入了绕州的境内 娘的 这鬼天气 怎么好像越来越热了 一个官兵抹了把额头上的汗 在烈日暴晒下 气喘吁吁地脆倒 古代人没有温度这个概念 只觉得今年的天气热得诡异 但 苏明妹看着自己悄悄 从空间拿出的温度计 上面显示的 已经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 心头不禁漠然一沉 现在才早上十点啊 温度已经达到了41摄氏度 至42摄氏度 甚至隐隐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要知道 十天前她测量的时候 早上温度才28摄氏度左右 正午最热的时候 也不过才35摄氏度 至38摄氏度 才短短十天 温度竟然上涨到了这个诡异的地步 不知为何 苏明妹脑子里想到一个词 末日 按理说 天圣国还处于农耕时代 没有出现蒸汽机进入工业时代 也就没有污染 大气的臭氧层尚未遭到破坏 古代的气候 是非常适合人类生存的 夏季哪怕没有冰箱空调 也能度过才是 据苏老夫人所说 她活了大半辈子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热的时候 如果温度继续照这样飙升下去 人还有活路吗 苏明妹心头沉沉的 她就怕是因为自己穿梳到了这个世界 才带来这样的变数 那本书也只写到 女主成了皇后就结局 就像是 每本童话故事的结尾 总说 王子和公主 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实际上你 根本不知道 王子公主的婚后生活 到底是甜蜜美满 还是一地鸡毛 就像苏明妹 也不知道结局后 这个世界的走向 哪怕这天气再诡决异常 流放队伍每日 依旧要走四五十里 有时甚至要顶着 四十五摄氏度的高温 在酷暑烈日下前行 首先撑不住的是 老人和孩子 都是因为重暑晕倒 官爷 有人晕倒了 这儿也有个孩子晕倒了 接二连三有人倒下 队伍出现骚乱 还好官兵镇的住场面 找个阴凉处 原地休息 让老人和孩子平躺 为他们喝点水 照风有条不稳地吩咐众人 因为天气太热 哪怕是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 都有些受不住 何况是老人和小孩 所以 照风也没有怀疑 是有人故意装晕 像先前一样 挥鞭子去试探 本来老人和孩子都中暑了 再打下去 恐怕人都没了 终于能够休息会儿 苏家人围成一圈 聚在树荫下 日头热辣的 连透过繁盛的树枝绿叶 洒落下来的光斑 都是晒人的 祖母 你怎么样 还能走得动吗 苏明媚舌了片 芭蕉叶子山峰 关切地问出 苏家人全体的心声 苏老夫人上了年纪 本身流放走得就辛苦 再加上鼠热 子女儿孙们 都关心和担忧 这位慈祥又威严的 长辈的身体 苏老夫人笑道 我倒是没事 有明媚给的水 热是热 但我这把老骨头 目前还算能吃得消 你们别担心 是啊 多亏了有明媚 苏家人心里都门清 苏明媚给他们的水 与普通的水不同 格外清甜不说 喝下后 好像还能赶走身体的疲倦与暑气 让他们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但 这是他们苏家人的秘密 要低调行事 绝对不可以外传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现在的苏家 可不比从前英国功夫 还在的时候了 苏明媚甜软道 大家没事就好 她忽然注意到苏景色的脸 景色姐姐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苏景色拿指尖碰了碰脸 轻撕了口气 感觉到有一丝火辣辣的疼 苦笑道 好像是被晒伤了 姜柔满眼忧愁 叹了口气 道 大夫曾经说 景色的肌肤太过娇弱 得仔细养护着 现在日头这么赤脸 没有帽或面纱 这张脸恐怕 苏景色反过来安慰姜柔 娘 没事的 不过是一张脸罢了 你说得到轻巧 你知不知道 女儿家最重要 就是这张容颜 姜柔拿指尖戳了戳女儿的额头 语气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但是 仔细想想 景色说得也没错 以现在落魄的处境 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 哪能奢求太多呢 想到长女的容貌 或许就这么被毁了 姜柔心中就略微一痛 下一秒 却见苏明媚弯起眉眼 嗓音翠甜地道 景色姐姐生得这般好看 这张容颜 可不能被毁了 姜柔眼睛默然一亮 声音激动道 明媚 难道你有办法能保住你景色姐姐的脸 当然有了 太阳太晒怎么办 就用防晒霜啊 姜柔爱女心切 一听顿时大喜过望 明媚 要是能保住你景色姐姐的脸 三婶婶再次谢过你了 苏景色美眸里也闪过一丝激动 她才13岁 还未及及 女儿家生性爱美 嘴上说着不在意容貌 那不过是懂事 安慰母亲之语 其实心里哪能不在意呢 要知道 从前在英国公府里的时候 苏景色可是对胭脂水粉与调香最有兴趣的呢 所以 说不爱美都是假话 四妹妹 我的脸真的还有救 信你妹 得永生 苏明媚掏啊掏 掏出一堆瓶瓶罐罐 这个呀叫做防晒霜 这个是芦荟胶 补水修复的 如果苏景色不提 她都差点忘记了 空间里囤的护肤品呢 太阳这么大 紫外线强烈 防晒护肤走起来 这些护肤品 古代人连剑都没见过 就更不知道怎么用了 就算苏明媚大方地分享给唐姐苏景色 苏景色眨了眨眼 就像是抱着精快的小孩 根本不知道如何操作 四妹妹 你刚刚说这个是什么 防晒霜 把她抹脸上 就能不怕日晒了吗 四妹妹 这个芦荟胶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是内服还是外用 四妹妹 这个漂亮的瓶子 我打不开 问题太多 没办法 苏明媚只好亲自给苏景色演示一遍 景色姐姐 首先护肤的第一步 就是镜面 苏明媚撕开一粒洗脸精 放在白嫩的掌心 从小竹筒里倒出来水来 压缩洗脸精玉水泡大 变成一张洁白而柔软的帕子 令人直呼神奇 明媚 这是什么 蓝音美眸光彩连连 不禁问道 胃壳小小的一粒药丸式的东西 竟然碰到水 就成了一条手帕 娘亲 这个呀 叫做压缩洗脸精 居家旅行必备之品 苏明媚大放道 你要是喜欢啊 等会儿我拿给你写 她给苏景色镜面 在柔软雪白的帕子 碰到苏景色被晒伤了的脸蛋 都会令她感觉到丝丝疼意 不过 等冰冰凉凉的卢灰胶涂上脸庞 苏景色就只觉得惬意了 嘴里发出一声轻叹 我感觉我的脸现在好舒服 那种火辣辣的疼 正在一点一点的减轻 变得不是那么疼了 四妹妹 谢谢你 苏景色目光真诚地望向苏明媚 说 姜柔也道 小明媚 三婶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而女就是她的命根子 而女儿家的脸 不管在古代还是在现代 都是顶顶重要的 姜柔觉得 小侄女救了景色半条命都不为过 三婶婶不用客气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小姑娘露出一个明媚的笑页 想起什么 又开口道 对了 防晒霜娘亲和婶婶们 都可以涂上哦 日头这么大 紫外线也特别强 虽然我们不像景色姐姐一样 皮肤焦弱 容易被晒伤 但是不预防一下 强烈的紫外线 可是很容易 令女孩子快速衰老的哦 众人一听 啊 是这样吗 太阳晒多了 还能老得快 原本觉得景色涂了防晒霜就好 她们的脸又没事 就没必要了的蓝阴 初晚 姜柔 顿时觉得 涂 这个防晒霜必须涂 爱美之心 女人皆有知 有谁希望自己老得快呢 姜柔不仅给自己 仔仔细细涂了防晒霜 还准备往苏华西脸上抹去 古往近来的男子 就抗拒往脸上涂脂抹粉 认为那是女人才做的事 苏华西闪妖躲避 娘子 我一个大男人 就没必要了吧 姜柔明艳的眉毛一挑 小侄女都说了 不擦这个 被太阳晒了老得快 我可不想 老娘风华正冒的时候 对着一张老脸 过来 苏华西咬牙 行吧 除完眨了眨眼 望向苏印白 欲掉浅浅的喊道 夫君 苏印白无奈且温柔地笑了下 闭上眼睛 来吧 苏明媚也拿出一瓶防晒喷雾 虽然这具身体是个小痘丁 但她灵魂已经成年了呀 防晒要从娃娃抓起 往脸上一顿皂完后 苏明媚眼珠脚峡地转了转 不怀好意的目光 落到了脸蛋白皙漂亮的小皇子身上 嘿嘿 小陈 第四十五章 热死马匹 姐姐想做什么 君子晨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苏明媚朝小皇子恶魔低语 来吧 乖乖把脸凑过来 不要让我动错 君子晨 最后 小皇子誓死如归地闭上眼 任苏明媚在她脸上折腾 防晒喷雾苏明媚囤了一大堆 按照明星的用量 豪气地往君子晨脸上喷了小半瓶 最后拿手给她拍开 边拍边说 小陈你 竟然是冷白皮啊 这皮肤比女孩子的都要好 泽泽 说着 她女流氓似的捏了捏小皇子的脸 所以可更得好好保养了 先天优势在这里 长大以后 我们小陈必定就像是传说中的斯曼美少年 迷倒万千少女 紫衣卫在暗处看着苏明媚的露山之爪 在君子晨脸上不断捣 BIG蛋 竟然敢蹂躏殿下的脸 小皇子本人很无奈 嘴角微抽道 姐姐太夸张了 不夸张 不夸张 苏明媚黑黑笑两声 君子晨这颜值放在后世 那个末日还未到来 娱乐至上的年代 长大后出道做明星 那必须是九亿少女的梦 当然 前提条件是她不长残 小陈你知道吗 我曾经认识一个男孩子 他小时候长得蛮好看的 在电视上演过很多男主角的小时候 那叫一个乖蒙乃帅 让人见了直呼老公 小皇子长节微眨 老公在古代就是太监的意思 不过 君子晨直觉 姐姐口中的老公 应该跟他所知道的 不是一个意思 君子晨声音微微疑惑 老公是 就跟你们这里夫君是一个意思了 苏明妹回答道 小皇子心情略微阴郁 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 连嗓音都不禁沉了一分 姐姐已有了心悦之人吗 啊 这话题转变得太快 苏明妹的脑回路 一下子没跟上来 心悦之人 下一秒 她又反应过来了 你是说那个小奶狗吗 可惜她后面长残了 从九亿少女的梦 变成少女的噩梦 还容登上了古欧丑男排行榜 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所以我早就不喜欢她了 闻言 君子晨紧敏着的淡香薇色的唇瓣 轻轻松了一线 那就好 不知何缘故 她本能地不喜欢苏明妹嘴里 提起的那个男孩子 听到苏明妹说 早就不喜欢那人了 心弦便是一松 而且 小陈有一点你可错了 她不是我的心悦之人 本言狗的喜欢 可是很肤浅的 主要是看脸苏明妹 一点都不因为自己是言狗而羞耻 反而振振有词 所以啊 你长大后 可千万不要长残了 君子晨试探地问道 如果长残了会怎样 苏明妹给她的笑容 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 小陈啊 爱不会消失 但是会转移的哦 君子晨 小皇子顿时有了点危机感 心想着 这个防晒霜 要不再来点 苏家就像是烈日酷书里的一缕凉风 给死气沉沉的流芳队伍 注入了一抹勃勃生机 只是 遇上这百年难得一遇的鼠热 队伍里不断有人中暑倒下 行程中就是被拖慢了脚步 赵峰指的让体肉的老人和小孩 轮流坐上运凉车休息半个时辰 其他人也终于可以摘下沉重的手铐和脚铛 依旧按照原来的速度前进 直到 轰隆隆 两辆拉着物资的马车 同时骤然翻倒 棕色的高大马匹摔倒在地 马儿闭上眼睛 发出最后的悲鸣后 口吐白沫 四提抽搐 粮草四处散落 惊起一地灰尘 流芳队伍有些慌乱 怎么回事 别慌 否则别怪我刀剑无眼 赵峰亮出刀锋 镇压场面 递给了心腹一个眼神 让他上前查看 下属挥了挥手 扶去空气里的阳尘 然后弯腰上前 伸出两指 先是探了探两匹马的鼻息 再探马儿的脖梗 最后是翻开他们的眼皮 没了 下属转过头 朝赵峰露出个沉重的表情 哑着嗓子 缓缓地开口道 头 不好了 马被热死了 赵峰嘴唇起着干涸的白皮 表情十分凝重 谁都没想到 马匹竟然比人还先倒下了 不过 仔细想想 其实也是想得通的 人 虽然耐力不如牲畜 但马匹毕竟拉着板车 板车上 驮着一百来号流贩 和三十余名官兵的粮草 还得在这年迈体弱的老人和孩子 在这酷烈的大地上 踩着四只蹄子 沉甸甸的埋头负重向前 终究是支撑不住 就倒下去了 马都能被热死 累死 他们这些人 还能走到北京吗 赵峰很怀疑 不仅是这些流贩 天再这样继续热下去 恐怕他的弟兄们 也撑不住的 头儿 咱们离下一个周府 起码还得走上三日 现在马死了 这些粮草可怎么办 下属满脸发愁道 一名官兵瞥了眼不远处 上前一步 小声敬言道 头儿 苏家的驴车还没事呢 要不咱们 把驴车给争用过来 赵峰想也没想地否决道 不可 苏家的驴车 是那富人之物 那将是已经跟苏家 三爷合离 虽然一路上不离不弃 却并不在刘范的身份之内 他是良民 咱们是官兵 怎能欺压百姓 何况 一辆驴车 也根本无法再动这些粮草 就算把苏家的驴车征用过来 那驴车也迟早不如 被累死热死的后尘 还是另想他法为好 那官兵面色羞愧得低下头 是属下思虑不周 二叔 苏明妹瞧见某个官兵 往哥哥苏江青坐的驴车这边望了眼 似乎打起了他们苏家驴车的主意 苏映白温柔地望向小侄女 怎么了 明妹 苏明妹是一美男二叔弯下腰 在他耳边激励咕噜说了些什么 大人 我有一记 或可解眼下的燃眉之急 正在官兵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苏映白走上前 满身轻贵的气质 温润如玉的面孔 跟那群面黄鸡兽 棚头垢面的刘范 有着天壤之别 如果不是苏映白身上穿着的白色球衣 仿佛都要叫人以为 这是哪幅画里走出来的贵公子 所以零零碎玉般的优雅的嗓音 就充满了让人幸福的味道 赵峰知道他 苏映白 英国公府二爷 安南王府郡主的夫婿 是个鼎鼎有风骨与才华之人 素有精才绝艳之名 如果不是身子骨病弱 到了战场上 也是军事般的传奇人物 或许 他真的有什么办法 也未可知 赵峰沉吟道 你有何计 说来听听 苏映白嗓音不疾不徐道 化整为零 将粮草按照每人每日所时多少进行均分 这样各自背负着自己的口粮 也不会增添多少重量 却可结此困境 第四十六章 二书献祭 赵峰目光染上一抹灵力 嗓音沉沉地开口道 你想说的就是这个 那你可知道 将粮草尽数分下去后 若是刘范闹事 心生叛逸 就再无撤走他们的东西 苏二爷 你是诚心献祭 还是另有图谋 为什么全体刘范的口粮 得掌握在压界的官兵手里 宁愿用两辆马车来运送物资 就是担心刘范们手里 有了粮食后 起了不好的心思 被地里聚中闹事 甚至逃跑 到时候官兵不好管理 难免起祸端 把粮草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就相当于掐住了 刘范们的咽喉 让他们不敢起歪心思 否则就没饭吃 上个一两顿就老实了 想逃跑的话 身上无粮 又是荒郊野岭 不怕饿死 就尽管逃 虽然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不够道德 但是确实少了很多麻烦 所以 苏印白献的计谋 赵峰压根就没往那方面想过 或者说 他不敢冒这个风险 面对质问 苏印白并不惊慌 哪怕是先帝在世时的 兰公饮宴上 他也能从容优雅地 迎师做父呢 见过的王侯将相 天皇贵宙都不知反几 哪里会惧怕一个 压接流犯的都头 苏印白微微一笑 像是赤裂娇阳下的一缕春风 温柔地让人不由自主 卸下心房 赵大人的担心 的确不无道理 可是 现在难道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没有了马车运粮 就算我苏家愿意将驴车献出 也驮不走这些粮草 所以只能靠人力 如果大人只愿将粮草 掌握在自己手里 才觉得可靠 那就只能靠这三十余名官兵 悲粮负重行走 一百五十多人三四日的口粮 全压在官差身上 消磨得也是大人 你们自己的体力 待你们都累倒了 那才是真正的 说到这里 苏印白停顿了下 略微苍白的淡色纯半 吐出八个字 口吻很轻 却重于千军 混乱将起 再无掣肘 赵峰脸色疏然一变 显然 在苏印白的提醒下 他也是才想到这一点 苏印白身体病弱 却善于攻心 他仿佛没有看见 赵峰勃然变色的神情一般 缓声道 还请赵大人仔细斟酌一下吧 赵峰眸光闪烁 惊疑不定地问道 苏二爷 你大可作弊上官 袖手不理 尽等乱起的 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只差没问 苏印白你什么目的 苏印白倾台优美的下巴 虽然他身是阶下球 却眉眼金贵 气质风华 他慢条斯理地开口道 因为我苏家 从来都不是乱臣贼子 就算起乱 我们不能逃 这一逃 就真的成为了千古罪人 悲伤骂名 余生只能东躲西藏 苟活于世了 而且 苏印白笑了笑 我有幸向赵大人卖个好 也想提一些其他的捉捡 愿接下来的路程里 我苏家人能得些庇护 少遭受点罪 赵峰脸色变幻 最后像是做了某种决定一般 眉宇间的神情沉淀下来 朝苏印白抱拳一礼 垂下头道 我一介五夫 思虑有所不周 请先生教我 苏印白慢条斯理地到来 这粮草化整为零 只是第一步 虽然不能从粮草上撤走 大人也无需太过担心 流氓们终究是赤手空拳 而官兵有佩刀 凡是能坚持走到这里的人 无意不是惜命的 只要能活得下去 没人会愿意冒风险找死 当然 若真欲闹事者 苏印白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 大人尽管格杀勿论就是 杀鸡儆猴 有时候是非常有力的震慑手段 赵峰略微心惊 他想 他之前小瞧了这位苏家二爷 英国功夫的儿郎 哪怕身体再文弱 瞧不上去再弱不经风 骨子里也有将门世家的 杀法果爵之风范的 想着 赵峰心里竟然有些敬佩 聆听的神色越发肃然认真 这第二步吗 苏印白嗓音徐徐 就是如何尽可能让流贩们活下去了 大人亲眼所见 马被泪热而死 所以 人也是可能被热死的 当外界气温过高时 会引起人体功能紊乱 导致器官 也就是人的五脏六腑病变 致人死亡 这就是俗称的热射病 苏印白记性绝佳 这些声色兼惠的名词 哪怕他 只听苏明妹说过一遍 就能完整地背下 然后复述出来 只不过 赵峰一介五夫 显然是 没听懂 没关系 苏印白道 赵大人可命人 剖开马的肚腹 关其内脏 一关便知了 死掉的马匹 腹部被剖开 刀刚插进去 内脏与血水 便像是爆炸一样 飙射而出 众人大惊 原来被热死这么恐怖 天地为熔炉 人在熔炉中 内脏都在高温下 如同被慢慢煮熟 太可怕了 苏印白道 现在的气候 已经不是一长时间 在烈日下暴晒前行 否则人人都有被热死的可能 赵峰表情凝重 可是 流放者队伍日行四十里 是天圣律法的规定 不得违背啊 苏印白轻柔一笑 所以我的第二季 便是改为日间休息 夜晚行进 白日 我们可找山洞 破庙 或者临间扎营 太阳落山后 温度降下来再启程 对了 扎营时也可采摘草药熬水喝 像霍香 薄荷 折耳根 都是清热解毒的良方 醉事解暑 二叔 怎么样 见苏印白缓步走回来 苏明媚立刻问道 苏印白摸了摸小侄女的脑袋 露出个温润如玉的笑容来 道 成了 苏明媚捏起小粉拳 Yes 她好了 二叔献祭入了赵都头的眼 得到了这一份尊敬后 苏家人往后做什么 都要便利些 当然 这只是第一步 他一定会带着家人 过上好日子的 绝不会在重蹈书中的覆辙 就是不知道贵妃姐姐怎么样了 离夜探皇宫 已经过了大半个月 苏明凤被暗卫叶凌救走后 就没了消息 而且也不知道狗皇帝和女主 又在上演怎样的结局 第47章 现在后宫是这位云娘娘的天下 深夜 天圣皇宫 养心殿门口 侍卫恭敬的朝云若月行礼 娘娘 封后大典推迟 云若月还没有正式成为君天义的皇后 但是她被皇上亲手牵入流云宫 哪怕目前暂无封号 尚未入主七皇殿 却谁也不敢小瞧了这位未来的后宫之主 皆是以娘娘相称 至于从前光华名艳 容貌灿烂 宠冠后宫的贵妃娘娘 随着月鱼前凤仪殿那场大火 终究是香消玉云 再无人提起 甚至成了这天圣皇宫里的一个不能说的禁忌 因为新帝后半夜得知凤仪殿走水 贵妃娘娘被烧死在里面后 竟然脑袋一阵疼痛 晕了过去 虽说醒来后 皇上又跟个没事人一样 但 宫里的人都在背地里偷偷猜测 可能皇上对贵妃娘娘 还是有几分感情了吧 那毕竟是皇上的发气 不过 贵妃人死如灯灭 现在后宫里是这位云娘娘的天下 谁也不愿意 因为无厘头的猜测得罪宠妃 云若月嗓音温柔 皇上还在里面批阅奏折吗 回娘娘的话 是 本宫亲手做了羹汤 给皇上送进去 云若月宫装华美 奉为夜地 御守从身侧宫女提着的石河里 端出参汤 连部轻移 迈入殿内 暗桌上奏折堆积成一座小山 前边皇宫与国库失窃案还没查明 紧接着 各地因为酷暑导致干旱的灾情急暴 就像是雪花一样飞入皇城 落到了皇帝的案头 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 历史上就有被暗读劳行累死的天子 君天义才登基短短两年不到 对这个费尽心机夺敌得来的皇位 这会儿自然还是 想做一个好皇帝的 他的目标还是名垂青史呢 所以 这段时日 总是在养心殿一批奏折就是半夜 连云若月的七皇殿都没去过几次 封后大典就更是没影儿 云若月本来最近忙着讨好和侍奉瑞德太后 瑞德太后一夜间离奇地没了头发后 性格大变 哪怕宫里最好的秀娘 连夜赶制出来一顶雍容华美的凤凰观帽 可以遮住瑞德太后那光亮的脑门 瑞德太后依旧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掀桌子 或者责罚工人 令后宫中人人自危 虽然云若月不怎么喜欢瑞德太后 瑞德太后连苏明凤这个英国功夫嫡长女都瞧不上了 自然也瞧不上她是一个落魄侯府的庶女 但是 瑞德太后毕竟是君天义的亲生母亲 婆媳关系又乃是古往近来嫁人的女子逃不开 避不掉的话题 就算云若月是女主 有女主光环 也不能违背这个古代世界的基础设定 所以 瑞德太后是她必须要讨好的人 她想着安抚好瑞德太后 也算是给君天义分忧 自从好感度涨到九十以后 越到后面 想要往上涨 就越是不容易 她帮君天义解决难题 获得太后青睐 处理好婆媳关系 说不定也能长好感度 云若月就问至尊皇后系统 有不有可以一夜之间 让瑞德太后 涨出头发来的药水 至尊皇后系统回答确实有 不过很贵 系统附带有一个商城 除了好感度上涨时 系统给出的奖励之外 云若月想要兑换商城里的东西 必须付出积分兑换 积分又是好感度 按照比例兑换来 商城里 青丝如铺 这款药水 只要滴在头上 不仅可以令剃度的和尚 都长出头发来 还能令白发转眼间变青丝 如果本身只是发质不好 滴上药水后 一头绣发 就会变得乌黑柔亮 堪比绸缎 令男子连爱 但云若月一看价格 得要五个好感度祭奠 才能兑换这款青丝如铺 本身军天翼 现在对她的好感度 也只不过才95 只有好感度达到100之后 才能获得一生所爱 至死不渝的光环加持 不再变动 在此之前 好感度起伏不定的 可以随时上涨 也能随时下跌 如果兑换了 就意味着好感度 有可能随时降低到90以下 那就危险了 好感度上涨是很难的 越到后面越难 云若月当然舍不得 把这么珍贵的东西 浪费在瑞德太后的身上 反正她自己已经有了 跟青丝如铺 效果差不多的 并发如云 加持 至尊皇后系统 对云若月来说 真的是宝贝 她前世虽然也容貌娇美 甚至因为长得好 又出身低惹出祸端 被迫失身 不得已做了 某个显赫皇族的妾室 最后被人害死 在争风吃醋的后宅之中 死不瞑目 但是 前世的她 死前是见过一次苏明凤的 那时 苏明凤是皇后 在那样光滑灿烂 明艳妩媚 又奉仪天下的女子面前 自以为貌美的她 却只配跪地 俯身在那个女子的脚下 自残行贿 可能也是从那时候起吧 想要成为皇后 成为苏明凤一样 尊贵的女子的野心 就已经在她心底埋下了种子 所以 她睁开眼重生后 才会听见耳边那一句 至尊皇后系统 结成为您服务 如果没有至尊皇后系统的帮助 云若月觉得自己本身的容貌 是必定比不过苏明凤的 这一路走来 从小小落魄侯府庶女之身 走到今天天圣国后宫的女子至尊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她姨娘教过她 云若月也从小就知道 男子皆爱好颜色 所以 重生后 她最开始就制造偶遇 利用前世之势 让彼时还是六皇子的君天义 对她产生了好奇 获得了最初的好感 得到了至尊皇后系统奖励的一双 勾魂夺魄眼 就算那时 六皇子已经娶了苏明凤为妻 又怎样呢 还不是沦陷在她的眼眸里 云若月知道 君天义是最后的赢家 所以一开始就把全部的赌注压在她身上 她要成为天下至尊的皇后 就必须要选择最厉害的男子 还好 她赌赢了 苏明凤输得彻底 一个死人 没办法再跟她争 现在 云若月浑身上下无一不美 樱桃口 杨柳妖 韩琴眼 芙蓉面 包括头发丝 都是乌黑亮丽的 她很满意现在的自己 至于瑞德太后 都是塑料婆媳情 假的 做做样子就罢了 没必要浪费珍贵的好感度 所以 云若月打消兑换 青丝如铺 药水的念头后 为了讨好瑞德太后 便献上一计 让瑞德太后 用年轻宫女的头发 做成一丁假发 第四十八章 君天义梦义 喊了声名凤 如此 戴在头上 就跟真发一般 就算走出去 也不会惹人怀疑 天圣国最尊贵的太后娘娘 竟然是个秃子 瑞德太后一听此计 果然大喜 对云若月 也另眼相看了几分 云若月是苦思冥想 才想出这么个计策 拿来安抚瑞德太后的 至于那些年轻宫女 失去了头发会怎样 尊贵的太后 未来的皇后 又怎么会把区区奴婢的死活 放在心上呢 就在云若月觉得 好不容易攻略下瑞德太后时 至尊皇后系统告诉她 长久不见面 男女感情是会变淡的 她最近忙着讨好太后 都忽略了君天义 君天义对她的好感度 已经从九十五下降到只有九十二了 在危险的边缘岌岌可危 必须要做些什么挽救了 云若月一听 顿时惊怒道 系统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至尊皇后系统声音冷冰冰的 听起来没有多少感情的回答道 宿主并没有问 云若月被噎了噎 古人对未知 神秘 又强大的事物 总是带着三分敬畏之心的 至尊皇后系统 从来没有在云若月面前露过面 却帮助她 从一届小小庶女 即将要成为皇后 她也在心里猜测过 系统到底是什么东西 甚至猜想她 根本就不是人 所以 云若月是不敢跟至尊皇后系统呛声 发脾气的 多数时候都是近着的 多说无意 听到君天义对她的好感度 已经下降 这不 云若月坐不住了 云若月的身体 露出她玉白的锁骨 饱满诱人的苏胸 盈盈不堪一握的腰肢 血白圆润的胶臀 纤长细腻的玉腿 以及踩在地上 都显得格外诱惑的玲珑玉卒 这样角色妖娱的游物 是至尊皇后系统 创造出来的最极品的佳作 从头发三到脚趾 都无一不美而射破 哪怕是女人见了 都得动心 宫女惊叹痴迷的目光 云若月已经细以为常了 在云若月躺上 浴池一旁的贵妃踏 浴体横沉的 任由几名宫女贵妇在脚边 踢她的腿 手臂 身子 每一寸肌肤 包括蜜处 一点一点地抹上特制的香露 她甚至听见 有人轻轻吸气 偷偷咽口水的声音 云若月心底 颇为骄傲自满 和势在必得 连女子尚且被她迷住 让君天义长回那下跌的好感度 也不过是她动动手指头的事情 给每一寸肌肤 都抹上香露后 云若月换上别有心机的魅惑礼衣 在外面穿上一层 华丽美丽的外肠 鸟鸟挪挪地踏着夜色 来到了养心殿外 她精心装点得这么美丽 自然不可能 让油腻难闻的烟火气 染上她的发丝 破坏她身上的香气 说什么亲手做了羹汤 也就骗骗侍卫 其实就是 直接从刘云宫的小厨房端来的 最多不过是她动了动嘴皮子 亲自吩咐的厨娘炖下的 这羹汤里面 可加了人参 鹿绒等好东西呢 十分滋补 云若月玉手端着参汤 裙摆微样 带着笑叶 缓缓跨入殿中 养心殿里 其他地方光线微暗 唯有单臂之上 宫灯明亮 流金尊贵的龙椅上 坐着悬色龙袍的天子 只不过 君天一此时 却并没有服按批乐奏折 反倒像是累着了 单手之仪 闭谋假妹 眉心还带有一抹 深深浅浅的折痕 似乎梦中有什么东西 令她睡得并不安稳 云若月鸟鸟走上前去 没有出声打扰 今年天气确实热得古怪 哪怕养心殿四周 都放着冰盆用以降温 但 云若月这短短几步路程 便走得身上出了些薄汗 云若月先把手中的参汤放下 玉手抬起 带着一缕浅浅魅香的红袖落下 拂过男子的面旁 他拿指尖落在君天一的眉眼间 似想要一点点抚平上面的折痕 女主是懂得完情趣的 但 君天一四世陷入了梦魇之中 他默然伸手紧紧抓住了云若月的手 声音急促地喊了声 阿凤 而后 豁然睁开了眼睛 云若月画了美丽妆容的俏脸 顿时露出一抹不可置信 又惊又怒的神色来 刚刚君天一在喊什么 苏明凤 云若月被气笑了 君天一从梦眼里挣脱 刚一睁眼 眼底就撞入云若月小脸略微扭曲的模样 当然 被至尊皇后系统开启了顶尖美貌 各种加持的云若月 就算崩了表情 也还是美的 但 美则美矣 却让人觉得一阵心惊 君天一心底 漠然升起一丝说不清的莫名反感 连语气也声音了几分 月儿 你怎么来了 前世在后宅中锻炼出来的影后般的演技 让云若月 已经很快地调整好了面部表情 他露出一抹轻柔四连的笑页来 丝毫看不出 上一秒从君天一嘴里 听到苏明凤这个名字的金木 娇称地开口道 阿易近日忙于政务 都没有空来刘云宫了 所以亲手炖了参汤送来 给阿易你补补身子 说着 云若月咬了咬唇 阿易 月儿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无碍 月儿有心了 君天一表情和缓下来 云若月试探地问 我方才见阿易似乎梦眼了 还喊了贵妃的名字 你梦到他了吗 说起来都是月儿不好 才惹得贵妃自焚 怎么可能 正对苏明凤又没有情意 月儿无需自责 君天一露出个冷酷的表情 却忍不住揉了揉眉心 只是 最近总是梦言 醒来却记不清了 真的是这样吗 云若月眼底又暗如昧 面上却是笑叶如花 将参汤递出去 那阿易喝点参汤吧 此汤最是滋补养神 君天一接过来 喝了口 云若月连不轻移 走到君天一身后 阿易 月儿替你揉一揉头 想来能舒缓些 说着 他抬起手 红袖浅香 钻入君天一的鼻中 祸人心魄 君天一心底蠢蠢欲动 他是九五至尊 想做什么也无需忍耐 所以 君天一默然一把 将云若月拉入怀中 片刻后 岸上奏折 与衣上散落一地 据圣经几百里之外的 玉州境内 月明星西 被烈日炙烤过的 大地高温 终于慢慢降下来 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物 得到了片刻喘息 流放队伍 趁着夜色赶路前行 一直注意着 气温的苏明媚 亲眼见着 温度计上的刻度 突然间往上窜了几度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苏明媚惊疑不定 第49章 高温末日 现在白天日头 最赤胜的午时 气温能够高达 47摄氏度以上 走在烈日底下 就感觉随时 能够把人给烤化 当然 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但是 这个温度 已经确实不适合赶路 古代人穿着的是布鞋 这支烈大地 就连土地都是烫脚的 动物都不会在白天 出来觅食了 所以 苏明白建议 在白日寻找密林 或山洞修整扎营 是非常明智的计策 直到太阳落山 夜晚来临 温度才缓缓下降到 28摄氏度 至30摄氏度左右 这个时候 流放队伍 就必须披星待月地 启程出发 争取在太阳出来前 赶到下个目的地 前世 在苏明媚所在的蓝星 其实也有极度炎热 昼夜温差异常大的地区 比如吐鲁藩盆地 最高气温 能达到恐怖的66.7摄氏度 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 这种气候恶劣的魔鬼地区 总的来说 也只占蓝星面积的极小部分 大多数区域 是适合人类繁衍生息的 可是 刚才那一瞬间 苏明媚亲眼看见 夜晚的温度 从28摄氏度 突然往上跳了跳 窜到33摄氏度 比起白日焦阳下的赤裂之口 33摄氏度 实在不算什么高温 空气里 甚至还有些许微薄的凉意 偶尔一缕风吹过 饱受高温折磨过的流泛们 都惬意地叹息出声 白日间真是太热了 哪怕就躲在树荫下 什么都不做 都汗流加倍 要是真在那么热的日头下赶路 我们真有可能被热死了 还好到了晚上 这温度就降下来了 这个时候赶路也不用那么辛苦 多亏了苏家二爷向官兵献计呢 不然白天我可遭不住 除了苏明媚 没人注意到 温度突然间上涨了5摄氏度 这个诡异的现象 她从其中嗅到了一丝危险 短短时间内 气温猛然上窜了5摄氏度 好在这是夜晚 这种变化不会太明显 如果是白天 如果47摄氏度 不是这场高温的休止 而是开始呢 苏明媚不敢想 却有一种感觉 萦绕在心头 挥之不去 持续不断上涨的高温 最终突破到 人类和动物所能够承受的生理极限后 这片炙烈大地 就是另一个末日 虽然没有丧失为成 却也无人生还 明明气温骤然升高 苏明媚却打了个冷战 遍体生寒 若是这片土地 真的不再适合人类繁衍生存 到时候它 自然可以往空间一躲 躲进另一个世外桃源 可是 它真的要像前世一样吗 明明空间物资千亿 坐吃山空十辈子 也吃不完 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能见到的 只有无穷无尽的丑陋丧尸 不 不要 他说好了 要保护这一世的家人的 温度突然上升得那么古怪 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 一定有原因的 君子晨是最先察觉到 苏明媚情绪变化的 他抬了抬眸 轻声问道 姐姐 怎么了 苏明媚张了张唇半 嗓音略微晦色地出声道 小陈 你有没有感觉 刚刚突然变热了 嗯 君子晨点了点头 他身负武功 修的是内静 对世间万物的感知 总是要比旁人敏锐一些的 君子晨想 不只是他 他的暗卫 甚至那位如今双腿残疾的 少将军苏江青 也应该都觉察到了 温度变化的诡异之处 不过 习武之人 若是将内静修到一定的境界 就能够无视冷热 指着一袭薄衫 依旧周身春暖夏凉 君子晨目前的武功 虽然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但是 在别人都热得汗流加倍 狼狈不堪 甚至想学小狗土舌头散热的时候 他却只是 额头出了一点薄汗 小脸蛋依旧雪白精致 见君子晨点头 苏明妹顿时就像是 找到了知音一般 连忙压低了声音道 小陈 你知道吗 刚才温度突然 突然就涨了五度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气温再这么上升下去 我担心末日就要来了 你知道什么是末日吗 就是人类灭绝 他其实就是憋在心里难受 想找个人倾诉一番 这个人不能是苏家人 因为苏明妹里的小神仙人设 苏家上下现在都对他的话 无一不幸福 如果苏明妹告诉他们 高温末日可能要来了 只会徒增恐慌 君子晨 就是很好的倾诉对象 他一顿 把自己所有的猜想都说了出来 然后 苏明妹看见小皇子 漂亮白嫩的脸蛋 也凝重了起来 苏明妹 完了 他该不会把小陈说的 也跟着焦虑起来了吧 所以 苏明妹连忙反过来安慰道 小陈 你别紧张 这些我都是瞎猜的 也不一定就是末日来了 说不定气温涨到47 8度 就不会再往上涨了呢 小皇子却明起 蔷薇色的唇瓣 认真地开口道 不 我觉得姐姐说得很对 哪怕气温就此停下 不会再往上涨 但 对于天圣国的百姓而言 这已经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灾 持久的高温 导致农人们 无法像往常一样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地刺弄田地 就算百姓们愿意顶着烈日耕田 浓雾在这么热的天气里 能存活下来的 恐怕也是百不存一 且大旱之年 人连吃水都困难 又哪里来的水浇灌田地呢 今年干旱导致颗粒无收 百姓家中若无余粮 就会闹饥荒 饿死之人不计其数时 整个天下就乱了 又怎能不叫末日 苏明妹 君子臣用青色的嗓音 神色沉浸地分析 整个人透出一分属于皇族的金贵 这个时候 苏明妹才从君子臣的身上 看出了一丝王侯的影子 或者说一代帝王的雏形 跟她印象中的可爱小皇子 好像不一样了 苏明妹还没意识到这是什么 她略微目瞪口呆 惊叹道 小臣 你好厉害啊 气温的诡辩上升 苏明妹更多地考虑到的是 高温本身带来的危险 比如 人类无法在酷裂大地之上繁衍生存 这是末日 但 君子臣看到的 却是高温之下隐藏的危险 比如大汗之年 颗粒无收 一子而食 尸横遍野 最后乱世起 兵或制 这也是末日 君子臣先长的结语颤了两下 小脸上凝重的表情 像是冰雪消融不见 露出个纯白无害的笑容 道 我这也是瞎猜的 姐姐不要放在心上 苏明妹凉凉一笑 一脸你就看我信不信你的表情看着她 君子臣 被苏明妹盯着 小皇子心里叹了口气 开口道 姐姐 就算我们知道这些 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不是吗 如今坐在皇位上的人 是她的六皇兄 江山与她无关 这些都是君天义应该操心的事情 苏明妹垂头丧脑 也对 就像她 明明怀疑这天圣国的高温来得蹊跷 就像有什么东西 在背后推天圣国入深渊 却找不到缘由 一筹莫展 君子臣没忍住 鬼使神差地伸出手 摸了摸女孩的头 女孩乌黑的头发触感 就像是绸缎一般 叫外表可爱 实则心黑的小皇子 一瞬间心底有些柔软 安慰的话就这么说了出口 姐姐不用担心 至少你和你的家人 必定不会有事 我保证 第五十章 女主知晓苏明凤没死 这个她当然知道 哪怕高温末日真的降临 她至少也能护住苏家人 大不了拿出挖掘机 建造地下城 住进地底去 不过 苏明妹眨巴眨巴眼 提醒道 小陈 我已经三天没洗头了 小皇子身体微微一僵 哈哈 苏明妹被君子臣的表情给逗乐了 笑出了声 这笑声冲淡了忧虑 君子臣收回手 露出个笑容来 无妨 我不嫌弃姐姐 苏明妹杨怒 抬手在君子臣脑袋上敲了的栗子 哼 没大没小 远处隐匿行迹跟着的紫衣卫 看见苏明妹竟然敢在殿下头上动土 顿时护住心切地在暗地里怒目而逝 大胆 谁知 他们殿下却笑了 姐姐 忘记告诉你 我也三人没洗头了 苏明妹 她发誓 她绝对从君子臣的脸上看见了来啊 互相伤害啊 这几个字 苏明妹挠她痒痒 啊呀 小陈你便坏了 被戳到腰间的痒处 小皇子忍不住笑了 姐姐别闹 君子臣想着 既然是那么费尽心机夺取的皇位 君天义里当会情政爱民才是 谁知 君天义在养心殿 就跟云若月上演了一出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彻底将各地旱灾的奏折放到了一边 专心宠幸起云若月来 云若月被宠幸一夜后 回到刘云宫 关上殿门才出声询问系统 君天义现在对她的好感度是多少 至尊皇后系统冰冷的声音里 四隐约有一分艳足 只不过一心急切的云若月并没有听出来 她回答道 回宿主的话 君天义对您的好感度已经上涨至93 婉转成欢 辛苦了一夜 听到好感度才上涨一个点 眉眼间皆是浓历春意与飞色的云若月 小脸都有些扭曲 嗓音尖锐 夹杂着一丝不可置信的激动 什么 好感度才93 怎么可能 可是 她明明感觉君天义都恨不得死在她身上 好感度怎么会才93 至少也应该回到原来的95才对啊 云若月窒息了 至尊皇后系统并不把云若月的激动放在眼里 只冷冰冰地道 还请宿主继续努力 争取早日达到圆满好感度 成为天下女子至尊的皇后 云若月何尝不想早日成为皇后呢 可是 昨夜她光顾着刷好感度了 都没有向君天义提风后大典的事 而君天义也似乎忘了 未曾再主动提起风她为后 如果云若月昨晚在养心殿 没有听见君天义在梦念中 喊了苏明凤的名字 哪怕今天至尊皇后系统告诉她 君天义对她的好感度 一个晚上只上涨了一点 云若月也不会怀疑什么 可是 昨晚她偏偏听见了 阿凤 叫得多情义缠绵啊 让云若月想到 前世她贵妇在那个光滑灿烂 明念无双的女子脚下时 有一道明皇尊贵的身影 缓步而来 也是这么叫的苏明凤 想到这里 她的心里就被一种 名为极度的毒药 深深腐蚀 因为云若月是爱君天义的 被至尊皇后系统绑定 获得君天义的好感度 让自己变成 世间最魅色清晨的女子 跟云若月爱君天义 有没有冲突 她会胡思乱想 会忍不住极度猜忌 会不会是因为 君天义心里某个位置 还有苏明凤 所以 她迟迟无法完全占据君天义的心 获得她圆满的喜欢与好感 可是怎么办 苏明凤已经死了啊 虽说死人无法再争 可有的时候 活人永远争不过死人 这时 至尊皇后系统说话了 宿主不必担心 苏明凤还没有死 什么 云若月听到这个消息 先是愣了愣 然后面上浮现一抹 无法言喻的震惊色彩 不可置信地开口连连道 她不是自焚于凤仪殿中 我还亲眼看见了苏明凤的尸骨 她被烧得焦黑 一点都不负生前的美貌 那具尸骨的手腕上 还戴着一只玉镯 那镯子是当年君天义 还是六皇子时 上英国公府 向苏明凤求亲时的聘礼 这一点 阿姨也是亲自确认过的 她就是看见尸骨上的镯子 才晕了过去 越说 云若月表情越是扭曲 到最后 她像是魔障了一般 对 阿姨见到苏明凤死了 竟然被刺激地晕了过去 她心里一定还有苏明凤 一定是这样 我要杀了她 我要杀了苏明凤 至尊皇后系统 不会帮云若月杀人 她从侯府庶女一路走来 云若月的敌人 都必须靠自己的谋略解决 因为系统告诉她 这是皇后的必修课 向她的嫡姐 跟她不对付的龟秀 瞧不起她的贵女 都是被云若月斗下去的 所以 要杀苏明凤 云若月也得自己来 云若月凭借着 前世记忆的先机 在早年间 救了一个顶尖杀手 从而收拢了一个 江湖杀手组织 这个名叫 七杀阁的组织 也为君天义登上皇位 做了不少事 云若月手里不缺刀 只是她不清楚 苏明凤躲到了什么地方 不过 她可以 引蛇出洞 名叫绝杀的男子 像一抹墨烟 从刘云宫的窗外 飘了进来 顶尖的轻弓 落地无声 就像是一道 翘无声息的影子 绝杀脸上 带着冷冽的银色面具 但是望向云若月的眼神里 却藏着深深的眷恋 与痴迷 声音沙哑的唤道 主人 云若月脸色冷艳 一点都没有在君天义面前的 娇柔妩媚 她在绝杀面前 就像是居高临下的女神 冰冷的嗓音道 我说过 不要叫我主人 要叫我娘娘 是 娘娘 绝杀改口道 云若月救过她的性命 就像是她黑暗无望生命里的一道光 她甘愿奉她为主 做她手里的一把刀 甚至把七杀阁 双手献上 哪怕云若月爱着的是别的男人 那人是九五至尊 绝杀自知 没资格跟她争 她自愿退到暗处 守护着她 云若月满意的一笑 这才对吗 她喜欢听别人叫她娘娘 绝杀 本宫要你去帮我杀一个人 这个人你也知道 她是贵妃苏明凤 不过她假死定然不会轻易露面 所以我要你 云若月美眸 闪过一抹角色锋芒 唇齿间咬出字字杀鸡 追上流放队伍 杀了苏家满门 她就不幸 引不出苏明凤 第五十一章 梦见天道 绝杀从不质疑云若月的决定 听见贵妃苏明凤没死 也没有流露出一丁点惊讶的表情 只垂眸道 是 娘娘 云若月知道 绝杀统领着的七杀鸽的本事 不用她多言 绝杀会办好这件事的 她挥了挥手 好了 你下去吧 本宫有些乏 要小睡一会儿 说着 云若月玉手掩起红唇 慵懒地打了的哈欠 眼尾带着一抹浓念的飞翼 昨晚累到她了 绝杀深深地看了眼 这样娇媚如花的云若月 谋底全是隐人与悸动 过了片刻才退下 远在数百里之外的苏家人 并不知道杀身之祸即将到来 他们星夜兼程赶了一夜的路 哪怕夜晚比起白天 确实要凉爽许多 但四五十里的路程 在这里摆着 走得也并不轻松 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刻 温度从33摄氏度 猛然跳到37摄氏度 窥破黑夜穷仓的天光 落在每个人的脸上 照出他们风尘仆仆的狼狈来 太阳一出来 气温就在不断攀升 在早上八九点的时候 赵峰就勒令众人停止赶路 这次找了个山洞修整 山洞幽深且面积大 恰好能同时容纳百余人 岩壁往外凝着水滴 竟然透着一丝凉快 众人都长叹一口气 心想着 白日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大男人们往地上一躺 就不想起来了 女眷们撑着身体开始生火做饭 如果不是为了填饱肚子 这么热的天气 他们也不想挨在柴火边上 苏家不能太惹眼 蓝鹰 除晚 姜柔几周里也加入做饭的行列 支起锅子 熬了点米粥 这个天气 哪怕是给他们一碗金银剔透的白米饭 也是觉得干巴巴的难以下咽的 还不如喝点青粥 不过 苏明妹会私底下给家人开小灶 冰镇西瓜 酸梅汤 绿豆沙 变着花样的头味 比官兵们甚至都吃得还要奢侈享受 所以 同样是流放 苏家人的面色 要比其他流放好得多 身体一点都没有被拖垮不说 甚至还看起来 盈盈长胖了一点呢 用过饭 一夜猥胁的众人就撑不住了 纷纷睡下 苏明妹挨着几个小姐妹睡 她 苏锦瑟 苏锦秀 苏烟 被护在最里面 身下垫了一床从旅车上搬下来的棉絮 就是想让几个女孩子能睡得舒服点 很快 山洞里响起微微的憨声 都是流放 没有男女大房的讲究 能有个地儿睡觉就不错了 苏明妹打了个哈欠 眼角浸出一颗晶硬的泪珠 被揉红了的薄白眼皮 一点点地搭耸了下来 她做了个梦 苏明妹 苏明妹 苏明妹置身一处陌生的地方 此处云烟深锁 她低头一望 自己并不是十岁女童的身体 而是她自己原本少女的模样 穷仓是仙鹰如鸟 金光淡淡 脚下是橙蓝的湖泊 但是她踏在上面 却如履平地般 足肩下涟漪一圈圈散开 如梦似幻 苏明妹疑惑得四顾相望 却不见人 谁在叫我 不用找了 无病无实体 一道泛因落下 苏明妹心下充满了警惕 你是谁 你把我弄来这里有什么目点 那道泛因说 无名天道 天道 苏明妹骤然瞪大眼睛 乖乖 原来我不是拿的穿越剧本 而是手握修仙剧本吗 或者是我难道又穿了 末日 穿越 穿书 这么离奇的事情 都一一发生在她身上了 苏明妹竟然很快 并且心态良好的接受了这个设定 天道大大 你找我来 应该不是为了唠嗑吧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能帮忙的 我尽量帮忙 天道竟然都有事找我 莫非我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女 可我不是恶毒女配她妹 小炮灰吗 这不科学啊 苏明妹摸了摸下巴 小声叨叨出最后几句话 天道 都穿越了 就别讲什么科学不科学的了好吗 因为你身上有混沌空间的气息 那道泛因如是说 苏明妹灵光一闪 混沌空间 你是说我的空间 混沌空间 听起来就很牛逼 苏明妹顿时露出警惕的神情 你该不会想要抢吧 你误会了 天道说 你已经是混沌空间的主人 该是属于你的 谁也抢不走 我只是感应到这一丝混沌之气 特召唤你来到此间天地 请你相助 这话 信息量着实大 等等 等我屡屡 苏明妹道 你的意思是 我之所以穿越到这里 都是你搞的鬼 天道承认了 是 你原本生活的地方 天道即将陨落 出现了一种名为丧尸的东西 它会摧毁星球上所有的人类 直至物种灭绝 文明崩塌 那时天道必亡 这也就是你们人类所说的末日 就算你拥有混沌空间 能够逃过一劫 地球上也终会只剩下 你一个人类 一切都将归于混沌和虚无 直到 新的天道诞生 听着天道描述的画面 苏明妹想想都觉得有点小可怕 这么说来 这个天道把她弄到古代来 倒是救了她 那真是谢谢你啊 苏明妹道 不必客气 无也有自己的私心 天道说 想必你也察觉到了 此间天地的变化 苏明妹文言点了点头 天气越来越热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是天道 所有生活在这片大地之上的人类 都是信奉着你的子民 偶尔有个天灾人祸的能理解 可是温度在往上涨下去 那就是奔着毁灭全人类去的了 你这可就有点过分了呀 说着 苏明妹又突发奇想地问了一句 是不是天圣国百姓 有人得罪你了 那范茵无奈一叹 非也 无爱苍生 又怎么会愿意见生灵涂炭 无奈此间天道 与龙脉兮兮相连 是有人 在窃取龙脉 谁这么大胆啊 苏明妹问出口的同时 脑子里浮现出男女主的名字 君天义 云若月 第52章 人类浩劫将至 苏明妹对男女主可没什么好感 顿时煽动天道 把他们俩弄死不就得了 他暗戳戳地出主意 友情提供男女主的一百种死法 比如 天上降下的惊雷 劈死他们 或者 吃饭噎死 喝水枪死 出门被车 哦 不 被马车窗死 反正 你是天道吗 随便动动小手指 就能摁死一两个凡人 不可 天道说 君天义已是天子 身负皇族真龙之气 无已经与他命定相连 无法伤他 苏明妹心想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还玩个锤子 龙脉被窃 导致天道不稳 天地动荡 酷裂大帝还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天灾兵货 天道说 所以 无需要你的帮助 苏明妹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 少女露出个无奈的表情 那你也太瞧得起 我了吧 您是此间天道都没有办法 我一个小小凡人又能怎么办 大到五十 天眼四十九 总会留有一线生机 天道说 无能感应到 你就是那个变数 你也无需妄自菲薄 你是混沌空间之主 又有奸爱苍生之心 此间的一线生机在你 人类浩劫将至 苏明妹 你可愿意帮无 范音徐徐落下 像是带着宿命之感一般 原来我竟然是救世主 苏明妹心底莫名生出一种使命感 她神色终于认真起来 道 尊者 如果能帮上忙 我自然愿意 曾经我见过我的家乡 是怎样从一个繁华到极致的文明 一戏之间 就变成丧尸横行的人间炼语 如果能让这个世界回到以前的模样 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宁可不要空间 不要异能 也要世界回复如初 说到这里 容颜明媚的少女 忍不住露出一抹略微苦涩的笑 但是 那不是我一个小小人类说了算的 跟宇宙洪荒相比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尘 阻挡不了人类浩劫 与历史洪流前进的脚步 所以 那时我选择独善其身 在末世躲藏了起来 我空有空间 却选择蒙住眼睛 堵住耳朵 以为自己看不见听不到 就不知人事疾苦 穿越到古代后 我很珍惜现在的家人 朋友 苏明媚脑子里 一一掠过苏明凤 蓝氏 苏老夫人 姜柔 苏燕 君子晨 的脸庞 唇盼流露出淡淡的笑页 我没有办法再抛下他们不管 既然尊者说 身怀混沌空间的我 是天道衍生的一线生机 那么我愿意 我愿意为苍生做点什么 少女像是说出了 憋在心里很久 很久的一些话 然后小脸上不禁露出一个灿烂光艳 明媚活泼的笑容 她严肃 凝重 认真的表情一退去 整个人又皮皮瞎一样的皮了起来 其实 一个人活着 没有了家人和朋友 活得再久 也没有意思 我的家乡 曾经有一句话叫做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我空间里堆积的物资成山 金银无数 我还有山有谁有田有灵权 再怎么说 也算个有钱人了吧 天道大大 需要我做什么 你就说吧 不论是上刀山 还是下火海 苏明媚准备放出一番光豪情撞雨的 结果说到这里 她又耸了耸 小心试探地问道 应该还是不用我上刀山下火海刀 天道 这小姑娘 耸得可爱 苏明媚问天道 需要她怎么做 那范茵回答 不知 五指推演出变数和一线生机在你 具体如何做 得靠你自己去探寻 What 苏明媚满脸震惊家无语 她脸上写着一句话 我裤子都脱了 你就告诉我这个 天道在苏明媚眼里 顿时就变成了不靠谱的假方 不提要求 往往就是最难的要求 或许也感应到了苏明媚无语的心情 天道又说 苏明媚 你若是帮吴渡过劫数 或许有一天 也能回到过去 拯救你的家乡 苏明媚谋色微变 这是真的吗 然而 还没等她仔细问 这个梦境就如同崩溃的镜中世界 一点点的崩塌 消散 她耳边摇摇传来最后的反应 今日已是泄露天机 所以 无会抹去你的一些记忆 直到特定的时刻才会响起 作为馈赠 无会赠予你一道机缘 你可自去混沌空间查看 好了 时间到了 苏明媚 回去吧 回去吧 啊 苏明媚猛然坐起身来 竟然重汗淋漓 小衣裳都湿透了 黏腻在身体上 她只记得 自己仿佛做了一个好长 好长的梦境 至于梦里有什么 就记不真切了 好像见到了仙人 又好像有道范茵反复跟她说 你的任务是 拯救苍生 苏明媚晃走脑袋里 无厘头的想法 什么神仙都是她 编出来的借口 莫非还能变成 真的了不成 这世上哪有什么神仙 但 奇怪的 心里莫名地 多了一份使命感 就好像她承诺了 谁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一样 算了 不想了 苏明媚只觉得身上 黏糊糊的不舒服 她拎起汗巴巴的衣上 秀了秀 顿时露出嫌弃的表情 好臭 好臭 众人睡得很沉 她猫着腰 捏手捏脚地钻出了山洞 苏明媚没有看见 她离开山洞的那一瞬间 君子臣睁开了眼 小黄子抿起唇 想了想 不放心地跟了出来 结果 苏明媚直奔后山一处山泉 看了眼四周无人 把衣裳鞋子一脱 扔在岸边的大青石上 就下了水 当然 她还是留下了小肚兜和小泻裤 哪怕没别的人 她也做不到在野外 完全光裸着身体 跟上来的君子臣 撞见苏明媚在拖外长时 就火急火燎的第一时间 别开视线 并且警告暗卫 也不许偷看 小黄子白皙的耳朵 在灿金的日光下 红得滴血 没想到 姐姐竟然是来洗澡 她已经是懂得 男女瘦瘦不轻的年龄 虽然心里并无半点 卧错于启念 但 从小习君子里 帝王术的小黄子 心里还是不禁默念道 非礼物事 第53章 小黄子可真是男红 这处水潭本是山上的瀑布 飞落而下聚成 泉水碧率清幽 可是如今瀑布断了流 只鱼下一小股 快要干涸的水流 沿着光滑的石壁 潺潺滑落 潭水也在烈日焦阳的照射下被蒸发 水位线明显下降了不少 本该带着一丝 优良的山间泉池 带着点温度 就跟泡温泉一样 不会令人觉得凉 自从流放以来 苏明媚已经好久 没有仔细地清洗过了 虽然她也会偷偷进空间 简单地擦洗一下脸蛋和身体 但是像这样泡澡是没有时间的 因为 她总不能长久消失在众人的视线 只有借口如策 才能短暂地消失一下 否则难免惹人怀疑 苏明媚泡在带着点温度的泉水里 背靠在岸边的侵蚀上 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然后 她把头上一左一右挽起的 两个小花苞发剂解开 把系着花苞的发带放到岸上 让头发散下来 拿出洗发露 打出白色的香香的泡泡 女孩一边洗澡 一边小脚丫踢着水 她的小脚丫血白白嫩 指甲粉嫩如花瓣一样娇娇的 一看就是个小美人披子 苏明媚对自己满意极了 她洗洗小胳膊和小腿 嘴里还哼着欢快的歌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戴上玉帽唱唱跳跳 嗚嗚嗚 美人鱼想逃跑 君子晨背对着她的方向 小身体就像是一抹青色又挺拔的羞竹般 微微斜一在一棵树身上 听着她哼唱着欢乐又古怪的歌 君子晨的心情仿佛也被感染一般 忍不住嘴角上扬 不过 只有刺眼的阳光透过横斜的枝叶轻落下来 才亏得男孩嘴角一丝笑意 君子有非礼物事 也有非礼物听 君子晨没有偷窥 第一时间就被转过身 她也不是故意偷听 而是担心苏明媚在山野间遇到危险 才没有走 虽说现在白日娇阳 闲少有猛情出来活动 但有姚氏这个被猛虎咬死的 鲜明惨烈的例子在前 君子晨还是不放心 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小孩子佳佳的 没有诸多卧错心思 君子晨听着不远处的动静 只是为了确定 苏明媚人还好好的 所以 当她听见山泉那边 突然间没有了女孩乌拉拉的歌声 也没有了水流响动的声音 小皇子顿时就坐不住了 姐姐 君子晨先是喊了声 未得回应后 心里挣扎了下 终是现身走了出来 她几步走到水边 直接按上青石放着女孩的衣裳 鞋子 以及晚发际的素色绸带 幽闭的湖面 只让着一圈圈的连衣 就是不见苏明媚的身影 君子晨顿时心里慌了 脑海里闪过许多可怕的念头 她落水了 姐姐 苏明媚 君子晨还没有过这般惊慌 不知所措的时刻 哪怕是当初父皇驾崩 也没让她如此过 冷静 大脑的弦被分割成两半 理智迫使她冷静下来 君子晨唇半微动 换出暗中的紫衣位 暗衣 暗衣像一朵墨子的烟云般飘落下来 丹西跪地 在南海的身后 恭敬道 参见殿下 小皇子背对着暗卫 一只手附在身后 不见表情 嗓音沉沉地开口问 你们一只手在四周 可曾见到有人或者有野兽出没 暗衣摇头 回殿下 没有 那就确实是落水了 君子晨望了眼悠悠闭谈 刚打算入水救人 就听见水下传来动静 暗衣立刻闪身隐藏起来 下一秒 女孩一个猛然浮出水面 手里还各抓着一条小银鱼 小陈 你怎么在这里 苏明妹甩了甩头发 水珠在阳光下 显得晶莹剔透 她睁开眼 才见到暗上站着的君子晨 顿时势漉漉地长截一眨 疑惑出声 君子晨精致雪白的脸上 没有多少表情 平静地问 所以 姐姐刚才是抓鱼去了 如果是子依未在此 定然就知道 小殿下是生气了 非常生气 是啊 苏明妹却毫无察觉 笑盈盈地 把两条小银鱼往岸上一扔 银色的鱼落在草地上 身体跳了两下 这个水潭里的鱼特别的好看 它是银色的爱 我都没见过 所以就忍不住下水抓了两条 嗯 我觉得肯定特别好吃 等一下 我们就把它烤了 你一条 我一条 好不好 不过 鱼是我抓的 我得吃大的那一条 姐姐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不知道别人会担心吗 君子晨再次开口 这次说出来的话 染着一丝隐隐的怒火 苏明妹终于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他眨了眨乌黑银亮的葡萄眼 小陈 你生气了 君子晨抿了抿唇 没有 他但强微色的两片唇 似花瓣一般 紧紧地抿了起来 透出一丝紧绷之意 看起来就是生气了的样子 真的吗 我不信 我看你就是生气了 除非 说着 苏明妹悄悄拉住君子晨的衣服下摆 然后漂亮又顽皮 笑了一下 把人拽下水来 君子晨都没来得及反应 就整个扑通掉进水里 哈哈 苏明妹嚣张又灿烂地笑了起来 暗处 紫衣卫中的暗酒拍树而起 放肆 这位苏小姐 怎么能如此对待殿下 暗一把人摁了下来 见惯了大场面 一双眼睛看得通透 淡定地说道 别激动 苏小姐只是玩心重 殿下都不与计较 你生气什么 好了 别板着个脸了 我买碗水啊 苏明妹眼珠转了转 举起一盆水 往君子晨脸上泼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做久了小孩子的缘故 自从身体变小了 苏明妹感觉自己的心里 好像也越发像小孩了 喜欢贪玩 君子晨被泼了一脸水 抹了下脸 也不甘示弱地泼了回去 两个孩子就这么挽起了水仗 笑声如铃 传出去了老远 就连暗处隐藏着的紫衣卫 都不敢置信 他们没想到 殿下竟然还有如此童真稚气的一面 不过 这样才像是他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 上岸后 苏明妹披着外长 长长的头发挽起 就这么披在身后 雪白漂亮的小脸被火光映照得红扑扑的 火堆上架起两根树叉 穿着小银鱼 鱼身抹上一层油 刷上一层蜂蜜 再撒上盐巴辣椒和滋然 很快传来香味扑鼻 香的暗卫们都默默咽口水了 也不知道苏小姐是怎么办到的 她做的烤鱼烤鸡烤兔 总是格外的鲜美馋人 他们同样烤过 就是没有那个滋味 殿下真是有口福了 诺 小陈 这条给你 说好的大的给我 嘿嘿 苏明妹把品项小一点的那条烤鱼 递给君子晨 君子晨结语微垂 耳根带着一抹非议的 一声不吭的结果烤鱼 没敢看他 苏明妹就直接误会了 不是吧 不是吧 小陈你还在生气啊 苏明妹犯起了愁来 心想到 小皇子可真是难哄 第五十四章 同舟境内 匪盗猖绝 没有 君子晨立刻反驳道 不愿他误会 又添了一句 抱歉姐姐 是我先前失态了 但是我现在 真的没有再生气了 生气 担心 动怒的那个人 是他 反过来先道歉的那个人 还是他 天圣国的九皇子殿下 哪里有过这样子的时候呢 但 偏偏他就这样做了 不过 苏明妹才不信呢 你还说你没有生气 你没生气 为什么都不理我 君子晨 沉默了片刻 小皇子耳朵飞红 声音滴滴的道 因为 姐姐没有竖法 衣裳和鞋子 也未曾穿好 天圣国的女子 未婉发的模样 和赤裸的狱卒 只能被他 夫君瞧见 君子晨这是手脸 但是 在苏明妹看来 披个发 露个脚 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他眨了眨眼 弯起唇 漂亮顽皮的一笑 故意烟坏地提醒道 小陈 我们都一起玩过水了 你现在再来说这些 会不会太晚了一点 君子晨略微一将 好像也是哦 苏明妹撕下一块 白嫩鲜美的鱼肉 塞进君子晨的嘴里 惹得他猛然抬起了眼 他朝君子晨 露出个灿烂明媚的笑颜 脆声声地道 我们都是小孩子 讲究那么多 干什么规矩和教条做什么 君子晨咽下口中的鱼肉 明起唇半道 可是 古语云 男女七岁不同席 真不敢想象 这句话是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来的 可怜的娃 被封建残余 荼毒成了这个样子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八十岁的老公公吗呢 苏明妹嘖嘖两声 那按照这个意思 你以后都不跟我一起吃饭了 不是 小皇子脱口而出 然后长洁轻颤 耳间微红 顿时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嘿嘿 苏明妹却笑了 她伸手拍了拍君子晨的肩 一副大姐大的姿势 小晨晨 我可不是什么传统的大家闺秀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 你记住 跟我混 就把什么破规矩 统统给我放到一边 可别做小骨板 君子晨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 她早该知道 她跟旁的女子是不一样的 吃完烤鱼 苏明妹在大清时上 懒洋洋地翻了个身 摸了摸亮的半干的头发 看了眼天色 小晨 我们也该回去了 古代的确不适合披肩发 会被认为容颜不整 苏明妹随手把头发挽成一个丸子头 姐姐 你怎么挽成倒估发剂 君子晨欲言又止 苏明妹黑线 我这是丸子头 丸子头懂吗 什么倒估 不过 天圣国的倒估 好像的确就是这样梳头的 下滑线 我只会梳这种发剂 苏明妹微微脸红 咬牙道 她又不是心灵手巧的庄娘 小皇子顿时懂了 回到山洞 蓝音见到女儿梳着倒估发剂 吓得她还以为苏明妹要皈依到门 得知真相后 略微哭笑不得地 将明妹的头发给拆下来 重新给她梳了的双环剂 两根发带一绑 苏明妹顿时又变成可可爱爱的小姑娘 蓝氏给苏明妹梳头发的时候 君子晨就在旁边 眼睛眨也不眨地 看着蓝氏手上的动作 默默记下每一个步骤 看得蓝音略微惶恐 殿下为何突然对女儿家梳头感兴趣了 碍于这位殿下的身份 蓝音却不敢多问 只当小皇子是觉得好玩 修整好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的那一刻 就得重新出发了 赵都头说 前面就是玉州与铜州的交界处 到了铜州 大家又可以在驿站住上一日 获得补给 不必在野外风餐露宿了 留饭们一听 脸上都不禁露出一点喜色 在驿站 好歹就能有些热水洗漱一下 花鞋银子也能吃上点肉 不像这荒山野岭 哪怕身上藏着银子都没处使 特别出了姚氏惨死猛虎之口的事情后 都没人敢往山林里跑了 所以也很久很久都没弄上一口昏心吃了 众人精神大振 恨不得加快速度 早点赶到铜州驿站 苏明媚却是脸色一变 铜州 这个地名 让苏明媚脑子里不受控制的 冒出一行字 铜州多匪患 在书中 苏家人就是在玉州和铜州的交界处 龙虎山 遇到匪徒节道 结果苏锦瑟和苏锦秀之对双生姐妹花被掳走 生死不明 苏家人近乎死绝 悲剧团灭 月明星熙 穷仓如墨 空气燥热的 连一丝风也无 明日又是个焦阳似火的天气 苏明媚穿透沉默神秘的黑夜 望向远方又已经近在咫尺的龙虎山 命运未必不可战胜 在达摩利克之鉴还未悬下之前 谁也不知道 未来会是怎样的走向 祖母 我有事情要说 苏明媚终于开口 明媚 你说的可是真的 苏老夫人听完苏明媚告诉她的事情 忍不住握紧了手里煮着的木头拐杖 颤抖的手 泄露出了她内心的一抹不平静 苏明媚白皙小脸 神色肃然 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铜州的确匪到猖獗 此处有龙虎寨 黑风寨 黄风寨等十二座山寨 成为相互制衡 又守望相助之势 所以 哪怕官府年年剿匪 都没什么用处 苏明白月变群书 博文强制 很快娓娓到来 并且分析道 这群盗匪 只结伤对于山下百姓 一般不愿意与官府打交道 但今年大汗之灾出现 百姓已然过得苦楚 盗匪们将主意打到官府上来 也不无可能 听完二叔苏映白的分析 苏家的女眷 都忍不住面露慌乱 这可如何是好啊 特别是苏锦瑟和苏锦秀两个女孩 姐妹俩互相依偎着 把手握在了一起 她们心里有种不祥的感觉 仿佛匪道劫略这件事情 曾经发生在她们身上过一般 心底莫名害怕得不行 所以 我们必须得早做防范 苏明媚乌黑银亮的眼睛 在夜色里 透出一抹明念的锐意 若是龙虎山的匪徒胆敢前来劫道 也至少能有自保之力 第55章 我们都要活下来 苏老夫人沉声开口道 明媚说得对 我苏家降门之后 哪怕如今落魄至此 可苏家的儿郎和女娘骨子里的气节 与英勇还在 面对区区贼子 岂能不战就输了气势 苏老夫人年轻时 是经国不让须眉的女子 哪怕如今老迈 但是一番话说得铿锵有力 莫名的 就让浮动的人心 慢慢地安定了下来 这里都是她的儿孙 苏老夫人了解他们 知道怎样让人心凝聚 而苏老夫人在 她就像是苏家人心目中的 指路明灯 定海神针 让他们生出一往无前的勇气 和灼灼战役 原本听见土匪接到这个消息 恐惧的身体都微微颤抖了的苏锦瑟 与苏锦秀两姐妹 终于也渐渐地不再那么感到害怕 姐妹俩想 最坏的结果 不过一死 也总比落到盗匪手上要好 就连死都不怕 那又还怕什么呢 大不要拼了 他们可是将门之女 而且有四妹妹在 四妹妹是神仙弟子 她都能提前预警到龙虎山的匪盗之祸 想必是有避祸的法子的 苏锦瑟和苏锦秀 就是非常相信他们的小妹妹 苏烟就更不用说了 她走在苏明妹的身边 根本就没有害怕的意思 是明妹姐姐给了她心声 她相信 姐姐既然说出来 就一定有办法解决 苏烟已经打定了主意 姐姐怎么说 她就怎么做 绝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苏老夫人临危不惧 有条不紊地安排到 从现在开始 女眷走中间 而狼们互在最外边 锐根亭根 你们虽未及关 却也是从小习武的 记得要保护好你们的娘亲 伯母和妹妹 哪怕是豁出性命 知道吗 苏家老弱妇如多 成年男子中 苏映白自幼体弱 弱不经风 所以就连未及弱惯的苏锐和苏廷 也必须在危难时刻 承担起保护家人的责任 苏老夫人对苏锐和苏廷 自然也是一样心疼的 但 他必须狠下心来对两个孙儿这样说 苏家老狼只有战死的 绝没有临阵脱逃的 姜柔微微别过眼去 谋底因有失意 却也并未说反对的话 苏锐和苏廷 双双声音热血地应道 是 祖母 虽然距离龙虎山 还有二三十里路程 土匪会不会来 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 气氛已然沉重了起来 很好 苏老夫人点点头 又缓缓开口道 此事 我们苏家有成算 也起不了多少作用 还得告知官兵早做防范才是 苏家十几个人 在这只百余人的流放队伍里 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能起的作用 根本不足以扭转局面 匪道猖獗 人数众多 又心狠手辣 只有官兵也重视起来 才能博得一线生机 苏印白迈出一步 神色凝重且优雅 道 母亲放心 就由我去游说官兵 他身子鼓不争气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唯有脑子足够聪明 但 这里不是两军交战 他做不了幕后军师 匪徒们可不会跟谁讲道理 他们只想烧杀抢掠 苏印白也想为家人做些什么 而不是只能等待着被人保护 上回献祭后 苏印白在官兵们面前 也颇为有几分脸面 由他负责说服官兵 再合适不过 不过 官兵们自然是不肯相信这个消息的 第一反应 竟然是觉得荒谬可笑 有个官兵笑道 苏二爷 这些土匪在狂妄 那也是终究是匪 咱们是官兵 他们见了咱 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躲着走都来不及呢 哪能还来接咱们的道呢 我也算押送过不少次留饭了 反正走这条路 是从没有出过岔子 先不说咱们是兵吧 咱们也没有东西 可让那些土匪抢了呀 有 苏印白眼珠清澈又漆黑 望向那名官兵 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人在漠北又被称作 两脚羊 天圣国北边的版图 接壤墨北 因为墨北人蛮荒不化 如毛银血 墨北又被称作蛮族 苏家率领的定北军 镇守北境 抵御的就是墨北蛮族 所以 在天圣国 没有谁比苏家了解墨北的 那官兵脸色顿时一变 嘴唇颤抖 可半道 这 这 这不可能吧 苏印白墨色眉眼淡淡 今年大汉闭闹饥谎 同舟匪道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与墨北蛮族无异 永远不要低估了人性的恶 头儿 其余官兵 心里已经有几分 信了苏印白的话 不禁目光纷纷转向赵峰 因为这汉情 他们也是亲眼看见了的 这一路上 他们路过不少村落 土地里的庄稼 都是在烈日下 被烤得烟头巴脑的 泛黄哭死一大片 一些溪流甚至都干涸断流了 露出河床底下的淤泥 鱼虾都快干死在里面 散发出腥臭味 只不过 他们是过路人 不曾在村庄停留 也不清楚天圣国的百姓们 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但 被苏印白这么一提 平时一些被遗漏的细节 回想了起来 越发觉得 有可能闹旱灾和饥荒 同州边界的土匪 平日里抢劫商队和山脚百姓 但 如果百姓 自己都闹起饥荒来 这些土匪会朝谁下手呢 不能细想 细思极恐 赵峰脸色意识凝重起来 你说的 可有依据 苏印白回到 全是推测 并无依据 当然 但愿这些推测不是真的 能平安走过 龙虎山最好 不过 他故意停顿了下 淡色的唇瓣才吐出声音来 字字惊心 若是赌输了 赔上的就是这里 一百五十余条人命 一百五十余条人命 这个数字 就像是一座沉重的大山 瞬间压在了赵峰的身上 我不能赌 不能拿兄弟们 和所有流贩们的命去赌 赵峰眼里闪过一抹星红之色 带着某种决心 开口道 苏二爷提醒的对 宁可小心谨慎一些 也万不能大意葬送了所有人的性命 剩下的三十余名官兵 都提升到 头儿应名 苏印白见目的达到 功成身退 施施然回到家人和妻子身边 轻轻握住了楚婉的手 楚婉御守略良 也轻柔地回握住苏印白的手 在前路茫茫生死未知的月夜下 低声说道 夫君 婉婉总是陪着你的 若是落入匪徒手里 楚婉郡主之尊 自有傲气 是绝对不肯受辱 苟且偷生的 不过 能跟心爱之人死在一处 此生也是没有多少遗憾的 生同亲 死同穴 苏印白却道 我们都要活下来 第五十六章 以电棒做武器 很快 赵峰举起手中的佩刀 身姿挺拔 神色肃目地站在队伍最前方 高声道 所有人暂且原地停下 大家听我说 前面就是同舟地界 听说此处匪盗猖獗 但龙虎山又是唯一一条通道 无法绕远前行 所以从现在开始 全员戒备起来 直到通过龙虎山 此言一出 除了事先早就知道的苏家之外 其余众人哗然不已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可能被土匪拦路抢劫吗 可是 我们只是一群流贩 身上没有什么东西 让他们可抢啊 流贩们不知所措 在黑暗与火光中焦头接耳 议论不休 都觉得官兵 是不是不过杞人忧天了 土匪要抢 肯定是抢商队啊 抢他们这些流贩做什么 但是 人群中突然一个声音道 不 我们还有女眷 这群土匪 说不定会将女人和小姑娘 抢进山寨 做压寨夫人 哪个被流放的家族 没有女眷呢 都有 甚至 在流放前 这些女眷都是容貌美丽 身份尊贵的贵女和贵妇人 根本不是普通村妇能比的 如果土匪把主意 打到流贩中的女眷们身上 也完全 说得通 这下 原本不相信匪徒接到的人 才顿时感觉到惊慌起来 这可怎么办 猎群土匪可是穷凶极恶的 赵峰提高了声音 大家不要惊慌 以免土匪没来 反倒是自己先乱了阵脚 赵峰还是极有威严的 几句话一落 骚动和慌乱的人群 渐渐地平息下来 本官说的 尚且只是猜测 不过夜飞风高 我们还是要小心尾上 赵峰神色冷冽 眉眼见的那一道疤痕 给他的脸庞 增添了一丝灵力与杀气 更能震得住场面 他继续道 现在 所有人听令 男子走在两侧 老弱妇如居中 快速组织队形 不得有误 然后 不管男女老少 手中皆可拿起武器 棍棒 石头 菜刀 铁锅 这些东西 皆可用来抵御和防身 此时 苏明妹顺理成章 从空间里拿出 电棒 分给大家 这是他末世里 在某个工厂弄到的 当时虽然感觉电棒没什么用 因为丧事没有痛绝 只能抱头 但有一个随身空间 让苏明妹开启了囤货属性 他顺手 把这样一批武器 收进了空间里 其实 他空间里还有不少热武器 比如 AK47啥的 但没有经过训练 就算他毫不藏私地 把枪拿出来 给苏家人一人一把 他们却未必会用 这玩意儿 苏明妹自己都不是很熟练 因为大夏是进枪的 末世前他没接触过 末世后 他更习惯用自带的异能 搞到这批热武器 也实属意外 哪怕 AK47这种热武器的 杀伤力再惊人 对于不会使用 他的人来说 就如同小儿抱着金砖一样 都是白搭 随意开枪 反倒是容易伤了自己 电棒就不一样了 比起AK47来 这个没有什么操作难度 按下开关 网人身上狠狠一戳 电流就能让他们 短暂的丧失行动力 苏明妹给聚起来的苏家人 讲解电棒应该怎么用 哇 这么厉害 里面真的有电吗 这肯定又是仙人武器吧 那我试试 苏婷一听 顿时瞪大了眼睛 然后这小子竟然好奇地 准备往自己清歌身上 试试电棒的威力 还好被苏明妹连忙制止了 他小脸严肃地道 二堂哥 不可以 这个杀伤力真的挺大的 不能往自己人身上试 这个很容易试试就试试的 哦 好吧 都听四妹妹的 看苏婷的表情 似乎还很遗憾 苏睿嘴角微臭 你可真是我亲弟弟 虽然没让苏婷试成 但是苏明妹拿出来的东西的威力 谁也不会怀疑 苏家人人手一根通体黑色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电棒 就连苏嫣和苏景妍 缩小版本的 其他流贩们被组织拿上木棒 菜刀和石头 夜色漆黑 火光昏暗 旁人也只以为 苏家人手里拿着的是 普通的棍棒而已 苏明妹暂无献上武器的打算 官兵手中有刀 他并不担心 至于其他流贩 他不熟悉 也不清楚品性 如果贸然出风头 万一有人动了歪心思 那就是将自己和苏家人 置于险境 不过 若是苏家人有所余力 必定也会共同抵御土匪 帮助官兵退敌的 保家卫国 守护百姓 本就是苏家人 刻在骨子里的责任 苏明妹让苏燕和苏景岩 坐上旅车 把他们跟苏江青放在了一处 他是有意让苏燕和苏景岩 保护二哥哥 因为苏江青 如今双腿还不能动弹 酷热的天气 加上星夜兼程的奔波 哪怕有灵犬谁养着 也只是伤口没有恶化罢了 苏江青 依旧是个虚弱的病号 但 苏燕和景岩两人才六岁 他又不放心 苏江青脸色如玉 眉目温润 一点都不像是沙场上 鲜衣怒马的少将军 反倒像是个书香世家的 文弱公子 小妹 那个东西也给我一份吧 就连景岩和小燕 都能在危难时刻拿起武器 我一见男子 总不可能连两个志同都比不过吧 苏江青眨了下眼 谋如点妻 眉宇间还没有自怜自怨 清笑道 别忘了 我可是定北军的少将军啊 文言 苏明妹低下头 露出愧疚的表情 对不起 二哥哥 苏江青的腿受了伤 她让苏燕和景岩保护她 觉得 那是为了她好 殊不知 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将军 只能靠两个孩子保护 苏江青心里 该有多么难过呢 是她太过想当然了 小妹别难过 二哥哥没有怪你 苏江青摸了摸妹妹的脑袋 小妹心疼我 我心里欢喜还来不及呢 只不过 二哥哥就算是伤了腿 击退一两个敌人 还是不成问题的 苏明妹突然想到什么 末弟抬起头 她小脸粉嫩四花 长节浓密如扇 眼珠就像是宝石一样明亮 二哥哥射箭功夫 是不是很好 苏江青略微沉吟 尚可 苏婷大咧咧地说道 江青哥谦虚了 什么尚可 分明是百发百中 力无虚发好吗 文言 苏明妹漂亮的大眼里 透露出惊喜的光芒 她蹦蹦 眨动了两下长长的睫毛 说 太好了 二哥哥 我有更重要的东西交给你 第57章 殊死搏斗 救兵来临 这只百鱼人的队伍 灭掉大多数照明的火把 趁着月色摸黑前行 往日里 还会有几分吵嚷的队伍 今晚一点声音都不曾发出 就连熊孩子范童 在她爹的约束下 也不敢作妖 前行了二十几里 踏入龙虎山地界后 众人就更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龙虎山分为卧龙山和拂虎山 形成对冲之势 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关道 跟峡谷差不多 所以 此地天险开道 一手难攻 致使匪盗猖獗作恶 又走了一个时辰 一半就能平安通过 期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众人紧绷的神经 不由地松懈下来 什么吗 走了这么久 连半个土匪的影子都没看到 说不定 土匪根本就不会来 我们也确实没什么好抢的 就连赵峰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苏先生 看来我们是足够幸运的 他称呼苏印白为先生 武将对有才华的人 心里总是带着几分尊敬的 哪怕他这次没有推测准 赵峰却没有因此轻慢于他 依旧以先生相称 从圣经出发时 苏印白手脚还带着 沉沉的枷锁和镣铐 一副阶下球的模样 但是 苏印白他现在已经走在赵峰身边了 在流放队伍里 俨然是军师一般的存在 苏印白神色却不容乐观 大人 想要走出龙虎山 离开黑风寨的范围 至少还需一个时辰呢 这个时辰里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在下觉得 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的为好 赵峰是个武将 武将虽然尊敬文人之事 却也有个通俗的毛病 自负 他心里觉得 龙虎山可能不会有危险了 这不 他们一行人都走到别人的地盘上 都走了一半了 不也没见土匪的影子吗 苏先生的提醒 出发点是好的 但 形势未免太过小心了 赵峰想 然而 苏印白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叫赵峰再次变了脸色 大人不觉得 今晚太过安静了吗 今晚 无风 也无星辰 就连虫鸣叫都没听见一声 这实在太过反常 事出反常必有妖 赵峰脸色一正 是我大意了 多谢先生提醒 他的话音才将将落下 不远处两边的密林里 突然一群金鸟 扇着翅膀飞出 就像是 预示着恶难来临前的金兆 不好 有埋伏 赵峰脸色惊变 朝上举起手中的佩刀 大喊了一声 全员戒备 紧接着 一阵轰隆隆 像是山石崩塌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瞬间 数十根雷幕 从山上急速滚落下来 砸进人群里 将流放队伍 原本临时拉练起来的阵型给冲散 那沉重的雷幕砸落在身上 直接将人砸得倒地吐血 几乎请客间被夺走了性命 死去的人里 有成年男子 有几岁志童 有老人 甚至有官兵 赵峰目刺欲裂 声音气血 小六 小六原名沈六 是赵峰的新妇下属 贫苦人家的孩子 没有那么多讲究 沈六就是他这一生的名字了 那是个十分年轻的少年 今年才二十岁出头 家中只有一个眼盲的老母亲 压借留饭路途辛苦 却有水泼风 官府赏的 加上从犯人们身上敲出来的 一趟能赚不少银子呢 沈六是第一次跟着出来 她有个喜欢的姑娘 容貌清秀 性格温柔 家中颇为英识 沈六想娶她做妻子 所以她出来这一趟 想攒聘礼 好去迎娶她心上的姑娘 临行的前一晚 沈六的老母亲 在家中做了几道小菜 拿出昏油破天荒地做了一顿肉 还从墙角的罐子里 取出两串铜钱 交到儿子手里 小六去承熙的铺子里 打些好酒回来 赵大人好酒不来咱们家一次 咱家做东 可能怠慢了咯 那时 赵峰阻止道 沈大娘 不用这么客气 沈母眼睛不好 头上增添了银丝 笑起来却有几分慈祥 要的 要的 赵大人您快坐 小六马上就回来了 沈六脸庞年轻青涩 笑着道 头儿 我脚成快 您等着 我马上就打酒回来 咱们金盖 痛痛快快地喝上一会 那一日 沈母踏上压戒刘范的路途前 他向沈大娘保证 一定将沈六平平安安地给带回来 可 今天 他和沈六那远在圣经的老母亲 永远都等不到沈六回来了 那个笑起来面容青涩的儿郎 危急关头推开了他 自己死在了巨目之下 小六 在这个惊变的黑夜里 摇晃的火光 与凌乱无章的哭叫中 沈六恍惚见到赵都头 朝他跌撞着跑过来 咬牙寒气道 小六 不能睡 我说好了 要带你回家的 真好 沈六在虚幻中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仿佛回到了圣经 有他的母亲和他喜欢的姑娘 他们都在等着他回家 小六 你回来了 那是沈六在世上听见的 最后的话语 被土匪打了得措手不及 像沈六一样 留掉生命的不在少数 待巨木尽数滚落 冲入人群打乱阵脚后 这时 一群匪徒从山上的密林里 突然间冲了出来 他们手里高举着火把与大刀 每一个都长得身材高大威猛 体型彪悍 揭露出半边膀子 身上裹着兽皮 或带着野兽牙齿串成的骨链 人数看着 竟然一点都不比他们少 火光映照在这群山匪的脸上 那一张张脸上的神色 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嚣张猖狂 兄弟们 给我杀 男的杀掉 女人留下 抢回去让他们今晚给咱们暖被窝 土匪们心狠手辣 直接手起刀落 杀掉不少男子 一时间 女人与孩子的哭声漫天 爹 娘 哥哥 赵峰哪怕再为好兄弟的死而悲痛 此时也不得不振作起来 赵峰放下神六的尸体 双眸含着泪光与仇恨 就像是一头被激怒了的豹子 缓缓地抽出腰间的大刀 刀峰在黑夜与火光中 闪过一道冷冽的寒芒 他惊雷般地怒喝了一声 哭什么哭 不想死的 都给老子抄起家伙反抗 赵峰的这一声惊吓 顿时让原本慌乱了阵脚 只知道愣在原地哭喊 或者被吓得屁滚尿流 根本不敢动弹 只能认人宰割的人 顿时像是有了主心骨般 心中生起一股 可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气 不就是一死吗 与其站着束手就轻 不如拼死一搏 杀出个升天来 哪怕死 他们也要带走一个 那就不亏 于是 男子们拿起棍棒 女子咬牙捡起地上的石头 就连小孩都朝土匪身上扔石头 企图干扰他们 为大人们博得喘息的机会 每个人都在为了自救 而殊死搏斗 冲啊 杀呀 不过 双方的力量悬殊 实在是太大了 土匪们手上有刀 刃口锋利 包刀见血 而他们这边 只有木棍 菜刀 石头 男子们手中的棍棒 第一下挡住大刀 第二下就被批断成两半 连带着落地的 还有一颗头颅 朝土匪脑袋和背上扔石头的孩子 在砸疼了土匪时 就激怒了他 那土匪沉下脸 转过身 朝小孩步步逼近 一刀扎进孩子小小的身体里 涌出的鲜血 在夜色里滚烫又归焰 充满了鬼焰之意 女子们则要幸运一些 至少没有丢了性命 但是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又会比死好多少呢 龙虎山的狭道上 杀生震天 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断之惨毙无数 在这样毫无胜算 一面倒的惨烈厮杀里 苏家人左手电棒 右手防狼喷雾 硬是杀出一条生路 将电棒的福特调至最大 狠狠打在凶恶的土匪身上 对方原本以为 只是一根普通的黑色棍子 没有放在心上 哪能想到 突然一股强烈的电流 穿至全身 土匪被电到 身体颤了几颤 再补上一下 就彻底丧失了行动力 不能再作恶 不过 也就只有苏睿苏婷 自幼习武的少年 和苏华西 这样的成年男子 才能够最大的 发挥出电棒的作用 向兰氏楚氏 将是三轴李 和苏景色苏景秀两姐妹 哪怕是手里 能打准匪徒 才是叫人奇怪 所以 苏明妹又额外给了他们 防王喷雾和辣椒水 让他们能够勉强自保 苏明妹叮嘱他们 一定要往坏人脸上 和眼睛喷 这能够让土匪们 短暂失去视觉 乱掉阵脚 苏明妹穿越后 异能等级清零 古代没有丧失 脑袋里的各种金盒 让他可以吸收 升级 所以 他的异能都才一级左右 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既不能召唤水系异能 水漫金山淹死这群恶人 也不能用火系异能 烧得土匪们 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但是在土匪脚下突然挖坑 召唤藤万 绊住他们的脚步 做一定的干扰 还是绰绰有余的 除此之外 他递给君子晨一把军功刀 自己也拿上一把 利落地捅进土匪的腰子里 再猛然抽出 鲜血见到他雪白漂亮的小脸上 但苏明妹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苏燕和苏景岩这两个孩子 坐在驴车上 一左一右地守护在苏江青身边 苏江青的面前 是一架远程射击枪 不论是精准度 杀伤力 还是射程 都要比AK-47强得多 苏江青是天生的将材 他有力无虚发 百步穿扬的本事 哪怕第一次摸到这种冰凉的金属武器 他的心里却燃起了一种 在金戈铁马 罪卧沙场的诡异兴奋感 但苏江青的表情 依旧是十分沉着冷静的 他只听了苏明妹讲一遍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操作 就立刻学会了如何瞄准 如何射击 如何换弹侠 现在就是实战 检验成果的时刻 黑夜的厮杀中 一个父亲为保护容貌美丽的女儿 不受匪徒的欺辱 被乱刀砍死 妙龄的少女 眼睁睁看着她的父亲 挺拔了半辈子的高大身体 就这么轰然倒下 眼睛瞪大 死不瞑目 临死前 那位父亲嘴里还叫着 畜生 不许欺负我女儿 走 燕娘 快走 爹 少女悲痛欲绝 嘿嘿 小美人 你跑啊 你倒是继续跑啊 实不相瞒 老子看上你了 劝你乖乖 跟老子回山寨暖床 我还能给你一条活路 不然那个老不死的东西 就是你的下场 那土匪却一脚 踢开燕娘父亲死透了的尸体 笑容迎见 一步步朝少女逼近后 撕下她肩头的衣裳 步驳裂开的声音响亮 少女半边光 裸的肩膀在黑夜与血色里 好像白皙地反着光 她逃跑屋门 滚落跌坐在地上 身体害怕地往后不断地蜷缩而去 不要 她是绝对不肯尾身 杀死父亲的恶人的 若是落到这群土匪手上 她宁可一死 少女的手 突然间摸到一块尖锐的石头 她正准备插入自己的脖梗中 只求一死 子弹穿破夜空 在空中划出一道肉眼看不见的诡计 最后没入那名匪徒的眉心 哄 那人一瞬间 眼睛瞪得宛如同龄 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被子弹 收割走了性命 直挺挺地在少女面前倒了下来 再不能无恶不作 对她进行逼迫 名叫夜娘的少女 停下了引颈自禄的动作 她衣衫不整 病发凌乱 呆呆地望向远处 那里 月夜下 年轻的男子容颜温润 眉眼间却透露着一抹沉静 哪怕是在杀人 脸上的表情 也像是赏花般优美 充满了惊艳的味道 少女不是苏江青救下的第一个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她的眼神 甚至都没有在夜娘身上停留一下 就淡漠地移开了 是她救了我 虽然那位公子未曾说 沈燕秋就是知道 双拳男敌四手 哪怕苏江青是个王者 也带不动一群青铜 顶尖的狙击手 也受制地形和环境 他能救的人总归有限 而苏瑞苏婷这两个少年 哪怕手持电棒 一往无前 终究体力不支 渐渐地杀不动了 赵峰等三十余名官兵 也是死的死 伤的伤 各有惨状 就在这时 数名暗子衣裳的隐卫们 落入混乱厮杀的战局中 两匹青旗在月夜下 从远处飞奔而至 原兵至 苏明妹病发凌乱 略微气喘吁吁 眼睛却一下子亮了起来 是大姐姐 大姐姐啊 第五十八章 殿下 这不是普通的山匪节道 那两匹青旗的背上 一男一女 略跃而来 身后跟着一群骏马 踏起沙尘滚滚 远远看着声势浩荡 为首的男女 不是苏明凤和叶凌峰又是谁 苏明妹点起小之忧之忧来 兴奋地朝苏明凤挥手 大姐姐 我们在这里这里这里 苏明凤一袭黑色群长 隐隐腰肢勾勒出一丝风情 她的袖口处收紧 绑着暗金色的袖剑 脸上悬着一块黑色面纱 将盛世容颜掩藏了起来 那双极为漂亮 又极为凌厉的丹凤眼 在夜色里 掠起一抹血与火的锋芒 她先先御手攥着缰绳 御马踏进 一抬手 树刀暗金锈剑破空射出 正中土匪的眉心 挤去身体连续倒下 大姐姐真是帅呆了 苏明妹望着打马来的苏明凤 仿佛见到一只 御火重生的涅槃凤凰 她的小脑袋里 甚至闪过一句经典的台词 不过被她给魔改了一下 我的姐姐是个盖世英雄 总有一天 她会身披金甲战衣 脚踩五彩祥云来救我 苏明妹想对她说一句 姐姐我可也 紫衣为身影鬼魅 收割性命 天圣国的皇室秘魏 在这等战场上 完全就是人形杀器 绞死一批敌人 叶凌峰身穿黑衣 飞奢起 几个回合落到苏家人面前 她精血剑在手 一招雪花满天 只见无数道寒光四白红斑 在夜空闪过 便有鲜血抛洒 暗卫都是能够以 一抵十的杀器 君子臣的紫衣卫 和叶凌峰的加入 让原本颓势的战局 一下子扭转 从劣势转为优 本来凶神恶煞 无恶不作的匪徒 见到他们的兄弟 一个个惨死 倒下 剩下的就慌了阵脚 嘴里惊怒地骂道 怎么会有这么多援兵 娘的 我们被七杀阁那小子给骗了 什么只是让我们截杀几个人 看样子全是陷阱 就不该贪图那一箱黄金 退 退 赶快撤退 一群红宗马 朝厮杀的人群奔来 苏明妹白皙小脸上 染着几滴妖野的鲜血 却笑容明亮 朝上伸出一只小手 苏明凤玉马及时而来 在靠近苏明妹的那一刻 她弯下腰 身臂往下一捞 眼明手快地将粉团子式的 小姑娘捞上了马 放到了自己身前 乾贵妃娘娘 那素来妩媚动人的嗓音 如今听来 却多了几分英气 她笑了声 利落道 小妹 你可要坐好了 好 苏明妹坐在长姐身前 弯起的眉眼 在暗夜里 像是一朵翘生生的石榴花 嗓音清脆又响亮地回答道 暗姨莫子身影 似鬼妹般 穿过打打杀杀的人群 来到君子晨身后 护卫着她 并垂手禀报道 殿下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山匪节道 紫衣卫一直在暗中 默默保护君子晨的人身安全 绝不会将殿下置于险境 哪怕冒着违抗命令 暴露自身的风险 他们之所以 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来 是被绊住了脚步 龙虎山里埋伏着的 不只有劫匪 还有一批身手不错的黑衣杀手 比起普通的山匪来 紫衣卫率先解决的 当然是这群不知名的神秘杀手 黑衣杀手们 各个都是死士 人数还不少 便格外的难缠了一些 再加上暗逸想撬开他们的嘴巴 问出幕后主使之人 不免想捉住一个活口 谁知 这些黑衣杀手被活捉后 无一例外 都咬开了牙齿里藏着的毒囊自尽 暗逸这才知道 他们都是死士 是绝对问不出什么来了 便不再有所顾忌 下手的动作 越发凌厉了起来 只是 时间还是被拖住了 暗逸禀报完事情 又不经请罪 属下来迟 还请殿下治罪 无妨 君子晨抬了下手 打断暗逸的请罪 她漂亮的同谋默色流转 目光落于不远处 马背上的人儿上 顿了顿 视线才移动到 黑色群长的女子身上 那是 苏贵妃 传闻中 凤一殿走水 宠冠六宫的贵妃苏明凤 死在大火里 如今 却在这个充满鲜血与杀戮的夜晚 出现在离圣京城几百里之外的 同舟境内 苏明凤没有死 她一直偷偷跟在流放队伍后面 就像紫衣卫保护着她一样 守卫着苏家人 她和那个黑衣少年来迟 恐怕也是 遇上了什么事情 被绊住脚步 是了 凤一殿大火 苏贵妃相消欲语那晚 也就是她遇见姐姐的那一晚 姐姐连她都能从皇宫里偷渡出来 没道理会就不下苏贵妃 只是 苏贵妃的身份 不方便在人前露面罢了 君子臣小脸沉静得 全然不像是一个智灵孩童 唇半动了动 开口道 可有知道 那些死士是什么来头 莫非是瑞德太后 或者是君天义的人 按一道 在那群死士被禁术杀掉后 属下从他们身上 搜出了七沙格的领牌 七沙格 君子臣略微沉吟 这时的江湖组织 颇有盛名 据说拿钱办事 只要钱到位 可徒人满门 就是不知七沙格何时 跟官府扯上了关系 按一道 属下无能 因为没有活口 没有审问出 他们到底是受谁之事 紫衣卫们一致觉得 七沙格杀手 是冲着殿下来的 就连君子臣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认为这群死士 设伏在龙虎山 是冲着自己而来 但是 在见到死而复生的苏贵妃后 君子臣想 或许 七沙格的杀手 真正想下手的对象 是苏贾 不会是瑞德太后 瑞德太后 虽然与贵妃不睦 但 贵妃在世人眼中已死 瑞德太后的眼中钉 从来都不是苏明凤 而是身为兰妃之子的她 也不会是君天义 英国公府 是她亲自下旨抄家流放的 若想让苏贾人死绝 当日何必一道圣旨 直接赐死 退一步讲 就算君天义反悔了 想将苏贾一网打尽 不留活口 身为帝王 她下一道秘旨即可 自然有人愿意替她 处理掉苏家 没必要出动 七沙格 这等上部的台面的 江湖杀手组织 所以 君子臣脑海里 闪过一个名字 是云若月 那个健康后府庶女 准备被君天义 立为皇后的女子 是了 也只有她 才会对曾经占据着 六皇兄正妻地位的苏贵妃 有这般的深仇大恨了 小皇子多致静腰的头脑 只从一个 七沙格 就推断到女主云若月身上 第五十九章 这九皇子 也是个白妾黑的 君子臣道 这些死士 并不是冲着本殿而来 甚至龙虎山的山匪 真正的目的 也不在于截道 恐怕是七沙格 立在人前的一道幌子 不过 说到这 小皇子漂亮的末眸中 闪过一丝冷冽 但强微色则的 纯扮青青土字 一字一顿 皆是杀鸡隐隐 匪徒作恶 亦是该杀 暗一顿时明白了 殿下这是要 血洗了龙虎山 紫衣卫得令 出手必夺性命 土匪们哪里还有 先前的嚣张狂妄 一个个丢盔弃甲 屁滚尿流地往山上逃窜 紫衣卫和叶凌峰 自然不会放过这群恶匪 为了已决后患 提剑追了上去 众人劫后余生 还活着的人 原本负于顽抗的身体 瞬间脱离 软软地瘫坐到了地上 满脸狼狈 眼睛里还写着茫然 不可置信 他们就这么 活下来了 真的 活下来了 不用再死了 这个念头窜上心头 劫后余生的众人眼里 最后才慢慢地 浮现出点点惊喜与泪光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赢了 有人欢呼 这种气氛感染到了其他人 渐渐地 只要是活下来的人 都忍不住拍手相庆 太好了 可以不用死了 那群土匪被咱们打跑了 但 这种欢乐持续不长 有人笑着笑着 就忍不住哭了出来 在抵御土匪 跟他们拼杀顽抗的时候 除了苏家之外 哪家没有死几个人呢 就算是活下来的人 身上又哪个没点伤呢 甚至连官兵都死伤惨重 押韵官赵峰 左臂被砍了一道 身可见骨 血流不止 在这酷暑炎热的天气 在这荒郊野岭 在这医疗条件有限的古代 没有伤药 他恐怕也难以活下来 就算侥幸活了下来 赵峰也难逃官府的追责 更亏对今晚这么多死去的弟兄 赵峰将染了血 砍出窝口的刀横 放在盘团座的腿上 撕下一块衣角 将左臂上的伤口死死缠住 因为疼痛 他胸口剧烈地起伏 痛苦地喘息 头发从脸侧凌乱地散下来 额头滑落大滴大滴的汗珠 与脸庞上的鲜血混合在一起 看起来狼狈极了 周围的哭声四起 龙虎山峡谷 一出呜呜呜呜的风声 仿佛连风都在为今晚惨死的人悲鸣 尸横遍野 鲜血漂浮 说他冷血也好 无情也罢 看见苏家无一人伤亡 上至祖母 下至弟弟妹妹都安好 苏明凤心里十分庆幸 还好 还好他没有来晚 还好家人们都平安无事 祖母 抱着小妹翻身下马后 一袭黑色群长的苏明凤 来到苏老夫人的跟前拜见 哪怕他曾贵为皇子妃 贵妃 他永远只是苏家的女儿 哎 苏老夫人坐在石头上 忍不住热泪盈眶的硬了声 然后连忙伸出双手 扶大孙女起身 起来 好孩子 快起来 苏明凤是苏家 孙辈中的第一个孩子 苏家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 可想而知 苏明凤得到多少疼爱了 她也算是被苏老夫人一手带大 后来苏明凤做了皇子妃 新帝登基 又被封做贵妃 苏老夫人就很少见到这个孙女了 就算见了面 也得叫贵妃娘娘 但 苏老夫人想 只要明凤好 在宫里不曾受委屈 她也就放心了 谁知 新帝心狠至此 连曾经的发妻都不放过 哪怕知道 小孙女就下了大孙女 但是听见世人说贵妃娘娘死在了凤一殿大火中 没见到苏明凤时 苏老夫人这个心啊 总是悬着的 没想到 祖孙俩再次见面 竟然是这种模样 苏明凤拜见完长辈们 来到亲弟弟面前 二弟 苏将亲眸中样出浅笑 轻声唤道 长姐 你受苦了 苏明凤目光寸寸 划过少年的双腿 凤眸里闪过一丝疼膝 如是道 从土匪们手里逃生后 亲人重聚在一起 抱头哭的人不在少数 所以 苏明凤的存在 倒也不显得多么惹眼 一刻钟后 紫一卫与叶凤 将一名瘦小的土匪拎回来 扔到众人面前 这是最后的活口 说吧 紫一卫走到君子臣身后 叶凤凤走到苏明凤身边 惊血渐渐还在滴血 但他望向苏明凤的眼中 藏着夜色都掩藏不住的柔情 嗨 凤凤哥哥 咱们又见面了 苏明妹活泼地跟叶凤凤打招呼 一双乌黑水灵的大眼睛 眼珠子滴溜溜地 在苏明凤和叶凤身上打转 他怎么觉得 这两人之间一定有故事发生呢 叶凤凤嘴角也勾起了一丝 不太熟练的笑意 恭敬地回道 小小姐 只不过 那思浅笑 在望向君子臣 以及他身后的紫一卫时 就变成了戒备与警惕 这些皇家暗卫 到底是不是冲着大小姐来的 可他们又并无恶意 甚至同他一道 合理杀了这些山匪 紫一卫也在看他和苏明凤 苏贵妃竟然还活着 那这么说 他们先前察觉到的 是苏贵妃和他的暗卫 苏明凤看着君子臣 艳丽地挑眉 凉凉地开口道 九皇子殿下 幸会 他和凌凤暗中跟着流放队伍 却发现有另外一批高手的存在 看痕迹 似乎是皇室秘位 他担心君天义派人盯着苏家人 所以迟迟没有露面 没想到 真相竟然是这样 君子臣轻轻扯住苏明妹的袖子 似乎有点害怕地 往他身后躲了躲 乖巧地唤到 苏贵妃娘娘 苏明凤目光居高临下地 望着君子臣 扯了扯唇 这九皇子也是个白切黑的 不过 为什么看样子 他似乎很黏着他家小妹 贵妃娘娘微微皱眉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大人饶命 求各位大人饶命 那被抓住审问的土匪的声音 打断了苏明凤的思绪 有亲人死在土匪手里的人 在黑夜与火光中 慢慢地站了起来 妄想这个瘦小土匪的目光 都充满了惊人的仇恨 杀了他 杀了他 为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 赵峰身为所有流泛的押韵官 忍着疼痛 咬牙走到那人面前 一脚踹在他心口 贼子该死 那瘦小的土匪被踹飞出去 然后开始痛哭流涕地跪地求饶 大人 小的可没有杀过人啊 小的也是被逼的 这土匪害怕地主动向众人 吐露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比如 龙虎山的土匪 经常下山烧杀抢夺 强占貌美妙龄的年轻女子 劫到山上去 因为跟官府有勾结 所以这一代的百姓们 过得苦不堪言 他也是没有办法 才投靠了龙虎山 在三当家麾下 做了一名狗头军师 为龙虎山出谋划策 比如 是有人送了一箱黄金到龙虎山 特意买这些人的性命的 今晚一众劫到的土匪 是三当家率领的弟兄 拿黄金买命的那人 今晚还在山寨 被大当家和二当家设验款贷 就等着三当家的好消息 是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物 如果他们知道三当家死了 必定追杀上来 不会放过一个人 苏明妹冷笑道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苏明凤捏了捏妹妹的小脸 曼丽懒君的笑道 小妹 你现在的表情 看起来真像是一个小反派 苏明妹 苏明凤拿出手帕 温柔地擦去妹妹脸上鲜艳的血字 斩草除根的事情 就交给姐姐和凌峰吧 你一个小姑娘 打打杀杀的不适合你 殿下 借你的人一用 想必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君子臣还没来得及说话 苏明妹才默然后之后绝地反应过来 小臣 这些紫衣服的人 原来是你的人吗 第六十章 这位前贵妃嫂嫂 对她的意见 好像很大 苏明妹一双乌黑的葡萄眼 眨巴眨巴 惊讶地抬起 望向君子臣 苏明凤艳丽地挑眉 双手还胸 看见小皇子白嫩的小脸都僵硬了 她摆出一种看好戏的姿态 君是皇族出身的人 哪怕只是个九岁至灵的孩童 也绝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何况 这是先帝最心爱的兰妃生下的孩子 被那位运筹帷幄的帝王 带着跟前亲手抚养大 如果不是君子臣 年龄实在太小 但凡他再年长个七八岁 这天圣国的皇位 恐怕如今也轮不到君天义来做 在新帝刚登基时 就曾传出流言 说先帝的遗诏乃是伪造 他想传位的 并非六皇子君天义 而是九皇子君子臣 这则流言 甚至一度动摇到了君天义的地位 那时 君天义还需仰仗着英国功夫 帮他稳定地位 对他虚情假意 还未撕下伪装的面具 所以 苏明凤是亲眼见过他 因为流言大发雷霆的模样 甚至隐隐地有一丝焦躁 最后 君天义将流言的事情 推到跟他有夺敌之争 被赶到封地的几个兄弟头上 说他们故意造谣 想霍乱朝纲 不仅平息了风波 还将那几位眼中刺肉中钉 给处置掉了 一箭双雕 诚然 君天义是个心狠手辣 手腕铁血的皇帝 但 从他和瑞德太后手上活下来 可见九皇子也不一般 这些人 想必就是传说中 只有历代帝王才能掌握的 也只听掉帝王差遣的皇室暗卫 紫义卫了吧 原来 先帝竟然将他们留给了君子臣 那么 传说中跟紫义卫一样强大 却比紫义卫还要神秘的 甚至从没有人见过 怀疑他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苍龙君呢 现今是否也在九皇子的手上 苏铭凤红唇微挑 择了两声 不过 苏贵妃在天下人眼中 已经是一个死人 早已死在了凤一殿的那场大火里 他也没有想要再回到那座繁龙里 去的念头 什么紫义卫 什么苍龙君 都已经不关他的事 甚至 苏铭凤乐地看到君天义 被人从龙椅上踹下来 但 若君子臣想打苏家的主意 却是 不行 也就是他家小妹 单纯 善良 心软 才会被哄骗了去 他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没错 在贵妃娘娘眼里 对苏铭妹的滤镜 就是这么厚 他倒是要看看 这位九皇子殿下 怎么圆过去 苏铭凤凤凤凤的想 君子臣本来有无数种说辞 可以将他哄瞒了去 但是 被那样晶莹透彻 明亮美丽的目光看着 他突然就不想瞒了 姐姐 他们的确是父皇留给我的人 小皇子抿了抿唇 如是开口道 就连苏铭凤都闻言不禁一愣 没想到君子臣 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向小妹透露了 天圣国皇室暗卫的存在 九皇子他 到底想做什么 苏铭凤略微迷惑了 闻言 苏铭妹长节眨了眨 软软开口道 这么说 这些人一直都在暗中保护小臣你 就算那晚没有我 也有他们在 你也不会有事的 是吗 君子臣的小脸 在夜色里墨地一白 不明白苏铭妹问这个事做什么 但总觉得她似乎生气了 有些心慌 姐姐 然而 紧接着苏铭妹却画风一转 眉眼弯弯地笑了起来 精致小脸上的笑叶 比桃花还要焦眉粉嫩 那可真是太好了 君子臣愣住 他唇半清明 在轻轻掀起 开口问道 姐姐 你难道 不生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小臣你有 大姐姐有 我也有 就像你 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秘密一样 你当然可以选择保护自己的秘密啊 我为什么要生气 说着 苏铭妹伸出小手 拍了拍君子臣的肩膀 一副成熟小大人的模样 相反 我很为小臣高兴啊 哪怕没有我 你也有人保护 不会被瑞德太后 那个老妖婆 害死在皇宫里 那本书中 并没有过多琢磨君子臣一个配角 苏铭妹也不知道 她在书中的下场 那夜在皇宫救下她时 苏铭妹还曾偷偷惋惜过 君子臣在书里的结局 肯定是被小太监给害死了 真是可惜 幸好这辈子有她相救 但是 现在知道君子臣身边 一直有暗卫保护 哪怕那一晚 她没有出现在皇宫 碰巧撞见小太监 暗害她的场面 也有暗卫救下她 想必书中君子臣 也是活了下来 所以 在知道紫衣卫的存在后 苏铭妹心里 第一时间生起的情绪 不是被隐瞒的生起 而是真真切切地替她高兴 太好了 小臣 那种喜悦感染到了君子臣 白切黑的小皇子 心底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戳了一下 漠然地柔软了下来 然后 男孩琢磨的毛子 便染上星星点点 美不胜收的碎光 至于紫衣卫们 听见苏铭妹的答案 见她一心为殿下着想 真真切切地 因为有人能够保护殿下而高兴 他们望向小姑娘的目光 也充满了柔和 和善 不过 叫瑞德太后老妖婆 明美小姐 你也太勇了吧 苏铭凤对瑞德太后 被苏铭妹叫做老妖婆 完全没有意见 她只是没想到 小妹竟然是这样的回答 苏铭凤鲜艳的唇绊 扯出一抹淡淡的 无奈的 却宠溺的笑容来 如何能不叫人爱怜 这不 就连她觉得伪装纯凉 使则小小年纪 心机就深不可测的 九皇子殿下 望向小妹的眼神也 等等 苏铭凤心里顿时警惕了起来 虽然小妹和九皇子 都还是个孩子 但若是幼年相处 青梅竹马 这苗头 有点危险啊 苏铭凤慵懒地上前一步 看似漫不经心 却将又甜又软的粉团子妹妹 挡在了身后 隔断了君子臣的视线 君子臣 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前贵妃嫂嫂 对她的意见 好像很大 紫衣卫的事情 就这么告一段落 他们的存在 也从暗处转到明面上 这群强大的紫衣暗卫 赵锋等官兵也不瞎 而布隆 也不是死人 他们自然是注意到了 也听见了他们的称呼 九皇子殿下 贵妃娘娘 哪怕他官卑人微 没见过这二位 也听说过他们的大名 一个是先帝最宠爱的皇子 一个是曾经宠冠后宫的贵妃 再加上传说中的紫衣卫 以及贵妃身边那位 神秘的黑衣顶尖高手 赵锋苦笑 原以为只是一趟 普普通通压界流贩的活 没想到队伍里竟然藏龙卧虎 有一天能遇上这般人物 他虽然还是押韵官的头领 却也清楚局势 从这些大人物现身的那一刻起 局面就已经不是 他一个小小的都尉能够掌控的了 甚至他和弟兄们的命 都已经不由自己做主 可 我还想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赵锋想到小六 还有跟小六一样 今夜惨死在山匪手中的兄弟 他拖着一条重伤的手臂 强忍着疼痛 挣扎着来到苏家人面前 下官赵锋 劳成英七品都尉 拜见贵妃 拜见殿下 赵锋单膝跪地 朝苏明凤和君子臣行礼 苏明凤这才摘下脸上黑纱 露出绝色容颜来 这一刻 好似连月光都暗淡了几分 他红唇如昧 青懒而妩媚的一笑 拉长了声音道 赵锋是吗 你倒是个聪明人 第六十一章 在苏明妹身边扮演着乖巧小皇子 女子容貌倾城 媚而不俗 是赵锋平生所见之罪 但是他却不敢生出半点起念 暂且不说他身侧那位神秘的黑衣高手 金雪剑在手 气势如虹 就贵妃本人也并不是什么傻白甜 苏明凤道 不过 我已经不是什么贵妃 世人皆知 贵妃死在凤衣殿那晚的大火里 你也不必对我这么客气 赵锋垂手 左臂的伤疼的他额头上 滑落出一颗颗汗珠到脸上 闲湿的汗珠 与脸上的鲜血混合在一起 他的语气却还算四平八稳 只要皇上没有尺夺娘娘的封号 您就还是贵妃 赵锋这话 原本是想表达恭敬之意 谁知 说完背后 却感觉到了一道针对他的凉凉杀意 似乎是贵妃娘娘 身边那位抱着剑的黑衣少年 可是 为什么 赵锋心里疑惑又微微惶恐 咬牙道 娘娘 殿下 今夜我兄弟惨死龙虎山匪徒之手 请娘娘与殿下做主 然后 一众还活着的官兵 身上也是各种鲜血与伤口 满身狼狈 却也齐齐 跪到苏明凤和君子臣面前 请娘娘与殿下做主 最后是 遇难流犯的家属 也互相搀扶着 来到官兵们身后跪下 请娘娘与殿下做主 这一刻 龙虎山峡谷的上空 在黑夜里 响起了亡灵的悲鸣 似乎在吟唱着 魂龟来袭 苏明凤微微弯腰 看向赵峰 可是 我为什么要帮你 赵峰道 只要能为惨死的弟兄们报仇 从此赵峰愿为娘娘马迁足 苏明凤弹了弹指甲 红唇扯开一抹艳丽轻慢的笑 娘娘道 但是 我不缺替我办事的人呢 这要怎么办呢 眼看着赵峰眼里的光芒 像是被风吹灭的残烛 就快要暗淡下去 苏明妹忍不住开口了 大姐姐 她说 赵伯伯是个不错的人 这一路上 她睁之眼闭之眼 也帮了我们不少 你就不要逗她了 是的 说赵峰对苏家有恩 那肯定是算不上的 英国功夫未到前 苏老夫人他们 何尝受过这等的苦 苏明凤心疼 她又是个极为互端 爱恨分明的性子 便不免有些迁怒官兵 但 对比起某些恨不得 从刘范身上 扒下一层皮的押送官 赵峰已经算是 有良心的了 哪怕没有塞很多的银子 只要刘范不作妖 她就不会动物抽打 甚至苏明妹和苏瑞苏婷 几个孩子 回回从山里打不少猎物 明眼人都知道有猫腻 但猎物按照规矩 交上去一半 赵峰就从来没有命人追究过 她看起来面色凶煞 却有一颗铁汉柔长的心 愿意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也算是有情有义 所以 苏明妹不忍见赵峰这个模样 何况 苏明凤本就没打算 放过那群山匪 否则也不会向君子臣 借子依慰了 苏明凤捏了捏妹妹的小脸 语气无奈地道 好 都听我们家小明妹的 不逗她了 赵峰猛然抬头 眼底蹦射出一抹西击的光芒 有些激动 娘娘的意思是 苏明凤收回手 目光居高临下地望着赵峰 雪白的下颌线条 精致又凌厉 赵大人这个马前卒 我收下了 那群人 我本来就没打算放过 不过 不是因为你们 他是名列又自私的性子 旁人的生死 与他合肝 但 赶朝苏家下手 已是犯了他的逆龄 如果今晚没有他和凌峰 没有紫衣卫 没有小妹 遇上龙虎山这群匪徒 苏家又会怎么样呢 男子被屠戮殆尽 包括几岁的孩童 他最小的嫡亲弟弟景妍 都恐怕没有办法活下来 而女子会被抢回到山寨里 他两个妙龄的堂妹 景色和景秀会遭遇怎样的屈辱 苏明凤不敢往下想 仿佛这种可怕的事情 真的曾经发生过一样 让苏明凤心头 忍不住生出一股浓烟毁灭的力气来 哪怕只有他和凌峰 苏明凤也要这些人的命 不管下毒也好 暗杀也罢 现在 紫衣卫也在 就更没有放过他们的道理 只要能为兄弟们报仇 赵峰才不管是因为谁 他面露一抹激动的喜色 立刻抱拳道 多谢娘娘 多谢殿下 君子臣没说话 任前贵妃扫扫发挥 不管是攻上龙虎山 还是借出紫衣卫 他都没有意见 他就只在苏明妹身边 扮演着一只乖乖巧巧的小皇子 装 继续装 贵妃娘娘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小子 就是装出这样一副纯白无害模样 哄骗他家小妹的吧 不过 苏明凤倒是没戳穿他 诡计多端的军事皇族男人 虽然明摆着 知道他是的白切黑 但 有那一层白包裹着 伪装着 总算比完完全全露出里面的黑 要好得多 嗯 对妹妹滤进八百米厚的贵妃娘娘 压根不知道 是苏明妹因为小皇子那张脸 是把人从皇宫里哄骗走的 第六十二章 北境才是苏家的天下 去北境吧 紫衣卫和叶凌峰带着一半 还有行动力官兵上山 剩下的受了伤留在原地 青窗 包扎 掩埋今晚死去的尸体 这一刻 苏明妹也不再藏私 将消毒酒精 绷带 云南白药 抗生素等药品拿出来 分给大家 因为不用再忌惮被官差发现 赵峰做出了聪明的选择 已向他们投诚 更重要的是 这荒郊野岭的 没有药品和大夫 这些受了重伤的人 很可能是会死的 只是受到了惊吓 却没有性命之忧的女眷 这一刻也不分家族 没有门第之剑 拿上伤药 或拿上伤药给人包扎 或替死者收敛尸体 哪怕自己 也害怕得手微微发抖 脸上 也没有任何退缩之意 整整五十七具尸体 被整整齐齐地摆裂在一起 断臂残肢都被捡回 放回到她的主人身边 这些尸体里 大多是成年男子 也有老人 有小孩 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 父亲 夫君 王林悲歌 侍者如斯 见到悲痛的众人 苏燕不禁想起她的娘亲 自从遥失落葬 被苏明媚训了一顿 痛痛快快哭过一场后 就再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小姑娘 这一次 终于忍不住红了眼圈 哭过之后 苏燕心里的仇恨 却释然了一分 当然 不是指她 不恨死去的范家老太太 和活着的范家父子了 而是跟自己和解 见到范家父子 竟然幸运地 从今日匪乱中活了下来 苏燕甚至心里觉得是可惜的 怎么就没把他们给砍死呢 不过 那些压在她心头沉重 日夜翻滚的恨意 却已经不能再如何折磨她了 她见到众生苦笑 明媚姐姐给她讲过一个故事 苏燕觉得 比起故事里没有脚的人 只是失去了鞋子的她 已经足够幸运了 这小丫头 就是你收养的人 苏明凤先先御手 落在苏燕脑袋上 嗓音慢力懒卷 带着一丝勾人的风情 听说你给自己改名叫苏燕 那张艳丽无双 光滑灿烂的脸庞 就这么骤然落入苏燕眼底 哪怕她是个小姑娘 也不禁为这样的美貌所震慑 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开口说话时 好像回到了那个 在范家时不自信的自己 贵 贵妃娘娘 原来皇宫里的娘娘 真的像是神仙妃子 苏燕脑海里 闪过这样的想法 苏明凤却挑了挑眉 眼尾略出几分风情 漫不经心地笑着说道 别这样叫 我不喜欢这个贵妃娘娘这个称呼 我现在也已经不是什么贵妃娘娘 既然你现在姓苏 是小妹收养的小姑娘 那也跟她一样 换我一生姐姐吧 这句话 就像是往苏燕身体里 注入一股自信和底气 眼前的神仙妃子 不再遥不可及 变得可亲起来 苏燕小脸浮现出一丝 受宠若惊的表情 然后她嗓音紧张又期盼地 小小声地唤了一声 长姐 乖孩子 苏明凤笑了笑 唇色鲜艳 美不胜收 不过希望你要记住 是谁救了你 永不可背叛她 知道吗 苏燕望着不远处 在伤缘中忙碌的 像一颗小太阳 在黑夜中 散发灿烂明亮温暖的 光芒的那道身影 双眸坚定地回答说 知道 一个时辰后 死在今夜的人 被草草下葬 掩埋入土 这次 这57个人 不像姚氏 还有一副薄冠尸骨 他们连一副薄冠都没有 因为来不及做 这个天气不尽快入土 尸体必定会腐烂 57座孤坟 在龙虎山永远地停留了下来 活着的人 却还得继续往前走 只是 往哪里走 却成了个问题 队伍里的流贩包括官兵 人数死了三分之一 伤亡惨重 恐怕赵峰这个押运官 难辞其咎 而且 贵妃苏明凤 和九皇子君子臣的存在 赵峰是知情者 若是隐瞒不报 难逃一个死字 但 若是赵峰想向京城通风报信 出卖他们 苏明凤现在就让他死 包括他手底下的兄弟 一个也不会放过 那时 就连苏明妹也不会心软 把自己和家人 置于无穷无尽的追杀和危险中 赵峰也是看清楚了这一点 才会带着兄弟们倒戈 投成苏家 现在 没了官兵的侠制 连压界流贩的都尉 都成了自己人 按理说 苏明妹他们 是可以不用 再辛苦递走 这条慢慢流放路了 但是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呢 苏明凤说 哪怕赵峰现在投入我们麾下 但七杀格的杀手 出现在龙虎山截杀 说明苏家 已经被皇城里的人给盯上 不管是君天义 还是云若月的手笔 圣经我们已然回不去 在世人眼里 英国公府苏家人 现在就是戴罪之身 我也是个已死之人 如果今日逃了 就永远只能东躲西藏 不见天日的苟活于人士 所以 就往北京去吧 虽然北京苦寒 与漠北接壤 常年被蛮族烧杀抢掠 动荡不安 但那里本就是这次流放的终点 也是定北军所在之地 苏明凤抬起下河 雪白而流畅的下河线条 在逐渐亮起来的天光里 养出一条交金的弧度 君天义自以为坐稳了皇位 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扳倒英国公府 甚至傲慢地将苏家流放北境 可是他却不知道 北境才是我苏家的天下 定北军信奉的 也从来不是皇城里坐着的那位 纵使此次北游官大败于墨北手上 跌在战场失踪 下落不明 江青断了一双腿 君天义拿此事做文章 想让天下人唾骂我苏家 但那个金戈铁马的北境 是我苏家儿郎 镇守了百年的地方 我相信 那里不是他君天义 随随便便换一位将领 就能接管过去的 听着姐姐的一番话 苏明妹竟然也莫名地热血沸腾起来 她分明没见过北境的落日长河 沙场的金戈铁马 却也对这个可能并不美好 但是无数苏家儿郎 与边境将士 抛头颅撒热血 誓死保护的北境十六周 心里生出了一种向往 骨子里属于苏家人的血性 甚至隐隐沸腾起来 苏明妹重重点头 甜美却不逆地嗓音坚定地说道 好 我们就去北境 君子臣没意见 苏明凤却偏生看小皇子横竖不顺眼 美眸流转 总要凉凉地刺上几句 不过 九皇子殿下 难道也打算跟我们一刀吗 留在圣经 您好歹是新帝的兄弟 尊贵的皇族 虽然有个瑞德太后 把您视作眼中钉 但有先帝留给您的子一位在 想必躲过瑞德太后的黑手不成问题 熬到成年籍贯 碍于皇室宗卿和天下悠悠之口 君天一大小 也得给您封个王爷当当 跟我们走 那殿下很有可能就成了勾结罪臣 意图谋反的反贼了 殿下真的想好了吗 苏明凤一双凤眼 似笑非笑地望向君子臣 眼里流转着锋芒 最后那句话 带着几分漫不经心地问道 君子臣 小皇子扯住苏明妹的衣袖 往他身后躲了躲 结语颤啊颤 垂谋轻声道 我要跟着姐姐 小臣别害怕啊 既然是我把你从皇宫带出来的 就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安抚了小皇子后 苏明妹撒娇地看向苏明凤 诺诺地道 大姐姐 小臣她年纪还小 你不要凶她 好不好吗 看着对君士皇族 男人的诡计多端一无所知 还在替对方的小妹 苏明凤 最后 苏明凤只能拿凤眸 瞪了眼君子臣 有点怯 当然 贵妃娘娘如果精通现代流行语录 一定会说 可恶 被她给查到了 第六十三章 起山火 苏明凤也知道 这小子 恐怕不是甘愿做傀儡王爷 在瑞德太后和君天义手底下 姚维起怜的人 离开圣经前去北境 是苏家最好的选择 又何尝不是她的 紫衣卫 苍龙君 帝皇图 江山令 这些传说中天圣国皇室 历代帝王才知晓的秘密力量 谁知道滕爱兰飞之子 并且给他取名子臣的先帝 又到底留给了君子臣几分 罢了 是隐姓埋名苟且偷生的那一刻起 苏家已然在这天下的局势中 是不论怎样也逃不开的 还好 目前看来 九皇子是有非敌 你这小丫头 胳膊肘静往外拐 算了 就听你的 姐姐不凶她好了 苏明凤先先玉手抬起 轻轻点了两下妹妹的鼻子 虽然很想告诉苏明妹 君子臣都是装的 君是皇族的人 一个比一个心眼多 哪怕君子臣只有九岁 也不可小觑 可是 看着妹妹天真明媚的小脸 这些话 就说不出口了 不想让这世间的黑暗与阴霾 过早地染上 这双清澈晶莹的眼底 苏明凤势然一笑 暂且不再纠结 某只绿茶小皇子 黏着她妹妹的事情 反正孩子还小 倒是 凌峰他们 怎么去了那么久 这个时辰 也该回来了吧 苏明凤凤眸摇摇地 跳往龙虎山的方向 红唇微张 不禁难难低语道 而苏明妹对小皇子说 好了小陈 大姐姐答应 不会再凶你了 我跟你说 大姐姐她其实是很好很好的人 就是她曾经做过贵妃 看起来气势难免强了一些 你不要怕她哦 小皇子明起唇 漂亮白嫩的小脸 浅浅地笑了下 嗯 我听姐姐的 好吗 好乖 苏明妹心心眼 忍不住上手 然后 被苏明凤撞见她家小妹 在捏君子晨的脸的画面 而后者不但一点 没有恼怒不说 竟然乖乖让她捏 苏明凤 如果不是确定 九皇子必然不简单 苏明凤恐怕真要被她那副乖巧漂亮的样子 可蒙骗过去了 以为君子晨真是个傻白田 君氏皇族出了个异类 贵妃娘娘心想 乖乖让捏脸的小皇子 这换谁谁不迷糊 这不能怪我们家小妹被迷惑 都怪敌人太强大 快看 那是什么 这时 突然间有人指着远处的山上 莫得惊叫了一声 被浓烈的墨色 占据了一整夜的穷仓 终于在破晓时分 裂开一道天光 此时天象是被染灰的白布 慢慢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 远处山上的火光与黑烟 就像是白布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看得人触目惊心 那是龙虎山顶的山寨 山寨 着火了 众人对着远处山上着火的地方 指指点点 苏明凤一张美艳光灿的脸庞变了色 他默然站起身 往前走了两步 怎么回事 凌峰他们 应该不会无故放火烧山寨的 苏明凤担忧叶凌峰的安危 深恐出了变故 这段时日 他们日夜相伴 叶凌峰不离不弃地守护 或许 就连苏明凤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叶凌峰的地位 在他心里已经不一般了 他不能容忍失去它 盯着山上浓烟滚滚的火势 苏明妹心头一沉 因为她想得更广 更远 这个季节 天干物燥 大地炙烈 别说是火烧山寨了 就算是一颗火星子 落到山林间的枯叶上 都足以引起 一场猛烈的山火 看样子 山上的火势还不小 不然不可能他们在山脚都能看见了 苏明妹小脸流露出忧心忡忡 很快 她的小手被悄悄握住 君子晨安慰道 姐姐别担心 有子依未在 你长姐身边的那个暗卫 不会有事情的 苏明妹明起唇办 把心里话跟君子晨说了出来 小晨 我担心的不只是凌峰哥哥 听苏明妹这么一说 君子晨脸色也不禁凝重了起来 从前他是养尊处优的皇子 虽然被父皇手把手教帝王心术 学的也是怎样做一个明君 但是上位者难免对天下苍生少了些共情 有些事情 他从未亲眼见过 亲身体验过 何谈之名声多奸 百姓极苦 出皇宫 入民间 也是君子晨最初的思量之一 现在得知 山火可能引起的危害 给百姓带来的种种灾难 君子晨 哪里能无动于衷 虽地位今不在我 但 苍生黎明供养了皇族 皇族供养了我 我如何能作弊上官 小皇子负在背后袖口之下的手 慢慢地握紧了起来 第六十四章 白日到来 烈焰风掌 很快 紫衣卫和叶灵峰 以及赵峰领头的十几名官兵 尽数回来了 人不但一个没少 他们的身后 还跟着一群陌生面孔的老弱妇孺 叶灵峰走回到苏明凤身边 他的黑衣染沉 病发略显凌乱 苍白俊美的脸上 落下一道黑灰 苏明凤促眉 御守下意识地抬起 替黑衣少年 慢慢抹去脸上灰尘 指负四扬之欲般细腻欲白 指尖带着点凉意 自己都仿佛没有察觉到 此举带着几分 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密 凌峰 怎么回事 怎么弄成这样 叶灵峰苍白俊美的面孔 顿时浮现起一丝薄红 略微窒息地磕半道 大 大小姐 她想说 我自己来吧 怎敢脏了大小姐您的手 但 这般的清静 就像是做梦一样 叶灵峰便没舍得 哪怕眼下气氛凝重 苏明妹见到这一幕 却忍不住无嘴偷笑了下 美燕贵妃与她的小狼狗安慰 磕死我了 还是紫衣卫中的首领 暗逸及时禀报道 殿下 我们赶到山上时 山寨已经燃起了大火 龙虎山的大当家 二当家和那一群匪众 被人割了猴 尽数死亡 无意活口 听着暗逸的描述 苏明妹脑海里闪过一些想象出的画面 龙虎山寨 突然某天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他带着一箱黄金上门 只求办一件小小的事情 土匪被金光灿灿的黄金冲昏了头脑 当即答应下来 却没曾细想过 如果真的只是 取几个留犯的性命 何必花这么大的手笔 那神秘客被奉作贵客 三当家领着一百来号兄弟 拍着胸脯保证 绝对把事情给他办得漂漂亮亮 大当家和二当家备上好酒好菜 盛情款待这位贵客 等着三当家凯旋归来 他们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推杯换斩间 浑然不觉死亡 已经悄悄来临 神秘客冷眼看着他们一个个醉倒 大笑着喝趴下 才缓缓抽出藏着的剑 一一割断他们的喉咙 临走前他还点燃了寨子 彻底的毁尸灭迹 扭曲的火光 遍地的鲜血和尸体 利落收件冷酷离去的背影 那人也并不怕三当家逃掉 林子里还埋伏着另外一波杀手呢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借刀杀人后 又斩草除根 的确就是七杀格的形式风格 按一道 属下甚至怀疑 绝杀 紫一位不单纯只是武艺高强的暗卫 更像是一个庞大精密 运转着的皇室秘密机构 除了会杀人护主以外 还掌握着金钱 情报 对天圣江湖上 这个声名远扬 令人闻风丧胆的七杀格 暗逸也是了如指掌一般 哪怕暗逸没见过绝杀 却几乎是立刻猜测出 幕后之人就是他 绝杀的杀人手法特殊 他擅长一见封喉 鲜血宁于井上而不露 这一招被江湖人称作白血土焰 看那些人的死相 也只有绝杀能做到 而绝杀五年前 挑战前任七杀格阁主 杀了他取而代之后 就接管了七杀格 贵为阁主 他如今一般不轻易出手 不过 据说此人跟前健康侯府庶女 经心地的云飞 关系匪浅 健康侯府庶女 心地的云飞 那不就是 女主云若月吗 云若月住进了宫里 成了君王宠 至今还没有被册封 所以多以云飞相称 苏明媚眨了眨眼 这个暗翼好生厉害 七杀格主 是女主的爱慕者 忠犬之一 这只忠犬隐藏得比较深 没想到这层关系 都能被暗翼给挖出来 可能是作者创造这本书的时候 觉得江湖杀手 爱上我这种 玛丽苏剧情很酷吧 就给云若月安排了 绝杀这个群下之臣 云若月和绝杀的出狱 也带着几分偶像剧里的气息 那一年那一夜 绝杀执行暗杀任务 不幸受伤 躲进了云若月的闺房里 才逃过追捕 被云若月救了一命后 绝杀送给了他一把匕首 说欠下他救命之恩 允诺他三个愿望 云若月上辈子在后宅斗了半生 他是个聪明人 不会轻易浪费这三个愿望 有些事 他不主动开口 作为绝杀的救命恩人 难道他会坐视不理吗 绝杀一融成小丝 留在云若月身边养伤的时候 遇上云若月的嫡姐欺负他 绝杀暗地里 发出一枚石子 将云若月嫡姐 在寒冷的冬日 打落进冰冷的湖水里 身体上留下毛病 可能未来男友子嗣了 后来那位嫡姐 只能嫁人做祭事 绝杀对云若月是日久生情 被他的隐忍 聪明 灵动 算计所吸引 也心疼他一个娇弱的女子 在后宅被嫡母 姐妹欺压得不容易 所以 后来他下定决心 要在暗中护云若月一辈子 如果身份再高点 也是个皇子 恐怕就没有军天义什么事了 绝杀是个本就末世人命的杀手 为了云若月 也的确做得出屠戮山寨 放火毁尸灭迹的事 给他的暗卫 拂去脸上灰尘的苏明凤 文言漠然冷咽一笑 原来是他 如果云若月是真正的幕后之人 那么必定是冲着苏家来的 云若月厌恶他 苏明凤亦是如此 不过 苏明凤不是因为军天义这个男人 而是云若月本身为了谋夺皇后之位 就做过不少恶心苏明凤的事情 现在 更是将黑手下到他的家人身上 这在苏明凤看来 是最不可饶恕的 暗逸接着道 我们尝试过灭火 但是寨子四周都被淋上了火油 如今干旱缺水 火越烧越猛烈 实在是难以扑灭 只得赶紧下山 对了 这些人是被那群匪徒强行掳去的姑娘 他们被关在柴房里 或许绝杀没有对他们下手 是想着 他们会被烧死 没有必要亲自动手吧 还有 剩下的便是一些山寨里 撒扫的婆子和厨娘 他们也是年轻时被抢去的 年老色衰后 就只能依附寨子活命 属下审问过 他们都未曾做过恶事 便将这些人放了出来 全部带下了衫 君子臣汉手道 嗯 你做得很好 回禀完 暗逸退到君子臣身后 君子臣目光 缓缓扫过那群面色 黄黄的老弱妇孺 开口道 你们不用怕 我是天圣国九皇子 龙虎山大群恶肥已除 你们得救了 苏明妹觉得 君子臣现在看起来 特别有皇子的气势 没想到 小陈陈还有这样的一面 嗯 很帅 这群人的神色先是茫然 仿佛没有听懂 但细细品读 你们得救了这句话的意思后 玄机脸上一一浮现出 不可置信 惊喜 悲欢焦急的神色 最后全部化作激动与感激 互相搀扶着 在君子臣面前跪了下来 感谢殿下的大恩大德 多谢九皇子 你是我们的恩啊 有的衣衫凌乱的女子 甚至一边下跪磕头 一边眼眶通红 凄惨痛哭出来 贵为皇族骄子 君子臣不是没被人跪拜过 那时他可以泰然处之 眼下却觉得 似乎猴头尖色 像是被什么汹涌的情绪 给堵住一般 这些都是天圣子民 就他们 理应是他分内之事 却被这般感恩戴德 原来 百姓要得并不多 只要上位者伸出一点援手 就足够叫他们感激涕零 敏感五妹 他明明什么都没做 诸位亲戚 不必贵我 君子臣道 本就是萍水相逢 随手施救 小皇子唇半井敏 升陷微动 换到 暗衣 拿出些银两 暗衣莫子身影掠动 逃出钱袋 走到这群老弱 妇孺面前 每人一百两银 虽不多 远远不能弥补你们的苦难 却也足够 让你们后半身无忧 拿上银子 就回家去吧 作为从小被当作 未来帝王培养的皇子 君子臣十分清楚 天圣国民情 一两银子能换一千枚铜板 而一枚铜板 能换两个鸡蛋 普通百姓家 一年到头 只穿用度 也就三两银子左右 一百两 足够这些老弱妇孺 过完后半辈子了 哪怕被土匪玷污的女子 回到家去 难觅夫婿 有这一百两银 他们也多了一些 磅身的底气 谁知 他们却没有一个人 拿着银钱的 我们哪里还有家 我们的家人 都被这天杀的贼子 给杀掉了 龙虎山的匪徒 竟然恶毒狠辣至此 到山下抢抢名女 对方若是不从 就直接杀人全家 一个不留 所以 这些姑娘早就没有家了 种种恶行 血迹斑斑 谁听了不骂一声出声 这群老弱妇孺纷纷跪下 表示不要银子 愿意跟他们一起逃难避火 离开这个伤心的 反正他们 已经没有家人 而山火眼看着就烧起来了 留下也是一个死字 最后 苏明妹拍板敲定 那就带上他们吧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太阳出来了 温度急剧上升 短短时间 就从34摄氏度 飙到40摄氏度 这才早上八点 而山顶的火势 也在一瞬间 如同张牙舞爪的魔鬼 在高温的助长下 迅速地蔓延开来 赤焰风涨 不过转眼间 席就卷了整座山头 第65章 有谁愿意跟我学灯三轮呢 哪怕山火暂时 还没燃烧到下面来 苏明妹他们 却已经感觉到了 这大火的猛烈和危险 所有人都第一时间 做出最迅速的决定 离开 必须得赶快逃离此地 如果不离开 就会死 这一夜 赶路 厮杀 救人 埋尸 未曾有过片刻喘息 都没有好好地休息一下 就得要为了逃离迅猛的山火 不得不咬牙 坚持着重新上路 但是 队伍里老弱病残战一大半 哪怕他们 有心不想拖后腿 却也无余力啊 就连赵风 也因为左臂被砍了一刀 只草草爆炸后 就带领着兄弟上山 连路奔波 导致发起了高热而倒下 而驴车只有一辆 装载不动这么多伤患 这头小毛驴 如果不是被苏明媚 偷偷喂过灵泉水 它也未必能够坚持得下来 大概是山火火势迅猛的缘故 苏明媚甚至能感觉到 这头驴焦躁的心情 它的蹄子不断在地上摩擦 尾巴不安地甩动 因为动物对危险是最敏锐的了 若是再要它驼上 不属于这个年纪 应该承担的重量 那简直就是在为难它毛小驴 事到临头 没有办法了 苏明媚一咬牙 从空间里掏啊掏 掏出一辆崭新的东风牌 电动三轮车 它望向惊呆了的众人 问道 有谁愿意跟我学登三轮的 众人 鸦雀无声 一时间 只听得山火卷过树枝枯叶 燃烧得噼里啪啦的声音 苏明媚听见自己头上呱呱呱 飞过三只乌鸦的叫声 它黑线大声道 喂 大家醒醒 还逃不逃命了 贵妃娘娘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看着突然从她小妹口袋里变出来的 像是马车一样的金属怪物 吻了吻心神 美艳无双的脸上 缓缓收起震惊之色 玉手一指 开口问道 小妹 这是什么 三轮车 苏明媚回答道 苏明凤看了眼 很好 的确是只有三个轮子 这个名字起得可真是贴切啊 苏明凤扯了扯红唇 尬笑道 当然 她容色无双 就算是尬笑 也是光艳灿烂 风情动人的 不过 她想说的不是这个呀呀 贵妃娘娘表面假淡定 内心真崩溃 也是 她虽然从苏明媚到皇宫救她的那一夜起 就知道自己的妹妹 恐怕得了什么奇遇 但是苏明凤一直和叶灵凤隐藏在暗处 并未亲眼见过苏明媚的神奇 所以刚才眼睁睁见到她 突然凭空变出来三轮车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就瞬间淡定不了了 小妹 你还有什么惊喜 是本宫不知道的 别说苏明凤了 哪怕知道苏明媚 是有些仙人手段在身上的苏家人 也被震惊到了好吗 他们以为苏明媚 只能变些吃吃喝喝的出来 没想到她竟然变出来 一辆车 虽然这车奇奇怪怪 有点可爱 没有马 也没有驴 不知道该怎么让她动起来 但她个头是真的大 还是君子晨反应的最快 子依为各个学习能力都很强 他们全都愿意听姐姐拆遣 小皇子演去小脸上的吃惊之色后 如是回答 早就知道 姐姐不是一般的女孩了 但却还是总能够给她惊喜 而在这世上 能让天圣九皇子 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多 也就仅此她一个 第66章 皇家打工人 那太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苏明媚面露惊喜地辅长道 君子晨吩咐紫衣卫众人 你们务必听从苏小姐调遣 不得有为 此时 小皇子眉目沉静 浑身上下退去了志气 体现出一种早熟的 处变不惊的尊贵来 紫衣卫都垂首英式 苏明凤鲜艳的红唇威仙 升线亲妹 凌鲜 你也去 看看小妹有什么需要的 但凡苏明凤开口 叶凌鲜无所不从 是 大小见 苏睿和苏婷也歇息够了 早早地恢复过来的力气 主动请应说道 四妹妹 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两个半大少年 在昨夜与山匪的厮杀中 展现出来了 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一面 他们一夜间 心态成长了起来 自然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且 苏睿苏婷 也对这个三轮车 好奇心浓烈 他们知道 凡是四妹妹拿出来的 必定是新奇玩意儿 他们可不愿意错过 谁知 紫衣卫和叶凌峰 苏明妹就一口答应 轮到苏睿和苏婷 苏明妹忙不迭摇起了脑袋 说 不行不行 两位堂哥不行 苏睿和苏婷一听 顿时急了 他们可是苏家的儿郎 铁骨睁睁 自认为不比谁差 怎么就不行了 四妹妹 我们可以的 我和我哥七岁起 就开始学骑设 虽然骑马的功夫 是比不过长姐和江青哥 就是高出一大劫的 苏婷说到最后 语气里添了几分傲然 勤学武 善骑设 这是他 身为苏家儿郎骄傲的地方 苏睿也跟包地苏婷是 同样一个意思 他们并非五谷不分 四肢不轻的顽固子弟 四妹妹可不要小瞧了他们哦 你们还没满18岁 可不幸未成年驾驶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苏明妹本想这样说 因为电动三轮车 也是机动车吗 谁知 他一说完 其中紫衣卫里年纪最小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 墨紫衣裳少年 弱弱地举起手 道 明妹小姐 我也还没有满18 那个 请问我还有机会吗 看着对方的娃娃脸 苏明妹陷入了沉默 沉默了几秒 苏明妹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坐这床多少年了 属下在紫衣卫中排行36 明妹小姐 叫我按36就好 我是个孤儿 三岁被师父捡到 今年17了 娃娃圆少年年龄最小 跟其他沉稳持重的紫衣卫不同 她脸上总是笑嘻嘻的 笑起来白嫩的脸颊边 会生出一对小小的酒窝 看起来令人觉得清静 但 如果你要小瞧了她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能在紫衣卫中排行到第36名 就可见 她并不是什么普通少年 她手上沾过鲜血 杀过人 标志性武器是一抹银链 可急射而出 穿胸而过 搅碎目标心脏 也可缠上对方脖子 勒碎喉咙 杀人收回后 血位染上银链 但 在苏明妹面前 按三十六十分好脾气 她问什么 她都一五一十地回答 一点都看不出来 是个厉害的影位 倒像是个长着娃娃脸的 大哥哥一般 苏明妹一听 才十七岁 这不是压榨童工吗 嘿 三岁的孩子都不放过 可真嘿 苏明妹心里 还好奇一个问题 忍不住跟娃娃脸少年唠嗑道 三十六哥哥 向你们给皇室打工 薪资待遇怎么样 你们是九八五 还是九九六 平时放假吗 年末有年终奖吗 皇室给买五险一金吗 包吃包住 分配房子吗 对了 干你们这一行 退休了皇家 给你们的养老代怎么样 案三十六 被小姑娘 问得一脸猛逼 九八五是什么 九九六又是什么 五险一金是什么 一种金子吗 为什么她都没有听说过 苏明妹口中 许多新奇古怪的词 有些词她大致 能够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有些词 案三十六从来都没听过 好在 干他们皇家暗卫 这一行的 记性都很好 虽然说达不到 像殿下过目不忘那样 妖念逆天的地步 但是素季是不成问题的 被苏明妹一连串 无厘头的问题 噼里啪啦砸下来的案三十六 理清了思绪后 立刻作答道 回明妹小姐 我们暗卫是 没有固定俸禄的 保护军上也从没有修墓的时候 不过 吃穿住行 倒不用自己操心 至于您说的分配房子和养老 我们是天圣国建立以来 第十七代皇室隐位 从小便培养着 教我们武功 暗器 下毒 阵法 术术 这些记忆的 是我们的师父 也就是上一代 侍奉先帝的紫衣卫 等我们出师 先帝轰式 新帝执掌天下 上一代紫衣卫 才算彻底攻城身退 养老的话 师父们在京中有大宅子 还有美币与奴仆 这应该就是明妹小姐你说的 包分配房子吧 苏明妹 哇 这在他们现代不就相当于 退休后在京城五环内 有四合院 还有管家司机保姆园丁 还有花不完的钱吗 她羡慕的眼泪 不争气地从嘴角流下来 不过 这些想到都是拿命换来的 苏明妹顿时也就不是那么羡慕了 对了 明妹小姐你说的985和996是何一 按36不耻下问 苏明妹微笑 眼里流露出一丝同情 36哥哥 我觉得 你还是别问比较好 问了我怕你心态崩掉 因为你们暗卫 是最惨的007 007 一周七天 全年无休 按36是个出色的暗卫 向来都是君上有令 暗卫负责执行就是 她没有太强烈的好奇心 更清楚什么时候该问 什么时候不该问 不过 总觉得明妹小姐 笑得人心里有点小怕怕呢 按36咳了咳 又顽强不惜地问了另一个问题 明妹小姐 那您觉得我还有机会吗 她露出一个别看我107 但是我很强的表情 属下也会骑马 还会轻功 按36 从一众训练的暗卫中 淘汰掉无数同门 脱颖而出 才成为子一位 那当然是有真本事与自身的傲气的 她在子一位中排行已经第36了 暗36可不想因为年龄 错失学习新技能 也就是登三轮的机会 从而落后暗1 他们太多 如果把这些子一位放到现代去 那他们大小也得是一群卷王 听了苏婷和暗36的话 苏明妹改变了固有的想法 她都穿越到古代了 还搞什么交通规则 苏睿和苏婷都会骑马 子一位们还会轻功 学三轮车还不是小意思 苏明妹立刻改口 对苏睿苏婷两个堂哥和暗36的加入 表示热烈的欢迎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们学登三轮的教练了 你们都过来 容我先做个示范 苏明妹把这群电动三轮车司机 预备一学员聚集起来 让他们都过来 全部睁大眼睛 看好她接下来的动作 然而 苏明妹一时忘记了 自己现在的身体只有十岁 她一边介绍 一边上车 这是车头 这是把手 把手是控制方向的 然后我们的脚 需要放在踏板上 声音戛然而止 苏明妹小脸上 写满了尴尬两个字 妈的 腿太短 放不上去 第67章 我们一起登三轮 大逃亡 没关系 苏明妹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苏明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幸好 她的学员们 没有一个嘲笑她的 看来暗卫们的笑点 统一都很高 苏明妹心里点点头 就继续讲了 脚也不一定要放在踏板上的 因为我们这个三轮要高贵些 它是电动的 苏明妹插入钥匙 扭动开关 只见三轮车就突突突开动了起来 她开了一圈掉头回来 望着面上 显然有吃惊意味的学员们 哈哈 都被我骑三轮的风姿惊到了吧 苏明妹微微一笑 深藏功与名 怎么样 都学会了吗 要不要我再示范一遍 我知道 光靠看肯定是 谁知 他们七七点头 学会了 苏睿和苏婷兴奋到 四妹妹 感觉登三轮比学骑马简单爱 这个跟控制滑冰鞋 是不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控制软啪啪的银链 都能杀人的 按三十六月月预示 明妹小姐 我觉得我误了 本想装个臂 却没人给她这个机会的苏明妹 还能不能愉快地做朋友了 先说 等于等于 她桃花般粉嫩漂亮的小脸垮起 君子晨倾笑了声 侧过脸 安慰她 他们学得快 姐姐应该高兴才是啊 是啊 苏明妹顿时感觉自己 刚才想差了 竟然闹起了小孩子脾气 心态随着身体变成十岁小女孩 变得幼稚了起来 不过 小陈你睫毛好长哦 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睫毛还漂亮 苏明妹突然目不转睛地 盯着君子晨 调戏了她一句 她只是突然看见了 男孩睫毛扑闪得漂亮 有口无心地将这句话说出了口 却叫小皇子白嫩的耳垂 默默染上一抹飞红 哪有夸男子漂亮的 姐姐她真是的 不过 小皇子可丝毫看不出不高兴的样子呢 被一句话安慰好 收敛起不应该的小孩子脾气的苏明妹 转手拿出十几辆同款电动三轮车 给学员们练习 卧龙山与浮虎山大火 以摧枯拉朽的气势燃烧 而这两座山的峡谷家道里 出现了一抹神奇的景象 十几辆本不该属于这个朝代的电动三轮车 一会儿开成S型 一会儿开成B型 不过 很快 十分钟不到 这群学什么都很快地卷王 就彻底掌握了登三轮的技巧 在烈日焦阳的加持下 火势已经快蔓延至众人所在的山脚下 整座山被烧得噼里啪啦作响 火焰将空气兜着的隐约扭曲 苏明妹觉得 现在的龙虎山 应该改名叫火焰山更为恰当 她在拿出温度计一看 好家伙 此时空气中的温度 都已经突破50度了 完全不是合适人掌期待下去的温度 燃烧的山火 山火引起的漫天黑灰浓烟 还有高温 让众人开始觉得 就连呼吸都开始困难了起来 像紫衣卫 叶凌峰和苏睿苏婷 这些有武功底子的人还好 身体差一点的 都差不多快要晕过去了 不能再耽搁 苏明妹立刻安排众人上车 大家不要惊慌 戴好分发下去的口罩 避免吸入过多的灰尘 多喝淡盐水补充水分 避免身体脱水晕倒 然后一次上车 她 苏明凤 君子晨 坐上第一辆 由叶凌峰开车 苏江青被从驢车转移到第二辆三轮车上 由苏燕 苏景岩 难应照顾 卸去了货物的驴兄 反倒是焦躁不安地甩着尾巴 在滚烫的土地上摩擦着四只蹄子 绿绿地叫了起来 万物皆有灵性 可能驴兄也遇感到了毁灭 被抛下的危险 听着驴兄仿佛带着一丝焦躁和气哀的叫声 苏江青面露不忍 却终究没有开口 不想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添麻烦 这位外表温润如玉 骨子里却杀伐果决的邵将军 拿出匕首 将羁绊着驴兄的缰绳与板车割断 道 你也快逃命去吧 驴兄却不肯走 这时 苏明妹伸手摸摸驴兄的脑袋 你也算是咱们的功臣了 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苏明妹把驴兄收进了空间 她先前一口气 凭空拿出十几辆三轮车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现在将一头驴给变没了 苏家人也就见怪不怪了 驴兄从火焰山一般的高温地狱 一眨眼 突然间来到一片岁月静好的空间 这里有鲜花 有溪流 有嫩草 驴兄愣了一瞬 然后在空间里撒欢地奔跑起来 苏家人依次上了最前面的几辆三轮车 再然后才是其他人 虽然原先的百人队伍 在昨夜惨烈厮杀中死去了57人 但是多出来的紫衣卫 加上寨子里被解救的老弱妇孺们 人数反倒增加了 两百来号人 几十辆三轮车 每一辆都有一名紫衣卫驾驶 后面的空座上塞着受伤的官兵 还活着的流贩 龙虎山被救下的老弱妇孺们 这些普通人在巨大的天灾面前 不像苏家人和紫衣卫一样 有强大的接受能力 他们坐上金属怪物一样的车子 摸着屁股下面的三轮车底座 只觉得心下惶惶 山火烧成这样 他们真的能逃出去吗 直到苏明妹一声令下 声音从对讲机中传出 稚嫩的嗓音分外冷静 走 金属怪物轰隆隆起起动了起来 一笔马车还快地速度 全力逃离山火 朝着远方驶去 动物也在逃命 三轮车的速度 最快在30至40千米每小时 紫衣卫们在学习和试驾时 将速度控制得比较慢 但轮到逃命就不一样了 小马达哒哒哒哄响着 那速度跑起来 仿佛都带起了一丝风 只不过 就连风和空气都是滚烫的 白日烈焰落在裸露的皮肤上 火辣辣的灼人 似乎头发丝都被炙烤得 散发出一阵轻微焦枯的味道 失去了原本乌黑亮丽的光泽 一群古代人没坐过三轮 这个朝代只有马车 牛车和驴车 而跑得最快的马车 只有天圣国贵族 才拥有乘坐的权利 像被掳掠到龙虎山上的女子 都是普通百姓 做过最奢侈的 也就是花上两文钱 坐从村子到镇上的驴车或牛车 慢悠悠地摇晃一个多时辰 才抵达目的地 哪里像现在 大运摩托 风驰电车 众人不禁抓紧了身下的座位 生怕被甩出去 像拉车的马货牛发起风来 把人甩出去 可是能够将人给摔死的 可是 过了片刻 坐在车上的人发现 这个名叫三轮车的金属怪物 虽然跑起来速度很快 却也很稳当 一点都不用担心摔下车去 苏明凤曾经是天下女子 最尊贵那一波中的贵妃 她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却也不禁感叹 天子出行的仪仗 共有十二起 皇后与太后的鸾架有八骏 贵妃也可有六几 但是她们的速度 可远没有小妹你的这个 很多的是为了彰显皇室威严 而我们是为了逃命 当然得快一些 苏明妹戴着口罩 隔绝空气里浓烈的黑色烟尘 说话时清脆甜蜜的嗓音 听起来有些闷闷的 但小姑娘的眉眼却是弯起的 其实 有句话苏明妹没说 她空间里 还有比三轮更快的越野车呢 时速能达到每小时上百公里 速度快起来 令你难以想象 那才是真正连皇帝都没坐过的车 不过 开越野的技术 要比其三轮难掌控 哪怕子一位再聪明 苏明妹也不放心他们新手上路 若是一个不小心 连人带车翻下山崖 那就不是逃命 而是送命了 三轮车的速度 虽然比不上越野 危险系数却要低得多 苏明凤坐在三轮后坐的一侧 君子晨和苏明妹坐在另一侧 沿途的山石树木从身边掠过 小皇子望着三轮车 道 真是难以想象 这种车 竟然不用处理就能驱动 虽然还在逃命的紧张氛围中 但是以不用他们下来 自己靠两条腿跑路那样疲于奔命 反正也是闲着 与其让自己陷入恐慌的情绪中 还不如找点话题 转移一下注意力 苏明妹就跟君子晨解释道 三轮车也并非凭空动起来那么神奇 而是电能取代了牲畜 这个啊 就得从工业革命说起了 几十辆三轮车组成的队伍 光石车队本身就有几百米长 声势浩荡 每个蹬着三轮车的紫衣卫身上 都别着对讲机 车头与队尾之间 必须得靠对讲机才能联络上 但是 在自然天灾面前 又显得那样的渺小 三轮车速度快 山火蔓延得更快 所到之处烈焰破坏一切 寸草不生 烧成荒芜 漆黑一片 轰隆隆 这座龙虎山上 不知扎根多少年岁的树木 在酷烈无情的山火摧毁之下 拦腰倒塌 引起乱石滚落 天崩地裂般地落下来 仿佛末日大地塌陷 幸好 车队躲过一劫 乱石落木塌陷的时候 最后一辆三轮堪堪通过那个地方 在这样烈日似火 天地如炎炎熔炉的天气里 众人后背生生惊出一身冷汗 虽然没出事 却忍不住后怕地想到 如果不是三轮车跑得快 恐怕他们恐怕 就被埋葬在那下面了 然而 大家庆幸得太早 刚才酷烈山火引发的山体塌陷 只是一个信号预警 接下来 接二连三的落木乱石崩塌坠落 快 全力前进 苏明妹在对讲机里下达命令 压力一下子给到了紫衣卫这边 紫衣卫们将三轮车的速度炫到极致 不仅跟跑毒一样 要尽力逃离出山火的包围圈 还得注意 别被山体崩裂滚落下来的东西砸到 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命悬一线 他们现在的脑袋 都被别在了裤腰带上 无数次感觉到 死神与自己擦肩而过 众人包括紫衣卫 都是一夜未眠 泛着红血丝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前方的生路 快呀 快一点 再快一点 如果说山上扎根的树木 藤蔓 荆棘 灌丛 只能在烈火与焦阳中无望的哀鸣 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火焰吞噬焚烧 那么山林里的动物就未必了 曾经飞禽猛兽 以这片土地栖息为生 但是天灾山火降临 摧毁了他们的家园 为了生存下去 无数飞禽煽动翅膀 从山林上空悲鸣着奔向到远方 无数走兽带着族群迁移 狼 豹 鹿 赤鸡 野猪 都从山林中拖家带口地奔出 这些动物之间 有的彼此是天敌 生物圈有着神秘而奇妙的食物链等级 像豺狼虎豹 对野鸡山羊 有着天然的压制和威胁性 但是山火来临 他们都放下了彼此的敌对 共同逃命 因为在灾难面前 哪怕是再强大的猛兽 也不过是云云众生的一粒杀术 所以 就出现了这样一幅奇景 车队有条不紊 在山间的关道上急驰 成群结队的飞行走兽们 摇摇地跟在车队后面奔跑 激起无数沙尘 倒是坐在车上的人 见到动物群中围首的狼群 害怕地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啊 有狼 还有老虎 狮子 野猪 这些猛兽可都是吃人的 特别是狼 一来就是一整群 十分难缠 再就是野猪 一头几百斤重 冲撞力和咬合力都特别惊人 寻常壮汉十几个 都未必能够制服一头野猪 但 现在竟然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里 朝着他们车队的方向 大批大批地奔跑而来 吓得某些人脸色一白 不会吧 他们不会这么倒霉吧 难道还没逃离山火 就要葬身受负 眼看着就要被这群 受潮一般的动物追上 落在最后面几辆三轮车的人 甚至都想跳下车逃命 或者拿石头扔为手的狼群 这时 苏明妹的声音 从对讲机里默然响了起来 稚嫩的嗓音 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冷静 莫名的令人心安 大家不要惊慌 自乱了阵脚 这些动物跟我们一样 也是因为山火逃命 他们现在没有心思与人类为敌 你们仔细瞧 他们身后还跟着羚羊 鹿群和袍子呢 狼与羊羊互为天敌 现在这种时刻 就连动物都可以放下 刻进骨子里的弱肉强食 我们生而为人 为什么不可以呢 不要驱赶 惹怒他们 就让他们跟在车队后面吧 第69章 天灾祸事 众生平等 曾经在那个鲜红的国度长大 苏明妹很清楚 人的血液里 是有凝聚力这个东西的 特别是在灾难与战争面前 不仅凝聚力无比强大 人性中神圣的一面 也会被无限扩大 果然 听苏明妹讲完 众人不再因为害怕猛兽本性凶残 就试图驱赶他们 动物们也只是跟在车队后 不曾铺起来伤人 万物有灵 蝼蚁尚且偷生 他们作为人都想活着 尽可能地活下来 这群动物 不过是跟他们目的一致罢了 天灾祸事 没有谁比谁的性命更高贵 众生平等 有位诗人 曾写下这样一句千古名句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苏明妹觉得这句诗 就是眼前山火的最好写照 一片卷着火星的枯叶 在扭曲的火焰中飘起 在空中打着旋 落到另一座山头 于是 这场山火便绵延不绝地 像是病毒一样扩散开来 辽圆百里 生生不绝 山火火势浩大 遇上百年难得一遇的酷暑 再加上干旱缺水 这场灾难 根本难以遏制 火势从这座山蔓延到那座山 好在龙虎山匪道横行 山下根本没有村落与百姓 但 车队与动物群 一行浩浩荡荡地逃亡了两三座山后 就遇见了村庄 这座名叫小离村的村落里的人 今早见到隔着两座山头的龙虎山烧了起来 黑烟滚滚 铺天盖地 村子里年长睿智的长者 见是心头一沉 眺望着远方的沧桑眼眸里 流露出一丝凝重 两久以后 心情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村中的少年健壮 不解地询问道 大山爷爷 到底是怎么了 从未见您露出过这样的表情 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吗 彼时 火势虽然还没有蔓延到小离村所在的这个地方来 但长者说 栓子 是灾纳 他就快来了 别问那么多了 赶快通知村政 将村民们全部都召集起来 然后通知他们 收拾东西 逃命去吧 小离村的人 祖祖辈辈定居在此 世代繁衍至今 甚至整个村庄的人 大部分人家都姓李 每家每户 都有点沾亲戴故的关系 虽然邻里间偶尔也有些斗嘴摩擦 但大家都是守望相助的 虽无大富大贵 却也自给自足 勤劳快乐 这里是他们的家园 有他们的房子 田地 庄稼 村民们自然不愿意离开扎根 生养他们的地方 大山爷爷会不会是弄错了 今年是干旱了些 但只是起个火而已 龙虎山隔着咱们村子 还有两座山呢 哪里就能烧得到咱们这里来了 要我说 烧得好力 那群该死的土匪 但 当山火猛烈地像一只身体 藏着火焰的燎原怪物般 一路朝着小离村所在的方向烧过来 村民们才终于慌了 天哪 这火起得怎么这么快 不止把卧龙山和腐虎烧了 就连挨着的魁牛山 洛凤山也被烧了 这群天杀的土匪到底干了什么 快 咱们快点收拾包袱 逃命去吧 小离村的村民 你推我嗓的各自奔回家中 收拾起大包小果 这个想带走 那个也不愿意落下 女人们恨不得过碗瓢盆都给带上 就连衣服兜里都塞得鼓囊囊 但是 逃难不是搬家 没有太多充足的时间 让他们带着全部的家当 一想到要背井离乡 逃亡到不知名的远方 祖祖辈辈在这里置办下的田地房产 都没有办法带走 转眼抹一抹泪 咬牙将包袱里塞上更多有用的东西 小离村中的老人 有些却不愿意离开 他们老了 走不动了 活着也只是拖累 走不了多远 比起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他们更愿意葬身此间 落叶归根 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 避掉这场天灾 他们也就能死得瞑目了 车队与动物群们 浩浩荡荡逃到小离村时 正遇上也准备逃难离开的村民 宿命妹一行风尘仆仆 小离村村民们包袱款款 两方人马遇上 决定留下的村里老人们 在村正与祖老的带领下 前来相送离开的人 见到宿命妹他们的车队 以及身后浩浩荡荡的动物们 村中睿智的长者开口问道 各位客人 莫非是从龙虎山那边逃难过来的 这时就轮到苏老夫人出面 苏老夫人一身束缚 气质却如同一块 被岁月打磨的光滑那脸的玉 她点点头 正是 那位长者 虽然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 也就只是县令 一辈子背脊朝天 面朝黄土 在土地里刨绳 比不得读书人博学 但是漫长的岁月 与农民勤劳的经验 赋予了她一双智慧且沧桑的眼睛 她一眼便看出 这一行人的非凡 双手合理 弯下腰 深深地鞠了一躬 吴家小辈也准备逃难而去 请各位贵人带上他们一道 不知可否 萍水相逢 苏老夫人不会轻易做出承诺 因为答应下来 就得为这些人的生死负责 长者似乎也懂她的顾虑 连忙道 不需要贵人们管他们的吃穿嚼用 也不需要负责他们的生死 就只是让他们跟着 在不危及贵人们的前提下 对他们照服依二 可否 若只是这样的话 似乎也无不可 苏老夫人略微沉吟的时候 苏明妹开口问道 请问老爷爷 你们村子里的人 可有什么擅长呢 长者道 回小姐的话 吴辈都是种田好手 善农士 观天象 也有不少手艺人 精通目工 泥瓦 苏明妹文言点了点头 行 我们可以带上他们 长者一正 没想到这群里面做主的 竟然是一个喂鸡鸡的小姑娘 见到那位老夫人也没有反对 她顿时一喜 谢过各位贵人援手 然后 村里老人为了表示感谢 将家中剩余最后的食物 棒子面 风干的腊肉 腌制的小咸菜 纷纷送给苏明妹他们 老爷爷 你们不必这么客气的 要的 要的 反正我们也用不上了 村中老人盛情难缺 小离村的女眷与孩子们 以及各种包袱行囊 被逐一塞进三轮车后座 成年男子就得辛苦他们自己走了一程了 因为村民们是后插进来的 原先的那些人 不少都受了伤 也不能让伤患下来走路 老人们没有要上车的意思 只站在村口挥手相送 苏明妹微微惊讶地问 老爷爷 你们不跟着一起走吗 长者摇头 微笑着道 不了 我们老了 总归要落叶归根的 但孩子们还年轻 不能陨落在这里 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 车队重新出发 将那群老人 远远地抛在身后 苏明妹不禁回头望了一眼 心中隐隐闪过一丝悲怆之意 不论是哪个朝代 老人们永远是最先被时光洪流遗忘 抛弃的那一个 第七十章 逃难队伍不断壮大 同州辖内有七线十二镇 镇下还有村落 小离村是车队经过的第一个 却不是最后一个 一路上 陆续又有不少其他村庄的村民加入进来 三轮车已经超载 装不下越来越多逃难的人 不过 他们都背着包袱 自觉跟在车队后面走 或者说 通往府城的关道只有一条 大路朝天 谁都可以走这条路 只是逃难的时候 跟着大部队一起 总会多几分生机 车队就这么 由最初的两百余人和一群动物 逐渐扩张至上千人 陆陆续续越来越多 为了照顾徒步的难民 车队甚至在危险可控范围内 适当减缓车速 让他们可以跟上 因为过了最危险的龙虎山后 暂时倒是没有山石 与树木崩裂坠落的危险 只是 山火追在后面 只要它未曾熄灭 众人逃亡的脚步 就一刻也不能停止 从白天到夜幕 从烈日焦阳到容金日落 苏明妹坐在三轮车上 比起那些徒步的难民 她被烈日暴晒 除了热之外 倒没有太辛苦的感觉 甚至因为有便携式小风扇 还能从烈狱般的高温中 感觉到一丝摇摇的风 她收回望向车队后方 难民大部队的目光 轻叹了口气 夕阳西下 落日容金的景致很美 晚霞就像是美人被打翻的烟纸盒 将天边染成五颜六色 只是谁都无心欣赏 苏明凤带着面纱 睁开了眼睛 暴毙道 小妹 我们就不了每个人的 她担心妹妹太过心软 背负上不必要的负罪感 救世主不是那么好当的 在天灾面前 能护好自己和家人 就已经是万幸 苏明凤不是不同情这些难民 她只是 为人清醒地近乎残酷 苏明妹睫毛微颤 道 大姐姐 我知道的 这场山火影响的 不会只是同州和同州百姓 接下来的难民会越来越多 天地为熔炉 云云众生在里面苦苦煎熬 我不是神 虽然同情他们 却没有办法就得了苍生 就得了每一个人 我刚才只是在想啊 太阳快落山了 山火的速度 应该会慢下来一些吧 苏明凤危症 是啊 太阳快落山了 当最后一丝洒进日光 从地平线被黑夜吞没的时候 将近4849度的高温 终于开始慢慢下降 在39度左右稳定了下来 因为山火的缘故 如今入夜后的温度 也居高不下了 不过 虽然气温才下降了9度 但天幕之上 没有了那轮白燕刺眼 明晃晃的骄阳 众人觉得 空气都没有白天里那么热辣了 山火燎原的势头 好像也随着烈日落山 变得缓慢了起来 虽然不远处的山上 依旧能见到漫山遍野的火光 但隔着一座山的距离 那火光都被神秘而沉浸的黑夜 揉上了几分雾沙遮面的感觉 目前我们已经逃离了山火的区域 大家原地修整一个时辰 晚上9点的时候 苏明妹拿起对讲机 做出这个决定 三轮车的电是太阳能蓄能 登了一天虽然有电力的损耗 但是那样强烈的日光 又在源源不断地给车子补充能量 剩余的电量 支撑晚上继续跑 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 人快支撑不住了 仔细算一算 他们这些人里 已经有人将近两天没有合眼休息过了 甚至今天白天一整天 就连吃饭 都是胡人的吞咽几口苏明妹派发的小面包 然后灌上几口凉水 那加了冰块的水 还多半被他们仰头咕咚咕咚喝的时候 给划入衣领中去了 经历过赶路 厮杀 逃亡 每个人的身心都已经是疲惫不堪 哪怕叶凌峰和子一卫 从对讲机里回复他们 还可以继续赶路 就连苏睿和苏婷也咬牙说 自己可以坚持 苏明妹依旧态度强硬地要求 听我的 不许疲劳驾驶 休息一个时辰 再继续赶路 听到终于可以休息 太好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我都快累死了 感觉这双脚不像是自己的了 其实他们大可以不必跟着这支车队 那就可以想什么休息 就什么时候休息 但 就是谁都没有掉队 他们就是 愿意跟上车队 也说不出来别的原因 就是一种感觉 仿佛跟着他们 才能谋出一条生路 车队在原地一停 难民们也顾不得许多 不慎讲究的 就直接一屁股往地上一坐 如果不是路面太硬 他们都想躺下去呢 稍微讲究些的 拿包袱垫在地上才坐下去 锤打揉捏着双腿 抓紧时间休息 就连那群数量越来越多的动物 他们也仿佛有灵性一般 或盘 或坐或卧地 在原地停了下来 他们遥遥望着远处的山火 以狼王为首 发出一阵长笑 紧接着 其他动物也悲鸣起来 听着动物们在黑夜里悠悠地叫声 难民们也不禁悲从中来 他们的家 没有了 难民们默默捶泪 林峰 你到后面来 苏明凤身姿风艳 又轻盈地跳下车 极为纤细地腰肢 饲养出一抹勾人的风情 他将自己原本的位置让出来 叫叶林峰到后边休息 为了坐得更舒服些 三轮的后车厢里 垫了一方软垫 那垫子里 仿佛还有水晃动 据小妹说 这叫水床 叶林峰脸色俊美 明起唇绊 嗓音微哑道 大小见 林峰就这样休息 就可以 还是您 这是命令 苏明凤略微挑眉 细眉艳丽 我坐了一天 身子骨都快要散架了 下来走走 如此 叶林峰才听令上了车后边躺下 紫衣卫和苏睿苏婷 也如此抓紧时间小气片刻 恢复体力 紫衣卫们 原本还不准备闭眼的 说 至少得有一人保护殿下 直接被君子沉下了命令 才不得不遵从 他们是皇家暗卫 服从主上的命令 是从小刻在骨子里的天性 两个儿子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爬到三轮车后面的空座上 几乎是立刻倒头就睡 看得僵尸眼圈都不禁红了 他们坐在车上的 困倦了还能瞻瞻眼 但唯独开车的 却片刻不能走神 得时时刻刻集中注意力 连打瞌睡都不成 因为车上承载着的 还有数条人命 叶林峰和紫衣卫都是暗卫 自然不是普通人 可比 但瑞哥和廷哥 这两个半大少年 竟然也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这逃亡的一路上 没有出半点纰漏 姜柔心里既是心疼 又是骄傲不已 她拿起一把蒲扇 给两个孩子轻轻地打扇 带来一缕夏夜的风 苏锦瑟和苏锦秀两姐妹 默默对视一眼 亲手亲脚地离开 来到了苏明媚的面前 什么 两位堂姐也想学 怎么登三轮 苏明媚乌黑的眼珠里 透出几分惊讶的色彩 为什么说 也 因为她的二叔三叔 也就是苏映白和苏华希 在两姐妹之前 就找苏明媚 说了同样的事情 第71章 绝杀前入皇宫 来到流云殿 就连苏明凤也表示 这个登三轮本宫 也想要学一学 苏明媚 贵妃娘娘登三轮 那画面太美 我不敢想 不过 三轮车司机 确实是人手紧张 第一批学员 就只有叶凌峰 全体紫衣卫 和苏锐苏廷兄弟俩 总共不超过40人 连个换班的都没有 既然他们都想学 苏明媚没有道理不同意 沉吟了下 苏明媚甚至让苏华希和苏映白 负责去询问难民中 是否有人愿意学这个的 你真的要把这个传授给他们 不怪苏华希惊讶 因为在世家贵族眼里 哪怕是一道点心方子 都是不传之秘 是绝对不可能拿出来 分享给庶民的 自古以来皆是如此 骑三轮车的记忆 虽然在现代司空见惯 但是在古代人眼里 一点都不比世家 任何一项秘义简单 它是珍贵的 寻常人藏着掖着 生怕被人偷学了去 都来不及呢 他的明媚小侄女 却说要免费 传授给那些难民 这难道就是仙女的格局 苏华希顿时感觉小了 自己的格局小了 苏明媚扬起粉嫩的小脸 柔软乌黑的额发下的同谋 在黑夜里四宝石般明亮 她道 教一个是教 教一群也是教 就算把怎么骑三轮车的 教给那些人 车在我手中 自能决定她的去留 只要是愿意学习者 我皆可免费教 至于能领悟到几分 能不能完全学会 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不过 我不愿这项记忆 被那种奸华狡诈 心思不正的人学了去 所以还请二叔和三叔 帮忙长长眼 剔除掉报名者中 不合格的人选 苏映白汉首 明媚放心 二叔省得 苏华希也忙作应成 苏映白是翩翩君子 多治善谋 最能堪破人心 苏华希是长袖善武的商人 最擅长识人和缘打交道 事情交给他们 苏明媚自然很放心 最后 苏映白和苏华希 带回来足足五十余人 有官兵 有青年和男子 也有女子 就连她的二婶婶三婶婶 楚婉和姜柔 甚至她娘亲也在其中 三婶婶姜氏 明艳泼辣不让须眉 苏明媚并不意外 但是怎么连二婶婶 也来凑热闹了 楚婉露出一抹轻力的笑容 道 明媚可不要小瞧了二婶婶 我爹 是一方封疆的王爷 我自幼也是会骑马的 行吧 那就一起学登三轮吧 只是 这一批学员 比起子依为他们的领悟力 水平就是良有不齐了 用班主任的话来说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件 其实 总共也就带了两件 最后 五十几人中被淘汰掉 只剩下三十余人学会 被淘汰掉的人 可能真正学起来 花时间耐心教导 也不会很差 但是时间迫在眉睫 苏明媚要的是 拥有天赋 敏捷 洞察力 和反应力的人 哪怕是三轮车 也不能开玩笑 意外的是 苏家人竟然全部都学会 包括她看似美丽柔弱的娘亲 蓝莹抬起下河 难得带着点娇精地道 那当然 娘可是英国公的夫人 在战场失踪生死不明的亲爹 一直以来都是苏家人的禁忌话题 突然不经意提及到 蓝莹一正 原本还略微娇精的神色 一时间不免黯然了下来 苏明媚伸出小手 软软地牵住蓝莹的 用稚嫩的嗓音轻柔的安慰道 娘亲不要伤心 我相信 爹爹一定会没事的 嗯 蓝莹眼含泪光 勾起唇角 娘亲也这样觉得 我们明媚 可是得了神仙点拨的小仙女呢 说的话当然是真的 苏明奉素白的手 搭上母亲肩头 道 娘 我们到北京去 说不定 父亲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总归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哪怕是尸骨 做儿女的 也因为父亲收敛掩埋 抛雀悲伤的情绪后 苏明媚再从空间里拿出食量 让三十余名新学员 离远点训练 不要打扰到旁人休息 这些人马不停蹄地陷入训练中 见状 有人摇了摇头 这多累啊 看着就辛苦 有这时间 还不如多休息一会儿 何苦折腾呢 真是 蠢笨 范健就是这样想的 他福大命大 没在土匪手中受什么伤 躺在地上装死躲了过去 如今跟儿子范童相依为命 范燕那丫头改了姓 在他心里 就是别家的女儿了 哪怕苏燕如今攀着苏家的关系 瞧着是人上人了 但他这个做老子的 又沾不上一点光 好在 比起那群难民来 他和儿子能坐车 不用自己靠双腿走路 比起流放那会儿 甚至还强一些 这么想着 范健心里有些美滋滋地睡了过去 然而 范健一觉醒来 苏家车队颁布了新规则 除了苏家人之外 老弱妇孺 幼童 孕妇与伤者 优先登车 司机可额外 带一位指定的亲人登车 难民大部队 足足上千人之多 三轮车就算增添到五十辆 最多也只能让四分之一的人挤上去 也就是说 范健和范童原本的位子 没有了 不属于他们了 说自己还是个孩子的理由 想上车都不行 范家父子不一 不是 我们先前可是有位置的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他们打算胡搅蛮缠 强行爬到车上去 一名紫衣卫 横剑落在范健脖子上 要么滚 要么死 范健 怕死的他 当然是麻链的滚了 范家父子被杀鸡儆猴在先 震慑住众人 谁都不敢起什么歪心思 但是 不少人心里都暗暗后悔 为什么自己没有响应号召 去学登三轮 不然这会儿也能坐上车了 不过 再后悔也无用 一个时辰过去 山火离得越来越近了 又得开始逃命了 在逃难大部队披心待跃 日夜兼程地赶路时 导致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绝杀 也赶了一天一夜的路 回到了圣经 他肆意缕烟斑潜入皇宫 来到了流云殿 流云殿里 传来了一些暧昧交织的谜秘之声 想到心爱女子 正在帝王身下成欢 绝杀握紧了手 默然闭上了眼睛 遮住眼底的痛苦之意 第七十二章 绝杀的隐藏身份 云若月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把在军天义那 跌下去的好感度 慢慢长了回来 原因啊 还得从这儿说起 皇宫与金库被盗 瑞德太后年轻时 贤良术德装惯了 现在亲儿子做了皇帝 如今便不装了 变本加厉的娇奢营一起来 便挪用了国库的存盈 填补自己宫里的损失 甚至命人在宫外 修建起了行宫 一个鼎盛的皇朝 国库里的存盈 也不过几百万两而已 因为国家得养兵马 制造武器 甚至暗地里 还得培养隐卫 上回与末北一战 天圣国惨败 十万将士阵亡 君天义就算把罪 都推在领军的英国公身上 但 作为战败国 天圣向末北求和 对外不仅得割地 让出边关三座城池 赔款白银百万两之巨 队内还得拿出银钱 来抚恤阵亡将士的亲属 以做弥补 国库一度空虚 现在天圣国 四处起了旱灾 而镇灾需要银子 需要一大笔银子 这事 令君天义焦头烂额 不得不繁忙于政武 他可不想 屁股底下的龙椅还没做热 就被造反 给人掀下去 带着前世记忆 重生的云若月 十分疑惑 上辈子似乎这个时候 并没有出现过天灾 为什么这一世却出现了 云若月当然不会想到 是自己的缘故 他只是有点忧愁 自己只是想做皇后而已 为什么竟然经历一波三折呀 原本以为胜券在握 十拿九稳的事情 竟变得有些遥遥无期起来 旱灾未平 君天义这个接骨眼上 定然是没有心思利后的 云若月也不想 自己这个皇后的名声 跟天灾扯上关系 既然要做皇后 他就要做千古流芳的贤后 而不是祸国妖后 所以 云若月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替君天义分忧 苦思冥想的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苏明凤的亲娘兰氏 母族出自江南 是精灵首富 有人说兰家富可敌国 为了保住家族 和为英国公府谋一条生路 让女儿兰英不必赴死 只是换来流放的结果 兰家可是捐献出了一半家产呢 不然 国库哪里还有银子 供瑞德太后谋用 可是 不管是出于女人间的嫉妒 对苏明凤的厌恶 还是自身的精致利己 云若月 还是将主意打到了兰家头上 他向君天义献出这条计策时 君天义还略有犹豫 兰家才捐献出半富身家 如今又要他们拿出两百万两赈灾银 是否不太妥当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如今天圣国有难 兰家作为天下第一的富商 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家国出一份力吗 他们还是皇商 既然享受了皇商的荣耀与便利 自然也得承担起英镜的责任 大不了等度过此次难关后 赏赐兰家一个爵位 帝王清风 那是多大的殊荣 普通人可是拿着银子都买不到呢 末了 云若月满脸小女儿 粘酸吃醋的姿态 半真半假地娇称道 一郎不肯 难道是 还对那苏明凤旧情难忘 所以 对他的外祖家格外心软 一郎如此 我可不一 你分明说过 对他没有情义的 月儿 你说到哪里去了 见云若月洋装生气地侧过身子 君天义连忙 一阵好哄 最后才哄得云若月的娇言上 露出笑容来 他保证说 朕都听你的 是云若月成功地说服了君天义 但 其实君天义自己心里 何曾没有想过 让兰家为这次的赈灾营买单 出血呢 只是 他是皇帝 想要个好名声 想在青史留名 总逮着一只羊毫羊毛 难免不符合明君的作风和人设 所以 君天义需要一个人来劝谐他 扯着为百姓和天下苍生的大旗 将自己的私心掩盖下去 说到底 君天义就是想又当又利 而云若月刚好做了那个劝谐的人 君天义 怎能不对他心生怜爱 朕在营的问题已经解决 远在铜州的山火 暂时还没有传到圣经 君天义觉得自己又行了 月儿 朕今晚就留在流云店陪你 君天义握着云若月的手 眼神情意缠绵地望着女子妹 似含羞的容颜 同眸燃起一丝火热 沉沉地开口 那意思 懂得都懂 甚至 情到浓处 君天义再次许诺 待此事了却 朕定然风光立你为后 云若月乌农的长发凌乱 白裸的郊区 泛着金银的汗珠 依偎在男子赤裸的胸膛上 红唇吐露甜蜜的喘息 一郎 月儿不是想做什么皇后 我只是 想成为你的妻 绝杀彻夜回京 潜入流云店时 云若月才被宠幸今晚的第三回 他自我折磨般地听着 直到天光破晓 君天义穿戴整齐去上朝 绝杀才现身 落于床边 云若月还在睡着 只穿着一袭水红色肚兜 轻薄地筹备下 身姿妖娆 一节小腿吟白诱惑 露出来的脖梗 与香肩上面布满着的鲜红吻痕 刺痛了绝杀的眼睛 他陡然又想起 昨夜窥见的诱惑 妩媚 浪荡的身姿 鬼使神差地俯下身去 绝杀稳住云若月 那鲜艳欲滴的红唇 云若月以为弑君天义 竟然迎合起来 直到绝杀脸上的银色面具个倒塌 云若月才猛然惊醒了过来 啊 见到绝杀 竟然上了自己的踏 云若月一张魅色清澄的容颜 又羞又恼 还带着震惊与愤怒 你 你放肆 竟然敢这么对待本宫 他隐瞒的胸口激动起伏 妄图拿腿将绝杀 从自己身上踢开 滚 你给本宫滚下去 滚啊 绝杀痛苦又欢愉地闭上眼 抓住了云若月的手腕 道 月儿 凭什么君天义可以 我就不行 就因为他是皇帝吗 明明我比君天义最先认识你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 连 话到这里 绝杀却突然停顿住 末了 他阴雅的声音中 透着一分狠力 月儿 我要你 不管你说什么 一定要得到你 一向沉默寡言 像条狗一样 任他呼之则来 挥之则去的男人 意外地强势起来 连云若月都被微微震慑住 他甚至从绝杀身上 看到了一丝尊贵又狠辣的影子 这时 云若月耳边响起 只有他能听见的 至尊皇后系统的声音 滴滴滴 意外发现可攻略对象 绝杀 身份 七杀格格主 隐藏身份 流落在外的西凉国皇子 至尊皇后系统的话 让云若月放弃了抵抗 结语轻颤着 闭上了眼睛 第73章 火焰印记 皇室图腾 月儿 绝杀语气惊喜 云若月突然间的柔顺 似乎是默许了他 绝杀就像是被从天而降的惊喜 砸中了脑袋 叫他如何能不高兴 月儿 绝杀稳住女子鲜嫩红艳的唇绊 碧绿的眼里 闪过一抹痴迷与浓情 喃喃地 叫着云若月的名字 然后不自觉像君天义昨夜一样许诺道 月儿 你放心 今后我会好好待你 只要你愿意 君天义能给你的一切 我都能够给你 云若月没说话 别过脸 露出一抹白嫩的梗子 绝杀在榻上 比君天义也得多 哪怕云若月的身体 被至尊皇后系统调整成绝世有物 但 她的思想仍然是古代女子的思想 偏向保守 从没想过 有朝一日会跟君天义以外的男子 不过 不得不说 绝杀给她的感觉 跟君天义是不一样的 最后 云若月也亦乱情迷了 隐约间 她见到身上的男人 兼背后的一抹火焰印记 如朱砂般鲜艳又危险 那是 西凉国皇室的图腾 看来 至尊皇后系统没有骗她 绝杀竟然真的是西凉皇室血脉 不过 她是如何流落到了天圣 进了七杀阁 成为了杀手的 她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吗 云若月心里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但被卷入情欲悬窝里 让她无法思考 咬了咬唇 云若月索性放弃 一双光白的手臂 情不自禁地抱住身上的男子 患得绝杀越发的激动与狂野 月儿 不过 带到尸臂 云若月却颤着双腿到下榻 找了一件水红色的薄纱 遮住胶躯 重重地甩了绝杀一个巴掌 滚出去 你竟然对我做了这样的事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云若月 一副贞洁猎女的模样 虽然那一袭水红色的沙衣 遮不住她身上的痕迹 还有那尹绰鸟螺的身姿 但 她略微昂着头 绝美地下颌微微抬起 泪珠从小脸上滑落的样子 可是透着圣女般的娇精与高傲呢 绝杀一听 顿时慌了 她上前抱住云若月 上身显露着属于杀手的好身材 比起君天义这个从小养尊处优 皮肤白皙的皇子 绝杀的身材要野性得多 腹肌明显 壁垒分明 就连腰身也要比君天义竞兽有力得多 月儿 我以为你最后也是 愿意的 绝杀用力地抱着她 在云若月耳边说道 云若月流着眼泪 缠绵地哽咽道 不 我已经有阿易了 然而我却背叛了她 和你 说到这 她像是羞于启齿 魅意清澄的脸上浮现起一丝飞红 看得绝杀侯杰滚动 回想起云若月的美好来 很快 云若月又摇了摇头 将绝杀的身体一推 别过脸 很心道 我不能再对不起阿易 你走吧 我今生都不会再见你 从前 绝杀以为云若月只爱君天义 她想着默默守护心爱的女子就好 但是得到过云若月的身体 发现云若月对自己 也并非全然没有爱意之后 她哪里能够容忍她推开自己 投入君天义的怀里 被别的男人独占 绝杀心中 已经对云若月生出了属于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欲 她再无法退回保护者的身份 只甘心做深情终犬难二了 绝杀大长死死锁住怀中的郊区 嗓音音哑又狠力道 君天义 你就这么爱她 云若月咬着红唇 道 阿易会许我做皇后 我也可以 绝杀俯身 重重地在云若月唇瓣上咬了一口 弄出浓烟的鲜血来 重复了一遍道 让你做皇后 我也可以 云若月痴疼又震惊 你在说什么胡话 绝杀摘下脸上的银色面具 露出一张苍白俊美 轮廓裂美 充满了少年野性气息的面孔来 令人震惊的是 那双碧绿的眼眸 没了面具的遮挡 越发的妖也夺目 月儿 我是西凉国皇子 这件事 我也才知道不久 曾经 我因为这双妖异的眼睛 一出生便被抛弃 流落到天圣国 被原来的七杀阁主捡到 成为了一名杀手 那些人找到我 希望我回到西凉 绝杀坦白身份后 留下一句 等我便穿上夜行服 长腿窄腰 身材体现出一抹凌厉的利落 然后跳窗走了 云若月束手扶窗 飞薄杀一下身姿妖娆 亲眼看着绝杀离开后 他突然懊恼地咬唇 竟然忘记了问苏家那件事 处理得如何 苏明媚一行 是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赶到同舟府城外的 原本得走上至少三个日夜的距离 被缩短到 只用了一天一夜不到 就到了 但 夜晚城门落了锁 逃难的部队 被关在了城门之外 城楼上 夜里巡逻的将士 见到大部分靠近 以为是嫡媳 顿时明见示警 来者何人 夜闯城门者 格杀勿论 古代消息之后 同舟府城 距离龙虎山相隔几百里 是以这座繁华的城池里 暂不知道山火逼近的事情 夜凌峰接住射来的长剑 苏明凤仰头望着城楼上的降临 声音在夜色里 显得清亮如凤银 我们乃是同舟侠下百姓 龙虎山突起大火 绵延百里 大家不得已逃难而来 请将军速速通知州府大人 让百姓连夜撤出城内 然后出兵扑灭山火 什么 那位将军 面色舒然一变 你们说的可是真的 千真万确 将军若是不幸 可派一对青旗出去查看 山火现今 已经朝这边过来 最多两个时辰 天亮前便会烧到府城 苏明凤 掷地有声 闻言 那将军不敢耽搁 立刻吹响了城楼的号角 这一夜 同舟成惊变 史称 逐日之变 这场从天圣西元第三年 春末下初开始的天灾 至同舟起 谁也未曾想到 到后来 竟然颠覆了天圣皇朝 百年的政权统治 第七十四章 伐木救火 城门一开 难民队伍竟然有序入内 不曾发生拥抢 踩踏事件 那位将军目光微闪 便知道了 队伍中必定有掌势者 但是 再见到狮子狼群等猛兽 也想跟着落难队伍入城 将军 以及一众士兵如临大敌 不行 这群畜生也性难逊 未免他们伤人 不得入内 说吧 士兵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红鹰枪 对准那群动物 一路上 动物与百姓一起逃亡 不说生出多么浓厚的感情 但是他们的确是不曾伤过人 如今却被拒之门外 有的难民不禁道 官爷 他们不会伤人的 要不就放他们进来吧 这群动物跟他们一样 都只是失去了家园的可怜人 将军铁面无私地道 不行 畜生就是畜生 哪里能指望他们知晓人性 本将军负责同舟上下的安危 必须得为百姓负责 领头的狼王 一身罕见的银白色皮毛 在月夜与火光下 散发着幽媚的光泽 湛蓝色的铜眸 冷冽地盯着将军 嘴里发出一声危险低沉的吼叫 啊我 将军拔出刀 与狼王对峙 狼王蓝眸冰冷 随后他掉头 率领着一众动物 从城门转身离开 难民们眼里流露出一丝不忍 山火猛烈 烧毁了他们的家 又被人类占据的城池巨之门外 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呢 苏明媚粉嫩的纯扮威名 他倒是可以将动物都收进空间里去 但是众目睽睽 这些将士可不比难民好应付 希望这些小动物能聪明一点 暂时找到落脚地 他们会想办法扑灭山火的 一定 入城后 那位将军开口问道 哪一位是化事者 请随我去见州府大人 面见州府大人的任务 就交给了苏映白 同州州府姓李 是清廉正直的好官 半夜被号角惊醒后 李大人连官服都未穿戴整齐 就火速赶到 得知山火从龙虎山快要烧到府城 他立刻点将出兵 派官兵挨家挨户敲门 通知百姓这个恶号 并让他们连夜收拾行囊 离开府城 前往卢州方向避难 紧接着 这位李大人接见了苏映白 苏映白身上有令人心折的文人雅士气质 一举一动都透出世家大族的优雅和风骨 由他献上计策 就算是昏庸的官员 也难免会从心底幸福几分 何况是位百姓着想的好官 州府大人 可召集府城内所有将士 和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 戴上斧子 在山火烧过来前 罚出一片隔火带 这样可以有效地阻止山火蔓延 还有 苏映白献上的拯救山火的方法 都是苏明妹在现代得知的森林救火实测 十分有用 只是 必须得靠专业的将士来执行 否则随随便便由他组织难民救火 只会害死他们 所以 必须赶到同州府城 求助同州将士 苏明妹年龄又太小 由他来说这些 恐怕会被当成小孩子家家胡闹 苏映白出面就正正好 这个时候 不是在乎谁出风头 懒功劳的时候 救火为上 苏明妹也不会因为 天圣国如今是狗皇帝的天下 就放任山火不管 他可能不算是一个好人吧 但思想也没有那么狭隘 丝绸和苍生大意比起来 不值一提 山火回去的是 无数百姓和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他们流离失所 苍茫大地满目疮痍 苦的只会是百姓 百姓又何孤 所以 哪怕是苏家 哪怕是苏明凤这个 应该最为厌恶君天意的人 都没有一个说 直接离开到逃到北境去 不管这场事 苏家每一个人 心中都怀着对天圣国百姓 最基本的慈悲与悲悯 寻常人只会想到 用水来扑灭火 哪里能想到 灭火其实还有这么多方法 苏映白的一个个建议 果然叫李大人眼前一亮 本来他还愁呢 今年天圣各地大汉缺水 百姓们吃水都紧张 哪里有多余的水可供灭火 现在好了 原来不用水 用土木杀石也可以灭火 李大人也不顾苏映白 如今是什么身份 他一府之州 竟然朝苏映白深深地拜了下去 先生大财 就同州百姓于水火 请受我一拜 苏映白衣衫染沉 看起来有些风尘仆仆的狼狈 但整个人却似美玉一般那脸光滑 他道 大人不必客气 还是赶快组织将士灭火吧 世杰 我这就去 于是 将士们倾其上阵 拿着斧子出发了 朝着山火烧过来的方向 与逃难的百姓背道而驰 冲往第一线 不论是现代 还是古代 军人和士兵 都是值得尊敬的人 望着将士们骑马离去的背影 原本脱家带口 准备连夜出城 逃难的百姓们 不少都心有触动 他们纷纷放弃了逃走的想法 心中四生出了豪情万丈 周府大人 请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同周也是我们的家 我们也想留下来 为他出一份力 大人 李大人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 自然也得百姓和将士们爱戴 见到百姓们 主动请愿留下帮忙救火 望着微弱火光中 那一双双眼睛 李大人主动摘下头顶的观铃 朝众人一拜 诸位大义 感激不尽 将士们感到救火第一线 在离山火烧过来 还有半座山的时候 开始伐木 想要在这山中 硬生生制造出一条隔火带 将士们撸起袖子 就开始挥舞斧子 黑羞黑羞 汗如雨下 一棵树 两棵树 不断倒下 另外一批人 用板车将倒下的树身 给马不停蹄地拉走 只是 太慢了 这样终究是太慢了 可能隔火带还没有弄出来 山火就烧到这里了 这时 将士们听到一阵突突突的声音 游远极近 带着一束束亮光 三轮车队 承载着百姓们自愿组织的救火意识来了 他们还带来了先进的现代工具 电锯 苏明媚教 紫衣卫电锯怎样使用后 就让紫衣卫再交给这些百姓 并且告知电锯危险性 这样一来 伐木的速度就要快多了 只要能在山火来前 制造出一条隔火带 同舟俯程就安全几分 众人希望大阵 动作越发卖力起来 树木长成 需要十年 百年 倒下去只需要一瞬间 一颗颗繁盛的树木不断倒下 然后再被三轮车运走 可能几十年之内 这一座座山都会是荒芜一片 寸草不生 苏明媚拥有木系异能 是能够跟植物进行沟通的 她放出了微弱的木系异能 闭上眼睛 似乎感知到了 这漫山遍野植物的痛苦与哀鸣 他们在说 救救我 请救救我 苏明媚舒然睁开眼 那一瞬 毛子乌黑且明亮 绽放着锋芒与华彩 她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 第75章 这是天灾 也是人祸 非你之过 姐姐 君子晨看见苏明媚小脸上的表情 就像是 下定了什么决心 小晨 山火来了 我们人类是万物领长 我们能逃 因为有手有脚 甚至有车马 就连动物们也能逃 苏明媚语气并不算激烈 甚至可以说是冷静到了极点 虽然嗓音依旧带着稚嫩 口吻却透露出一种 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成熟 但是他们不能 她指着那些被砍伐倒下的树木 他们只能坐等着 被大火吞噬 烧死 灭亡 或者像现在这样 为了我们的私心 被砍伐掉 人类和动物失去了家园 他们失去的是生命 人类呼吁万物平等 理应共生 但是在危及到自身历史 总是第一时间 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哪怕是伤害其他物种 这些话 是君子晨以前从未听过的新奇观点 换作除了苏明媚之外的任何一个人 跟他这样说 小皇子恐怕都要嗤之以鼻了 这无聊的同情心 刻在人骨子里的 本就是掠夺 自私 凉薄 伪善 为了活命 牺牲掉山林树木 和飞禽走兽 算得了什么 哪怕是杀掉同伴 同类相识 只要能有一线生机 他相信某些人也做得出来 因为小皇子 外表白嫩漂亮 骨子里切开确实是黑的 君是皇族历来如此 只是 如今苏明媚这样说 君子晨竟然心里 生不起反驳的意思 流放的这段日子里 比不得做养尊处优的皇子 那般美好 但是 君子晨也见到从前 在皇宫不曾见过的东西 百姓疾苦 苍生受难 小皇子对天下有了悲悯之心 如今自然也能逐渐体会到 苏明媚为这些花草树木 难过的心情 他认识了苏明媚啊 实在是心地在柔软善良 不过的小姑娘 姐姐不要难过了 君子晨亲身安慰他道 这是天灾 也是人祸 却唯独非你之错 我知道 苏明媚朝他道 我并不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 他让二叔献祭 再拿出电锯 加快这片山林的死亡 但是 苏明媚不觉得自己有做错 在一城百姓的生死存亡前 他冷静甚至冷酷地牺牲掉这座山林 因为人类的本性 就是精致利益的 只是 我突然想到 或许我可以 尽一些绵薄之力 苏明媚小脸上露出一抹笑叶 毛子也是漂亮名残 小皇子名起唇半 轻声道 姐姐想怎么做 我都陪你一起 那好 你跟我来 苏明媚小手 牵起君子晨 两个小孩出现在随时有可能 发生危险的救火前线的这座山林里 本来是一件很突兀 很不合常理的事情 不过 苏明媚一定要跟众人一起过来 苏明凤他们也只得无奈同意 而君子晨呢 只有他能指挥的洞子依卫 所以也跟了来 眼下众人都忙着砍出一片隔火带 苏明媚和君子晨两个小孩子 在这件事情上都帮不上忙 所以他们离开 除了子依卫之外 也没有引起旁人注意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 可能对你们来说 可能有些惊世骇俗 等会儿 你可不要害怕 闻言 君子晨歇许沉吟 便打了手势 让子依卫不得暗中跟随 苏明媚一路放出木系一能感应 来到这座山上 木系一能回应最强烈的地方 他惊叹地望着眼前壮力高大 树冠如盖 足足十几米的参天大树 道 这恐怕得是一棵活了好几百年的古树了吧 那就从你开始了 苏明媚小手触摸上树身 闭上眼睛 虽然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却未曾出声打扰 木系一能渗入树身 苏明媚似乎能够感应到 这棵古树 是这座山上最古老 最年长的树 它的根系盘根错节 已经往四周蔓延方圆十几里之广 往地下扎根百米之深 想要将它收入空间很不容易 苏明媚很是费了一番功夫 古树在原地骤然消失的那一刻 连带着方圆树石里的大地都震动了下 正在砍阁火带的人都被惊动了 怎么回事啊 刚刚是 地洞吗 古树消失的地方 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里面可以见到一些盘根错节的乳白色植物根须 君子成是真的被惊讶到了 那棵古树 可是足足有三层房子那般高大 然而 却这么 咻的一下 眨眼间就不见了 哪怕君子成知道 苏明媚是有些神意在身上的 但是还是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 确实够惊世骇俗的 小皇子唇角微抽 不禁想到 苏明媚收完古树进空间 转过身来 眨了眨眼 问道 小陈 怎么样 没有被吓到吧 我可是提醒过你的哦 还好 君子成道 小皇子对什么接受能力都很强 见到古树突然消失的冲击 对他来说只是一时的 倒不会因此感到害怕 听他这么说 苏明媚就放心了 他一个人偷偷出来 苏家人未必放心 但有君子成在 知道他身边有紫衣未跟着 他们就要安心得多 而且 小皇子特别上道 不论他想做什么 在他那里 好像都可以 第七十六章 银白狼王 只是 君子成略微沉吟 这个会对姐姐有损吗 毕竟那么大一棵树呢 苏明媚摇头 嗓音脆声声地道 没问题的 小陈你放心好了 把东西收入空间 主要是靠他的精神力 只是收了一棵树 暂时问题不大 他也想试探一下 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君子成促起的漂亮墨眉 微微轻盏 却还是道 总之 不要勉强 我知道了 小陈你这么爱操心 小心变成个小老头 苏明媚吐了吐舌头 模样俏皮 然后走到下一棵树 小手摸上树身 将它移入空间内 君子成 他 小老头 忍不住摸了摸脸 小皇子觉得自己还是很嫩的 接下来 苏明媚将方圆树石里的树木 包括藤本与灌木 都一一转移进空间里 好在空间足够大 哪怕将这片森林移植进去 也不见拥挤 君子成就静静地 陪在苏明媚身边 他走一步 他便也往前一步 直到 四周的山林 都变成光秃秃的 只剩下泥土 一口气收进了一小片森林 苏明媚觉得还行 他拍拍小手 道 这样就好了 如果只剩下荒山一座 没有树木植被助燃 山火戒不了事 火势便要慢慢减弱一些 小陈 我们再继续 往上面走吧 苏明媚抬头看了眼天色 烟粉的纯瓣 轻轻的张合 道 天就快要亮了 必须得赶在太阳出来之前 加快动作 救下这座山中更多的植物 也是为整个铜州的存亡 争取时间 这时 黑暗里亮起一双双幽蓝的眼睛 君子成警惕起来 是狼群 话落 那匹浑身皮毛漂亮银白 在黑夜与月光下 流转着悠悠光泽的狼王 四肢着地 迈着矫尖的步伐走了出来 苏明媚察觉到 狼王没有攻击他们的举动 他抬起小手 将君子成的身体挡在自己后面 压低了嗓音 道 小陈 他似乎并无恶意 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先看看吧 被女孩挡在身后的君子成 他这是 被保护了 这对小皇子来说 还真是非常新鲜的体验 他抿了抿唇 结语微闪 嗡了声 银白狼王望着眼前两个小不点 看比宝石美丽的湛蓝色铜眸中 闪过一丝近乎人性化的情绪 他滴滴地嗷呜了声 然后 他转身 背对着苏明媚和君子成 漠然半蹲下了身子 你是 想让我们坐在你的背上 苏明媚惊讶 银白狼王四世听懂了苏明媚的话 再次发出嗷呜的声音 像是在说 是的 这头银狼 似乎格外的通人性啊 苏明媚也不再迟疑 豁然开朗的一笑 有种名灿漂亮之意 来吧小陈 想必你也没骑过狼吧 银白狼王背上 哪怕驮着两个小孩 及时穿行在林间 也轻而易举 苏明媚和君子成 抓紧了银狼身上的毛发 避免被摔下去 偶尔与树枝擦身而过 最后 银白狼王带着他们 来到草木最为茂盛的地方 就像是知道苏明媚 想要做什么一样 将两人轻轻放下后 紧接着他几个纵身 那一抹银白的光泽 消失在森林深处 苏明媚甚至都没来得及叫住他 哎 他本想将动物们 也一并收容进空间里去的 谁知 算了 还是先办正式要紧 动物也自有他们的生存之道 苏明媚又开始了摸树 收树的工作 越干越起劲 很快 附近的草木也被他给薅秃了 苏明媚一心转移山上的植物 自己根本不曾注意到 空间产生的微妙变化 原本被浓蛋白物遮住 无法踏入的青山远带 那上方的蛋白物气渐渐散开 一点点露出被遮住的东西 与此同时 将士和百姓们组织成的救火意识 也在为了整个同州城的安危而努力着 一棵棵被连根巨断的大树 被运出这座山 以最快的速度 制造出一片隔火带来 然后 又有数以千计的人 推着一车车沙土和石头 送到抗灾救火的最前线 想以沙土碎石覆灭山火 如果一有山火 不小心越过隔火带 立刻有人 举着进过水的树枝扑打火焰 妄图阻止山火野心勃勃地前进脚步 不行啊 火还是太大了 那边 那边燃起来了 这里也燃起来了 快来人啊 可可嗨 在水火无情面前 人类终究渺小而无力 哪怕他们费尽心机 制造出一片隔火带 但是 只要一粒小小的火星子 就能够跨越 这个来自人类的阻碍 重新燃起他们身后的山林 而这样的火星 不止一粒 往往是这边被燃起的火 还没来得及扑面 那边又冒出浓烟 烈火中 大家在拼命 在嘶喊 这时 众人感觉到 自己脚下踩着的土地 轻微的震动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浩浩荡荡地游远寂静 带起沙尘漫天 是那群狼啊 还有老虎 野猪 他们嘴里还叼着树枝 他们 也是来救火的 众人震惊地望着那群 被拒之铜舟城外 而后不知去向 如今却像一个个英雄般 奔腾而来的动物们 不知为何 浑身隐约热血沸腾 他们效仿着人类 用嘴咬着近视的粗壮树枝 扑打着起火的地方 火焰撩过他们的毛发 灼伤他们的皮肉 可是却没有一个退缩 他们 或许没有人类聪明 但他们同样 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着这片土地 那位曾经将这群动物 拒之门外 不允许他们入城的将军 见到这一幕 也不禁感叹道 原来在生死存亡面前 猛兽也有义友情 这是一场 人类与动物 同心协力的自救 当苏明媚 再次将方圆树尸里的草木 收入空间 银白狼王又出现了 这次 他都没有多余的动作 跟苏明媚进行沟通 就咬住眼前 这两只人类小崽子的衣领 一转头 将苏明媚和君子臣丢到背上 然后再次奔向森林深处 苏明媚骑着银狼 跟他唠嗑 狼兄 你这也太不讲究了吧 好歹打声招呼呀 银狼像是听懂了一般回应 嗷嗷嗷嗷 君子臣 这都能聊起来 小皇子不懂 但大为震惊 过了片刻 迎白狼王停下 这次 他带苏明媚和君子臣 来到的是藏匿于山间的一处湖泊 狼兄 你想让我 用这里的水去救火 第77章 空间的变化 天圣大旱 同州城百姓吃水都紧张 没有多于水来灭火 然而 声势浩大的山火 烟能不用水 就能覆灭 湖泊是动物们找到的 人类建筑的城池驱赶它 它们却愿以湖泊之水 抵挡漫山大火 收了半座山的草木进空间 苏明媚其实已经感觉到 精神力今天有些消耗过度 但 她望着银狼 道 好 整座大湖被苏明媚收入空间 骑着银白狼王 抵达火清严峻的前线 在漠然放出 湖泊之水如 天河道观 冲入漫山遍野的火焰中 火与水的碰撞 已经不是人类可以插手的 只有苏明媚 见到那漫天的火光中 有一道危险又鲜艳的红光 朝它笔直地飞来 没入眉心间 她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是什么 苏明媚摸了摸额头 心有点烫 但 她没有感觉到 身体有任何的异样 难道是眼花 那边 这是 哪里来的水 快看 山火退了 感谢神仙老爷保佑 感谢神仙老爷保佑 临近铜州城的苍鹰山上的大火被扑灭 再加上隔火带 短期内不用担心再复燃 铜州城危机已解 这一刻 天亮了 众人雀跃欢呼 不过 从龙虎山另一个方向 往玉州烧过去的山火 可就不容乐观了 虽然只有一州之隔 玉州却远没有铜州幸运 他们没有苏印白献计 没有三轮车和电锯等辅助工具 也没有苏明媚这样以一己之力搬空伴坐森林 最后召来湖泊之水灭火的人 玉州城百姓不得不弃城 连夜往圣经方向逃亡 一时间 出现了大量流民 全都往圣经方向涌去 君天义看过八百里急报后 愤怒地将折子扫落在地 一群混账 龙虎山为何会起山火 竟然火烧两周 造成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听见龙虎山这几个字 前来送兵镇梅子汤的云若月 心间跳了跳 他舔了舔唇 有点心惊肉跳地想到 该不会是绝杀干的吧 云若月还真是猜对了 就是绝杀 不过 看着圣怒的君天义 云若月根本不敢说出自己 派绝杀去除掉苏家人的事 君天义眼下是没功夫 李云若月的了 他才登基短短几年 就接连不断出现 兵败 人祸 天灾 再来一次 别说当明君了 恐怕都得下罪己诏了 帝王坐拥皇城与天下 封条与顺被万民称颂 遇到灾祸下罪己诏昭告天下 将所有的罪过揽在己身 这都是惯例了 所以 许诺给云若月的丰厚大典 现下就更是没影了 除非君天义想被骂做昏君 云若月想被骂做打击 换作先前 得知册封皇后的事情 被一推再推 云若月肯定强颜欢笑地反过来安慰 君天义说不及 他爱的是他这个人 做不做皇后 其实无所谓的 然后回到刘云殿 才发脾气摔东西 但是这回 云若月竟然发现自己一点都不生气 他想起了绝杀来 他说 君天义能给他的 他同样能够给他 让他等他 云若月心一点点地乱了 这些时日 他经常想起绝杀 云若月觉得 这也不能怪他 哪个女子能忘记占有过自己的男人呢 何况他还那般 云若月舔了舔唇瓣 脸颊浮现起一抹烟红 他应该不是全天下位两个男人动心的女子吧 云若月想 同舟 山火扑灭后 在救援中受伤的人员 被陆续扶下山 送回到城中医治 众人都精疲力竭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天亮了 英雄归来 百姓们家道欢迎 将军单膝下跪 向李大人报权赴命 末将性不辱命 李大人亲自搀扶起他 周将军辛苦 其实 都是大家伙的功劳 没有众位努力同心 恐怕也没有办法保护同舟城 还有 将军语气停顿了下 那群动物也立下了功劳 只不过 在苍蝇山的山火被灭掉后 他们就成群结队地离开 消失在森林深处 也不知道将来如何生存 将军心寒愧疚 不过 重来一次 他依旧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苏明妹听到将军的话 忍不住笑了下 其实 在经过跟狼兄的商议后 动物们包括他们的幼崽 都已经被他偷偷收入空间 安置在空间的山上 那里可供他们野蛮生长 所以实在不必担心 之后 李大人给难民们 安排好了暂时的住处 这些人本来就是 同舟侠下的百姓 只是他们的家被山火 给烧毁了 身为父母官 李大人愿意打开城门 将他们全盘接收 而苏明妹一行 则受李大人的邀请 住进了城主府 哪怕李大人 可能已经猜出他们的身份 却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给予了苏家人应有的尊重 没有因为他们留饭的身份 就有所博代 女眷们被安排 住在城主后院 苏明妹好好地洗漱了一番 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 用完一顿美味的真修 然后在柔软充满香气的卧榻里 睡了从流放以来第一个好觉 睡醒以后 苏明妹懒洋洋地在床上滚了滚 然后突然想起来 到空间里去看一下 这次 她是以实体进入空间的 空间变化很大 最外面那圈蛋白薄物散去后 空间的面积仿佛扩大了一倍 只不过更深处 还是被乳白色的雾气遮住的 但 苏明妹有感觉 现在空间更能装了 溪流似乎也拓宽了 能饲养更多的鱼虾 原本紫金莲池里的灵液 只有最底层浅浅的一层 如今却汇聚了小半池子了 苏明妹因为空间的变化 欣喜不已 说实话 空间上辈子在她手里那么久 可从来没有升级过呢 这是 原本被薄白雾色遮掩的地方 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小小的茅草屋 令苏明妹惊讶不已 同时又心生警惕和好奇 茅草屋里面会有什么呢 爵士武功 数不清的金银珠宝 还是 有人 终究是好奇心占了上风 他伸出手 然后轻轻一推 茅草屋的门就开了 第78章 遇见仙霞文里的穿越铜箱 小破茅草屋里 布置的古风且简陋 一张暗桌 一个博古架 博古架上面 盛放着不少书籍竹简 还有一些雕花灵格的木盒 不知道里头具体装着什么 暗桌后的墙上 挂着一幅水墨画 画上是一位女子的背影 不见面容 乌黑如潭的长发 被一根明艳红绸记着发尾 她乘坐在一只凤凰的背上 凤凰尾部有九条羽翼 色泽鲜艳 光耀灼灼 骑着凤凰的女子 整个人背影 透出几分欲风 而去得潇洒与血液 苏明媚一时不禁好奇起来 凤凰生性高傲 赤裂如火 却甘愿俯首 让女子坐在背上 不知道这女子 又是怎样的身份 那么她现在还活着吗 还是早已经坐过 她走进这间小破茅草屋 凑近那幅画 见到画的右下角落款 诗无媚 三个字 笔风透着一股铁画银钩 漂亮凌厉的味道 可以看出 作画之人是一位男子 不过 画女子时 却是连发丝的笔触 都是温柔的 显然 画中女子 是作画男子的心上人 苏明媚转过身 看向了暗桌 暗桌上 随意散落着几本书 竟然都是她熟悉的简体字 最上面那本赫然写着 五百年修仙 三百年模拟 苏明媚 她一脸猛圈 苏明媚仿佛以为 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幻觉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式的了 还是说 修仙界也有高考 突然 苏明媚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 修仙 擦 苏明媚心跳疏然加快 有人曾说 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赢 要是她能够掌握 这本书里面的知识 岂不是也能 修个仙 身为大厦国人 谁没有个 飞檐走壁的武侠梦 或者遇见 乘风的仙侠梦呢 苏明媚小时候 也曾经学着 电视剧里的白娘子 披着床单 演自己是会法术的仙女呢 现在 有这样一份 修仙秘籍摆在面前 苏明媚能不心动吗 不过 修仙秘籍对她来说 充满了诱惑 却也充满了 未知性和不确定性 就像是潘多拉魔盒 谁也不知道 打开她以后 是天大的机遇 还是放出不可预料的危险 但 终究是冒险精神 占了上风 苏明媚不禁微微 平住了呼吸 她按下砰砰跳的心脏 小脸虔诚地翻开那本 五百年修仙 三百年模拟 然而 一打开 里面不是修仙的 终极奥义 而是浮现出一行文字 你瞅啥 苏明媚小小的脑袋 再次缓缓出现 一个大大的问号 玩它呢 紧接着 那行文字 似乎被人擦去一般 金光微微流转 就变成了另外一行字 嗨 说你呢 苏明媚 她先是愣住了下 然后心头顿时浮现起一个震惊 不可置信的想法 这是在跟她说话吗 似知道苏明媚在想什么一般 那行字 疏然又出现了变化 对 没错 就是你 她怎么知道 我在想什么 苏明媚眼神警惕 在屋子里上下左右的四处张望 似想找出那个躲在暗处 偷窥自己的人 别找了 我们不在同一个空间里 苏明媚明起烟粉的唇半 略意沉吟 提起笔 在那行字旁边的空白处写道 你是谁 金光流转 一个字一个字缓缓浮现 最后变成一句话 混沌空间的上一任主人 颜希罗 苏明媚心里松了口气 原来是空间的前一任主人 还有这空间名叫混沌空间 她略微思量 按照小说定律 只有空间主人生死 才有可能被其他人重新绑定 身体已灭 却依旧能跟外界沟通的 叫做残魂 一般情况下 是主角的白胡子老爷爷这一类的金手指 苏明媚顿时面露同情之色 提笔继续写 原来是前辈 不知前辈今日突然现身 可是有什么遗愿未了 有什么需要我烧纸的地方 我一定帮 那人先是发来六个点 表示无语 然后 残Q 我还没有死 不用给我烧纸 苏明媚心里啊了声 这就比较尴尬了 下一秒 她反应过来 残Q 这不是网络流行语吗 为什么这位貌似修仙的前辈也会 难道他也是 穿越的 苏明媚小脸脸色一正 写下 敢问前辈 即便偶不便的下一句是什么 符号看向线 宫廷玉叶酒 一百八一倍 此微 尔康 属于穿越人士的暗号全部对上 妥了 原本的警惕 猜疑散去 苏明媚对素未谋面的严希罗 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毕竟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嘛 苏明媚 没想到前辈竟然也是穿越的 严希罗 那可不 这年头 穿越都成筛子了 苏明媚 前辈穿越多少年了 严希罗 让我掐指一算啊 到现在也就 活了个几千上万年吧 太久了 具体记不清了 几千上万年 还也就 苏明媚的世界观 得到了刷新 推翻 和重建 这位绝对是 穿到修仙界去 没跑了 作者有话 混沌空间前主人 暂定下一本的女主角 是一本仙侠文 大概有点 沙雕 不过 得等到目前这本写完 才开新书 当然 本书世界属于低五位面 还是偏向古代桃荒种田 不会出现大批修仙者 或是灵气复苏的情况 第79章 你也可以修仙 苏明媚继续跟严希罗唠嗑起来 真羡慕你们这些修仙的 不像我一穿越过来 就被抄家流放了 严希罗就解释 其实啊 她穿越后 也是拿的女配祭天剧本 不过 她自个儿一路雨天抗争 不然早被女主光环给弄死了 苏明媚一听 修仙界危险重重 稍有不慎 就是身死到消 魂飞魄散 连转世投胎都不能 顿时就一点都不感到羡慕了 至少 在她穿越到的这个巢代 她有空间与异能在手 能确保小命无鱼 经过末世一遭 苏明媚可是惜命得很 比起动荡归例 充满了危机与奇遇修仙界 她还是更喜欢有烟火气息的人间 严希罗却突然写道 修仙的话 你倒也不必羡慕 她说 苏明媚此间所在的天地灵气稀薄 也有可能受制于古代宫斗文的设定 人无法修仙 动物也无法成精 但是有混沌空间在手 却也不是不可以修炼 只是 最多也就能修炼到个筑基 筑基在他们修仙界 只能算作起步 却是苏明媚这方世界 能够修炼到的天花板了 除非 有奇遇 苏明媚文言有点小惊喜 能修炼就行啊 她不挑 小说里讲的 人修仙后 达到不同的境界 寿命都会随着修为增加而提高 是不是真的啊 苏明媚问 颜希罗 这个倒没错 苏明媚心情有点小激动 写下 修仙者筑基期的修士 最长大概能活多久 五百年 苏明媚眼睛放光 曾经有首歌叫 向天再借五百年 这不就妥妥的心愿成真了 颜希罗倒是知无不言 继续写 练气七寿线两百年 筑基五百年 金丹一千年 原音翻倍两千年 后面还有化神 杜结 等到了非生成神的境界 是可以破碎虚空 兽与天奇的 苏明媚想起颜希罗说 她活了成千上万年 就问 前辈如今什么境界 嗯 也就最后一种吧 好样啊 真给我们穿越女长脸 如果不是怀了凤凰崽子 我兴许还能 那行字写到这里 突然没有再往下写 苏明媚 她眨了眨眼 怀了凤凰崽子 不是 你们穿修仙界的 都玩这么野的吗 不过 苏明媚感觉自己 仿佛被炫了一脸的狗粮 啊 我老公回来了 不聊了 被那只凤凰发现 又得跟我傲娇了 书上金光闪过 颜希罗已然在向她道别 最后一行字留得又急又快 笔触都有些潦草 你好好修炼 有朝一日 说不定我们会有见面的一天 拜 好 苏明媚回道 随之 当金光淡淡弥散去后 书里重新出现了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 五百年修仙 三百年模拟 不过 谁能告诉她 为什么修仙还能跟物理 化学 生物扯上关系 苏明媚先简单地翻了翻内容 她看不懂 但她大为震惊 之后 苏明媚发现了 博古架上的那些书籍 都是各种修仙功法 雕花灵阁的木盒里 放着羊皮卷 里面是单方 只是上面炼丹用的材料 碧根花 麒麟雪 千年诸果 苏明媚听都没听说过 恐怕这个世界 未必能凑齐材料 也就是说 这些在修真界 足以引起腥风血雨的单方 拿在她手里根本无用 此外 幸运的是 苏明媚还找到了一些小玉瓶 里面装着颜色不一 形状圆润的丹药 瓶身上贴着标签 回灵丹 止血丹 养神丹 助颜丹 易容丹 严寿丹 名字倒是十分简单粗暴好懂 还有整骨的丹药 甚至毒药 连修仙者都能要倒的毒药 吓到普通人身上 威力也可想而知 只不过 这些丹药放着这么长时间 真的没有过期吗 苏明媚突然想起前世一个网络梗 你说毒药过期以后 是没毒了呢 还是更毒了呢 她拿起一支贴着洗金法水丹标签的小玉瓶 试试不就知道了 一支瓶子里有六颗丹药 苏明媚倒了一粒在手上 只见那尾药丸 浑身雪白盈盈 圆润光泽 丹身上有三道淡金色的漂亮纹路 看起来都像是一件艺术品了 令人都不舍吃尽度负 苏明媚一闭眼 一张嘴 把她丢入口中 按照五百年修仙 三百年模拟上的丹药服用指南 盘腿打坐 很快 她身体的经络开始疼痛 皮肤表面慢慢地浮现出一层黑漆漆黏糊的物质 散发着一股浓烈而奇特的臭味 带到疼痛停止 她整个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黑人 就像是几百年没洗过澡一样 苏明媚睁开眼 嫌弃的拿指尖 拎起粘腻在身上脏污的衣裳 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 险些眉涂出来 好在 上辈子她喝了紫禁莲池里的灵液 误打误撞也洗精法水过 只不过那时的剧痛持续了一天一夜 她几乎是疼晕过去 又疼醒过来 反反复复如同在水火中煎熬 直到体内的杂质被全部排出 然后出现了五行异能 看来 服用丹药的效果 药比直接肝一口灵液温和得多 也是 毕竟五百年修仙 三百年模拟 上面写 丹药在炼制的过程中 炼丹师将药材本身的杂质一一剔除 再辅佐其他灵液 将过于霸道的药性中和 更利于人体吸收 只不过 一般的丹药有单独 磕多了 反倒有爱修行 除非是完美承担 那个先知归利的奇幻事件 丹药 灵液 炼药师 这些东西 暂时还是离苏明媚太过遥远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洗澡 她可不能忍受 这样一个脏细性黏糊糊的自己 最后 苏明媚足足洗了三遍 才把身上的黑色污垢搓干净 不过 洗津发水的效果 在她身上 也是格外明显的 原本小姑娘的身体 虽然又白娇嫩 却也没有水灵成现在这样 浑身上下一点瑕疵都找不到 皮肤雪白漂亮 精致的像是 摆在名贵橱窗里 最美的杨枝白玉 头发更柔软乌黑 嘴唇更鲜嫩红润 气质上更是有所不同 仿佛多了一丝 仙气 总的来说 就是脱胎换骨一般 从古代三阴士族小贵女 变成琉璃仙女娃娃的区别 苏明媚在感受了下 她身体也更轻盈了些 五行异能倒是没变 按照修仙界的说法 她的五行异能 对应的就是金 木 水 火 土 五种灵根了 那本修真百科全书上讲 五灵根代表资质最差 因为别人只需要修一种灵根就够了 你得同时修五种 进展起来自然最为缓慢 不过 苏明媚又不用跟修仙界那群大老卷 五灵根就五灵根吧 在空间里待了许久 直到按照册子上说的修炼法门 成功引气入体 苏明媚才出来 空间四季如春 温度适宜 一出来 她就感觉到了空气里的灼灼热意 另一边 李大人得知了苏家的身份 竟是被圣上流放的英国功府一族 心中越发敬佩 新帝对英国功府不容情 苏家却仍然出手拯救了同州 不过 未免圣经降罪 牵连到李大人 苏老夫人向他此行 我们也该离开同州 继续前往北京了 第八十章 离开同州 继续前行 李大人沉吟道 老夫人放心 诸位为同州做的事 李某不会上报给天子 苏老夫人略微欠身 那就谢过李大人了 她原本也是 想请李大人保守秘密 新帝多疑 本就猜忌苏家 好不容易将英国功府扳倒 流放至北京 若是途中立下功劳 能不能免罪暂且不论 但 此事恐怕越发地教军天义 将苏家 视作心腹大患 欲处置而后快了 苏家最好不要冒这个头 再赶到北京前 越不引起圣经那位注意 他们一行就越安全 李大人略微犹豫 道 是我该谢过各位慷慨援手 只是 李某 还有个不情之请 此次防治山火的法子 可否能公不开来 同州倒是暂且安全了 但与龙虎山同样相邻的玉州 恐怕也遭了难 听说玉州州府与百姓们 已经弃城 纷纷往圣经逃纳而去 而且如今大旱之年 难保其他地方 不会出现山火 所以望老夫人 李大人也知道 新帝搏带了英国公府 分明是忠君爱国的臣子 却在英国公生死不明的情况下 将苏家全族抄家流放 苏家在流放中 仍愿意为了百姓 献出救火粮策 却因为帝王的猜忌 得不到半分嘉奖 对比下来 皇帝和其薄情狠心 但 他却还要为了皇帝的江山 请求对方 将粮策公诸于天下 天下人不会知道 里面有苏家的功劳 他这样的要求 实不应该 但是 为了百姓 为了苍生 李大人还是舔着一张老脸 将这话说了出来 苏老夫人汉手道 为天下百姓祭 李大人尽管放手去做救事 我们本也没想藏着掖着 在经历种种之后 要说苏老夫人对如今 皇座上那位有多忠心 还能做到心无怨对 一心于衷 那是没有的 他只是不忍罢了 心 百姓苦 王 百姓苦 英国公府与新帝 是世家与皇权的争斗 家在其中的百姓又何其无辜呢 李大人连忙起身 脸秀行李道 老夫人大意 下官再次替他们谢过 临行前 李大人设宴替苏家践行 就好像他们不是流放到北京 而是去远行 吃过酒宴 苏家 易行和本应流放到北京的犯人 与押送的官兵 趁着夜色出了同州城 被山火烧毁了家园的难民们 最终决定在同州城留下 因为李大人是个难得的好官 一定会妥杀安置他们 待朝廷拨下赈灾营 家园必定能有重建的一日 他们本就是同州人 能就此安定下来最好 不过 难民们没有忘记逃亡的时候 被苏家救助的情谊 这一晚 苏家离开时 他们纷纷赶来城门相送 恩人要一路保重啊 我们永远不会忘了 跟人们的大恩大德的 这是我们自己腌制的小咸菜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还请收下 在路上带着吃吧 一两颗鸡蛋 一小罐子酱菜 几条腊肉 一小袋大米 被在城门口 家道相送的男女老少们 塞到苏明妹他们手里 扔到三轮车上 李虽然不贵重 但是在本就干旱缺水 粮食短缺的情况下 百姓们能拿出这些东西送人 已经是从牙齿缝里省出来的了 里面蕴含的情谊 沉甸甸的 就连贵妃娘娘 都被塞了小半块腊肉 拿在手里 有些不知所措呢 在夜色下 望着那一张张朴实无华 满脸感激与不舍的面孔 曾经从来名艳交金 尊贵无双的国公嫡女 帝王宠妃 沉默了片刻 道 我从前喜好华美的衣裳 金贵的首饰 一心想要那女子的尊位 从来不惜北京荒凉 后来 君天义登基 只封了我做贵妃 我如何肯甘心 想着君天义 既然想过河拆桥 大不了拼得个鱼死网破 我能将她送上那个位子 自然也能将她给拉下来 再后来 君天义对苏家 也越发忌惮 与漠北那一战 我察觉其中有意 想让爹不要去 他却没有听我的 毅然领兵去了北京 结果呀 二弟断了腿 成了残废 他失踪在了战场 小妹 你说我们的父亲 是不是太过愚忠 明知是计 还傻傻地上套 苏明凤望向苏明妹 红唇带着几分嘲讽的笑意 这般问道 苏明妹眨了眨眼 没有作声 大姐姐此时需要的是聆听者 她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不需要苏明妹多言 那时 我就是这么想的 不过 现在我好像有点懂了 说到这 苏明凤撩起红唇 嘴角勾勒出几分释然的弧度 爹奔赴战场 助手北境 是因为他身后守护着的 是千千万万如这样的子民 他不是愚忠 他是英雄 送走苏家后 李大人回到府中 妻子突然迎上来 面色惊喜地告诉他 后院那口快要哭掉的井 重新开始往外冒水了 本来井中的水都快溅了底 如今重新蓄满了水 闻言 李大人自然是喜不自胜 快叫妻子带他去看 果然 枯井逢生 井中饮满了甘甜清澈的水 这是苏明妹对李大人一家款待的馈赠 后来 李大人靠这口井 在旱灾中救活了无数铜州百姓 别的泉眼河水员都干枯断流了 唯有城主府后院的这口井 涌现出源源不断的水 仿佛取之不解一般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离开铜州城时 队伍从上千人 重新缩减至百人 进入铜州境内前 苏家人还是阶下囚 如今却地位翻转 就连押送的官兵都得奉之为尊 可见人生际遇总是反复无常 不过 一个昔日贵妃 一个皇子殿下 还有紫衣卫和叶林风压阵 这样的身份都叫官兵生不起别的心思 老老实实跟着一路往北进去 其实 比起之前累死累活的徒步走到北进 坐在三轮车上的官兵们就觉得 这样好像也不错 就连伙食也升级了 虽然赵就是赶叶路 但跟之前相比 简直不要太轻松 只是 不是每个当官的 都像李大人那般一心未鸣的 离开同州后 苏明媚他们 在路上碰到的难民 又渐渐地多了起来 持去了将近两个月的高温 令大地一片酷烈 人间成为了炼狱熔炉 田地干裂 没有水灌盖农田 作物一片接着一片地枯死 就连百姓们家中做出来的饭食 不过短短一两个时辰 就在高温下腐败 坏掉 便馊 食物根本难以长期储存 于是 饥荒就这么开始了 第八十一章 吃人的世道 在闹灾荒时 百姓们往往背上行囊 成群结队离开家乡 往没有灾难的地方而去 如果可以 谁都不愿意背井离乡 颠沛流离 他们 只是想寻求一条活路而已 素来南方气候比北方温暖 所以大部分难民 都选择往北走 苏明媚一行 便碰上不少 同样前往北境方向的难民队伍 三五成群 步履蹒跚 一路上 苏明媚看见他们将树叶 树皮 草根 啃十个金光 甚至吃土这个前世网络热门词汇 在天圣西元三年 也变得真实存在了起来 观音土 实质可保护 只是 吃多了观音土的人 因为肠胃无法吸收 就会被活生生给撑死 死后 杜妇高耸肿胀 如怀胎八月的妇人 但剖开肚子 就会发现 里面全是没有消化的黏土 那惨烈的模样 令人不忍直视 人命在灾难面前 变得一文不值 苏明媚小脸神色沉重 苏老夫人 苏明凤 君子晨 他们的脸色 也不比他好多少 气氛日渐凝重 沉默 天灾祸事 谁也笑不出来 这天 三轮车队缓缓驶过一群 在树下 歇脚的难民队伍 苏明媚见到一个妇人 抱着墙堡中的婴孩 坐在石头上哭泣 二妮 二妮你醒醒啊 你饿了是不是 娘给你喂奶吃 妇人撩起胸前的衣裳 却发现自己长期没有食物 只靠一些树叶果腹 根本就没有奶水 见墙堡中的女儿 气息越发微弱 她慌张地把手指 放进嘴里狠心咬破 指尖冒出鲜血来 喂到女儿嘴里 二妮 有吃的了 你吃啊 快吃 乱世天灾中 有妇人割血为轻女 嗜毒情深 也有那等不是人的混账 人性里的恶反 被这灾难给激发出来 见到妇人 刚才遇给墙堡婴孩 为奶水时 露出的白花花胸脯 难民中有几人眼里 冒出了银邪的光芒 相互对视一眼 不禁坏笑着起身 齐齐朝妇人走了过去 小娘子 你女儿都没气了 何必还在那里白费力气呢 不如 你跟了我们吧 嘿嘿 妇人连忙将女儿抱紧 警惕地 看着面前这几个模样 似流芒地痞般 看起来就对她 不怀好意的男子 你们是谁 你们想要干什么 其中一个身材短小 面容猥琐的男子 嘿嘿笑道 我们啊 我们是好人啊 见你一个女子 孤身上路可怜 特意来拯救你的 是啊 是啊 小娘子可不要误会 又一人搓了搓手 望着妇人怀里的强宝 舔着嘴唇 戴着一丝迫不及待的意味 开口道 反正你女儿也死了 随意埋了也是糟蹋 不如做个好事 说吧 这些人竟然想抢身手 夺妇人怀中的强宝 妇人陡然惊觉 他们想吃了她的二年 妇人双手死死抱着 怀里的孩子 眼眶赤红 愤怒地望着这群禽兽 骂道 滚开 你们这群畜生 不许你们碰我的二年 可是 就像他们说的 她孤零零一人 又是个弱女子 双拳哪能敌得过四手呢 很快 强宝被抢了过去 妇人也被两个男子 联手给制住 这些人毫不掩饰恶意 将孩子放在手里颠了颠 这起码得有十多斤重 够我们好好吃上两顿的了 哈哈 他们十分嚣张地大笑起来 恶人在乱世 反倒能比普通人活得久 因为他们够无耻 够狠心 妇人跪在地上 磕头哀求 额头磕出鲜血来 求求你们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她还活着 她还没有死 只要你们放过她 想对我做什么 都可以 最后 妇人咬牙说道 她发丝凌乱 衣衫褴 但是仍旧能从灰头土脸中 看出一丝好颜色 为了女儿能活命 她抛掉了真洁与尊严 但是 这几人对视眼 坏笑着说 小娘子可别太天真了 你认我们要 这小孩 我们也要 你要是乖乖 把爷几个伺候好了 也说不定 还能赏你几口落汤喝 哈哈 其实 他们想得更恶毒 把妇人玩腻了后 再杀掉 可比一个孩子 矜持得多 听到他们这般 不掩贪婪与恶意 妇人再也忍受不了 拔下头上 碗发的木头簪子 朝几人冲过去 我要杀了你们 木簪插入一人的眼睛 壮若疯了一般的妇人 也被他们给联手制住 并狠狠甩了一个耳光 臭娘们 你想死是不是 想死我们就成全你 妇人嘴角一出鲜血 仇恨地盯着他们 呸了声 你们不得好死 她放弃了 向四周的人求助 没有人愿意帮她的 也好 他们这样的人 在这人间活着 也是煎熬 死了也好 看着恶人 拖着一把 不知从哪里弄来的 生了铁锈的菜刀 朝自己走近 妇人任命般地 闭上了眼睛 停车 苏明媚粉嫩的唇瓣 吐出命令的字眼 暗衣与叶凌峰 同时出手 叮 一枚暗器将菜刀打落 一柄飞溅含裂如白红 穿透恶人的身体 想象中的疼痛没有到来 妇人睫毛颤抖几下 睁开了眼睛 看到了上一秒 还想杀了她的男子 瞪着双眼倒在了地上 似乎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死 我 得救了 妇人略微茫然地想 接下来的事情 更是她想也不敢想的 贵人们从车上下来 替她从歹人手里 抢回了二妮 杀死了那些男人 那位长得比画中 仙女还好看的娇小姐 问她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她当然点头 然后 她抱着二妮上了车 那位贵族小姐 给了她食物 让她喂点二妮 说 那叫奶粉 她点二妮喂下去 怀里的二妮 渐渐有了气息 妇人眼面哭出了声 她这是喜极而泣 太好了 她们母女都活了下来 妇人想 我这辈子 一定要好好报答那位 长得跟仙女似的小姐 一定 这么想着 妇人身上散发出 一粒金色的光点 漂浮到了夜空中 这一幕 只有苏明媚看见 第82章 分凉风波 那粒光点 在夜空中 格外的纯金明亮 然后轻轻地 没入了苏明媚体内 这是 功德 虽然很微弱 但苏明媚 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 她带来的一丝变化 救下妇人与女婴 只是她见不惯 这群禽兽妻妇女 甚至吃人作恶 没想到 竟然还有意外之喜 功德对修行也是有利的 不曾有时间 让苏明媚细想 那群逃荒的难民 已经涌了上来 水泻不通地围住了车队 求求贵人 发发善心 赏点吃的吧 那一张张 被苦难与饥饿 搓磨的蓬头垢面 近乎不成人样的脸庞 此时眼睛里充满了渴望的光芒 不断哀求 难民们先前不敢讨求 是因为世家贵族 看待平民如蝼蚁 他们这些人可能还没靠近 就会被护卫里射杀 被杀了人家 可能还嫌弃你 卑微低贱的鲜血 弄脏了他的车架 不过 见到车架上的贵人 出手救了那妇人和女婴后 难民们便知道 这次遇上的贵人心善 自然蜂拥而上地 开始哀求 这些贵人家里的粮仓 都是黄金玉石砌成的 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大米 富贵的流油 只要他们从手指缝里 露一点东西出来 就足够他们活命了 难民众多 是车队人数的百十倍之重 然而 这还只是苏明媚他们 所见到的冰山一角 苏明媚轻轻抬手 道 林峰哥哥 分一些粮食给他们吧 他空间里储存的物资千亿 还有田地 能源源不断产出土豆 红薯 大米 蔬菜 动物也是可以不断繁殖 孕育后代的 这些东西 恐怕吃上 十辈子都吃不完 苏明媚虽然也不是 道德胆多么高的人 但是自己做庸富的 刘优的金山银山 却吝啬于 拿出微不足道的一点 眼睁睁地看着 有人饿死在路边 他做不到 叶凌峰点了下头 让难民们排队领取食物 不得争夺哄抢 否则杀之 说吧 他拔出了剑 做善事 自然也得恩威并施 如果一味慈善心软 过于纵容 未免将难民觉得 好欺负 生出别的心思 甚至仗着人多哄强起来 生米恩 斗米仇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叶凌峰碎血剑一出 那些个水泄不通的 围着车队眼睛都恶绿了的难民 剑状都敬畏地看着 叶凌峰和他手中的剑 想起来 方才那几个男子 其中有人 就是死在他的剑下 于是一个个都老实了下来 难民们争先恐后地排成长队 期间有些拥挤与推丧 生怕自己排到后面了 就领不到那一份粮食 不过 还有紫衣卫从旁协助维持秩序 倒是没有闹出乱子 苏明妹借着夜色 将先前流放路上官兵 派发给苏家的灰面饼子 拿了出来 苏家那时打猎有肉吃 就没吃这干巴巴的饼子 但也没浪费 全部被苏明妹 拿了支布袋收集起来 放进了空间里 别说 足足还有几大袋呢 虽然这玩意儿吃起来没有味道 干巴掖人 但在闹饥荒的灾年 灰面饼子既能果腹 储存时间也比米饭和面条长 用来振栽再合适不过 车队里本来有一辆三轮车 是专程用来装粮食的 拉了满满当当一车 拿一块隔热布给盖上 众人的口粮都从里面拿 不过 一百来口人呢 就算是一车的东西 也吃不了两天 弄出这么个拉粮车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做做样子 粮食便少了 就由苏明妹偷偷补充上 毕竟 也只有亲近之人 才知道苏明妹身怀神通的事 不知情的外人 都以为三轮车是贵妃和紫衣卫弄来的 在旁人眼里 苏明妹只是个十岁的小女孩 就算她说这些东西是她的 旁人恐怕也难以置信 现在分给难民的粮食 肯定先从粮车上拿 眼见着粮食被一袋一袋搬下车 转眼间满满一车粮 只剩下一半 有人开始不乐意了 就是那范家父子 你们苏家倒是大方 把粮食分给这些难民了 我们自己吃什么 眼下天圣国各地都在闹饥谎 拿着银子都未必能买得到大米 两笔金贵 这苏家是失心疯了吧 竟然听一个小丫头的 把粮食都分出去 在范家看来 这些粮食中也有她的一份 她不乐意分给这群贱民 范童也跟着点头 赞同她爹的话 她吃得多 饭量大 把粮食分给别人了 她岂不是就吃得少了 要饿肚子了 不行不行 那可不行 队伍中本也应该流放到北京 如今却蹭了车的犯人 听见范健的话 也跟着小声的附和道 就是 就是 现在恐怕到处都买不到粮食 咱们都是被抄家流放的 若还是从前 赞英世家那般的 破天富贵金山银山 施舍点也就施舍点了 现在这么做 可不是明智之举 你们苏家 怎么能听一个小姑娘的呢 范家父子 听见人心在自己这边 不禁自得一笑 觉得已经把群众的情绪 煽动到位 粮食可以保住了 苏燕早已经 不把范家父子看作亲人 只拿苏明妹奉作神明 见范家父子俩又在作妖 甚至引起其他人 对苏家的埋怨 小姑娘一截火红的鞭子甩过去 闭嘴 这难有你二人说话的地方 苏燕最近 在跟子一位中 排行十三的暗十三 学习武艺 暗十三是一位女子 擅长使鞭 红螺鞭 就是她赠予苏燕的 苏燕根骨绝佳 进步很快 才学了粤鱼 就已经小有气势 再加上 她跟范家父子有仇 自然不会留守 虽然灰鞭的力气 比不得高手 但对付范家父子 这种酒囊饭袋 绰绰有余 一道红螺鞭 将父子俩脸上 都抽出一道艳红的血痕 狠狠抽碎 他们脸上 计谋得逞的笑容 范剑痴痛地捂住脸 见到朝她动手的 竟然是苏燕 顿时怒目而视 臭丫头 反了天了 老子可是你爹 范童也是疼得 呲牙咧嘴 苏燕小手上 拿着的红螺鞭 鲜艳似火 眸光冰冷 我姓苏 言下之意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点 小烟 女孩子家火气不要那么大 生气可是很容易变老的哦 苏明妹笑页盈盈地 拍了拍苏燕的肩膀 让她退到一边 然后弯起了眉眼望向范剑 范剑 范老大人是吧 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 赶在我的队伍里 煽风点火的呢 苏明妹将范剑这两个字 咬得格外地重 就像是在嘲弄着什么 明明只是个十岁的小姑娘 但是范剑 在她似笑非笑的目光下 竟然硬是生出了一种 心虚的感觉来 这怎么能叫煽风点火呢 我分明就是说的是实嘛 范剑气虚 声音就不自觉 慢慢地变小了下来 粮食本就剩得不多 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份吧 怎么能就任由你们 苏家一人做主呢 好歹也得问问 大家伙的意思吧 苏明妹眼眸轻眨 笑道 你觉得 粮食也有你们的一份 说到这 范剑倒是又理直气壮起来了 难道不是 他们都是 被从圣经流放到北京的犯人 食物和水都是由官兵负责采买发放 虽然吃得不比从前的真修 但说句口粮有他们的一份 这话一点都不过分吧 就算苏家在龙虎山灭匪 和铜州山火中立了功 得到官差的看重 也不能所有是全听苏家的吧 苏家可跟他们一样 还是留饭呢 苏明妹轻慢地点了下头 倒也不反驳 然后问 嗯 有人跟她一样 也是如此觉得的吗 认为这些粮食是你们的 不应该分出去 没人说话 但 苏明妹见到不少人脸上的神色 跟范贱如出一辙 显然心里是十分赞同范贱的想法的 只是心有顾忌 没有说出来 她一点也不生气 眉眼弯弯地笑道 这样吧 赞同范大人的 就站出来 我可以把你们的粮食分给你们 不然 就可要分给这些难民了哟 女孩语气有几分俏皮 但是 谁也没有注意到 她乌黑漂亮的眼瞳 闪过了一抹冰冷的色彩 范家父子 当然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他们要自己的粮食 可不怕苏家 怕就得被饿死 之后 陆续有人走到范家父子身后 一刻钟后 除苏家 紫衣卫 官兵之外 范人中已经有半数的人站了出来 还有吗 苏明妹的笑页 在夜色中越发明艳了 手指在膝盖上点了点 问 直到问了三遍 都在无一人站出后 苏明妹才轻轻一笑 扶了扶长 将叶凌峰换上前来 道 凌峰哥哥 难民那边暂且等上一等 麻烦你先将车上粮食 分给这些人 按照人数分 就算多分一些给他们也无妨 叶凌峰抱拳道 是 小小姐 苏明妹开口做了这个主 奇怪的是 苏家竟无一人反对 就纵容这么一个小姑娘胡闹 还说什么 多分一些给他们这种话 要知道 这饥荒年里 粮食可比人命珍贵 范贱心头闪过一丝什么 但快得没有抓住 算了 不管了 拿到手里的好处 那才是实打实的 范家父子 各分到十斤大米 和五斤面粉 加起来分量 也算十分不轻了 哪怕是小孩子 分得的粮食 也跟成年人是一样多的 这样一来 他们就再没什么话可说 范家父子 将属于自己的那份拿到手 范贱 扛着二十斤大米 范童拎着十斤面粉 两人领了粮食 表情心满意足的 就想回到原本坐着的 那辆三轮车上 结果 紫衣卫亮出武器来 不允许他们再上车 滚 范贱脸色难看 双目陡然望向苏明妹 问道 你们什么意思 为何不让我们上车 这么问着 范贱心里 已然生出了不好的预感 很简单啊 这是我苏家的车架 我现在不想让你坐了 所以 女孩乌黑漂亮的铜 在夜色里流转着炼焰的光芒 比花瓣还柔软粉嫩的纯瓣 轻轻地吐出冰冷的字眼 带上你们的粮食 滚吧 领了粮食的人 上一秒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个大聪明 眼下听见苏明妹的话 顿时觉得手头的粮食 变得跟烫手山芋一般棘手起来 怎么会这样啊 车不让我们坐了 那我们岂不是 又得走着去北京 范剑心里顿时慌了 就因为我们 领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粮食 你们苏家就不允许我们再乘车了 你们这是肆意报复 未免太过分了 苏明妹点了点头 露出雪白的背驰 奄然笑道 是啊 我就是在四季报复 你难道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她是女子 也是小人 苏明妹赤果果地承认了 反倒是叫指控她的范剑 哑口无言 范剑没办法了 只得看向能做主的人 照读头 您不会任由这苏家肆意妄为 公报私仇吧 可惜 她是找错人了 赵峰已经带领兄弟入苏家阵营 决定效忠苏家与九皇子殿下 只有某些愚蠢之人才看不清 赵峰道 车是苏家的 他们的确有权力决定让谁做 就连我也没办法管人家的私产不是 范家父子 以及领了粮食的人 听见赵峰这么说 顿时心都凉了 一时间场面闹哄哄起来 本来心里也动摇过 但是间难民着实可怜 再加上相信苏家与官兵 最终坐在车上没动的人 见状心里默默松了一口气 幸好他们没有听范家父子的煽动 做出错误的决定 再说了 那两位貌似 一个是贵妃 一个是皇子殿下 有这两位在 总不会缺少他们一口吃的 苏家小小姐决定 向难民不施粮食 心里也定然是有成算的 总不可能因为发善心 把自己给饿死吧 也就是范家父子与那些人看不清 被一点小力蒙闭了眼睛 非得要闹 现在好了吧 全部沦为了弃子 领了粮食的人 各个脸色惊慌难看 赵独头 难道你就不管我们这些人的死活了不成 若是我们全部折损在路上 你恐怕也没有办法向朝廷交代吧 这话威胁不到赵峰 赵峰轻蔑一笑 灾难连连 路上死个把人 不是很正常吗 再者 他既然已经向苏贵妃和九皇子投诚 就没想过再回圣经 第83章 皇帝轮流坐 今年到我家 你 范剑瞳孔地震 赵峰是不打算管他们这些人的死活了 他难道是想反吗 范剑心头秃秃 有些人已经慌乱地开口道 这粮食 我们不拿了就是 他们以为 将分走的粮食还回来就行 就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可是 像范家父子这样的人 苏明媚早就不想管他们的死活了 他的队伍里 只需要或是忠诚 如叶林峰 紫衣卫之类的人 或是服从 如剩下的另一部分 按兵不动的人 我奉劝你们还是把粮食拿上 苏明媚站在车架上 虽然身量只是个豆蔻女童 但是她副手在后 居高临下地望着那群人时 浑身却有了几分金贵风华的气势 女孩唇红白齿 在暗夜里一笑 有种光滑流转的味道 因为就算 你们把粮食还回来 也得滚 你不要太过分 饭间粪粪地道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个丫头骗子 说了不算 苏老夫人 苏老夫人淡淡笑道 老身早已经不管事了 全凭我这孙女做主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苏老夫人这话 隐约有将苏家的未来 交到苏明媚这个小丫头手上 但 不管是苏映白 苏华熙 又或者是苏明凤 都不曾反驳 他们甚至露出赞同的神色 疯了 疯了 饭间觉得 苏家肯定是疯了 就没听说过 女人做家主的 何况还是个没有积极的小丫头 可是 这么离谱的一幕 偏偏又发生在她眼前 最终 这些人还是被赶下了车 苏明媚倒没有赶尽杀绝 分了口粮给他们 但是一人十五斤粮食 在这饥荒之年 又能吃多久呢 没了车队和官兵庇护 粮食能不能保住 都是两说 而且 原本他们目的地明确 那就是到北境去 但是现在被赶下车队 前路突然就迷茫了起来 乱世将起 他们这些人该去哪里 这些人不禁埋怨起 范家父子 都怪你们搞事 不然我们怎么可能被赶下来 范健脸红脖子粗地对回去 分粮的时候 可是你们自己站出来的 关我什么事 这边 吵吵哄哄 互相指责 那边 车上的鱼粮 被分给排队等候的难民 苏明媚不止从空间里 拿出了几大袋灰面饼子 还有数袋大米 和馒头这等不起眼 不容易惹人怀疑的熟食 闹的是旱灾与饥荒 难民们不止没饭吃 还缺水喝 他们身上倒是有水囊与竹筒 不过水都剩得不多了 煮饭都不够 所以 苏明媚还拿出桶装的矿泉水 让叶凌峰和紫衣卫告诉难民 每人都可到他们这里 将水囊和竹筒装满 这个消息告知难民们后 他们或面色激动 或痛哭流涕 最后竟齐齐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多谢各位贵人 苏明媚看见一粒粒或暗淡 或微弱 或明亮的金色光点 从难民们身上飞出 就像是如尾荡的萤火虫一般 在夜空中很美 很美 最后 这些金色光点都统统没入苏明媚体内 她感觉到了原本修炼缓慢 卡在隐气入体的境界 瓶颈慢慢地松动 随着没入体内的金色光点越来越多 炼气一层 就这么水到渠成地达到了 看来 她猜得没有错 虽然这个世界 与颜细罗的那个修仙界不同 灵气稀薄 不足以让动物开灵质 让人类活根骨 如果没有混沌空间 没有空间上一任主人颜细罗留下的修仙宝典 恐怕她也无法修炼 不过 三千世界 变化万千 也不是非要靠灵气入道的 苏明媚眼洁微眨 达到炼气一层后 她感觉自己在黑夜中更看得更远 耳朵能听得更轻 身体轻盈的 好像她心念一动 就能纵身跃起到树枝上 而不必借助任何工具 然后 苏明媚低下头 垂眸望向自己的手掌 女孩手心血白娇嫩 她却感觉到了 这双手掌握到的绝对力量 这就是修仙的美妙吗 真不错啊 虽然现在知道了 百姓们奉献的功德与信仰 也能帮助自己修炼 苏明媚却也没有把这些难民都带上 让他们登上车队的意思 她终究只是人 不是神 除了一开始被救下的那个名叫 春娘的妇人和女婴 苏明媚会带上他们一起去北境之外 她能够给其他难民的帮助 也仅限于赠予一些食物和水了 毕竟 在春娘和她的女儿 在遭遇那几个男子侮辱时 这些难民也没有一个出头的 当然 身逢乱世 明哲保身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 也不能指望她 对这些人送佛送到西了 因为对苦难的佣民 施舍一点悲悯的礼物 是人之常情 黄金只会馈赠勇士 不会赠予佣民 也是人之常情 给难民们分完食物与水 在他们感激的目光下 车队重新启程往前走 范家父子和一半刘范 被丢在了原处 范健本来还想跟苏燕打亲情牌 做一下垂死挣扎的 但是 苏燕不为所动 只掏出红螺边 冷冷地指着她 滚 气得范家父子破口大骂 苏燕是个赎典望祖 不敬父兄的不孝女 不过 苏燕才不在乎 车队缓缓离开这片平原时 苏燕回头最后望了一眼范家父子 永别了 祝你们不得好死 而我会带着母亲的遗院走下去 前程万里 末了 苏燕没有一丝留恋地回过头 范家父子的结局 是可想而知的 身上带着那些粮食 如果没有香匹笛的武力 就凭他们两人 哪里能护得住 只能说 他们应该庆幸 那些难民被苏明妹 分了粮食和水 足够吃上一段食日了 他们暂时不会有事 但 当那些东西吃光了以后呢 春娘抱着女儿坐在车上 这车略微有些摇摇晃晃 但是比起从前逃难的日子 已经好上百倍千倍 至少她和二妮 不用再饿肚子了 他们这些普通百姓 不似贵族一日食三餐 平时只有晨食和牧食 也就是早上吃一顿 傍晚吃一顿 都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 一年到头 都吃不了几顿婚腥 到了闹灾荒的时候 一天可能连一餐都吃不上 呃急了 连田地里的老鼠都抓来吃 她吃过树叶 啃过树皮 被贵人收留后 每日能十三顿 有菜还有汤 这是 从前春娘想也不敢想的日子 贵人说 喝鱼汤对产后的妇人好 能下奶 那鱼汤一点子 腥味都没有 汤色雪白 鱼肉鲜嫩 枸杞红艳 葱花如璧 春娘只喝了一口 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 这是她这辈子 喝过最好喝的鱼汤 哪怕许多年以后 她的女儿二妮 成为了被很多人敬仰的 开国第一代女官 她被荣养在大宅子里 扑壁成群 玉盘真修随她享用 春娘也不曾再喝过 记忆中这般鲜美的鱼汤 姐姐似乎更为怜民老弱妇孺一些 君子臣遥遥地瞥了一眼 那捧着鱼汤垂泪的春娘 道 比如 姚氏和苏燕 比如 春娘和她的女儿二妮 苏明媚对妇孺 的确是要照顾一些 虽然路上遇到了很多难民 但苏明媚也只是赏给她们一些粮食 如春娘这般 被救助的并不多 苏明媚道 因为不论是盛世 还是乱世 世道对女子的压迫和禁锢 总是要胜过男子的 那些难民 只需赠予她们一些食物和水 她们总能咬牙活下来 但是春娘和二妮不行 春娘死了丈夫 女儿尚在强宝之中 就算给她粮食 她也护不住的 反倒会招来祸患 像那等想欺辱春娘母女的恶人 我们杀得了一次 却杀不光的 留下她们 她们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不如戴上 当然 我也知道 像她春娘这样的可怜人 世上千千万万 是救不完的 不过谁叫她们 偏偏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呢 说到这里 苏明媚笑了一笑 笑颜漂亮又名灿 那自然是要救上一救的了 君子臣也不禁轻轻笑了起来 也是 苍生疾苦万千 我只救眼前 也算是功德一见 不过 带入重州城时 众人便见难民 被纷纷拦在城门外 主子 我已上前打听过 重州牧两日前 颁布了一道告示 想要进城者 必须缴纳每人十两银子 说是用于震灾难民 暗议从人群中挤出来 向君子臣禀报道 出门在外 紫衣卫们统一将殿下改口为主子 十两银子的入城费 这重州牧好大的胃口 也不怕闪了自己的舌头 苏明凤挑眉冷笑道 寻常百姓家 一年也就三五两银子的搅用 重州牧开口 就是每人缴纳十两银才能入城 百明了是扯着赈灾慈善的大旗 一面可以公然将难民拒之门外 一面搜刮明知明高 以不义之财 中饱私囊 如今他们一行 少说也有八九十人 想从重州通过 恐怕得花上千两的入城费 千两银子在从前 不过是贵妃娘娘的一只镯子 一件衣裳的价格 但是这一路走来 见到无数难民流离失所的场面 苏明凤也不是曾经那个 何不食肉迷的贵妃了 他不愿意让这千两银子 落入重州牧制等坚定小人的口袋里 君子臣微微促起了眉头 轻声开口 重州牧臣威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此人是瑞德太后母族的堂弟 也难怪如此行事 有恃无恐了 因为臣威也算是皇帝的舅舅 瑞德太后活着一日 她的母族就会辉煌光耀一日 只要不是谋逆大罪 臣氏一族依旧荣光不倒 苏明凤抱起胸 红唇凉凉土字道 这江山交到君天义的手里 你们君士皇族迟早得玩玩 他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小皇子只是礼貌地微笑了下 仿佛那君士皇族不是他家 苏明凤眯起恋眼妩媚的眸子 放清了声音 刺探道 我说 皇子殿下就没想过 嗯 苏明凤对君子臣总是充满了试探 想知道他是不是对那个位子有野心 会不会拖苏家下水 君子臣从前不险山不漏水 一路上跟着苏家一起去北京 却从没有表现过自己有什么意图 但 这一次 他却说 若是六皇兄能够治理好江山 令百姓安居乐业 天圣昌圣富强 我很愿意见到那样的景象 说话时 君子臣结与青台 视线款款地看着苏明凤的眼睛 苏明凤气势强大而妩媚 似于火凤凰一般 明艳霸道 君子臣年纪小 然而在跟他的对视中 却不落下风 君子臣的弦外之音是 如果君天义能做一个好皇帝 他没有争夺那个位子 引起皇朝动荡的心思 但是如果君天义不是 那么他也不介意对这天下争上一争 大姐姐 小陈 你们打什么哑谜呢 这时 苏明妹的声音插入境来 打断了两人气势上的隐隐 针锋相对 他眨动着眼 长劫忽闪忽闪 是在谈论 当皇帝的事情吗 苏明凤 君子臣 都不知该如何开口 然后 苏明凤和君子臣对视一眼 又同时道 嗯 这个 苏明妹歪头看着两人 怎么吞吞吐吐的 这个很难回答吗 哪怕是厌绝天下的贵妃娘娘 与早熟聪慧的金贵皇子 再面对他们的小妹姐姐时 也没法做到 像在外人面前一样 拿出气势来 或者是敷衍苏明妹啊 因为是很重要的人 所以没办法骗她 苏明妹拖着腮 不禁鼓了鼓脸颊 吐槽道 哎呀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不就是皇帝轮流坐 今年到我家吗 苏明凤 君子臣 原本在他们口中讳莫如深 都不敢言明 只敢小心翼翼迂回试探 有关天下和江山的话题 竟然在她那里只用了一句话 就这般云淡风轻 轻轻巧巧地说了出来 皇帝轮流坐 今年到我家 仿佛换个皇帝 江山一主 王朝更替这样 令苍生动荡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难事 第八十四章 太后堂帝 残害百姓 不过 这句话莫名地叫人心神激荡 哈哈 苏明凤不禁笑起来 素来一颧一笑 都五妹艳丽的贵妃娘娘 这会儿笑得意外的名列快意 小妹说得不错 这话我赞同 苏明妹抬起小下巴 那可不 这句话 可是跟王侯将相 您有种乎和我命 由我不由天 并列穿越南稿全谋的经典 三大名剧之一呢 姐妹俩这样的大逆不道 君子臣 却只是略微无奈地摇头轻笑 按一项守城的士兵报了人数 递出银票 笑道 官爷 我们都是精灵那边的商人 本想运不匹到圣经去脉 没想到走到卢州 就听说前面同州境内起了山火 已经不能通路了 这不只好原路将东西给带回去 身为紫衣卫的首领 按一不仅武功和暗器一绝 就连扮起各种角色来 也是影帝一般的演技 或者说 成功地模仿另一个人 这是暗卫们的必修课 按一接着道 说来也是倒霉 这一趟出门 半点银子没赚到不说 还把货给砸到了手里 不过幸好遇上一些 从卢州到精灵投奔亲戚的人 我们收取了银两 承诺送他们到精灵去 当然啊 入城的费用都是他们自个儿出的 不过 这些全当是我孝敬官爷的 说着 暗逸将碎银塞到士兵手里 他这会儿完完全全 就是一副商人的嘴脸 反倒最不容易叫人生意 其实 如果赵峰拿出身份令牌来 崇州这边再大胆 也不敢向奉命押送流贩的官差收银子 但 如今他们一行换下了白色蚂蚁的囚服 在衣室和脸上都做了简单的伪装 扮作走南闯北的商人 让圣经里的君天义 误以为苏家全部死在山火里 所以 身为商队侍卫的赵峰不能主动量出身份 这点银子 苏明媚还是拿得出来 守城士兵把银两收入袖口 见这一行人中男女老少都有 只向征信地检查了一下货物 发现确实都是一些布匹丝绸 便挥挥手放行了 通过古代板安检 车队缓缓入城 崇州城外的难民 蓬头垢面 兽谷凌寻 城内却并不是一片祥和之景 路边 有人跪着 将头上插上草标 自卖几身 只求给一口饭吃 一口水喝的 也有贬单挑着筐子 筐子里装着男童女童 卖卖女 只为换一小袋米的 因为不良商人趁火打劫 粮食已经飙升至一两银子一斤 寻常百姓根本吃不起 说来可笑 那明明是农人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 结果 自己却吃不起 要被活活给饿死了 崇州城乞丐 更是多了起来 车队缓缓经过 那些跪在路边的人 捧着生了缺口的碗 朝车上的人乞讨 求求贵人们赏口吃的吧 赏口吃的吧 车上的每个人 见到这般情景 都忍不住轻轻叠开了眼睛 特别是见到有人 把儿女插上草标 跪在路边买卖 春娘这个做娘的 见不得这一幕 不禁双臂收紧 更紧一点地将女儿抱在怀里 虽然知道此情此景 她这么想不应该 但春娘还是忍不住庆幸起来 还好我和二女 遇到了小主子搭救 出乎春娘意料之外的是 小主子路上遇到难民 都会发善心分给她们一些粮食与水 也救了不少像她这样的人 但是眼下却没有救助 崇州城内的苦难百姓 不过 春娘想 小主子一定有她自己的道理 那里鸣灿纯金的光点 说明了 春娘对苏明妹的信仰 是坚定不移 此生忠诚不二的 换句话来说 春娘就是苏明妹的脑残粉 不会质疑她的任何决定 将近一百来人 在崇州城内最大的客栈下塌 只不过 如今客栈也贵得离谱 哪怕是最下等的大通铺 平时都只要十文钱的 上房则是二十两银子一碗 还不包括食宿 暗逸掏出一张千两的银票 几乎将所有的房间都包了下来 紫衣卫中有掌情报 也有掌经营的 从天圣开国至今建立起的 这股皇家隐蔚势力 累积下来的庞大财富 是足以叫人心惊的数字 住个贵点的客栈 算得了什么 我们且在崇州城内停留两日 看看这崇州牧尘薇如何行事 君子晨坐在客栈上方的八仙桌旁 对暗逸道 属下明白 这就去城内打听 说吧 暗逸闪身离开 一个时辰后 暗逸带着消息回来了 这次 苏家一众人都在 崇州城内 米粮的价格 从原本的陈米两文钱一斤 新米三文钱一斤 不断上涨以后 变成现在的一两银子一斤 如今 只有城中一些富户 才能吃得起米了 而且 城中的几大商号说 粮食紧缺 每日供应的大米有限 哪怕是捧着银子去买 也未必能买得到 所以这米价一直居高不下 几乎是每日一个价 说不定明日去买 就又上涨了 家中稍有富裕的百姓 为了活命 都不得不排队到商号抢粮 苏明妹插了句话 这不就是饥饿营销 暗逸继续道 家中贫苦没有存盈的百姓 就连豆饭都吃不起 因为豆子也涨价了 或者说 所有的食物都涨价了 所以 崇州城内饿死了不少百姓 他们想往北逃 奈何陈威在崇州积威慎重 仗着自己是瑞德太后母族堂弟 就拥兵自重 胡作非为 不仅设了入城费 还设了出城费 说到这里 暗逸语气漠然沉下来 出城费也是美人十两 所以 没有银子 既买不起粮吃 也出不了 这座崇州城 只能被活活困死 难怪他们入城时 见到不少人家中 都白帆高挂 满城白纸纷飞 想来都是陈威造的孽 畜生 苏江青坐在轮椅中 一掌拍在扶手上 性格温润 白袍银枪的少将军 面沉如水 却有雷霆之怒 哪怕是在金戈铁马的沙场上 面对漠北那群蛮族 都没有如此愤怒过 因为战场杀敌 从来都是堂堂正正 明刀明枪的来去 哪怕有阴谋诡计 也只在鲜血厮杀之间 然而 这座崇州城主 却将屠刀对准了 弱小无辜的百姓 还是用的这般下作方式 简直不配为人 君子沉眸色沉了沉 蔷薇色的唇瓣柔软 土字却冰冷 陈薇不轻易放百姓出城 一是想搜刮明枝明膏 榨干他们最后的价值 二是担心他在崇州城 胡作非为的事 被传了出去 普通百姓能舍财免灾 就不会愿意得罪权贵 但被逼得没有了活路的人 恐怕也不介意拼得鱼死网破 而且 天胜七十二周 崇州在其中也不算小 若是百姓全部外逃 导致崇州城变成一座空城的话 陈薇这个崇州州府 也不必当了 苏家有忧国忧民之心 是全然当得起 从前的爵位中 因这个字的 听着瑞德太后的堂弟 在崇州 这般残害欺凌百姓 苏家众人面色凝重 不止苏锦瑟与苏锦秀 两个娇弱的女儿加小脸 染上愤怒之色 就连最小的苏锦炎 也握紧了拳头 义愤填膺地道 这样的人 不配活在世上 苏锦炎说得对 陈薇的确不配为人 也不配再活着 君子臣眸光转农 四做出了某种决定 此人是该死 不过 苏明媚捧秀撑着下巴 不用再穿粗布囚服 她换上了抄家前夜 搬空英国功夫收走的衣裳 粉色彩袖硬衬的女孩小脸 娇嫩似含苹带放的花孤朵一般 只是烟粉纯瓣吐出来的字句 可是一点都不像 她这个年龄的小姑娘呢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时 就算是陈薇该死 也等到今天晚上吧 而白日 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 陈主府失周了 陈主府失周了 外面突然响起敲锣的声音 苏明媚推开客栈的门窗一瞧 只见百姓们全都争先恐后地 往一个方向跑去 那是陈主府的方向 失周 苏明凤先不轻移 走到苏明媚旁边 垂眸望向窗下风 跑向陈主府的百姓 陈薇真有这般好心 想到宫中的瑞德太后 苏明凤真的是很怀疑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苏明媚跃跃欲试地说道 然后她取出两顶 一大一小的围帽 递给苏明凤一顶 嬉嬉笑道 大姐姐国色天香 美艳无双 是连我见了都羡慕的美貌 所以出门的话 还是把脸遮住为好 陈薇贪图金银富贵 而钱财全色这四个字 向来都是不分家的 苏明凤哪怕脸上 被叶灵凤做了伪装 遮掉了三分颜色 但是剩下的那七分 也远胜过天圣寻常女子 万一走在街上 被陈薇或她的人撞见 起了坏心可就不美了 而且 这帽还有遮阳闭光防晒的作用 苏明凤欲止鲜鲜 点了点妹妹的翘鼻 你这小丫头 古灵精怪的 换作从前 被人用国色天香这几个字 来称赞美貌 苏明凤心中 定然是十分愉悦的 因为国色天香 牡丹青城 向来只有皇后 才能用之形容 不过 苏明凤发现自己 竟然不再执着于那个位子了 饶氏听见 心里也波澜不惊 当然 被最疼爱的小妹夸奖容色 苏明凤还是高兴的 只是这样的高兴礼 已然不再掺杂做皇后的野心 苏明凤收回落在小姑娘鼻子上的手 顺势接过微貌 聊起红唇 眉眼难得地染了抹温柔 艳丽地笑道 不必羡慕 我们明妹将来长大 也定然是一位角色美人 这话 苏明妹爱听 哪个女孩子不爱好颜色呢 苏明妹当然也不能免俗 君子晨看了眼女孩的笑颜 心想道 嗯 钱贵妃嫂嫂说得不错 小皇子第一次这么赞同苏贵妃的话 戴上帷帽后 苏明妹与苏明凤 君子晨一道出门 其他人留在客栈 带他们来到城主府 只见城主府门口 搭了一个湿州的棚子 一群比难民也好不了多少的百姓 在州棚面前排起了长队 管家命令下人湿州 一支大铁勺 从脏兮兮的木桶里 盛出来一勺 倾倒入百姓手中的碗里 领了州的就自觉离开 换下一个上前 排在队伍稍微落后一点的百姓 端着手里的碗 忍不住点起脚尖 朝前面张望多久才能轮到自己 脸上的神情看起来有些胶着 几人站在一旁 看着城主府门口排起的长龙 苏明凤就忍不住促起带眉 明起红唇道 城主府真的在给百姓失周 莫非这陈薇竟然是个好人 我们错怪他了 君子晨淡淡副手在身后 衣袖落下一抹银紫色 他精致漂亮的脸上不见多少表情 此刻倒真有了点 跟平时在苏明妹面前 那个半乖的小皇子 不同的金贵骑士 君子晨凤眸微微眯起 柔软鲜薄的唇瓣轻轻张开 道 我觉得一个下达出城入城 都必须得交十两银子这种命令的人 多半不是什么心善之人 别急着下定论 再等等看 苏明妹也道 这一点 我倒是赞同小陈说的 进城交费十两银 出城还得交十两银 大姐姐难道不觉得 这就像是土匪行径吗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才 慢悠悠地赢了 据土匪打击的经典台词 苏明妹嘲讽地笑了笑 下这个命令的人 她明明可以靠抢的 还非得送我们一次 路过重州的权利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是个好人 话音刚落 就听见城主府门口市州的管家 开始扯着嗓子挥手撵人 没有了 没有了 今日没有了呀 快点走 苏明凤 贵妃娘娘 先前心里生起的那点小怀疑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都差点被气笑了 感情这个诗州 就只是一刻钟 两桶州就没了 百姓们排了那么长的队伍 然而能得到城主府的州的人 却不足十分之一 难怪这些百姓刚开始的时候 要疯了似的跑 生趴落在后面了 第85章 奴无名 还请小姐赐名 城主府向征信的诗州 一刻结束 管家就命令家丁碾人 自己则坐在棚下摇椅上面 端起白瓷碗剩着的梅子汤 喝了口 埋怨道 快点收拾了 离开这个鬼天气 真是热死了 带收拾好 管家一挥手 关门 城主府尊贵的诸红大门 就这般合了起来 白烟烈日下 百姓们从城主府门口 陆续散去 领到了州的人 或迫不及待递到嘴边 大口大口地仰头喝了起来 或小心翼翼将装着州的碗藏在袖中 带回去与亲人分时 没有领到城主府式的州的人 面色是止不住的绝望 只恨自己 刚刚为何没有跑快一点 这样今日就不用饿肚子了 看着极少数一部分有州喝的人 他们忍不住舔了舔干色的嘴唇 努力地咽了咽唾沫 叶凌峰上前 拿两个馒头 与一小竹筒的水 从百姓手中 换取了一碗 从城主府领到的州回来 大小剑 你看 苏明凤几人一瞧 这碗里的东西 如何能够称之为州 只见那碗里根本没有几厘米 清汤寡水的不说 汤色竟然也是浑浊的 不知道里面放了何物 就像是掺杂了草灰似的 看起来根本令人难以下口入覆 但 这个州 却是闹饥荒时 百姓们正着抢着 都想要得到的 为数不多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然而 就是这样的州 城主府都吝啬于多施舍一些 每人十两银子的入城费 用于赈灾 给百姓不失 原来就是这样赈灾的 这重州城主 真是好样的 苏明凤不禁冷笑道 他红唇白齿 眉目艳丽地咬字 说 好样的几个字时 就像是在说他该死 那碗汤色浑浊的涮锅水 几人身份尊贵 都不会委屈自己尝试 叶凌峰将之放在墙角 立刻有人冲过来 吞咽着唾沫 面上带着几分惶恐和小心 紧张又期盼地道 这个 几位贵人都不要了是吗 那我就拿走了 贵族与平民身份有别 冲撞了贵人 哪怕被当街打死 都有可能 而有的贵族扔弃的物品 哪怕自己不用 也不允许平民拥有 否则 就算你是捡到的 那也视为偷窃 苏明妹的声音 从微貌的蛋白薄纱下传出 老账尽管拿去吧 谢谢贵人 谢谢小贵人 那位模样沧桑又凄苦的老人 文言面上流露出一点笑意 忙不迭地朝苏明妹几人连连作依 正是老人脸上 这种凄苦与笑意交织 才格外令人觉得心酸 老人拾了碗 身体躲到更远一些的墙角去 然后表情带着一点真实的 将嘴巴凑到碗边 小心翼翼地喝了口那粥 他老了 遇上这闹旱灾 闹饥荒的年头 很难活下去 在老人的记忆里 在他很小的时候 也遇到过这么一场天灾 那一次 同样死了很多很多的人 彼时他正年幼 全家人勒紧裤腰带 也乃被饿死 就为了供养他一个 如今为了儿孙能多一份活下去的可能 他主动离开了家 这样就能少浪费点粮食 他老了 儿孙们还年轻 历史从来都是一场轮回 老人喝了两口粥 将剩下的藏到身后的草席下面 有了这晚粥 他又可以撑过几天了 宋明凤红唇微动 声线艳丽 换到 凌峰 他就只是慢声轻轻地道了这两个字 叶凌峰会议 他的大小姐啊 从来都是心软善良的女子 就像是17年前那个雪叶 挂着贵族族徽的滑盖马车 轻轻驶过长街 从风雪吹起的车帘间 看见蜷缩在城门墙角下 衣上单薄都抱着自己 被冻得瑟瑟发抖的男孩 披着大红披风 衣着滑贵的女孩 足间轻盈地站在车园上 居高临下地开口问 你可愿意跟我回家 男孩那时 已被冻得没什么神志了 努力地撑开眼帘 恍惚间 却也只看见 女孩邪履上坠着的那颗明珠 明珠圆润光泽 意义生辉 虽然坠在斜间 却也是那般尊贵 不是他这种人可以攀附 妄图明珠光辉 你醒了 多谢小姐救命之恩 你这小乞丐倒是会说话 叫什么名字 奴无名 还请小姐赐名 嗯 我是在雪叶里剪道里的 当时风雪漫天 你就叫 叶凌峰 如何 就像当年苏鸣凤在雪叶里 朝自己伸出手一样 叶凌峰解下腰间水囊 从怀里拿出食物 轻轻放到老丈面前 现在 这座重舟城内 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吃的 送银子 不如直接送两个馒头 就在老丈感激涕铃 打算朝叶凌峰磕头的时候 只见百姓们 突然往城主府的后巷涌去 那阵仗竟然不比先前城主府开门失周的时候小 那里发生了何事 苏铭妹微微疑惑 老丈得了恩惠 嗓音颤微微地替他们解答疑惑道 几位贵人有所不知 城主府每日到了这个时辰 都打开后院脚门 里面的奴仆 会将装着残根圣制的干水桶运出来 放在后巷 苏铭凤带眉微醋 可是 这跟那些人往城主府后巷 却有什么干系 贵妃娘娘自幼金尊玉贵地长大 实在想象不出贫苦百姓恶极了会做什么 苏铭妹倒是想到了某种可能 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老人苦笑道 贵人恕罪 实在不敢污了您的耳 如果今日不是得了这碗粥 又被贵人们赠了馒头和水 他恐怕也是那些人其中的一个 几位贵人一锦华贵 一看就不似普通人 他受了恩惠 理应报答 将那事说了 污了贵人的耳 倒像是恩将仇报了 老丈无论如何 也不肯再多言了 他知道 哪怕他闭口不言 好心的贵人 也不会怪罪他的失礼 几人不再勉强老丈 君子臣精致小脸略沉 纯伴清起道 走 去看看 城主府后向百姓聚集 围得近乎水泄不通 苏铭妹几人走近 只见城主府的下人 从打开的脚门 将好几只干水桶抬出来 一一放到地上 带到脚门关上落索后 百姓们顿时蜂拥而上 伸手从那干水桶里捞东西 甚至还你红我抢的 不管是如何的真修佳肴 变成残羹冷制 从桌上撤下 倒入那方木桶后 汤水与油脂混合在一起 就显得十分的油腻 且恶心 特别是 现在天气酷热 新鲜的食物都极易腐败 更何况是这些残羹剩饭了 那几只装干水的木桶 仿佛从来不曾清洗过 表层结了层厚厚的油污和黑垢 散发出浓烈奇怪的味道不说 上方还萦绕着嗡嗡作响的苍蝇 但 那些人却仿佛毫不在意 猪门酒肉臭 路有饿死骨 见到这一幕 苏明凤捂住嘴巴 他再也忍不住 转身就跑出了后巷 然后一手撩开帽帽 遮住熔岩的青纱 一手手扶住墙壁 低头轻搂了起来 叶凌峰也跟着跑了出去 然后站在苏明凤身边 从怀里掏出一方手帕 沉默不语地递给他 苏明凤接过 擦了擦唇脚 他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从干水桶里捞东西出来 吃 这完全颠覆了贵妃娘娘 活了22年的认知 忽然瞥见绣帕的颜色 那是一抹鲜艳的水红色 帕子上以金线 绣着一个小小的凤子 苏明凤威正 这是 他的帕子 虽然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的了 但绣帕上的小字 不会出错 这就是他的绣帕 看这款式 还是他多年前在规格中所用 因为驾驭君天意 成为皇子妃 乃至后来成为贵妃后 他的吃穿用度 一应都是皇族制度 苏明凤抬起眼 妩媚的美眸望向叶凌峰 不刻意勾人 却已是眼波盈盈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这方帕子 是从他怀里拿出来的 凌峰 女子美眸流转 那点恰到好处上调的尾音 似带着点疑惑的轻笑 令人心肩发紧 或许是白日焦阳灼灼 叶凤脸上有些发烫 乌黑并发间的耳后 蔓延出一片无声的飞红 叶凌峰喉咙滚了滚 开口声音低沉了下来 略显紧张阴雅 大小见 这方帕子 是多年前叶凌峰捡到的 那时女子群居偏仙 从满园芳飞中路过 水红色的 袖帕一落在地上 被风卷起 恰好落到她手中 黑衣少年袖口竖紧 骨节修长 袖上的暗金光泽 与袖帕的妩媚柔红交织 她鬼使神差的 低头一袖 从此 将这方袖帕藏于怀里 将不见天日的心思 藏于心间 算了 苏鸣凤深知叶凌峰的性子 不再勉强 现在也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 大姐姐没事吧 苏鸣妹倒是没有 苏鸣凤这么大反应 末世里丧尸也是浑身腐臭 甚至脑浆和眼球 爆了出来的都有 眼前这一幕 不会比那更可怕 苏鸣凤脸色依旧隐约发白 但她到底是曾站在 过宫阙之巅的女子 见过权力与鲜血 虽然一时不适 却很快地镇定地下来 摇了摇头 道 我没事 不过 想必这一幕已经给她的心里 留下深刻不灭的印象 很久都恐怕不会忘 苏鸣凤自认为 不是多么能够与人间疾苦 苍生受难有共情的人 这一刻 却对那个素未谋面的 崇州城主陈薇 从心底产生了杀意 但是这个陈薇 女子红唇吐字 杀意交织 该死 是该死 苏鸣妹想 天虽然还没凉 但崇州城必须得破 整座崇州城死气沉沉 宛如人间炼狱 天上悬挂着的艳阳 熔炉倒扣一般 煎熬着云云众生 唯有城主府不同 当米粮的价格一路飞涨 百姓们买不起粮食 饿到饿死在路边时 城主府内功仇交错 夜夜升歌 天穷染木 星河如之时 城主府里里外外同时点上灯 雁厅里美貌如云的侍女 身姿婀娜 鲜鲜细部的鱼贯而入 将手中的黄金托盘 一一摆上燕镯 盖子打开 抱持海参 鸡鸭鱼肉 应有尽有 崇州沐晨薇 一身珠红色官袍 坐在最上手的暗桌上 端起银器座的酒尊 开怀道 本官在崇州这些年 能有今日 全都要仰仗各位的功劳 这一杯酒 我敬诸位 宴厅下面 那一张张摆满了 美酒佳肴的暗桌面前坐着的 是崇州城内几大米铺 不行 档铺的富商 闻言 他们纷纷举起酒杯 大人客气 能为陈大人您 还有太后娘娘 尽一份绵薄之力 是我等的福建 自古以来 弑农工商 商人排名最末 地位最为低贱 天圣国自然也不例外 作为一州之主 这些富商 能被请入成竹府里饮宴 可想而知 是帮了陈威多大的忙 成竹府宴厅的房顶上 瓦铃被轻轻掀开了两块 不仅透出一丝光亮来 还让苏明媚 君子陈 苏明凤 叶凌凤几人 将下面说的话 听得清清楚楚 苏明媚过了一把电视剧 和小说里才有的房顶鲜瓦偷听的影 压低了声音道 这么听起来 这里面还有太后那个老妖婆的事 苏明凤红唇微抽 听见小妹叫瑞德太后老妖婆 她的心情就很微妙 若是叫宫里那位 听见别人被地理 是这么称呼她的 瑞德太后 恐怕要被气得吐血吧 不过 解气 想到瑞德太后得事后 就撕下慈善贤德的伪装外皮 露出那样一副嘴脸 苏明凤顿时觉得 老妖婆这三个字 真是跟瑞德太后又贴脸又般配 这是苏明妹还没告诉她 不然苏明凤要是知道 瑞德太后被她剃光头发 拖了头的壮举 恐怕更解气呢 当然 在太后头上动土 苏明凤也会很惊吓 君子臣一袭紫衣 在暗夜里有种流动的炼焰 她垂眸淡淡地望着 宴厅里坐着的陈薇 唇扮烟红 轻声开口道 瑞德太后重修慈宁宫 同时在皇城外 兴建养老的行宫 花费奢靡 挪用了国库的库银 放在平时 这银子已经用了 文武百官 也拿皇帝的生母无可奈何 总不能废了吧 但是 陷下天圣各地大汉 同于两周遭遇山火 国库没了银子 事态就非常严重了 弄不好瑞德太后 是要背上万事骂名的 我想 陈薇在崇州的形势 多半跟此事有关 第八十六章 崇州成乱 陈薇在崇州 不顾百姓死活敛财 届时以瑞德太后母族名义 向朝廷捐赠白银几十万两 不仅可解国库空虚之极 还能靠此立功 获得爵位 升迁入京 从民间搜刮的五十万两白银 已捐赠出去 陈薇丰调入京的大事已成 陈薇不日 就能策封五阳侯 今夜特意宴请这些富商 就是为了答谢他们的相助 承诺将来 许他们一世荣华 所以 富商们丧了良心 苏明凤倒是不奇怪 瑞德太后这般所为 先帝还在的时候 他硬是装出一副 贤德不争的模样 连衣裳都是 穿了十年都未曾一换 才为六皇子军天翼 争出一条母妃与世无争 慈善贤德的道路 夺敌路上增加一层砝码 不过 伪装朴素贤德伪装久了 憋得太久的后果 就是反弹变本加厉的贪图 德妃才被封做太后 对苏明凤就换了副嘴脸 从他这里 以各种名义 抢夺走了不少花长珍宝 所以 瑞德太指使母族为自己牟利 苏明凤一点都不会感到稀奇 只不过 小皇子跟他们同样一样 远在同州 却尽知圣经事 苏明凤略微挑起艳丽的戴霉 似笑非笑地道 九皇子殿下 倒是对千里之外 圣经城内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紫衣卫不仅是皇室尹卫 还网罗天下情报 守护在君子臣身边露面的紫衣卫 有三十六人 但整个紫衣卫 却远不止这些人数 紫衣卫各司其职 专司情报者 定期将天下重要事属禀报上来 圣经皇城中的瑞德太后 和新帝君天意 更是重中之重 君子臣身为紫衣卫之主 知道这些并不奇怪 苏明凤也心知肚明 只是故意讽刺他几句 小皇子只笑了笑 一副纯粮无辜的模样 苏明凤 装 继续装 城主府另一处 容貌美丽的武姬 在前往燕厅前 统一焚香沐浴 换上轻薄妩媚的沙衣 武姬们沐浴完的洗澡水 没有被倒掉 而是被奴仆们 吃力地抬到城主府的厨房里 明早 这些贵人们的沐浴过后的水 会被厨房加上陈旧发霉的米 拿来熬粥 用来施舍给重州城内的百姓 真是该死 就连潜入城主府内的紫衣卫 得知真相都忍不住愤怒 沙星在黑夜里肆意增长 燕厅内 尹燕还在继续 司竹弥弥 美艳的武姬们 步履轻盈入内 身姿妖柔 久乐正憨 陈薇和富商们都搂上了武姬循环 空气里充满了声色全满的气息 哈哈哈哈 美人 来给爷乡一个 武姬杀一薄透 姿态欲惧还迎 娇笑道 陈爷 不要吗 谁都没有注意到 宫灯突然熄灭了一盏 下一秒 烛火齐齐摇晃 在一瞬间全部熄灭掉 滚烫的鲜血 溅到武姬脸上 突然响起的凄厉惊叫声 拉开了城主府内 今晚血腥屠杀的乐章 暗中 有人轻轻吃笑了声 蕴藏着轻面 没想到这样的人 鲜血竟然也是鲜红滚烫的 在没有惊动手将的情况下 崇州城主陈薇 与城内几大伤好的富商 在这个晚上 全都死于非命 死法一致 都是一刀割喉 没有留下任何活口 这一夜 陈薇身死 崇州城变了天 数名紫衣卫 换上蓝绿的衣裳 在脸上抹了黑灰 不着痕迹地混入 饿着肚子的百姓中 或者说是难民更为准确 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 大家饿不饿 想不想吃大米 我家邻居的表述的侄子 在城主府里当差 他说 城主府的粮仓里 全都是白花花柳油般的大米 我们连口米汤都喝不上 那位州府大人 却每日要吃十几道菜 水晶肘子只吃几口就倒掉 我们连水都没得喝 城主的姬妾 却日日熏衣沐浴 大家伙说 这公平吗 伴坐难民的紫衣卫 在人群中振臂一呼 另外几名藏匿在人群中的紫衣卫 立刻往上举起拳头 附和起哄到 不公平 不公平 人本就是从众的生物 士气高涨的气氛 是会被传染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越来越多的百姓 振臂响应 从最初的迟疑 犹豫 到后面的神情激昂 反正饿死也是死 咱们倒不如 做个饱死鬼 吃饱了再上路 你们说是不是 紫衣卫继续煽风点火 对 咱们要吃饭 吃白花花的大米饭 不做饿死鬼 城主府有粮食 走 咱们去城主府 第87章 一夜之间 十世九空 有百姓们组织起来的队伍 从四面八方 浩浩荡荡 兵分几路 朝着城主府 和几个富商的家中而去 他们手里拿上棍棒 锄头 石头等粗笔的工具 虽然肯定不及士兵手中的 刀剑长枪锋利 但 他们拼上的是这一条性命 横竖都是一死 倒不如 做个饱死鬼 他们要粮食 他们要吃饭 城主府 前夫的紫衣卫 收割掉崇州惨案的始作俑者 陈薇和几大富商后 从里面打开那扇 沉重坚硬的珠红色大门 百姓们冲进城主府 忠心崇州牧陈薇的私兵 根本抵挡不住红了眼的百姓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闯了进来 找到粮仓 抢走粮食 同样的事情 也上演在那几个联合陈薇 在崇州四亿哄抬粮价的富商家 富商家里不允许豢养私兵 只有一些护院和家丁 首位跟城主府更是没有办法相比 连一时三刻都没有撑住 就被撞破了大门 良心尽丧的贪婪 终究让他们自食了恶果 来人啊 有人抢粮啊 混乱 哄抢 疯狂 哭喊 在这个夜晚淋漓尽致的显现 粮仓里囤放着一袋袋粮食 堆积成一座座小山 麻袋被割破 或雪白如玉 或灿如黄金的粮食 就这么倾泻了出来 洒落在了地上 见到这一幕 百姓们顿时红了眼 纷纷冲过去 拿衣服兜 拿布带装 甚至恶极了眼的不管不顾 直接往嘴里塞 百姓们在城主府抢粮的时候 苏明媚也找到城主府的小金库 在陈薇的书房里 有一个密室 虽然只有二十几个平方 却藏着无数金银珠宝 珍珠玛瑙 就算已经向朝廷捐献了五十万两 陈薇的私库里 依旧还有这么多金银 可想而知 他在崇州围观几年 到底摊没了多少东西 陈薇可能更喜欢真金白银的感觉 就没有兑换成银票 这样更好 银票在乱世 有可能变成一张废纸 金子和银子 却永远不会贬值 哪怕改朝换代 也依旧拥有强大的购买力 城主府被苏明媚搬空后 他又如法炮制 将那几个富商府中 藏着的金银搜走 这一晚过后 崇州恐怕会成为一座空城 百姓们冲进城主府 杀了守卫 抢了粮食 但是头脑冷静下来一响 这是近乎叛乱的大罪 陈薇是太后母族的堂弟 陈薇死了 他们可以说 都是叛贼 圣经那边如果得知消息 必定出兵镇压 留下 就是一个死字 他们现在有粮食 还不想死 若是想死 也不会生出向天借来的胆子 杀进城主府抢粮了 所以 为了活命 百姓决定北逃 把守城门的将士 被子一位 翘无声息地前到背后 一笔手抹了脖子 崇州城门在夜晚被打开 参与了今夜城主府 抢粮的百姓们 携家带口 趁夜出城 苏明妹一行也在其中 继续赶往北境 跟踏上逃亡的 崇州百姓同路 一夜之间 时事久空 崇州生乱的消息 隔了将近三日 才传回到圣经皇城 落到君天义的桌岸上 气得君天义摔碎了茶盏 崇州滑遍 百姓出逃 崇州城竟然沦为一座死城 这个陈薇 他竟然敢在崇州 如此作威作福 草戒人命 枉费朕如此信任他 崇州蔓延到豫州的山火 近日才抑制住 豫州死伤惨重 旱灾和饥荒 也让君天义焦头烂额 没想到 崇州又出事了 还是最令帝王忌惮的名便 说真的 君天义都有点心力交瘁 怀疑自己这个皇帝 是不是水腻了 然而他亲妈 瑞德太后 此时哭哭啼啼地跑来养心殿 皇帝 你可得为你舅舅做主啊 瑞德太后是个妇人 看见的永远只有自身的利益得失 她只知道 她没有嫡亲的兄弟 堂弟陈薇 就是她母族的依靠和撑腰 曾经为支持她和儿子君天义上位 陈薇可是做了不少事情 哪怕她成了太后 也少不得仰仗母族 比如这次 不也是陈薇这个做舅舅的 弄来五十万两白银 才解了国库空虚的燃眉之急吗 瑞德太后忘了 这是国库空虚的罪魁祸首 就是因为她贪图享受 奢靡无度 同样是得知崇州生变 陈薇的死寻 君天义这个做皇帝的 当然更重视前者 瑞德太后却更在意后者 看不见她儿子的江山 实则已经岌岌可危 陈薇一死 她母族那边必定元气大伤 若不严加惩治罪魁祸首 说不得整个陈家 连带着她这个太后都会背 看清 瑞德太后 一心想要君天义给陈薇报仇 也是急于立威 皇帝 你舅舅一向疼爱你 她现在死得这样惨烈 你可一定得找出真凶 然后将她扒皮抽骨 说到这里 瑞德太后那张端庄的 略带苦相的脸上 神色都扭曲了起来 够了 君天义讹额脚跳了跳 沉声喝道 瑞德太后被吓了一跳 随即 有点委屈 不自觉就换了个称呼 义儿 毕竟是亲娘 君天义深吸了口气 拂袖冷冷道 此事朕自由主张 后宫不得干政 母后还是请回吧 崇州是天圣国七十二州之一 原本是附属之地 君天义自然是不会放任不管 陈威固然有罪 但激起百姓滑遍的幕后之人 更是 齐 心 克 朱 只是 等君天义下旨从灵州调兵 抓叛乱的贼子 又重新派遣官员接管城池 真正造成崇州动荡的苏明媚君子 陈易行 早已经走远了 第88章 暴雨 洪灾 瘟疫 如果说崇州多是人祸 那么天灾祸造成各地死亡的百姓人数 也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每日都有人不断地死去 哪怕没有陈威 像崇州城内的惨剧 依旧在天下各地上演 猪门酒肉臭 路有饿死骨 世家和富商们依旧屹立不倒 天灾能伤到 他们的只是皮毛 在灾难面前最容易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的永远是黎民百姓 天圣已经大旱两月有余 土地干裂 水源枯竭 牲畜与人都死伤无数 赤地数千里 民间五米吹 碎人相识之 这场天灾 可能多年以后 留在史书上只有这寥寥几句 但 这每一个字 降临在人间 都是河山遍野的满目疮夷 有母亲割肉位写给亲子的 有父母将儿女交换相识的 也有愚昧的村民认为 这场大汗是天神降怒 惩罚众生 献祭少女 祈求天神息怒 苏明媚救过在死去多时 母亲的怀里 饿得嗷嗷大哭的婴儿 也将被患食的孩童买下 见过他们兽骨灵巡脸上 那双惊恐的眼睛 还救下曾经险些 被村民杀死献祭的少女 那都是无数条鲜活的生命 所有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 不论是苏明媚 还是远在 圣经的君天义 因为 天圣在经不起风波了 崇州生乱 让各路藩王将世子送进京中 入国子鉴读书 名为读书 实则为至 漫长的逃荒路上 脚步沉沉 背影沟楼 众人抬头望天 舔了舔嘴唇 虚弱道 为什么还不下雨呢 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 上天为何要如此惩罚我们 众生苦难 心中带着气血般的疑问 下雨吧 下一场雨吧 求求了 老天爷 众生祈愿 滴答 像是听见了他们的心声 一滴雨水落了下来 这是 雨 有人摸了摸脸上 先是愣了愣 然后手指放在嘴里尝了尝 凉的 是水 那人眼里 闪过不可置信的狂喜 声音都是颤抖的 破了音 下雨了 随后 一滴 两滴 三滴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众人仰头望向天空 只见原本白雁 焦阳高悬的长空 太阳不再那么刺眼 乌云凝聚 滚烫的空气里 多了一丝风 逗大的雨点 霹里啪啦落下来 山河枯裂的大地 贪婪地 汲取着久违的甘铃 拼命地抓紧机会 让自己恢复生机 人们仰起头 哪怕雨水打在脸上微疼 令人睁不开眼睛 也宁愿以这样的方式 迎接着这场自甘汗以来 第一次降落人间的先路 兽骨灵巡 衣衫蓝绿的难民们 本来都已经死气沉沉 麻木无望的脸上 露出了天灾或是以来 第一个笑容 他们在雨中欢呼 雀跃 跳舞 甚至仰起头 直接张嘴去接雨水 下雨咯 哈哈 终于下雨了 太好了 一直危险地 悬在49摄氏度左右 没有继续上涨 突破50摄氏度的高温 终于有了下降的迹象 48摄氏度 46摄氏度 43摄氏度 39摄氏度 苏明妹眼睁睁看着温度 在慢慢地往下一点点降落 昼夜颠倒赶路的她 带着一丝淡淡倦意的 银白小脸上 也露出了笑叶 伸出小手 很快就接住一捧雨 苏明妹道 真是太好了 虽然灾难还没有过去 但是因为这场雨 人间重新有了希望 起初 苏明妹以为是这样的 谁也没想到 这雨一下 就连续下了两月 自古民间就有这样的艳雨 热一意并行 含怕古物青 天干忧汗灾 暴雨恐红了 这是老祖宗 以亲身经历总结出来 一代传一代流传在世间的经验 九汉逢甘露 确实是喜事一桩 但是物极必反 连绵不断下了两个月的雨 足够带来一场 维护人间的灾难 这两月 天就没有放晴过 总是乌云沉沉的 最开始 遭遇了大汗和极度高温的百姓们 害怕雨只下个一两天就停了 这么点雨 只是杯水车薪 干裂的土地 与浅滩的河床 根本无法恢复生机 届时 太阳会重新出来 炙烤着人间与大地 当雨下个一日两日时 百姓们担心它骤然停止 恢复干旱 当雨下个十天半月时 百姓们欣喜雀悦 说不定种子现在 重进被雨水滋养过的土地里去 好生刺弄 还能在冬天来临前 收割一波 好歹能有点雨凉 度过这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可是 当大雨不断地下 下了整整两月有余 就让百姓们 心中恐慌了 这雨继续落下去 恐怕会有洪涝之灾 造成水患啊 一些年长者 坐在屋檐下 望着溅落到地上的水珠 不禁叹了口气 忧心冲冲倒 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小老百姓们 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 在地里刨绳 他们没念过什么书 也不识什么大字 更不懂什么 观天心策气象 这等高深莫测的高人主法 长者们所知道的知识与智慧 都是前人的总结 以及自身的经验 活得年岁久的长者 定然是比小更为博学 不然怎么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呢 听见德高望重的 老把是这么说 人们都慌了 忍不住生生气血般的养天质问 老天爷啊 这旱灾才去 又来红了 这难道是 上天要往我们吗 好巧 君天义也是这么想的 他登基才多久 就天灾不断 幸好提前将各地藩王的柿子 扣押在圣经为止 不然天圣恐怕早就乱了 若是再起水患 哪怕有质子在守 那些在夺敌中 败落给他的兄弟 还能做得住吗 君天义不敢想 但 怕什么来什么 西元三年 夏末 江南 金陵两地 因为大雨连下两月 导致河水暴涨 旱灾将河堤晒得开裂 突然暴涨得 河水冲垮了堤坝 滚滚的洪水冲毁了田地 乌涉 卷走人命无数 水火向来无情 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苏家人前往北京的路上 遇见了更多的流民 雨没有一点要停歇的意思 只是转为了绵绵阴雨 雨水浸透衣上 贴在身上 叫人遍体冰冷 如今的温度 已经降至只有十摄氏度左右 哪怕苏明媚拿出雨劈和散等护具队伍里 依旧有人不断病倒 关到原本平整的道路 经过暴晒的干裂和暴雨的冲刷 现在变得泥泞不堪 车轮陷入了软泥中 需要人合力在后面推动才行 轮子高速转动 泥土四处飞溅 弄得众人十分狼狈 苏明媚穿着透明色的雨衣 冰冷的雨水顺着冒檐滑落下来 她小小一只不被允许插手推车的事情 远远地站在一旁 看了眼仿佛快要压下来的黑尘乌云 和天空中时不时闪过的惊雷与紫电 苏明媚促起颜色浅淡的弯月眉 在雨中微微提高了声音 道 找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扎营 暂且休息几日再走吧 她发现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淡淡的疲惫 大家都已经很累了 自然没有意见 离北京越来越近了 圣经那边自顾不暇 可能军天义以为苏家人早死了 或者以为 他们是在官兵的押送下 乖乖前往北境 暂无被通缉 追杀之忧 休整几日也未尝不可 这一行 跟着苏家一起逃亡到北境的队伍 不断壮大 苏明媚从空间里足够多的帐篷 男子们负责动手组装 往地上敲钉子 套防风绳 女眷们则在最先扎好的那几顶帐篷里 生火 烧水 熬煮姜汤 陈年的老姜 用刀背在案板上拍碎 挤出辛辣的味道来 再拿一部分切成细细的姜丝 放入水中 加上红枣 枸杞 红汤一起熬煮上小半个小时 这姜汤就成了 一碗姜汤下肚 能从喉咙一路暖和到胃里 令整个身体都暖和起来 光是姜汤都熬了好几个大锅 然后还得做饭 食材都是苏明媚从空间线拿出来的 上千人每天消耗的口粮 是个极为庞大的数字 除了苏明媚也没人攻得起 苏明凤也问过她 为什么收留这些流民 就不怕被吃垮 这个真的不用担心 她空间里囤的物资足够多 那片林田还能给她带来源源不断的粮食 暂时攻个万把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 也不是白贡的 报酬 她已经提前收了 皇宫 国库 崇州 这几处搬光的金银珠宝 古玩玉器 玛瑙珍珠 用在民间震灾 足够叫许多百姓衣食无忧了 既然这些金银本是取之于名 现在用之于名 不也应该吗 狗皇帝不用太感谢她 只不过 要养这么多人 在吃上面肯定就不是大鱼大肉 奢靡无度了 大锅饭做得也简单 没有富贵人家挤菜一汤那样精致小资 有时做天圣百姓家中最常吃的豆饭 配上炒莲花白 炒莲白的时候 多加两勺雪白的猪油 也能叫人尝出荤腥的味道 就这样 跟随苏家的流民们 心中就已经很感激了 在这人吃人的受苦受难世道 他们还能吃上豆饭 吃上用猪油炒的菜 跟那些被饿死的人相比 真的已经非常幸运了 也不是苏明妹供不起这个肉 她的空间里 可是在末世前 就囤了各色肉类十几吨呢 活得鸡鸭鱼兔 还能繁衍后代 只是流民众多 还是小心为上 在闹饥荒的时候 还能供这么多人顿顿吃肉 岂不是无端地惹人怀疑 苏明妹的神意 流民们还是不知道的 所以 在每当路过城池时 苏明妹还会装作去采买粮食 也算是为粮食的来处 过个了名路 姜柔袖口卷起 露出一节白嫩的小臂 笑盈盈地问 明妹小侄女儿 咱们今天吃什么 热汤面吧 天气冷 热乎乎的汤面 加两勺梅干菜 炒辣肉丁的扫子 既能暖身 又能让大家伙都沾点昏腥 苏明妹沉饮了片刻 旋即弯起眉眼 用稚嫩的嗓音轻轻道来 光是描述 都已经叫人流口水了 三婶婶觉得如何 苏锦瑟和苏锦秀两姊妹 都忍不住默默咽了咽口水 她们的年龄 已经到了可以做一些事情 为家人分担的地步 所以都自告奋勇地 来给母亲姜柔做帮厨 姜柔爽力地笑道 好 咱们就吃热汤面 苏明妹先从拿出十几条腊肉 腊肉色泽鲜红 迎着一层亮晶晶的油光 还拿松汁的烟细细熏过 腊肉上面带着点烟熏烤过的味道 光是闻着都香气肆意 姜柔将洗干净的一条腊肉 放在案板上 尽数切成小碎丁 剩下的腊肉 交给其他厨娘处理 也全部改刀切丁 梅干菜在木盆的温热水里泡发 也尽数切成碎丝 再进行炒臊子 梅干菜炒腊肉丁香气浓郁又霸道 钻入那些正在努力扎营的人鼻子里 顿时都无心工作了 这是什么味儿 好香啊 肉 反正我闻到了肉味儿 是不是金盖要吃肉了 太好了 那咱们可得要快点加把劲了 快点把手头的活儿给干完 行 肉在众人眼里是稀罕物 正因为偶尔才能吃上一顿肉 便格外地叫人高兴 一时间 众人情绪高涨 哼哧哼哧地干起活儿来 扫子出锅 就是煮汤面了 苏明妹从空间里 拿出一捆捆的干面 面条下锅 很快一根根干面 在滚水里 变得雪白柔软 吸水膨胀 再烫上一把脆爽可口的小青菜 放入碗里打底 捞起面条 淋上面汤和梅干菜 炒腊肉丁的扫子 一碗碗面条 就新鲜出炉 让其他女眷忙活装碗的事 苏明妹单独把僵尸叫到一边 拿出食材 让她帮忙给苏老夫人和苏印白 另外做几个小菜 祖母和二叔病了 想必没什么胃口 不宜食用太油腻的 就劳烦三婶婶帮忙另起炉灶 做个碧荆粥和几个小菜吧 姜柔称怪道 瞧瞧你这孩子 说什么劳烦不劳烦的 苏印白是旧疾复发 苏老夫人是这么奔波年纪大了 所以双双病倒了 两人一个有妻子处世照顾 一个友儿西兰士照顾着 碧荆粥做好了后 苏明妹往里面加了两滴稀释过的灵液 搭好的帐篷里 苏老夫人和苏印白 喝过暖乎乎的粥 苍白的病容 仿佛都添上了几分血色 听着其他人缩着面条 难得的欢声笑语 苏老夫人靠在枕上 头上带着一条富贵花开的抹额 也忍不住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只是吃个肉 这些人就能够欢欣如斯 百姓们想要的 其实从来很简单 可是 上天似乎从不善待命运悲苦之人 就像麻绳专挑戏处断 这一晚 帐篷里充满了温暖和欢笑 外面电闪雷鸣了整整一夜 一日 有人掀开帐篷出来 只见一直阴雨绵绵的天 没有再往下落雨 避空如洗 颜色瞪净 竟然有种说不出的美 雨 停了 太好了 雨停了 但是 这高兴没来得及持续多久 流明中 就有人开始出现了 发烧高热 咳嗽 拉肚子 上吐下泻的病状 还不止一例 紫衣卫中 精通医理和读经的案二十一 察觉到此事的不同寻常 然后神色颇为凝重地 向君子臣禀报道 主子 据属下观察 这些人得的极有可能是 疫病 祝所有小可爱们除夕快乐 新的一年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不劳而获 幸福躺平 红星 第八十九章 瘟疫的防治 疫病 在古代又叫做瘟疫 令人闻之色变 因为传染性极强 一人沾染疫病 整座城池都有可能沦为温城 哪怕是君子臣 听见疫病这个词 都不禁脸色微变 你可确定 按二十一道 八九不离十 所以 想请示殿下 该如何做 史书上 曾经记载过不少朝代 出现疫病的事迹 当时的掌权者有昏君 也有民主 却无意不是选择 将深染疫病者聚集起来 为了避免瘟疫扩散出去 将他们烧死 在古代想要治疗疫病 实在太难了 能医好瘟疫的大夫 无意不是流芳传世的神医 为什么神医那么少 因为大夫可能还没找到 正确的药方 自己就先被传染上了 一命呜呼了 未曾在青史留下姓名的医者 不计其数 他们是医术不经吗 倒也不是 只是欠缺几分运气罢了 让我想想 君子臣名起唇半 难难地重复了一遍 倒 让我再想想 小皇子的语气里 带着微微的犹豫 就算君子臣 再如何身份尊贵 早熟聪慧 比起历史上那些帝王 智灵的他 骨子里总归缺少几分狠辣 如今还做不到那些帝王般 眼睛都不眨 就一言定生死的铁血 这不是一个人的性命 而是很多 多到不计其数 那一条条鲜活的人命 不是冰冷冷的数字 小臣 这时 苏明妹掀开帘子 步履轻盈地走了进来 身上的粉色衣裳 为帐篷里 近乎凝脂的气氛 带来一抹鲜严的亮色 君子臣小脸上的凝重之色暂缓 最为恭敬地 像这个不满豆蔻年华的小姑娘 心里道 明媚小姐 苏明媚走近 随着步伐走动 她竖着花苞头上缠着的小铃铛 微微作响 声音极为好听 有种活泼烂漫的少女感 她开口道 刚刚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君子臣漂亮的墨桶里 顿时闪过一抹淡淡的心虚 她抿了抿唇半 想要开口 却不知道说何为好 我 她是有不止一次想过 那就杀了吧 自古瘟疫都是如此 选择这样做的 她不是第一个 也不止她一人 为了保全更多人的性命 免不了少数者的牺牲 就算知道苍生疾苦又怎么样 反正这些人 跟她非亲非故 小皇子近乎冷酷地想着 她在以各种理由说服自己 就这样去做吧 你没错 从小 君子臣在先帝膝下 手把手学习的帝王术 也是这样教她的 为了大多数的利益 可以做一定的牺牲 但是 为什么会犹豫呢 可能是 想到苏明妹对这些流明的悲悯吧 她跟流明亦是非亲非故 却愿意向他们伸出手 如春风拨开洞土 叫人从黑暗中得见天光 如果叫她知道 她救下的这些人得了疫病 不能再留 她应该会很伤心吧 君子臣如是想着 这一刻 她心中所想 跟平生所学的帝王心术 背道而驰 所以 她犹豫 迟疑了 苏明妹说听见 她刚刚和暗卫的对话 君子臣就觉得 仿佛心里隐秘角落里的阴暗 被她看破 如果再过十年 君子臣定然面色自若地轻轻一笑 声色不动 能轻而易举地哄骗了她去 或者绕过这个话题 但是现在只有九岁至龄的小皇子 还没有办法做到不露声色 她甚至为自己脑海里曾经闪过的阴暗想法 感到有些无地自容 不知该怎么面对她 苏明妹却张开阴色的唇绊 轻轻地开口道 这一病的防治 我有办法 话音落下 君子臣和暗二十一竟然齐齐抬头望向她 姐姐说的 可是真的 君子臣深吸了口气 才语调缓慢 而沉着地问道 苏明妹也没有把话说得特别满 虽然并无十足的把握 但是总比让身染疫病的人等死要强 那 姐姐有几成把握 嗯 苏明妹歪起头 想了想 说了个数字 大概七八成吧 君子臣却缓缓吐出一口气 笑了 那就够了 父皇曾告诉她 任何事情有超过五成的把握 就值得赌上一赌 队伍里病倒的人 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染了风寒 外加闹肚子 虽然面有菜色 却还能强撑着精神 互相打劝道 瞧瞧我这不争气的身子 竟吃不得一顿好的 吃个肉还拉肚子了 没人觉得 是昨夜的那碗梅干菜 炒腊肉丁的热汤面有问题 就像是现代的女孩买口红 如果是某奶奶 某范锡等牌子 涂了不仅沾杯吊晒 还显唇纹 那也是 自己这张嘴不蒸汽 绝对不是口红的问题 那么好吃的热汤面 有什么错呢 都怪他们自己 身子不蒸汽 这才无福消瘦 只是 当他们得知自己 不是染了风寒 而是患了疫病 这些人就各个慌张了起来 不 不可能的吧 我们怎么可能染上那个东西 有背下说话磕巴 不愿相信的 疫病 这可怎么办 我还不想死 这个贼老天 不是旱灾就是红了 现在又是瘟疫 是存心不让我们小老百姓活了 断绝了我们的路吗 有被刺激得很了 红着眼张口骂天的 没有染病的人 也顿时如临大敌 看向患有疫病者的眼神 都不一样了 带着对生死的畏惧 还有对身染疫病者的防备 生怕自己也被传染上 恐慌的情绪 瞬间在队伍里蔓延开来 苏明妹知道 疫病的事一旦说出来 就必定是这副光景 但 不得不说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疫病的严重性 他们才会上心 在生死面前 严格按照他交代的去做 第九十章 莲花轻温胶囊 大家不要惊慌 这个疫病并非不能防治 首先 要勤洗手 在洗手后才能触碰入口的食物 这个叫做洗手液 按压一点 就能打出泡沫 用它洗手 能够有效消除病菌 从现在开始 不得喝生水 水必须煮沸后才能喝 还有 一条条疫病防治的规定颁布下来 某些称得上是古怪的条款 就不免有些违背他们的认知了 除了世家与皇族讲究风雅 采梅花上的雪 竹叶上的路来泡茶 才将水煮开之外 像普通小老百姓 都是庄稼人 哪里有那般金贵 要知道 烧水也得是要用碳和柴和的 他们通常都是吃生水 井水味道干裂 喝起来还有一股子甜味呢 有时候在外边 渴得见到西边 河边的水 只要看起来干净 就直接拿手捧起来喝 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 没想到这么活了小半辈子 第一次听见喝生水 还能染上疫病的 苏明妹该怎么告诉他们呢 在他前世的国度里 19世纪的欧洲 有一段关于霍乱的疫病史 感染霍乱病菌的患者 在靠近河边的地方接手 粪便携带病菌 污染了水资源 那时的人喝了生水 导致霍乱大规模爆发 死亡人数触目惊心 所有的水资源 都是循环的 前有大汉 在饥荒灾年里 饿死的人不知多少 一部分人的尸首死后 被饿红了眼的难民 分而食之 更多的人死后尸首腐臭 无人替他掩埋连蛊 横尸了荒野 这场瘟疫 已经在那时起 就埋下伏笔 随后 一场洪灾 丧生的百姓 又不知多少 许多人被洪涝冲走 被卷到不知名的远方 他们的尸骨 在水中被泡大 肿胀 腐烂 面目全非 最终 或被冲到了西边浅滩上 或被冲到了荒野树下 无人看见堆积的尸体 繁殖出怎样可怕的病菌 渗透土壤 污染了地下水源 自古都有大灾之后 必有大意的说法 正是因为灾变中死去大量的人 他们的尸体 没有进行焚烧处理 被埋入地下 以为是落叶归根 谁曾想 反倒成为了细菌疯狂繁殖的温床 而持续不断下了两月有余的大雨 足以将天圣国的水资源循环一遍 恐怕不止他们队伍里 这几个染上一病的人了 想到这 苏明媚心情略微沉重了一瞬 这次 不知又得死上多少人了 这个世界都是围绕着男女主展开 君天一身为男主 作为皇子夺嫡中的最后胜利者 故事的结局 理应是他封为女主云若约为皇后之后 天圣至少几十年都无战乱 风调雨顺 繁荣昌盛 最好男女主生几个孩子 继承天圣国的皇位 千秋万代才是 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结局 永远是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结果呢 天灾人祸连连 都有末日之兆了 苏明媚继续道 帐篷注意通风 被褥和衣裳每日都需得用艾草熏过一遍 地上和帐篷四周撒上石灰水 每个人都必须得佩戴口罩 吃饭的碗筷放进废水中高温消毒 以上措施都可以有效防治疫病的传染 听着女孩口齿清晰 条理分明的话 众人心中的恐慌不知为何 渐渐地被压了下去 虽然这些条令古怪 但只要照做 应该很多人就能活下来吧 染了疫病的人从未奢求 能他们所有人都全须全意地活下来 他们只是害怕被放弃 没死在瘟疫里 反倒死在自己人手里 村子出现瘟疫 帝王下令屠村 连小孩都不错落的故事 他们也听过 还好 比起故事里的人 他们可幸运多了 这些人心中重新燃起了新点的希望 好 我们都听明媚小姐的 您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我们本来就是早该死的了人 是小姐救了我们 才苟活至今日 就算死在这场疫病里 也不亏 好歹多活了段十日 就是 就是 其实说起来多活的这段日子 可算够了本啊 我先前家穷 连肉都吃不起 昨夜那碗梅干菜炒腊肉丁的热汤面 那滋味 也叫我终身难忘 就算现在死了 也没什么遗憾 哈哈 身染疫病的人 竟然各个豁达地笑了起来 这真是举世罕见的事 紫衣卫们 掌控皇室密钥 历代传承 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如今 却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他们眼前 不知怎跌 见到这一幕 他们也跟着微微勾起了嘴角 病患有良好 获达的心态 在一定程度上 对治疗是非常有帮助 有加成作用的 他们能这般想得开 总比萌生了死质 心灰意冷 自己先放弃了希望的药好 苏明妹承诺道 待大家好起来的那一日 我宴请大家喝酒吃肉 保准管够 好 那我们可就等着了呀 哈哈 随后 染上疫病的患者 以及跟染病者密切接触过的人 被分别隔离了起来 进行严格管控 苏印白酒病成医 紫衣卫中也有专善医术之人 苏明妹救下的逃难的流民中 也有游方大夫 这些人组成医疗小队 彻夜研究 怎样治疗此次一病 至于苏明妹 她空间里的灵犬 谁只能强身健体 并不是万能的灵药 连瘟疫都能治好 紫荆莲池里的灵液效果 虽然比灵犬水强上百倍千倍 有解毒和洗经伐水之效 但是灵液数量太少 混沌空间上任主人的破茅草屋子里 倒是有不少单方 苏明妹却没能来得及研究 手挫灵丹 她暂时还没有那个本事 而且丹方上面的灵职 在天圣国也未必能找得到 与其将希望寄予丹药 不如寄予医疗小组 突破对疫病的研究 不过 想起感染疫病之人身上出现的发烧 上吐下泻的症状 苏明妹心头一动 从空间里扒拉出一堆现代药品 有治疗风寒的感冒灵 莲花清温胶囊 也有治疗拉肚子的萌托食散 虽然可能没法药道病除 但能够暂时缓解症状 替染疫病者争取到更多时间也是好的 当夜 苏明妹就命人将这些药对水化开 给病患灌了下去 没想到一夜过后 原本症状轻微的病人 第二天起来 竟然烧也不发了 肚子也不拉了 经过诊脉 这些人除了身体还是有点虚弱之外 已经没什么大碍 将养歇十日就能痊愈 苏明妹不禁惊喜 太好了 说明这些药是有效的 第九十一章 冀州守将 射杀百姓 要有奇效 苏明妹也不藏私 将这几种西药拿出一部分来 专程供队伍里的医者们研究 光是他们 这支千人队伍里 感染疫病的人就不少 整个天圣国德瘟疫的人数 统计出来 恐怕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光靠苏明妹空间里屯的药品救助 显然是不现实的 再者 药品再多 数量总归有限 这一生何其的长 坐吃山空 总有耗尽的一天 它不像米粮 空间还能再种植 用一份就少一份 还是得靠大夫们 研究出救命的良方 方式上报 虽然西药大多都是要骗与胶囊 很难从中分辨出 用的什么成分 但是说明书上有写配方啊 就是不知道 美中药材的剂量是几何 得经过反复实验才行 不过 苏明妹相信 古人的智慧 不会比现代人差 中医也不见得比不过西医 苏印白为首组成的 古代医疗小组 当即行动起来 大夫们身穿长衫 戴着白色棉布缝织的口罩 聚集在一顶帐篷里 手里拿着药材研讨交流 角落里一排排的小药炉 散发出苦涩的药味 古代常山与现代口罩 看起来矛盾又古怪 却又有一种奇异的和谐 另一边 苏明妹安抚队伍里的刘明 告诉他们 瘟疫可依 不要害怕做那惊弓之鸟 饶是一部分感染疫病 过重的老人和幼童 挺过了大汗 熬过了洪灾 却终究遗憾地倒在了天明之前 但 知道瘟疫恐怖之初的古人们 对这个灵性的死亡自述 已经感到深深的庆幸了 他们不曾读过书 识过字 笨嘴捉舌 不懂得什么大道理 但也知道 是谁给了他们活命之恩 谢谢恩人 得知疫病被控制下来 有良药可依 流明们相拥而泣 脸上是笑着的 然后纷纷跪下来 向他们的神明叩拜 身后 太阳升起 灿灿流惊 患病就得伙食 开得好一点 苏明妹毫不吝啬地 拿出肉和菜 哪怕女眷们 要日夜兼程地赶制口罩 辛苦之余 还得额外做饭 但是 一想到能吃上香喷喷的五花肉 脆嫩嫩的小青菜 白花花的大米饭 他们骨子里 顿时又升起一骨子劲来呢 没有染上一病 还能吃肉 吃白米饭 他们心里就已经很感激了 至于没有患病的男子们 也没有闲着 白日里 被叶凌峰和紫衣卫 划分成小组进行训练 锻炼体魄 这些人 从只有一把力气的普通农人 变得逐渐也会一些拳脚功夫 使用刀枪棍棒跟人打斗 原本只是有散兵游将组成的流民队伍 竟然也隐隐有了军队的雏形 虽然谁都没提 不过苏明妹 君子臣 苏家人 对此都默契地心照不宣 这世道 乱了 将来还不知如何 在乱世里 能够拥有自保的力量 总归比手无腹肌之力 要好得多 再说了 紫衣卫训练流民 偶尔还能到山上弄回来不少猎物呢 也算给大家加餐 口粮是够的 但是 队伍里的药材 却快要用光了 一般新鲜的药材 要经过晾晒 风干 炮制 才能进行使用 想要得到大批量的药材 只有离此地最近的济州城中的大药铺里 恐怕才有 一队人马被派遣出去 负责进入济州城采购药材 然而 苏明妹没有想到 不过一日 这些人就带回来一个震惊的消息 济州城拒绝流民入内 城中感染疫病者 均被冀州守军驱赶至城外 任他们自生自灭 现在冀州城外 已是数不清身患瘟疫的流民 一名紫衣卫 声音沉重的禀报道 描述中充满了不忍 文言 君子陈略微陈吟 如果冀州牧是为了全城百姓 而做出这样的决定 也无可厚非 因为自古出现瘟疫的地方 上位者做出的决策 总是不免理智而残酷的 就是怕 冀州的主使者 并不是心怀百姓的人 就跟先前的崇州城主陈畏一样 闭门将流民拒之门外 甚至就连原本冀州城内 感染了疫病的百姓 也驱赶出城 这时 听着总有一种微妙感 把心头的隐忧压下 君子陈敏了敏颜色归丽的唇半 继续说道 眼看着北京在望 不管怎么样 冀州我们是 一定要接到的 声音微顿 君子陈继续道 姐姐那边说 大夫已经研制出 治疗疫病的良方 或许我们可以 派人跟冀州牧联系 彼此双赢 第二次前往冀州城之行 君子陈留一半的紫衣卫守护营地 另外一半跟他移到去冀州城 苏明妹举起小手 我也去 然后 同行之人又多上他 苏明凤 叶凌丰 还有苏睿苏婷两兄弟 一行人快马加鞭 不过半日 就来到冀州城外 无数流民在城外 用树枝搭起草棚子 勉强能够遮风挡雨 有的流民 甚至只有半张草席 往上面一躺 连翻身都困难 咳嗽声此起彼伏 冀州城外 简直就是难民集中营 充满了沉沉死气与绝望 城门紧闭 他们都在等死 待苏明妹一行驱车靠近 城楼上巡逻的守军 直接朝他们射箭 声音冷酷地警告 冀州禁止入城 而等不得再靠近 再靠近一步 格杀勿论 剑雨直直插入 车前方的地面上 剑尾闪过一抹冷光 不禁人情到了极点 苏明妹掏出一只扩音喇叭 上面的人听着 我们要见冀州牧大人 城楼上的守将 似乎惊了一惊 那是什么东西 他一个壮年男子 嗓门红亮 才能在阵前喊话 将声音传至树离院 但 那个小女娃 只拿出一个 古古怪怪的东西 竟然将她的声音 都给压下去了 这行人的打扮 也是古怪至极 全兜着长衫 脸上也带着个 奇怪的东西覆面 连一丝皮肤都未曾露出 冀州牧大人 起事等藏头鹿尾的 鼠背可见的 还不速速离去 否则别怪我的 剑部长眼睛 守将鹤道 苏明妹喊话道 可是我们有 治疗一病的办法 想要献给冀州牧 这句话 通过扩音喇叭 传遍冀州城内城外 让聚集在城外 伸染瘟疫的流民们 死气沉沉的眼里 亮起了一丝光 这位小姐的话 可是真的 她真有办法 能够治疗一病 那这么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死了 太好了 然后 流民们激动起来 请愿道 将军 请让他们入城 念见冀州牧吧 将军 他们有治疗瘟疫的方子 冀州守将却不信 冷声赤道 少在这里胡言乱语 自古瘟疫就没有能治好的 你想借此骗 本将军打开城门 届时流民 就会一拥而入 休想 眼见声的希望被声声截断 冀州城外的流民们暴动起来 他们纷纷以身躯去撞城门 开门 我们要见冀州牧大人 瘟疫可以治 我们不想死 这一幕 令苏明妹不禁轻声感叹 蝼蚁尚且偷生 为了活下去 而拼尽全力 何况是人 此时 苏明凤没有再揉着小妹的脑袋 或者遮挡住她的眼睛 语调娇懒地说 小姑娘家家的是 不能看这些东西的 若盛世依旧 流年繁华 她这个做阿姐的 愿意余生 都将小妹忽在羽翼之下 但 乱世起 天下动荡 不会有人以你是侄女幼童 就会心慈手软 城门被撞得框框晃动 一群刁民 不知死活 手将神色异冷 他一抬手 城楼上几十个小兵 纷纷举起弓箭 拉开弓弦 手将手掌往下一挥 与此同时命令道 放箭 第九十二章 背后黑手是曾经的二皇子 如今的豫王 数百枚乱箭齐发 场面冷酷且壮观 凌乱的流箭破空而来 其中 冀州手将亲自搭弓上弦的 那三支箭羽 却不是对准流明 而是朝苏明媚他们射来 苏明媚没动 她知道 紫衣卫会出手 只见叶凌峰 十几名紫衣卫 以及苏睿苏廷兄弟俩 飞身而出 凌空悬身 赤手空拳地接住箭羽 然而 还是有不少乱箭 射中流明的身体 啊 啊 重箭的流明 当即没了性命 惨叫一声倒下 往日靠武力震慑 放箭射死几个刁民 剩下的人自然乖绝了 守将以为 今日也会如此 杀鸡儆猴的计策 总是百事不爽的 却没想到 哪怕有人死于乱箭之下 流明们非但没有退走 反而被激怒一般暴动起来 我们也是天圣子民 只是想活着有什么错 若是天要亡我 我们认了 但是瘟疫有得治 我们又凭什么去死 难道贱民的命 就不是命了吗 罔顾百姓 狗官该死 乱世昭昭 反正也是一个死字 我们冲进城去 杀了狗官 流明暴乱 守将却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再次挥手 放剑 既然这群剑民执意找死 也就怪不得他了 第二波乱箭射出 小皇子坐于车上 色泽鲜红的纯扮张合 暗一 暗一汗手 凌空而起 悬身接住一支剑羽后 落在城墙之上 将手中的剑 狠狠插入那冀州守将的脖子里 刹那间鲜血喷射而出 染了暗一满脸 像这样的人 鲜血竟然也是鲜红热烫的 真是讽刺 射箭的弓手尽数抹了脖子 冀州城的百姓听着 疫病我们能治 现在请你们全部停下手来 你们中间 想必也有亲人在这座冀州城内 也不想将瘟疫传到城中去 对吗 暴动的流民 终于稍稍冷静下来 否则冀州城的大门 都要被撞破 轰塌了 住在冀州城的百姓 也担心流民们撞破大门 将瘟疫传到城中来 听到患上疫病的人 依旧被安排住在城外 这让他们松了口气 不过 城外的大批难民 拥有了能遮风挡雨的帐篷 总算不再是被抛弃的 自生自灭的状态 帐篷不够 苏明妹就从空间里 拿出充气床垫 睡袋和棉被来凑 持续两个月的大雨 刚停没多久 天气凉得厉害 地上都是湿乎乎的泥泞 却有一只只大铁锅被支了起来 锅里熬煮着热气腾腾的米粥 给不见天热的难民们 带来了些许的火光与温暖 他们惶恐不安的心 都慢慢地安宁下来 没有了先前想要跟 冀州狗官同归于尽的愤恨 龙香热乎的米粥入口 难民们都仿佛置身梦中 善人 你们真的会救我们吗 真的 只要你们想活下去 谢谢 他们就连声音都带着些许哽咽 谢谢 你们真是大好人啊 此时 冀州城主府里 冀州牧被子一位干掉 从他书房里搜查出来的密信 被承到君子臣面前 原来 冀州牧竟然是二哥的人 君子臣看完密信 将信旨置于竹台之上 慢慢烧掉 昔日的二皇子 如今的豫王 冀州牧投靠了豫王 故意在冀州造成民怨 只有兴起乱世 在夺敌中失败的豫王 才有起伏的机会 而君子臣 现在知道了豫王和冀州牧的这个秘密 第九十三章 神医贬素问 然得只剩下一脚的信旨 被君子臣轻轻松开手 落在灯心 全程一抹黑色灰烬 他轻且慢地开口 曾经的二皇子 在民间与朝堂上 以贤能闻名 而今却为了一个皇位 做霍乱天下的乱臣贼子 你说 那个位子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这话 暗姨不知道该怎么见 沉默了一瞬 这位素来寡言的子一位首领 缓缓开口道 属下见识浅薄 不敢妄议皇族 但 属下知道 天圣国不该应该交到这样的人手上 苍生黎明 也不会愿意封这样的人为君王 闻言 君子臣轻轻地笑开 此时冀州城主府的书房中 光线幽暗 小皇子唇色归丽 小小年纪这一笑 竟然有种华美暗昧的味道 也是 在二哥记忆成百姓挑明乱 谋皇权的时候 这江山已经轮不到他来做了 盛世崩 封烟起 这皇位谁都想做 那倒不如 天下我主 书房里 一副尚未下完的棋盘上 黑白子交错 本来黑子已经陷入僵局 眼见就要全局覆灭 然而紫衣男孩年花一般 轻轻拿起一粒黑子 他指尖银白如美玉 映衬的普通寻常的黑色棋子 也当即显得金贵了起来 他手腕一转 最后天下我主这四个字 从男孩非薄烟红的唇绊中吐出时 他手中的黑子 也恰好落在棋盘之上 棋局风云变幻 局势瞬间扭转 冀州墓被紫衣卫杀掉 君子臣从城主府搜出了 能调动冀州守军的虎符 再加上能证明他军事皇族 皇子身份的苍山玉璧 整座冀州城 暂时归入君子城麾下 古代本就消息闭塞 落后 横行的瘟疫 更是让许多城池封锁 消息就更加难以递出去 冀州城一主的是 一时半会 还没能传到圣经去 就连在自己封地上的御王 也不知道 投靠他的冀州墓 已经生死 冀州城外的难民们 就地扎营 这一次 却再也没有了 只能等死的沉沉气氛 在每日苦涩的药味 与不湿的米粥中 他们重新燃起了 生的意志与希望 当然 他们心中也是很困惑 与不可思议的 这世上 竟然真的有人愿意不计回报 耗费药材粮食无数 不顾疫病的危险 就他们这群身份低贱的流民 或许是被这种一举感染 冀州城中大大小小的药铺 都愿意将药材免费贡献出来 甚至有民间医术精湛的大夫 带着一群白衣弟子主动投奔 某听闻冀州有其人 未患有疫病者不周施药 救助流民无数 也想尽一份绵薄之力 故带着弟子投奔而来 承蒙诸位不弃 这个名字叫贬肃问 白发白须 看起来颇为先锋道骨的老者 朝君子臣和苏家人轻轻一一 便领着弟子 转身加入到救治冀州百姓的行动中去了 望着冀州城外的难民营 多处的那数十道白色身影 暗一不惊道 鹤发先人贬肃问 殿下 他是药王谷谷主 当今天下的第一神医 第九十四章 辖职大者 当为国为民 君子臣眼睫微动 嗓音有种小少年稚嫩的轻量 还夹杂了丝金贵感 他轻声道 前朝末年 名不聊生 药王谷率领三千弟子入战场 驻五帝平天下 定江山 天圣建国后 五帝赐下单书铁卷 允诺药王谷出身之人 可不是权贵 不是皇族 不入宫作官 药王谷历来神秘 只有走民间 哪怕父皇并重拾 也是请不来现任谷主神医贬肃问的 而今 他却率弟子出山了 小皇子略微一叹 当真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吗 虽是问句 但君子臣心里清楚 天圣河山的确已经满目疮痍 名不聊生 所以 他又低声道了句 药王谷的人出现在这里 不是坏事 不必管 于是 难民营里多了一群 悲天悯人的白衣医者 成为冀州城外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药王谷弟子 帮忙救助得了瘟疫的病患 处理疫病的各种并发症 极大提高了效率 降低了死亡率 从古至今 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都是值得尊敬的 苏明媚毫不吝啬的小手一挥 给药王谷一众弟子 特意开了小厨房 拿出钱 是他在酒店打包的菜肴 好好犒劳 一下他们 这次听闻 民间瘟疫四起 药王谷出山的弟子五百余人 但分散在各地 随着扁苏问 来到冀州城的 只有三十余人 他们下山时 原本带了银钱和干粮 却多数赠予了百姓 是以前段时间 每日也只得以囊兵果腹 令人垂涎三尺的香气 哪怕身为医者 药王谷弟子们注重养生 平时不食大鱼大肉 也忍不住被勾起了腹中蝉虫 众人本来还想矜持一二 没想到拿起筷子尝了口 就再也忍不住大块朵一起来 真是 好吃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真想告诉去了别处 救助百姓的师兄弟们 在他们面前炫耀一下 自己吃到了如此美味的菜肴 扁苏问吃完这丰盛的一餐 找到苏明媚 轻轻一一 多谢苏小友盛情款待 只是以后我们与百姓同时即可 这些十日以来 得知戴口罩 勤洗手 勤消毒 不得吃生水等防疫举措 都是苏明媚 这个小女娃做出来的 扁苏问就时常向苏明媚请教 比如薰爱草消毒她知道 生死灰消毒又是什么原理 总之 一点没有神医的架子 十分地不耻瞎问 对苏明媚的称呼 也从一开始的苏小姐 变成苏小友 苏明媚脑袋上输着双计 坠着小精灵 一动就发出清脆的响声 她弯起眉眼笑道 知道了 我先前是见各位大夫 风尘仆仆 感到冀州救人 素叶无媚地照顾病患 这样熬着 若营养跟不上 恐怕身体会吃不消 才特意给你们开了小灶 但若是日日如此 我的荷包也会吃不消的 苏明媚话语俏皮坦荡 反倒叫扁苏问 觉得此女不凡 她忍不住问出 多日以来一直萦绕心中的问题 老夫听说 这些流明都是苏家救下 苏家免费为他们施粥 治病 苏小友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这么做吗 苏明媚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反问道 老先生 你知道我从小的梦想是什么吗 虽然小姑娘没按照常理出牌 但扁苏问 神色还是非常慈祥的 笑着问道 哦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是当一个仙衣怒马 仗剑天涯的女侠 苏明媚回答道 她一点都不觉得 这个梦想中二来着 前世看古装剧的时候 苏明媚就特别幻想 自己能穿越到古代 最好能有绝世武功 侠侄小者 与有为灵 侠之大者 当为国为民 苏明媚道 我要做 自然就要做大侠 扁苏问浑身一震 真不敢相信 这句话 是从一个十岁小姑娘口中说出来的 但 旋即 对上女孩流光转动般的眼睛 鹤发老者微笑了起来 会的 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一位 名垂青史的大侠 第九十五章 这个冬天 还会死很多的人 扁苏问很想亲眼见见小姑娘 成为名垂青史的大侠 那样的场面 所以 在冀州城的疫病危机解决后 他带着三十弟子 彻底加入了苏家的队伍 听闻北境风光 有落日长河 白雪挨挨 某爷响一关 不知诸君介不介意同行呢 扁苏问 作依微笑道 冀州背后的乱局 是豫王主使 幸亏即时被察觉 才免去一场血流成河的祸事 但 昔日夺敌败给君天义的 不止一个豫王 对天下仍有野心和图谋的 也不止一个豫王 冀州之乱 虽然被扼杀在萌芽里 其他周郡却起了疯烟 昔日四皇子 被赶去封地的平王 趁乱 反了 随后 是豫王 利王 就连一些宝经灾难 活不下去了的百姓 也纷纷或落草为寇 或揭竿起义 至此 天圣拉开长达十年之久的乱局 圣经 一群庶子 真是该死 朕当年就不该留他们性命 君天义扶去桌上物件 一阵瓷器碎落 蹦剑的声音传来 将正迈入门槛的云若月 吓了一跳 云若月扶着微微显怀的肚子 见到君天义狂怒 眼睛星红的模样 有些心惊胆战 阿易 这是怎么了 君天义咬牙 朕的那几个好兄弟 反了 云若月大惊 啊 为何会这样 君天义此时没心情男女封月 朕要召集百官一事 你若无事 就下去吧 说吧 君天义拂袖而出 在正事上 云若月帮不上他一点忙 不似苏明凤 想到这个名字 君天义略微一正 若是苏明凤还在 身为他的女人 自当是应该为他分忧 哪怕月儿现在 怀着他的子嗣 他也不得不承认 在谋略方面 苏明凤比月儿强得多 当年他从不起眼的皇子 到九五至尊 离不开苏明凤的功劳 只是 他太聪明 也太霸道了 性格像凤凰一样骄傲 眼里容不得沙子 自己不能生 还不容许他那侧妃 君天义不知道为何 最近总是容易想起苏明凤来 或许是因为 苏家一门双将还在的话 这些逆贼随时可派苏震北 和苏江青平叛 甚至豫王 平王 丽王 根本不敢造反吧 君天义心里 生出了撕毁一来 云若月咬住了唇绊 阿易近来对他 似乎不比从前那般吃恋 爱重了 也就得知他怀有身孕 好感度才往上涨了一点 理智上 以做皇后为毕生目标的云若月 还是能理解君天义的 天灾平乱 他政务繁忙吗 但是 情感上 云若月有点不太能接受 君天义对他的爱意 变得淡薄了 云若月 心里有点淡淡的恐慌 似乎从凤一殿失火的那一晚开始 他离皇后之位 就越来越远了 他还能做皇后吗 云若月很怀疑 至尊皇后系统蛊惑他 宿主不必担心 你还有另一个选择呢 被提醒 云若月才想起 是啊 他还有退路呢 绝杀是西凉国遗落在外的皇子 云若月玉手轻轻地捧着略微凸显的肚子 红唇轻咬 眼里闪过一丝心虚 说实话 他肚子里的这个孩子 他自己都不知道 亲爹是谁 算怀上的十日 他跟绝杀和阿易都有过 想到这 云若月绝美的脸蛋 浮现起淡淡红韵 呼吸都微微平住了呢 阿易很好 却已经许久没碰过他了 有时候 他甚至偶尔会想起 绝杀那少年般静兽 却勇猛的身躯 云若月想 他应该不是这个天底下 会同时对两个男人动心的人吧 就在女主拿玛丽苏剧本 苦恼自己为两个男人心动 不知道该选择谁的时候 苏明妹这边 依旧走的是逃难style 就连苏明妹都没想到 男二竟然上位了 偷偷给男主戴了绿帽子 不然 他肯定鼓鼓手掌 说一句 女主牛逼 他们的队伍 离北京越来越近了 天气也越发地冷了 三轮车后面载人的车厢四周 被安装上简易的防风板 勉强能够抵御寒风 有要亡谷剩下的弟子 入室就服百姓 这场瘟疫被控制了下来 哪怕死亡的人数 依旧触目惊心 现在 冬天来了 今年灾难不断 田地根本无人试弄 结不出粮食 没有粮食 冬天可就十分难熬了 这个冬天 恐怕还得死很多的人 苏明妹裹着小棉袄 说话时 哈出淡淡的雾气 冷风墨子直往嘴里灌 一张小脸被冻的雪白 北京可真冷啊 他倒是有在默默修炼 但短期内还达不到能无视外界温差 大冬天穿一身薄衫的程度 君子臣忧心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今年的冬天 似乎来得格外的早 也格外的冷 每到冬季草原枯萎 牛羊战马 没有丰润的草可吃 墨北人没有粮食可食 没有冬衣玉寒 那群蛮族 就会侵扰我天圣边境的子民 烧杀抢掠 说到这里 小黄子连那双霞长墨亮的凤眸 此时都是暗沉不见华光的 第九十六章 墨北蛮族 往日天圣国力强盛时 墨北尚且喜欢侵扰天圣边境 现在天圣内乱自顾不暇 墨北人恐怕就完全没有顾忌了 那群蛮族 本就体格飙飙悍 生性嗜血 在缺少食物的时候 连自己族群中的老人 都会被第一个抛弃 更不要指望他们 有任何的怜悯之心 北游关那场大败 天圣和墨北一合 割让三座城池 也相当于将边关百姓 送到墨北人手里 一合条款 虽说签订的是五年 五年之内 两国互不侵犯 但 墨北真的会讲信用吗 苏明媚更倾向于 墨北会撕毁一合条款 女孩声音十分笃定 落后就要挨打 她遥远的故国 在那幽远的历史中 曾经被蛮蚁铁蹄踏破山河过 也曾被列强用炮火 轰开过国门 那些侵略者 比想象中的更可怕 永远不要低估了 侵略者的野心与恶意 苏家跟墨北人是世仇 有苏家的儿郎 死于墨北铁蹄之下的 也有墨北那群蛮人 死在苏家掌枪之下的 苏家人可不敢轻视了 这群蛮族 特别是苏江青这个 从那场战争中活下来的人 苏江青说 墨北人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 各个善其设 就连墨北的女子 也跟我们中原的女子不同 她们也能上战场 而且墨北贵女 拥有瓜分财产的权利 丈夫死后 她们还可以带着 自己的牛羊河 甚至可以参与议政 所以 就连墨北女子 也不可小瞧 苏明凤月听 那双流转着艳光的凤眼 就越发明亮 墨北女子能议政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听着苏明凤兴奋的语气 苏明妹嘴角微抽 感情大姐姐 还有一颗 泽天女皇临朝的心啊 是的 长姐 苏江青道 比如 现在墨北王庭 虽然表面上雍丽又王为主 但是真正掌权者是萧太后 生的孩子立为新帝 弄死军天义后 自己做太后执掌天下 这等是他当初 怎么就没想到呢 苏明凤不禁扼腕叹息 就算他伤了身子不能生 随便将那些女人生的孩子 夺一个过来养在膝下 不就好了吗 相信 为了孩子的前途 那些女人 是不会拒绝自己的儿子 成为未来皇帝这种诱惑的 苏明凤能这么想 可见是半点都没有再将 军天义这个男人 给放在心上了 已经将他彻彻底底地 从心里踢了出去 半分留恋也无 不过 现在说 这些都是虚妄 他现在离圣经千里 而在世人眼中 苏贵妃也是个死人了 彼时 苏明凤并不知道 自己将来也是历史上 留有浓墨重彩一笔的 第一位女异姓王呢 只不过 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了天圣 历史由新的皇朝书写 而在这个冉冉升起的 新的皇朝野史中 对这位女异姓王的传闻 也有很多 据说 他就是天圣末地 那死去的贵妃附生 这些都是后话 暂且不提 眼前要紧的还是 他们一行抵达北京后 可能会遇到 墨北蛮族的抢掠 毕竟 我们的队伍里 老弱妇如众多 车队也十分醒目 苏江青眉眼间 拢上一丝淡淡的忧虑 语气沉重起来 哪怕咱们粮食并不外露 也是不行的 墨北人速来 将我们天圣子民称作 两脚羊 天圣百姓 在遇到天灾兵祸 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 迫于无奈 也会一子而食 但 那是在敌敌雀雀 连草根 树皮 老鼠 甚至观音土都吃光后 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了 才会同类相识 但是墨北不同 那群蛮夷如毛银血 残忍冷酷 牛羊和战马 是他们宝贵的财产 而天圣百姓 在他们眼中 只不过是奴隶 是储备的粮食 分食两脚羊 墨北蛮人 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所以 离北京越来越近 眼看着就快要抵达目的地 他们这一路颠沛流离的逃难 逃荒即将结束 但 危机却没有解除 北京边关没了十万定北军 墨北人只会更加猖狂 苏江青眉目透着冷冽 就算殿下一路上 令子一位训练咱们队伍里的流民 跟墨北人对上 恐怕也没有胜算 君子晨明起唇绊 这个 他心中也有预料 到底是散兵游将 成为能上战场杀敌的将士 还是欠缺了些火候 如果有武器呢 苏明媚突然来了一句 苏江青猛然抬眼 众人都望向苏明媚 小姑娘弯起眉眼 笑也烂漫 如果有杀伤力强大的武器 就足以扭转战局了 对吧 二哥哥 第97章 火枪营 苏江青猛然想起龙虎山 遇到土匪侵袭时 小妹交给她的那个名叫做枪的东西 少年将军 呼吸微微急促起来 黑毛底燃起一寸明亮的火焰 对 苏明媚不知道 提前将火药和枪支 带到这个时代 是否是正确的 但 只要能在乱世带领着家人活下来 她不后悔 女孩谋色坚定 未来令四国臣服 战无不胜 却又神秘至极的火枪营 就是在这个时候 有了雏形 队伍 往北继续行了三日 地势越发开阔了起来 不过 两日前 下起了大雪 北风凛冽呼啸 满目银庄诉果 前面 就是北京的梁州城了 我们快要到了 苏江青开口说道 虽然她的声音 很快就消失在呼啸的风雪中 却依旧叫队伍人心振奋了起来 望着熟悉又荒凉的北京 苏江青摸了摸自己断掉的双腿 在心里说 离开时 定北军大败 我如同丧家之犬 还断了这一双腿 而今 我回来了 这时 一名紫衣卫动了动耳朵 突然道 殿下 好像有什么朝着我们的方向来 君子臣知道这个暗卫的特别之处 就是耳聪目铭 普通人听不见的声音 他都能听见 顿时宁眉问道 你听见了什么 那紫衣卫微侧身 耳朵朝着某个方向 然后闭上眼睛 喃喃道 我听见了风声 雪声 还有马蹄声和人声 他们在说话 是墨北语 说到最后 他竖然睁开眼 殿下 是墨北人 此言一出 队伍里的大多数人 煞时都惊慌了 墨北人 怎么会是墨北人 这里可是北境 前面梁州 明明就是我们天圣的疆域 墨北蛮子 怎么出现在这里 天圣百姓 对墨北蛮族的厌恶 仇恃 以及畏惧 是刻在骨子里的 没想到最糟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君子臣鸣起唇 声音低沉了一分 可知对方有多少人 不少于千人 还都骑着马 马蹄声浩大 似乎是绕路过来 跟我们一样 想要前往梁州城 那紫衣未到 他们的队伍 虽然也有将近三两千人数 但战斗力 恐怕只有五百步道 想要胜过墨北人 必须得靠出奇制胜 梁州城一定出事了 君子臣心头一沉 望了眼满目雪白的山河 轻轻呢喃着道 才三日啊 然后又开口问 火枪营训练的如何 能否迎战 能 就连加入了火枪营的苏锐 和苏廷哥俩 都忍不住挺起胸膛 骄傲地回答道 好 带上弹药 进行埋伏 是 殿下 苏明妹看着临危不惧 有条不文指挥 不拘 下命令的子一男孩 不禁有感发 直到现在我才感觉 小臣他真是越来越像一位皇子了 想想在现代的时候 像君子臣这个年纪的小孩 都还在读小学呢 他家小皇子 竟然都玩起了权谋和军事 放现代君子臣 也是神童 眷王般的存在吧 一旁的苏明凤 听见这句话 心下凉凉一笑不说话 君是皇族的皇子 就没有简单的角色 小妹这是被九皇子 可爱的外表给骗了 墨北人的铁骑声势浩荡 远远地碰见苏明妹这一行时 竟然在马上挥舞着嘴里 嗷嗷嗷地欢呼了起来 凉脚羊 这么多的凉脚羊 抓回去 把这些天圣人统统抓回去 我们的墨北勇士 可是好久都没吃肉了 第98章 击杀墨北将军 墨北人说话 跟天圣人口音有一定的差异 但不至于听不懂 听见墨北人 将他们这群人都看作储备粮 嚣张大笑地喊成凉脚羊 众人心中都忍不住 生起一股恶寒 随之而来的 却不是恐惧 而是愤怒 我们扛过大汉 走过红浪 熬过瘟疫 这才一路到北境 绝不是为了做你们墨北人的口粮的 众人腮帮子微微鼓起 开口咬牙怒骂道 你们这群墨北蛮夷 羞得猖狂 滚出我们天圣国 我们就算是死 也绝不向墨北人摇尾起怜 墨北人侵入天圣边境 遇到的天圣百姓 无不是抱头慌乱逃窜 被他们捉到时 眼睛染着惊恐与敬畏 嘴里说着求饶的话 就像那个带着肚子的天圣女人 到死前都还在求着他们 不要伤害他的孩子 可是 这群天圣人 竟然敢在镇前叫骂 骑在马背上的墨北将军 眼睛里闪过一丝 饶有兴致的光芒 单手举起鞭子指着众人 开口道 无以为天圣小名 皆是胆小怯懦的卵脚虾 没想到 金盖倒是碰上一群有骨气的 有趣 甚至有趣 这位墨北将军 嘴角勾起一丝邪宁的笑 在最后这四个字上 加重了语气 苏老夫人拄着拐杖站了起来 虽然身上并无一品 告命夫人的官服 只穿着寻常夫人的衣裳 外面裹着能抵御极寒的 绿色军大衣 模样看上去 甚至有一丝怪异 但是世家主母的巾帼气场 却在风雪凹力中 全然体现了出来 我天圣的将士们 无意不是骁勇的儿郎 在战场上从未有过贪生怕死 你们墨北 蛮夷亲我边境 如我百姓 可笑竟然还觉得自己是勇士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苏老夫人在阵前 对上墨北人时 全然不似端庄慈祥 和蔼不争的老风君 连连冷笑后 甚至轻蔑地朝那墨北将军 催了一口 我呸 苏明媚立刻捧根地拍手道 祖母威武 风雪凛冽 刮得人瑟瑟发抖 但众人却感觉 心中好像升起了一把 灼灼烈火 没错 欺负咱们老百姓算什么本事 不知道从前是哪个孙子 被咱们定北军 打得屁滚尿流呢 把墨北蛮子打出天圣 定北军威武 英国公威武 那墨北将军 眼睛不悦地眯了起来 虽然墨北人被称作蛮夷 生性野蛮 如毛银血 基本上没有礼仪廉耻这种东西 但是被一群他们是做 两脚羊的储备梁嘲讽 可就让人很不高兴了 特别是听见两脚羊 还提到了定北军和苏家 苏家和定北军 一直是墨北的眼中刺肉中钉 如果没有苏家统领的定北军 历代镇守北境 护卫着天圣国的疆土 那他们墨北早就挥石北上 打入天圣了 那肥沃的土地 那清澈的河流 那华贵的城池和宫殿 以及美丽娇柔的女子 早就是他们墨北的囊中之物了 哪里像现在这样 只能待在草原 牛羊将草地都啃得光秃秃的 许多草原都不再生长 变成了干旱的沙地 所以 墨北与苏家有事仇 是宿敌 老祸该死 墨北将军原本勾起的嘴角 顿时拉松下来 眼睛里蹦射出一抹杀意 用奇异的嗓音 说着天圣国的话 你们这群两脚羊 今天都要死 苏家 定北军 哼 听说你们天圣国的皇帝陛下 已经将苏家抄家流放 定北军也早就没了 谁也救不了你们 说吧 他抽出腰间佩戴着的弯刀 举起向天 喊道 墨北勇士 给我拿下这群两脚羊 本将军重重有 然而 最后一个赏字还没落下 一颗不知 从哪里而来的子弹 穿破风雪 裂空急迟 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没入墨北将军眉心 他眼球突然暴征 眉心多了个黑洞 往外冒出的鲜血 很快被凝结 似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被夺走了性命 然后 骑在马背上的高大身躯 轰然倒塌 原本已经打算抽刀欢呼大叫的墨北将士 瞬间鸦雀无声 第九十九章 梁州威夷 怎么回事 将军他怎么了 凌冽的风雪里 不知哪个墨北人说了一句 将军 八图将军 副将猛然反应过来 连忙跳下马 朝倒在雪地里的墨北将军跑过去 八图将军被翻过来 双目瞪大如铜铃 彻底没了气息 副将扯着嗓子哀嚎了声 愤怒地大叫道 将军死了 墨北将士一听 顿时乱了阵脚 八图将军 可是我们草原上排名前十的勇士 竟然就这么 死了 将军怎么死的 为什么突然就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了 是天圣人 一定是天圣人的妖法 杀了他们 为八图将军报仇 为将军报仇 墨北将士骁勇善战 哪怕是了八图将军这个主心骨 骨子里野蛮和好战的天性 让他们厮杀的气势 卷土重来 苏家队伍经过调整 老弱妇孺被保护在队伍最中间 外面是拿着武器的成年男子 布局合理 将战斗力利用到最大化 暗中埋伏的射击手 隐藏于车队里 与血地间 子弹力无虚发 精准喂点墨北兵 一颗必定带走一条性命 后来 这群墨北人也怕了 明明天圣人都没有靠近 他们墨北的将士 竟然接二连三地倒下一批 就算人数再去多 血条再厚 也不能这么糟 而且 人害怕的 从来不是明刀明枪的厮杀 而是被翘无声息的 就带走了性命 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神秘未知的死亡恐惧 比流血掉头可怕一百倍 妖法 这群天圣人一定有妖法 巴图将军死了 摩勒夫将也死了 我们打不过的 快逃啊 墨北将士 转眼溃不成军 鲜血染红白血 马蹄凌乱 有人抱头逃命 连弯刀都扔在地上 顾不得捡起 最后 这群墨北兵 恐怕怎么也没想到 会被他们是座两脚羊的天圣人 反过来俘虏了 殿下 此次一共缴获兵器上千把 战马三百匹 此意味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昂与兴奋 甚好 君子臣也露出了个笑容 虽说墨北人的弯刀致士 天圣将士恐用着不顺手 但是兵器以铁为主 可以送进熔炉 重新打造一批 属于天圣将士自己的兵器 墨北战马彪悍 皆是优种马 就算缴获的这三百体战马 只听从墨北人的指挥 一时不能为他们所用 但是可以拿来培育新的战马呀 最重要的是 墨北折损了这支几千人的队伍 不说是遭了重创 但也必定损失不小 敌若我强 如何不叫人快灾 君子臣略微沉吟 至于这群墨北俘虏 他见过战乱与灾荒中的苍生 是如何求生 也懂得了人命的可贵 虽然这群墨北蛮夷不配称之为人 但下令将这上千名墨北俘虏 屠戮殆尽 以小皇子的年龄 一时还真是难以抉择 把他们押到梁州城吧 然后建一个战俘老改营 让他们修建城墙 种地 做苦力 给一口饭吃 额不死这些人就行 大家觉得如何 苏明妹灵光一现 建议道 苏江青道 小妹的提议不错 杀掉这上千墨北战俘 哪怕是挖坑填埋 都得十几个人挖上一天一夜 砍下他们的脑袋 也得将刀刃都卷盾了 前者浪费时间 后者浪费兵器 不如建立一个这样的 嗯 战俘老改营 让他们给天圣干活 当然 他们的罪孽 是这辈子都无法赎清的 穷其一生 也只能待在战俘老改营里 直到死亡才能解脱 说到最后 苏江青虎珀色的毛子 透出一抹悠悠的清寒 大家一致同意 战俘老改营的决定 君子臣汉手 都挺姐姐的 然后 让人将墨北俘虏绑起来 苏明妹特别无私地奉献出 空间里拿出来的绳索 绑这群墨北俘虏 可需要不少绳子呢 还没等上千墨北俘虏被绑好 暗姨就神色匆匆 走到君子臣和苏家人面前 带回来一个凝重的消息 殿下 墨北入侵天圣 一路从幽州 孤州攻打至梁州 连途两座城池 兰家带领着剩下的百姓 退守至梁州 今日已经是梁州城 被围困的第29日 咱们遇上的 这支墨北军 就是绕路远行 准备前后夹击 攻入梁州城的 梁州威仪 第100章 越野车冲进墨北大营 梁州城 风雪深重 凌冽如刀 天地间白雪挨挨 外墙附了一层 亮晶晶的冰棱 尖端晶莹 闪过一抹风锐的流光 在城楼上 坚守岗位的士兵 头盔下的脸庞 已经僵硬的没有表情 握着长枪的 手指冻得通红 裂开的火口冻则 就会冒出一股鲜血 转瞬间 又被极寒的温度凝固住 伤口混合着鲜血 跟冰凉的铁器 黏糊在一起 脸上 耳朵 足底都是洞窗 夜里奇痒无比 寒风刮骨 冷吗 当然冷 疼吗 当然疼 但是 城下 就是随时会 攻打进来的 漠北大军 城中是数以万计的 天圣百姓 里面也有他们的父母 妻子 儿女 手足 他们不敢退 也不能退 只是 守 又能守多久呢 这是每个梁州士兵 心中所想 迷茫中 隐约带着一丝绝望 梁州四方要塞 都被漠北大军围困住 成了一座孤城 虽然城墙坚固且高耸 一守南宫 漠北一时半会儿打不进来 但里面的人也逃不出去 梁州城的兵力 不足漠北大军的十分之一 城中百姓加上将士 总共也只有两三万人 这两三万人被困在梁州城内 每日总要吃喝 天气这般寒冷 每日还要烧炭取暖 不然晚上会冻死不少人 光是粮草 炭火 棉衣 都是一个庞大的令人心惊的数字 幸好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从富庶的江南之地举足 迁移到苦寒北境的兰家 给这片贫瘠又穷困的土地 带来了许多物资 才让他们撑到了现在 今天已经是他们 被困梁州城的第二十九日了 从十日前 夜晚的炭火就已经断了 从三日前 将士们每日两顿的热粥 就越发清汤寡水了 一碗粥里 只有最底下一层薄薄的米 不过 将士没有一个为此而闹 在漠北大军长达一个月的围困下 城中的粮食能撑到现在 本就是一场奇迹 漠北军每日都在试着攻下梁州城 妄图啃下这块南啃的骨头 然后从梁州挥尸直下 踏破天圣的山河 打碎天圣的脊梁 每日都有人不断地死去 在攻城之战中 不小心摔落下 城楼的天圣将士 在漠北明经收兵时 被漠北蛮夷当成战利品一般 给运回营帐 根本来不及为他们收尸 到了夜晚 梁州城里的将士们 能听见漠北军营里那群蛮夷 在歌在舞 喝酒吃肉的欢笑声 畜生 哪些人就是畜生 漠北人是故意的 攻心之计 何其恶毒 每守城一日 梁州将士和百姓 对漠北人就更痛恨一分 也更绝望一分 他们都知道 如今天圣国内各路反王谋逆 战火四起 圣经皇城里那位新帝 决定攘外必先安内 梁州等不来援军 只不过是 一座孤城 负于顽抗 一位裹着胡球大厂的年轻公子 慢慢走上城墙 他的容貌俊俏 只不过被风雪双寒 折损了几分颜色 但是在一群武将中 那容貌与气度 也是难得的 向世家贵族培养出来的少年郎了 年轻公子在城楼上走过 将士们纷纷朝他行礼 叫道 蓝公子 他正是天圣第一富商蓝家如今的家主 蓝玉 也是苏明媚素未谋面的表哥 蓝玉自幼随着父亲经商 从小就展现出 这方面惊人的天赋 二十岁就接过家主之位 在英国公府即将倾覆时 是蓝玉果断向新帝 献出蓝家一半家产 保住了姑姑蓝氏 以及英国公府剩下等人的性命 苏家只盼了抄家流放 也有蓝玉从中斡旋的功劳 同时 蓝玉已经看清楚 这位皇帝陛下的嘴脸 一面将蓝家万贯家暗地里 转移到北境 在这里等着苏家的到来 蓝家举足从江南迁移到北境 就是蓝家成为家主后 做出的第二个重大决定 难道我的决定错了吗 望着北境荒凉的平原 漫天凛冽的风雪 以及城外不远处 黑压压仿佛乌云欲催沉的 漠北大军 蓝玉心中第一次出现了迷茫 但 现在不是多想的时候 复巢之下 烟有完卵 漠北的野心 绝不只是北境十六州 而在整个天盛 当漠北铁骑攻破北境 就算蓝家没有举足迁徙 依旧还在江南 以蓝家富可敌国的财博 灭族之祸 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至少 我蓝家是为了家国而死 不窝囊 拢了拢身上的大肠 想通了 跟蓝玉一同上城楼巡视的 梁州将领 望了眼天色 神色凝重地开口道 雪停了 蓝公子 今日漠北恐怕会再次攻城 坚守梁州二十九日 他们已经摸清了 漠北大军的习性 风雪骤击 漠北会明经收兵 当风雪停止时 漠北军必定会出兵攻城 这一次 他们还能守住吗 蓝玉眉间压着一丝忧虑 不知道姑姑和表弟表妹如何了 在乱世中可还安好 嘟 嘟嘟嘟嘟 苏明妹听见一阵奇异又悠长的号角声 裂开了长空 遥遥传来 曾经上过北京战场 跟漠北大军交过手的苏将青 眉眼一遍 道 不好 这是漠北攻城的信号 梁州城下 火光冲天 这群该死的漠北人 竟然用火油 糟糕 附在城墙外的冰化了 漠北人爬上来了 原本 城墙外边凝着的那层冰棱滑不溜秋 铁爪和攀城梯都不稳当 底下的漠北人 难以借助这两样东西爬上来 只能搭乘最笨住的人梯 火油珍贵 今天攻城漠北人 竟然用上了火油 看来漠北已经失去了耐性 今夜势必要拿下梁州城了 蓝玉提刀砍掉一个漠北兵 鲜血见到他的脸上 他声嘶力竭地吼道 杀了他们 绝不能让他们攻上城楼 杀呀 然而 漠北大军清朝出洞 飞找勾住城墙边缘 沿着绳索攀爬而上 攻城梯被推下去一架 立刻又有新的架上来 好像已经成了数字 杀戮变得麻木 鲜血和尸首都见他的血肉模糊 蓝玉不记得自己挥刀了多少次 他的手臂颤巍巍 虎口被震得发麻 只机械地重复着举刀 挥一下 抽出侧挡的动作 当然 他身上也受了不少的伤 狐球大厂也早已不知道丢哪去了 北境领东的夜 总是来得格外的早一些 当最后一丝天光被夜色吞没 整座梁州城 就像是陷入了绝望的黑渊 让人见不到一丝光明 墨北兵越来越多 就在这个时候 黑夜里陡然亮起一道强烈且明亮的光 光落在一面竖起的旗帜上 鲜明的图腾如同烈焰招展 快看 那是什么 是 定北军的旗帜 临时做出来的定北军旗 在夜空中烈烈舞动 苏江青温润沉静的声音 透过扩音器传出 也多了一丝激昂 梁州的将士们 定北军来了 与此同时 一辆越野车就像愤怒咆哮的野马般 冲进墨北大军中 撞散了他们的阵型 第101章 墨北兵败 梁州守住 曾经的定北军十万英列军魂 尽数埋谷北游关 这世上哪里还有什么定北军 不过是剑走偏锋 车头经过改装的重型越野 用一刻钟 学会驾驶他的紫衣卫 蛮横地冲进墨北阵营里 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才有可能在2000援军 与20万墨北大军的巨大人数差距上 博得一丝迎面 七八辆重型越野 是苏明媚空间里仅有的库存 他一口气全部拿了出来 至于小型轿车底盘不高 转速不足 不适用于雪原战场 当钢铁怪兽被踩足了油门 油声轰鸣地 撞入墨北大军中 杀伤力比墨北铁技更胜 车头与车身周围 安装上一圈铁刺 原本这个改装 是用来对付墨士丧尸的 在战场上的效果 也是出乎意料的 血腥 残暴 高效 越野所到之处 顿时解飞肉剑 横扫千军 而临时画出的 笔触笨拙的定北军旗 在领列北风中招斩鼓荡 给困手孤城的梁州军民在 兄弟们 撑住啊 援军来了 定北军来救我们了 我们有救了 梁州有救了 被墨北人举着弯刀 朝脖子挥下 原本胳膊已经脱力 再使不出一丝力气 抵挡的蓝玉 在听见有人欢呼着 定北军来了后 身体里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双手握刀向上 将墨北弯刀隔开 短兵相接 发出兵器碰撞的刺耳声音 满脸鲜血的蓝玉 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再反手将刀 捅入墨北人肚腑 完成一记漂亮的反杀 等到那面在黑夜里 发着光的定北军 齐跃入眼底 蓝玉重重喘息 滑坐在一地的鲜血与尸体里 脸上却勾勒出 一丝虚幻的微笑 终于 等到了 我的决策不曾错 狂轰乱炸 蛮横冲撞 打着定北军旗号的援军 只有两三千人 却硬生生在墨北大军里 杀出一条血路 遇上重型越野 以及冲锋枪 这种完全不讲道理的 现代黑科技 墨北大军很快溃散成一盘散沙 嘴里喊着怪物 荒窜逃命 梁州城门打开 两万天圣将士提刀而出 冲杀追逐 在兵力悬殊巨大的情况下 梁州军民只能守 不能攻 不然无法在墨北大军的围困下 整整拖延了29日 尽可能保住这满城百姓 现在 他们终于可以拼杀个痛快 只知道窜逃的墨北大军 被士气大增的天圣将士追上 下场可想而知 很快 号角急促地吹响 墨北明京收兵 却也损失惨重 折损了将近两万兵力 打败 西元三年冬 墨北入侵天圣 接连占领北进幽州 孤州两城后 二十万大军直逼梁州城下 围困梁州29日 入夜 援军天将 号称定北 骑成钢铁怪物杀入墨北军中 最后 墨北兵败溃逃 这是天圣与墨北 打的兵力最为悬殊 最为旷日持久 也是结局 最峰回路转 最为著名的 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 这场战役 后被载入天启新朝的史书中 史称 竹缘之战 墨北人逃了 梁州城下 燕红鲜血与断壁残枝 被践踏 碾碎 融入泥泞里 脚下的土地 都是暗红且鬼燕的 被火灼烧过的城墙墙体 熏黑一片 已经变得脆弱不堪 风雪生在竹缘外 凛冽慢卷 就像是亲人 在呼唤逝去的亡灵 魂西归来 梁州百姓与将士 累得瘫坐在地上 旁边很可能就是 同伴的尸体 我们赢了 不知是谁 突然说了一声 声音极轻 染着点惊疑 这时 漆黑的天穷 像是裂开一道缝隙 薄弱的微光落向了人间 洒在每个人疲惫 溅满鲜血 带着一点迷茫 与微微不可置信的脸上 然后 就是渐渐 渐渐地 无法抑制的狂欢与喜悦 是 我们赢了 太好了 墨北人被打跑了 定北军万岁 苦守了梁州29日 在第30日 黑夜将近的破晓前 这座城中见天光 第102章 准备制作水泥 战后的梁州城 虽然迎来了曙光 却也百废戴心 城墙里外的尸体 与残枝断壁 都堆积成山 有些血肉模糊 面目不清 只能勉强从衣着上 辨认出是天圣人 还是墨北兵 负责清扫战场的士兵 若是认出 死去是铜袍 会红着眼 酸着鼻 为他们收剑起尸骨 若是认出是墨北兵 手中的刀脊 恨不得再往敌人身体 戳上十个八个窟窿才好 不过 他们不像 那群墨北蛮夷 不到山穷水 进万不得已的地步 做不出来石活人 吞血肉的事情 最后这些尸体 都会被运往一处 进行集体焚烧 包括墨北兵的尸首 有十六七岁的 梁州小将 既愤恨又不解 就让这群墨北人 曝尸荒野 被屠鹰啄了血肉 去不好吗 为何我们还要替 墨北人收敛尸骨 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真不知道 从盛进来的大人 是怎么想的 这位小将 忍不住嘀咕道 这时 一道澄澈甜美的声音 从旁边传了过来 这不是为墨北人收尸 而是为了梁州自己 大灾与大战后 为什么最意爆发瘟疫 就是因为 大量的尸体腐坏后 容易滋生细菌 腐败后的血肉化为浓水 渗透到地下 污染了水源和土地 最后我们吃了被污染的水 也就感染上一变 瘟疫有多可怕 想必不用我说吧 就在离梁州 几百里之外的许多城池 才经历过瘟疫 死伤无数 如果不处理好这些尸骨 只随地掩埋 或将它们曝露荒野 现在天气寒冷 还不会有事 待到春暖化洞 梁州才是真正的大难临头 女孩缓缓走过来 一边走近 一边娓娓道来 她身上穿着火红的弧球披风 领口镶嵌着一圈 血白细软的绒毛 将本就漂亮的整张小脸 映衬得越发浴血精致 小将礼貌地抱拳 喊了声苏小姐后 挠了挠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道 原来是这样 是我见识浅薄了 又连忙道 死地脏屋 回内城去吧 眼前的人儿 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 小仙女一般 眉眼如画 粉雕欲拙 让人觉得 她本该是在那 经典浴堂里的 而不该踏足 这满目疮痍 与断壁残肢的 惨烈战后的战场 苏明妹摇了摇头 道 这里是无数天 圣好郎的埋谷地 阴魂长眠处 我又怎么会觉得脏屋呢 而且我过来 也是为了看看 城墙是否需要修补 小将军请忙去吧 不必管我 经过将近一年的逃亡 苏明妹不知不觉间 年纪长大了一岁 往日作为英国公府 嫡幼女 贵妃娘娘的亲妹 她的生辰宴 必定是风风光光的 这回生辰是在 桃荒中度过 肯定不如从前隆重 但蓝氏 还是亲手给她 做了一碗长寿面 外交握了两个荷包蛋 现在 苏明妹已经是 11岁的姑娘了 这个岁数 在现代虽然还是个小学机 背着书包上学堂呢 但是在古代 已经是个到了 懂事年纪的姑娘了 做什么事 她自己拿得定主意 也愿意为 这座饱受战火的城池出典礼 身边有紫衣卫跟着保护 苏家人不会阻拦她出来 也不会要求 她在这乱世里 做个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规格娇小姐 城墙自古有抵御外敌的作用 原本因为墨北 想强攻梁州 蓝玉命士兵 从城墙上泼水 苦寒的天气 令城墙附上了一层冰 冰面光滑 且冰冷锋利 令墨北人想要攀上城墙 就比原来艰难了数倍 后来 墨北火攻城墙 古代城墙 都是由土木和石头建成 又是冰封 又是火烧 热杖冷缩 城墙自然就变得脆弱不堪 苏明妹巡视到外城墙下 只见墙皮被熏得漆黑 裂开不少缝隙 她拿手一摸 泥土与碎石速速落下 里面露出一些稻草 这面城墙 如今脆弱得跟豆腐一样 若是敌军再犯 根本抵挡不住墨北铁集 必须得尽快修补 防止墨北大军卷土重来 说着 苏明妹眉头促起 小手扯出一些稻草 这是什么 城墙里 怎么会有稻草 难道是工匠偷工减料 陪同他巡视的人 立刻道 小姐明鉴 不是工匠偷工减料 而是梁州城被围困的日子里 墨北多次进犯 城墙总是破了又修补 城中又实在是没有石块了 就这些稻草 还是城中百姓 你一点我一点 东拼西凑 才凑出这许多 混合上沙土与碎石 勉强将城墙修补成这个样子 后来 蓝公子想出了 泼水凝冰赴城墙的办法 城墙的损耗才少了点 但 没想到 那人摇了摇头 嘴角的那一抹苦笑 挥之不去 苏明妹略微沉吟 行 我知道了 此事我来想办法 城墙是防御漠北大军的重中之重 若是要将之修补的肩不可破 最好的法子自然是 用水泥 这个时代 水泥还没有现实 苏明妹也并非事事都知晓 比如她知道 水泥和红砖建造出来的房子坚固 冰箱可以制冷 但具体怎么做 她也只是一只半简 不过 还好上辈子 她在末世前囤了不少书 后面还收进了一座图书馆 上到誓词歌赋 百科全书 医学典籍 下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书籍 比如 母猪的产后护理 如何种地等 应有尽有 那时 苏明妹想着 若是人类灭绝 这些书点至少能够保留下来 延续人类文明的新活 这会儿正好派上用场 第103章 温室蔬菜 那些被她囤在空间里 庞大而繁杂 知识覆盖全面的书籍 或许将来有一天 能够重见天日 在这个时代 绽放出意义光彩 当然 这个念头 此刻只是从苏明妹的脑海里 一闪而过 将来明动天下的天启图书馆 如今只不过是个模糊的 未成形的概念 制作水泥是个苦茶室 那几千墨北俘虏刚好可以顶上 墨北人生性桀骜 就算沦落为俘虏 也不愿意臣服 但 苏明妹可不会白养着他们 不错 好 那就饿着肚子 还得挨鞭子 上个几天 墨北人就屈服了 修补城墙的工作 在稳步进行 内城百姓的衣食 也是一大问题 北境苦寒 物资贫瘠 今年还遭了旱灾 基本颗粒无收 被墨北大军围困的这29日 百姓们吃完了去碎的陈米和烟菜 原本能下蛋换钱积鸭 宁可自己勒紧裤腰带 少吃一两顿 也要让守城的梁州将士们吃上饭 最后 连军营里的战马都被杀掉 与百姓分而食之 可以说 梁州城淡尽粮绝 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了 而北境的冬天格外寒冷漫长 距离冰雪消融 可以播种耕耘的春季 还有不短时日 苏明妹就教起了梁州百姓 怎样做温室大棚 怎样在冬季冰天雪地寸草不生的北境 种植出反计蔬菜 用这个什么塑料膜搭出来的房子 再在四周燃照炉子 保证炭火不熄 室内温暖 就真的能种出蔬菜瓜果来 这法子可真是闻所未闻 有人心里犯嘀咕 苏家目前供给了全梁州城的口粮 虽然大多数百姓还不知道 粮食是从苏明妹手里播出来的 但对她的尊敬一点都不会少 所以 立刻就有人开口了 你懂什么 苏小姐可是神仙弟子 是小仙女呢 咱们只要按照她说的去做 一定没问题的 因为怕有人不服苏明妹年龄小 对她吩咐的事情敷衍了事 不管是苏家还是君子臣 都有意在民众间 为她提高声望 令百姓打从心底里敬畏 尊敬的 幼默过于是玄学一说了 毕竟 苏明妹一些超前的想法 在古代可以称得上是前所未闻 惊世骇俗 想要落到实处 又不引起百姓恐慌 推到神仙头上 也不失为一个挺好的办法 当脆嫩的心芽 从北境的洞土冒出 梁州百姓都高兴坏了 长了 长了 地里头真的长出菜苗来了 没想到冬日里 竟然也能种出菜来 太好了 往日 北境百姓都会在冬季到来之前 将新鲜的蔬菜制成烟菜 放入地窖的土缸中 吃的时候就随时拿出来 整个漫长的冬季 他们都是只能吃烟菜 见不到一新半点的新鲜蔬菜 别说北境了 就连江南 金陵 圣经这些天圣国最繁华富庶之地 在冬季时 能盛上餐桌食用的瓜果蔬菜 也是少得可怜 现在好了 有了这温室大棚 不分时节就可以播种 就算在寒冬腊月里 也能吃上新鲜的蔬菜了 温室大棚的实验田成功 很快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温室大棚被造了出来 苏明媚还将空间里的土壤 转移了一部分出来 混进温室大棚的田地里 浇灌田地的水里 也被他偷偷添加了林泉水 原本稻谷和小麦 从播种到成熟收割 大约要三个月 现在农作物的生长周期 极大程度缩短 也缓解了梁州全城的 梁氏压力 除了温室大棚 苏明媚脑袋里 还有许许多多改造 梁州城的想法浮现 他紧闭房门 将自己关在里面 埋头浮案 将计划一一写出 让百姓不再畏惧 北境寒冬的地龙 让天下女子 既能学习知识礼仪 也能学习烹饪 手工 化妆这些技艺 就算将来不用嫁于谁为妻 养活自己 也不成问题的学堂 让风一吹就漏风的纸壶窗户 彻底淘汰掉 家家户户都换上 干净明亮的玻璃窗 还有 很多很多 道足且长 第104章 五年后 一黄眼 五年过去 昔日苍蟒荒凉的梁州城 已经变得繁华无比 成为北境十六州中的中枢城 被漠北侵占的孤州 幽州 甚至导致英国功夫 险些轻负的那一战中 战败后 被君天义割让给漠北王庭的雍 雍将三州 都重新被夺回 这五年里 天圣内乱不断 国土四分五裂 玉王 利王 平王 这几路反王不服君天义的统治 纷纷举兵称帝 失去了英国功夫满门将才 君天义无人可用 没人替他掌兵权 凭叛贼 定天下 现在君天义空有皇帝之名 却早已不是百姓朝拜 天下幸福的共主 当然 一些老臣还是忠诚于君天义的 认为其他都是反王 只有君天义 才是先帝受命的真龙天子 许多文人默克 也做出了诗篇和文章 痛斥欲亡等乱臣贼子 维护君天义这个正统帝王 哦 对了 还有云若月 虽然他为君天义生下了一对子女 却一直没有被册封为皇后 不知为何 也只得了个贵妃的位分 就跟从前的苏明凤一样 明明为皇子正妻 但是君天义登基后 只册封他为贵妃 谁也不清楚 君天义心里是怎么想的 苏明凤慵懒又艳丽地吃笑一声道 谁知道呢 帝王心 海底针 圣经的是非 早就跟我无关了 得知此事的苏明凤 一副漫不经心的姿态 看来 心里的确是彻底地放下了 也是 比起从前困守后宫 做一个只能侍奉帝王的贵妃 现在的苏明凤 手拿红鹰枪出入战场 好不快哉 他将来可是想效仿 漠北王庭的大妃 以女子之身手掌石拳 把漠北草原都给打下来的人呢 苏将青的腿 经过神医扁苏问 以及苏明媚双管旗下的旧址 在三年前就已经大好 能重新骑马射箭 领兵打仗了 白衣银枪的邵将军 风采更胜从前 双腿基本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苏睿和苏廷 也跟着唐哥入了军营 虽然不比苏将青的名气大 却也不可小觑 苏锦瑟和苏锦秀之对姐妹花 躲避前世惨遭山匪之首的命运后 在苏明媚创办女子学院时 立下不小功劳 女子学院 经过他们几人共同商定 被命名为红福书院 亦为红颜不符凌云志 一路逃亡 不管是苏明媚 还是苏锦瑟苏锦秀姐妹 都见过太多被抛弃 被卖掉的女孩子 可能有些父母也心疼女儿 但是在家里遭灾时 女孩必定是最先被放弃掉的 苏明媚创办红福书院 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全天下的女子 你们也可以 有自己的广阔天地 所以 红福书院的校训 苏明媚借用了她穿越前 那个璀璨时代 一位伟大的女先生的话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巅 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节而非草剑 我站在伟人之间 藐视卑微的懦夫 这两句话 被刻在一块树立的巨石上 立在红福书院的门口 一些女子的命运 就此被彻底改变 于是 千年前的微光 与千年后的星芒 隔着两个时空相交 有一天 终将照应出不朽的光芒 第105章 改变天下女子的命运 这个时代 没有九年义务教育制 古人多愚昧 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 就算有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一说 那也只是男子的特权 除了贵族女子的族学启蒙 没有哪位先生 愿意教女子四书五经 女界女训之外的东西 文能定国 武能安邦 似乎从来都跟女子无关 一开始 没人愿意将家中女孩 送到红福书院入学 哪怕红福书院不收书修 苏小姐 您对我们有恩德 我们心里都记着 一刻不敢忘记 但是让我们家二压入学院这事 农夫露出局促又为难的神色 自古以来就听说过 女子还能念书的 就是啊 都说女子无才就是德 念了书 这还能嫁得出去吗 将来不会遭夫家嫌弃吧 有人担心 有人这样说 苏小姐 我们家石头都还没上学堂呢 三年哪能去呢 这不是阴阳颠倒 乱了套了吗 要不您开一间南娃读的书院 我家石头过两年 就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到时候一定送来 还有人摇摇头说 送翠翠到女子书院 那不成的 翠翠要在家帮忙带弟弟妹妹 烧火做饭 将洗衣裳的 家里离不开她 苏小姐 咱们是北京的庄稼户 不比您们是盛进来的贵女金贵 地理刨神 有把好力气就成 勤快能干就成 女子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呢 女子读书无用论 在这个朝代 似乎已经鲜明又根深蒂固地 刻进人们心里 世人用规矩束缚她们 用方寸后宅困住她们 用女子无才辨识德 阻断她们的获取知识 与思想的道路 把她们变得麻木愚昧 可是 苏明妹知道许多不书男儿的女性 原有则天女皇 竟有居里夫人 她们如同一颗颗璀璨明珠 在历史长河中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所以 苏明妹不甘心 这些女孩的天分被埋没 她们中间有的人 明明可以成为商人 文士 科学家 灵气却生生在后宅里磨灭个干净 如何能叫人不惋惜 苏明妹也不甘心 洪福书院才创办起来 就中道崩俗 于是 洪福书院又添了一项规定 或者说是福利 凡是女子入学者 不仅不收束修费 学堂里包两餐饭时 每月还可免费领大米两斤 每月评选成绩优异者 可额外奖励 赢钱一两 寻常百姓人家 一整年 也未必能攒下碎银一两 一两银子的奖学金 对贫寒人家来说 充满了诱惑 那些觉得女子读书无用的父母 原本没守成规的成就观念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我滴个乖乖 送女孩去那个什么 洪福书院念学 还有这好处 围惧在告示篮前的百姓 眼里不眼震惊 嘴里喃喃道 这女子读书 还真的能赚银子啊 也有人质疑 真有这么好 该不会是假的吧 是啊 苏小姐这么做 图什么呢 彼时 苏明媚裹着一袭红色披风 站在北京百姓面前 13岁的女孩 已经有了窈窕的少女姿态 眼睛里绽放出 凤凰一般的灼灼光芒 举办洪福书院 我并不想从大家身上图谋什么 如果一定要有个解释 才能令大家心安 那便是 从圣经到北京的这一路上 我见过太多命运气苦的女子 她们明明听话 懂事 聪慧 能干 但往往 因为她们是女子 就注定是不得喜欢 成为最先被抛弃的一个 明明有些自己也是女子 却愚昧自卑地觉得 生不出来儿子 就愧对夫家 不配为女人 还有些女子 明明心有玲珑蹊跷 却困顿于争风吃醋的后宅 为了博得男子的宠爱 绞尽脑汁 勾心斗角 甚至不惜手染鲜血 最后变得麻木 冷血 扭曲了本来的面目 因为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女见女训 三从四得 可是 如果这些女子念过书 学过知识 拥有一门足以自强自立 就算被抛弃 也能自己活下去的手艺傍身 那么是不是她们 不会再觉得 女子生来无用 妇人愚昧浅薄 那么 她们就是否可以 不再仰仗他人鼻息 依附谁人而活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每个女子生来 都能成为自己的娇阳 无需凭谁的光 第106章 长成少女的苏明媚 人群中 女子们心头颤动 其实 她们中有人全然没有念过书 听得不是很懂 只觉得那天 少女背后的阳光 分外夺目 少女的容貌 无比耀眼 浑身好似发着光一样 这时 一个被人抱着的小女孩 乃生乃气地开口道 压压要到学堂念书 压压想像姐姐一样 不管是为了崇高的理想 还是为了岁英脊梁 从大之后 许多父母将家中女孩 送到洪福书院里来上学 洪福书院 就这么在这个摇摇欲坠的 天圣皇朝里 如同一颗微弱 却璀璨的星辰 慢慢升起 绽放微光 一转眼 洪福书院都已经创立三年 苏家被判流放 一路逃亡来到北京 也已经有五年 有可能是豫王 平王 利王 以及西元帝君天意 没有把北京这块边域之地 放在眼里 这五年里 北京得到喘息的机会 趁机休养生息 发展农耕与商业互事 北京从人人避之不及的 满荒苦粮之地 变成烽火不断的天圣国 唯一没有被战火波及的地方 不断有世家与百姓 向北京举足迁徙 那些世家女宝读诗书 只是藏于深归 苦于不能一展自己所长 洪福书院给了他们扬名天下 与教书育人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世家女子 不顾家人反对 毅然决然进入洪福书院教书 他们教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也教刺绣女工 谋略算术 武功不振 苏明妹也不拘人才 从民间请来做的一手好饭的 长厨娘子 试弄田桑一把好手的农妇 还有行走民间的女大夫 除了必须的识文段字 女学生们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科目进行学习 从洪福书院出去的女学生 就算不嫁人 此间天地也有了 他们的一方立身之所 这意义 对天下所有女子来说 都是冤长而深远的 除了洪福书院 梁州城乃至整个北境 面目都焕然一新 原本宝金战火 满目疮痍 破败荒凉的城池 街道扩建后 地面平整 道路两旁 原本摇摇欲坠的土屋 变成一壮壮整齐漂亮的 两层小楼房 用红砖和水泥器 哦 对了 小楼房里还盘了地龙 就算北京最是凛冽的寒冬 待在屋里 也如同暖春一般 不必像从前的人一样 因为天气苦寒 到了冬天 一家人只能挤坐一堆 成日待在床上 盖着棉被取暖 如果要外出或者起身 只能由一个人 套上全家人的衣服出去 一破漏封的窗户纸 也被玻璃所取代 花了几年时间 宿命妹终于把玻璃这玩意儿 给弄了出来 并建造工厂 批量生产 这般如宝石瞧起来 变珍贵的东西 往日都是被天圣世家垄断 北京百姓怎么也没想到 苏小姐竟然会拿出来 给他们这群平头小老百姓用 因此 宿命妹的名声越发得好了 被北京百姓吹捧成 天上的仙女下凡一般 为百姓谋福祉 就苍生的越多 宿命妹获取的功德金光 也就越多 虽然此间世界灵气稀薄 属于末法时代 宿命妹凭借功德金光 在短短五年时间里 竟然也成功铸击了 只不过 五年前曾经在空间里 跟她有过短暂对话的 那位名幻颜希罗 夫君是凤凰的神族女子 苏明妹却再也没有联系上过 当然 苏明妹也并不沮丧 或怀有执念 她对现在的日子 很是满意 长姐心里彻底抛却了渣男皇帝 执掌一支自己建立起的火凤军 苏燕为副将 叶凌峰将长姐 是座心中诛杀制 并未对她嫁过君天义 足够做一方将领 统领异军也宁愿连起光芒 做她背后的男子 慢慢的 苏明妹也能看出 长姐对叶凌峰的感情有所不同 暧昧 若有似无 割舍不断的 只差捅破最后那层窗户纸 二叔苏映白 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体弱 被苏明妹用灵泉水 和炼制出来的丹药调养好 多致近腰的头脑 加上健康的体魄 让苏映白 成为了定北大军当之无愧的军师 配合苏江青 这位少将军 抵御住墨北这个强敌 不然北京不可能发展成 如今这般繁荣的模样 前年他与二婶楚婉得了一女 取名苏宝珠 楚婉抱着刚出生的女儿 目光温柔 带着期许 希望将来我的宝珠 能如她的姐姐们一般 强大 明媚 自由自在 不受拘束 活得肆意 会的 彼时 苏明媚从楚婉怀里 结果刚刚降生的小妹妹 弯起眉眼回答道 总有一天 这世上每个女子 都能如我们一般 三叔三神感情依旧 三叔不善谋略与战场 就干起了经商的老本行 跟表哥兰玉一拍即合 两个无间不上的黑心商人 将玻璃取名做琉璃 卖给皇族 以及各大世家 甚至卖到西凉 南楚等邻国 狠狠地赚回一大笔 书房里 云并花言 乌发如雾 群居坠地的女子 坐在暗桌前翻看着账本 侍女抱着一大碟账薄进来 小姐 这个月最先楼 倪上阁 红颜芳的账本也送过来了 女子也就是苏明媚 顿时哀叹一声 怎么还有这么多 侍女忍君不惊道 谁叫小姐名下的产业太多呢 除了酒楼 成衣房 美妆铺 还有琉璃厂 造纸行 药行 酿酒行这些呢 哪怕宁芬出去了一部分 交给景色锦绣两位小姐管理 人手也是不够的呢 苏明媚俯额 绝美的容颜 露出一丝无奈 好了 你放下出去吧 对了 花金姐姐 麻烦你帮我把灯点上 天色有些暗了 说着 苏明媚重新低下头去 视线落到账本上 心里想着 还是得尽快把电灯搞出来 不然晚上真是太不方便了 花锦放下一叠账薄 正准备掌灯时 有一道名子尊贵的身影 撞入眼底 花锦开口就欲换人 张了张嘴 公子 你出去吧 凤眸练艳 容貌俊美 轮廓透出几分古画般 精致名贵的少年 给花锦使了个眼色 花锦将竹台 恭恭敬敬地交到少年手中 浮身后退了出去 第107章 年少而知木翼 紫衣练艳的少年端着竹台 将室内展展宫登都 一一燃亮 最后才走进桌边 恰逢苏明媚服案看账本有些卷了 抬起头揉了揉脖子 眼帘里撞入那道画子的身影 精致貌美的小脸 不禁绽放出惊喜笑叶 好似连满事都滑光意义地亮起来 晨晨 你回来了 君子晨停步在苏明媚身边 依媚在昏暗的夜里 散发着幽媚冷淡的香气 凤眸透出些许恋艳的柔光 嗯 又道 这么晚了 姐姐还在看账本 没办法吗 美刀悦莫就忙死了 苏明媚哀哀一叹 然后煞时美眸一亮 你回来得正好 帮我一起看 君子晨勾唇 唇脚运了丝 不易察觉的宠溺 好 少年身形似一抹紫竹般 高雅修长 有种不容忽视的滑贵与压迫感 但是撩起衣袍 在苏明媚身边坐下来时 又脸受了锋芒 便回乖巧漂亮的美少年 苏明媚将叠成小山高的帐本 分塌一半 两人快速地看了起来 帐篷上用的是阿拉伯技术法 不需要算盘 所以书房里只有两人的呼吸声 与偶尔指张翻动的声音 夜色流淌 气氛静靡 苏明媚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先手撑上脸颊 帐本上不是流动的真金白银 而是一堆枯燥的数字 看得她有些昏昏欲睡 眼皮一点点地搭耸下来 鸭带色的结落在慈白的小脸上 光影才出一抹扇形 眼见少女的脑袋 快要朝偏过来时 君子晨放轻了呼吸 主动将自己的肩膀凑了上去 苏明媚靠上了她的肩 君子晨侧手 目光垂落在少女乌黑发顶 唇角眉间都染上一丝别样的温柔 她略微低头 那两片颜色瑰丽丝花瓣的唇 似想要碰一碰少女的发丝 却在即将要触碰上去时 又刻起腹里的声声停住了 书房门口 蓝氏端着填羹 本是想给小女儿送夜宵的 见到这一幕 抬起扣门的手顿住 一时间心乱如麻 竟然悄悄转身折返回去了 丈夫失踪 长子繁忙不在家中 这又是关女儿家的名声 也不好跟两位轴里开口 蓝英闷在心头 整日都有些神情恍惚 苏明凤胆大心细 挽住蓝英的手臂 拉着她回房坐下 询问道 娘 您这是怎么了 今日瞧着一整日都心神不宁的 有什么事情 不如跟我说说 既然都被瞧出端倪 蓝英也不欲瞒着长女 只是她不知该如何形容 最后只憋出来了一句 再过两月 明媚就快要急急了 他们都长大 不再是小孩子了 她和殿下的关系 是不是太亲近了些 哪怕五年过去 北京原本彪悍荒凉的明峰 经过教化 已经跟从前大有不同 洪福书院的出事 也令女子的思想 得到了部分解放 不再认为 男女走在一起或共识 就是女儿家放荡 不贞洁 坏了名声 但是作为母亲 蓝英用词小心斟酌了在斟酌 不愿有一丝一毫不好的形容 降落在自己女儿身上 苏明凤修剪精致流畅的眉 往上轻轻一挑 握了握蓝英的手 已是安抚 然后按兵不动地问 娘 为何突然这样说 蓝英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才将自己昨晚在书房 撞见的一五一时地 跟长女说了 末了 有些忧心忡忡地叹道 他们本就是织木少爱的年纪 本身也不稀奇 只是偏生殿下这样的身份 蓝英从来就不是 对少男少女在一起这件事情 本身有什么意见 他也是在洪福书院上过课 也受过课的人 思想也随之开放了不少 只是 君子臣的身份 令蓝英心里抵触三分 他曾经嫁过一个女儿给皇室 但下场如何 也很清楚了 蓝英话还没说完 苏明凤就一拍桌子道 好啊 我就知道 这小子对我妹妹不安好心 蓝英看着比自己还激动的长女 明凤 你冷静些 蓝英反过来劝苏明凤 要说殿下这个人 也没什么不妥 只是他到底非持中物 乾隆在渊只是一时 在这样的乱世里 迟早是要起兵的 以北京这些年的发展 必能在争夺天下中 获得一席之地 等他将来为王称帝 说到这里 蓝英摇摇头道 帝王家冷情薄性 现在或许喜欢 谁知将来后宫三千红粉 加盐叛军故的时候 他是否不会变心 苏明凤挑眉怒道 他敢 然后又道 我新年嫁给君天义 一是为英国公府的荣誉 二是自己也不愿屈居人下 想做天底下最尊贵的女子 三是 希望小妹不必跟我一样 嫁入帝王家 娘 你说得对 不能让小妹跟我当年那般 忍受夫君红粉三千之苦 要不 苏明凤摸了摸下巴 忽然突发奇想 这个皇帝就让小妹来当吧 反正整个北京 谁人不知小妹的名字 将他奉若神明 小妹振臂一呼 天下群雄必定追随 等我们打回圣经去 立刻就能龙袍加身 到那时 他要是喜欢君子臣 收了也就收了 自从脱了凤袍 入了军营 组建了火凤军 苏明凤说话 就真是越来越野了 蓝鹰 儿啊 你说这话 让为娘感到很害怕 第108章 苏家要给明媚挑选夫婿 见亲娘脸色惶恐 苏明凤扑斥一笑 娘 我开玩笑呢 瞧把您吓的 再说了 当皇帝多辛苦啊 小妹看到账本都嫌麻烦的人 就算我们 把她硬推到那个位子上去 她过得也不会开心 是了 苏明凤还真的想过 将自家小妹 推到女帝的位子上去 跟苏老夫人和苏江青 她们刻在骨子里的 中军思想不同 做过贵妃 又险些被君天义 这个王八蛋赐死的她 心里早已经没有了 中军这个概念 她小妹得仙人府顶 赐予数不尽的兴奇玩意儿 改善名声 造福百姓 又有慈悲心肠 在苏明凤眼里 若天圣归一 能坐在皇位上的人 她就指负她小妹 巾帼不让须眉 谁说女子就不能称帝 小妹开山立派的 宏福书院里所讲的 有关于泽天女皇 卡捷琳娜二世 不都各个 以女子之身执政吗 只不过 苏明妹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天下太平 海燕和青 世上每个人 都能得见盛世 苏明妹最大的败笔 就是没有野心 苏明凤便又想 做皇帝这么类人的事情 丢给他们军事皇族也好 她家小妹 只要在盛世里 做个无忧无虑的小仙女 做她喜欢的事情也行 教化万民 在九州大地上 点燃解放女子思想的 惺惺之火 只要有后来者 也未尝不是另一种名垂青史 兰茵松了口气 伸出欠指点了点 苏明凤的额头 你啊你 现在是越发的口上 没个遮拦了 苏明凤挑唇 有几分 脾翼又美艳的一笑 她在军营里待久了 脾翼自然跟往昔那个 被困在宫廷里的贵妃不同 惊逢乱世 又碰上女子思想逐步解放 苏明凤不觉得 自己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 可比她做世家 贵女和后宫贵妃的时候 快活多了 不过 玩笑归玩笑 娘你说得对 小妹再过两月就要急急了 跟九殿下关系太过清静了 确实不妥 我们苏家虽然中军 却没有再陪上一个女儿的道理 苏明凤狡黠地眨眼道 不如趁小妹急急时 相看相看天下的好狼 若有小妹瞧得上眼的 就将她的婚事先定下 到那时 就算殿下对小妹有意 也不好夺人妻吧 蓝莹眼睛一亮 觉得长女的话极为有道理 我儿聪慧 母亲这就跟你祖母 和两位婶婶商量去 说吧 蓝莹便起身去了 苏明凤望着她娘 风风火火的背影 忍不住吹了声口哨 艳艳地笑起来 她小妹今年急急 谁叫君子晨这小子 比她小妹还小上一岁 离男子成年的弱惯 还早着呢 就让她着急去吧 蓝莹找婆母 以及两位 轴里一商议 当然没有说出 先前自己的担忧 直到明媚急急 自己有心为明媚选婿 几位都是疼爱苏明媚的长辈 自然十二万分的上心起来 苏老夫人汉手 一谎言五年过去 小明媚都到了急急之年了 往昔在圣经 世家贵族的闺秀们 年幼时就有长辈帮忙挑选夫婿 急急离后都该定亲了 这几年 天灾人祸不断 百姓名声多艰 大家重点发展北京 齐心协力才有了如今繁荣的局面 不过 倒也确实疏忽了这些小辈们的婚事 不只是明媚 景色景秀也早已急急 还有江青 苏瑞苏廷哥几个都还没有娶媳妇 咱们苏家是该有一场喜事 好好热闹热闹啊 三婶姜柔 跟她名字里这个柔字 一点也不符合的 性格明快孝道 老祖宗 我家那两个丫头啊 现在一边在洪福书院给人授课 一边跟着明媚丫头做生意 现在嘴里啊 时常说着 女子也能顶半边天 不想那么早成亲啊 我可是管不了她们了 也就指望着 您去跟这两丫头说说 但 提起两个女儿不愿成亲 姜柔指嘴上说说 脸上 却是止不住的骄傲与自豪呢 她本就是商户女 自幼没有那么多世家规矩的管束 接受先进的思想能更快 女子 也能顶起半边天 何须依附男人生活 想当年 若是她娘也能离开她那个烂毒鬼 有一计之常谋生 能带着她自立起门户来 她也不会被卖给赌方 好在是遇上苏三老爷这般的好男子 才算是有之可疑 若当年没有那么幸运 被卖到秦楼厨馆 也说不定 所以 两个女儿做生意 开酒楼 到洪福书院给女子授课 姜柔是一百个支持 她们女子 明明生来就有自己的姓名 为何就一定要成为 冠以夫妻的某某事 哪怕她们不愿过早成亲 姜柔也不催 当然 女儿若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对做母亲的来讲 也是一种希望和欣慰 二婶楚婉自从生了小宝珠后 身上清冷的才女 气质圆容了许多 变成一种淡淡美丽的母性光辉 她倾笑着开口道 世间女子见过巍峨青山 长河落日 眼界开阔之后 自然不再甘愿被困于后宅之中 只做那为了男子争风吃醋的妇人 景色景秀 不愿意成婚也是自然 所以这事 也急不得 得好好挑 选那一心一意包容开明的夫婿 当然也得遵从她们的心意 比起盲婚雅嫁 世家联姻 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巨大进步了 兰茵也道 对 不着急 明媚说过 女子过早成婚 在身体 还没长成的时候就生儿育女 损害的呀 是咱们自己的身体 所以 先前才会有那么多后宅妇人 死于难产 咱们只是先相看着 从世间的儿郎中 挑选出那最好的 母亲给子女 大抵都希望是给最好的 楚婉抱着女儿宝珠 眉目温柔地道 我听夫君说 她交出来的弟子里 有些品性不错 姜柔也道 对了 还有军营里 听说也出了几位 年轻有为的小将军 苏老夫人道 还有近年来举家 搬迁到北京的士族之中 也有子弟十分出彩 小明媚的吉吉礼上 可邀请这些年轻子弟前来 届时拿上老身的名帖 就说 邀请各家前来官礼就是 公子不好了 不好了 苏家决定要在明媚小姐吉吉礼上 给她挑选夫婿了 一名紫衣卫大喊着跑进府邸 正在雕琢着一枚 玲珑白玉簪的君子臣 手上刻刀乎的划破指腹 白必燃蟹 鲜艳妖浓 第109章 殿下吃醋 见君子臣受伤 潜藏在树上的暗卫 从宣窗外跳了进来 奉上一块雪白的帕子 公子 君子臣动作优雅地接过帕子 将为雕刻完的簪子上的鲜血细细擦去 才随意裹了流血不止的手 随后 年纪轻轻 就已经有处遍不经尊贵气度的少年 撩了撩眼皮 望向一开始 进来禀报的那名紫衣卫 你刚才 说什么 一字一句问得很慢 也极有压迫感 恍然是觉得自己听错了 那名紫衣卫额上冷汗 都快掉下来了 顶着主上寒沉轻物般 不带多少感情的视线 硬着头皮 将话重复了一遍 只是比起第一遍风风火火的渣户 这边就要语气艰难得多 公子 属下探听到 苏家决定要在明媚小姐吉吉宴上 给她 给她挑选夫婿 终于说完 少年气息一瞬间 变得很恐怖 那名紫衣卫低下头 心里暗暗叫苦不迭 这样的差事 怎么就轮到她来禀报了 这些年 公子对明媚小姐的心意 他们都看在眼里 只要碰到明媚小姐的事情 公子就没有能冷静的 更何况是明媚小姐要选序了 果然 她在一抬头 那道画子恋艳的修长身影 已经消失在眼前 我去一趟苏福 苏福 被祖母叫到跟前 说她快要急急 预备给她相看的苏明媚 跟现代每个被催婚的女孩一样 心里是有些拒绝的 祖母 我还小呢 不用这么着急吧 虽然活了两世 加起来的年龄也不小了 但苏明媚前世今生 都是被家中娇虫长大的 在她心里 自己还是个宝宝呢 哪里就到了嫁人的年纪了 苏老夫人慈爱地笑着 将少女搂到自己怀里 祖母知道你还小 不是即刻就要 将你嫁出去 要是那样 祖母和你母亲婶婶们 反倒是舍不得呢 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心肝 只是先给你相看着 若是遇到你喜欢的 就先定下 过几年 带你身子骨 长成了再嫁于她 明媚看这样好不好 因为苏明媚 在洪福书院设立的课程中 给女子们都科普过 过早成婚同房 和孕育子嗣 都是对女子自己的身体 有害无益 损伤受数的 所以 苏老夫人也不会让明媚过早出格 哪怕她 自己想早早嫁人 滕西孙女的祖母 也不会同意呢 这样啊 那苏明媚就放心了 一切都听祖母的 只要不是盲婚雅嫁 或者过早的嫁人 苏明媚都不抵触 她也从来没有喊出 天下女子不要结婚这种口号 古代大环境跟现代不同 苏明媚传授女子谋生手艺 解放她们的思想 却不能鼓动女子不要成亲 对 就是不能 正逢乱世 劳动力是很重要的东西 而劳动力来源于人口 若天底下的女子都不愿成亲 出生率会骤降 再加上本身各地就在打仗 或许过不了几十年 天圣国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女子 再无年轻新生的壮年 长成抵御外敌 到那时 不用墨北铁骑踏破中原 天圣自己 就把自己玩灭国了 而苏明媚 会成为千古罪人 还有一点 古代法治并不健全 女子们是有谋生赚钱的本领 可以都不成亲 但那些男人全部成了光棍 只会造成犯罪率的激增 他们守不住那些金银 也守不住自己的真结 所以啊 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历史上没有哪样改革 是一蹴而就 她开辟先路 自有后来者 而且 苏明媚不喜欢的 只是盲婚雅嫁 对澄清这件事情 本身又不抵触 两世她都是单身 哪个女孩子 不期待一场甜甜的恋爱呢 所以 在苏老夫人问她 喜欢什么样的男子时 苏明媚捧着小脸想了想 回答道 第一 要长得好看 把一众长辈 都给逗笑了 从祖母那里出来 少女群居款款 腰间环配叮当 在通往她规格的必经之路上 远远就瞧见一位紫衣少年 长身玉立地等候在垂花门处 苏明媚迎上前去 并别的明珠耳当微微晃样 眉眼似被阳光染上一层灿金流光 晨晨 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等你 君子晨看着少女 那张明媚动人的小脸 开口声音如碎玉一般 尾掉又勾上了几分牙 我听说 苏家打算在吉吉宴上 给姐姐选婿 答应了吗 第110章 殿下以美色勾引 这个事就连你都知道了 苏明媚小手 揪着腰间进不上的刘苏 语气又几分惊讶 还有几分害羞 这感觉 就像是早恋 被比她年纪还小的弟弟抓到一样 有点不好意思 眼见少女的表情只有羞涩 没有抵触 君子晨心沉了沉 她明警了唇半 固执地再问了一遍 所以姐姐答应了吗 苏明媚点了点头 嗯 不过祖母说 我年纪还小 也不用那么急 只是先相看着而已 君子晨望着少女鲜言的眉眼 一时间心中又酸又涩 不禁轻声呢喃道 我却恨不得自己大一些 能够长得再快一些 可是 这一岁之差 是她无论怎样天纵奇才 如何努力 都跨越不过去的鸿沟 因为她比她小一岁 她从未对她有过半分男女之情 只将她是做弟弟 不过无妨 她从来都不是怨天尤人的性格 君子晨莫谋闪过一抹 似是下定了何种决心的坚定 透出极许恋燕的锋芒 配上那俊美的容颜 有种惑人之感 晨晨 你刚刚说什么 苏明妹没听清 但眨眼望着少年脸庞 不禁微微失神 晨晨真是男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了 明明五年前 还只是个漂亮小正台 近年来却突然身高蹭蹭蹭 猛窜 长成了一副思慢美少年的样子 就连她都只能仰头看她了 不知道再过几年 又会变成什么妖孽祸水样 便宜了哪个姑娘 见明妹盯着自己的脸走神 君子晨勾纯 她也不是全无胜算 至少姐姐 还是喜欢她的长相的 君子晨轻轻低头 一眉微动 向少女凑近 姐姐挑选夫婿 可有什么要求 苏明妹回神 咽了下口水 她离我是不是有些 太近了 她想 然后下意识地回答 要长得好看 她可是个严控 未来夫君定然不能长得太丑 毕竟是要朝夕相处的 同时共寝的 长得太丑 不仅影响食欲 生出来的小孩也不会好看 哼 君子晨莫眉微微上挑 一点都不意外地笑了起来 果然是她会说的话 姐姐从小就喜欢长得好看的 就连身边的侍女 也要挑那赏心悦目的 少年笑起来 使眼波流转 有种艳丽在里面 还有呢 苏明妹小脸 竟然莫名地红了红 她想 定然是今天日头太大了 嗯 还有啊 要脾气好 懂得尊重人的 不能大男子主意 最重要的是 我的夫君将来不能纳妾 必须只能有我一个妻子 不可以有别人 就算已经在古代生活了五年 但苏明妹性子还是现代人 哪怕这个时代的男子 拥有三妻四妾是寻常事 她也绝对不会跟其他女子 共享一个夫君 就只是这样吗 听完明妹的要求 君子晨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并没有觉得 她那些话惊世骇俗 甚至觉得 她提的要求太少 恨不得明妹对未来夫婿的要求再多些 再挑剔些 最好令天下男子都望而却步 这样 就再没有人跟她抢了 苏明妹嗡了声 已经不少了吧 光是娶她为妻 此生此世 便不能再纳妾这一点 就足够将很多男子 挡在门槛之外了 就连加封严正的苏家 也有男子四十五子方 能纳妾的规矩 说明 古代人对男子纳妾是默认的 这么一想 苏明妹有些灰心 在古代想要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好像有点难哦 如果只是这样简单的要求 垂花门处 君子晨微微轻身靠近少女 仿佛将她这个人拢在怀中 如碎玉般的少年 因四尾吊带着钩子 有种刻意勾人的味道 附在她耳边说 那姐姐看我怎么样 第111章 表白 苏明妹像是受到惊吓般 疏然瞪大了眼睛 你 君子晨瞧着她慌乱的小脸 勾了下唇 很好 只要不是全然无动于衷就好 君子晨低着头 将脸显露在苏明妹眼前 姐姐挑选未来夫婿 要长得好看的 我的长相 难道不符合吗 斯曼美少年的惊艳容貌 冲击着眼球 微微上挑的眉眼 似无声的引诱 苏明妹不禁往后退了一小步 磕磕绊绊地回答道 嗯 福 福和 整个北境都找不出来 比君子晨更好看的少年郎了 虽然她二叔苏映白也是出了名的美男子 只不过是风华秀制的并弱之美 哥哥苏江青 也是守卫北境迎甲长枪的少将军 被世人称赞 有儒雅之风 但是 眼前的少年 却是跟二叔和哥哥都近不相同 那是一种寻美且意 明珠白臂 不可比拟的容色 至少在同年龄段中 难逢敌手 还是说 姐姐觉得我脾气不好 不懂得尊重人 有大男子主义的毛病 君子晨见明媚慌了 越是步步紧逼 他退一步 他便紧跟着进一步 苏明媚脑袋里思绪很凌乱 一边身体下意识地退后 一边又在 想着君子晨说的话 他当然没有那些毛病 在君子晨还是小皇子的时候 就被他拐出皇宫 跟着苏家一起踏上流放之路 然而他身上一点都没有皇族 被养出来的骄纵傲慢架子 流放路上都没叫过一声苦 喊过一声泪 对待那些逃荒的难民 也没有半点瞧不起 反而充满了怜悯之心 他办红服书院 解放女子思想 后面又弄出许许多多稀奇古怪 在当下人看来 甚至是惊世骇俗的东西 君子晨都是第一个支持他的 苏明媚越想越乱 不知不觉间 几乎被逼至墙角处 晨晨 你很好 只是 只是他们这年龄 按照现代来算 还是高中生吗 不对 高中好像可以早恋了 苏明媚小脸末的一红 很快又摇了摇脑袋 不 不行 他咬唇道 我一直以来 都只将你当做弟弟看待的 那么从今天开始 就将我当做一个男子来看待吧 明媚 少年声音优美 且具有蛊惑性地道 苏明媚觉得 耳间被这个称呼给烫了下 眼睫四叠微微颤动 你叫我什么 君子晨道 我不甘愿只做你的弟弟 所以自然就不再称呼 你为姐姐 苏明媚揉了揉飞红发烫的耳间 可是我听着好不习惯 尽早习惯吧 君子晨含笑道 反正以后都要这么叫的 苏明媚 她抗议 喂 我都没有答应你 君子晨望着那张含羞欲滴的娇言 可你现在也没有喜欢的人 不是吗 苏明媚默认 君子晨便又道 那就允许我待在你身边 将来第一个考虑我好不好 姐姐 苏明媚心里无脸 犯规 明明都说了以后 叫她名字的 可 可是 她叫我姐姐爱 还叫得这么好听 这谁能不迷惑啊 呜呜 第112章 终于情斗初开 最后 她有些羞涩地说 自己要考虑考虑 君子晨未曾久留 担心明媚一时间不适应这种转变 给她足够的空间 回了只有一强之隔的灵院 紫衣卫只见殿下冷着脸 浑身醋意 还带着点方寸大乱地出去 然后春风满面地回来了 便心知 说不准这府上很快就要有女主人了 见君子晨心情好 暗姨搭着胆子道 恭喜公子得偿所愿 我们今后是不是就要改口 叫明媚小姐主母了 不 暂时还不能改口 姐姐她 君子晨下意识地喊出那个换了多年的称呼 喊出来后 却是停顿了下 情不自禁地翘起了唇角 道 明媚她还并未答应做我的妻子 你们还是如原来那般称呼就好 我不想给她压力 连明媚两个字从少年唇齿间传出 都仿佛含了丝风月浅泉的味道 很是温柔 暗姨听了 一边恭恭敬敬地应试 一边不禁在心底惊叹 他们殿下 这是什么顶级恋爱闹啊 人家明媚小姐 都还没有许诺什么呢 您就被哄好了 见君子晨 不顾指腹的伤痕 拿起暗桌上的银色刻刀 将那没位成型的簪子重新拿起 您这眉眼继续雕刻起来 暗姨连忙劝谏 公子 您手上伤得不轻 这活迹本就劳累 不如还是让工匠帮忙 君子晨细细雕刻在掌中的玉簪 上好的杨枝白玉 散发着温润美丽的光泽 簪身一件雏形 少年精心对待她的样子 就像是在对待着什么西式珍宝 她头也不抬得道 不必 这是明媚的吉吉之礼 话至此 暗姨便懂了 心知不用再劝 公子是希望明媚小姐晚发之差 皆出自于他手 一分一毫都不假手于人 仔细想想 公子不仅会焚情煮茶 君子六亿 这些年里 就连针线 雕刻等女工工匠的手艺 也都学会了 果然 爱情使人强大 暗逸心下 肃然起敬 玄机 她不再打扰 稍稍行礼后 就如墨子青烟般 翻窗离去 而雕刻欲簪的少年 眉眼认真 不曾分心 直至窗外月上中天 一墙之隔的苏府 明媚的规格 是两层带院的精美秀楼 这个世界院中的穷花盛开 满是富裕熏人的吟吟香气 她在床榻上滚来滚去 啊 睡不着 有种难以入眠的羞涩 兴奋 心慌感 花警掌灯而来 担忧地问 小姐 您这是怎么了 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定 连晚膳也没用多少 明媚从床上爬起来 长发凌乱 没 没什么 少女的心事 不知说与何人听 还是花警再三询问 明媚才抱着枕头 羞答答地开口道 花警姐姐 祖母今日说 要在我鸡鸡礼上 为我挑选夫婿 可是今天 少年五日对她说的 比如 不想再只做她弟弟 要她从今以后 将她是做一个男子的那些话 明媚不好意思说出口 中间含糊七词了下 最后才咬唇问道 你觉得晨晨她 怎么样 花警竟然一点意外的表情都没有 眼唇失笑 我的小姐啊 您这是终于情斗出开了 明媚有点脸红 嘴硬地不肯承认 谁情斗出开了 才不是 她就是一个小屁孩 我怎么会对她动心呢 这样岂不是显得她很变态 花警是当年少有的女子一位之一 昔日北京混乱 不比如今繁荣安定 明媚建各种工厂 创立洪福书院 在外行走 不免遇到危险 君子臣就将女子一位 禁述给了明媚 让她们随行保护 花警对明媚自视忠心 却也不禁想替旧主说一两句 公子也就比您小一岁 而且 这些年公子对您的心意 我们这些做下属的 都看在眼里 只有您自己不曾察觉罢了 明媚正了正 当然 花警也不愿明媚 因自己的话多了优思 那不是殿下希望看到的 而且 小姐也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所以 花警语气又轻松起来 她笑音音地道 小姐 您是在意年纪 可是在北京 公子可是不少姑娘们的 春归梦里人哦 小姐您不要她 等公子籍惯 不知会便宜了哪个姑娘 明媚想了想那场景 心里开始莫名的不舒服起来 她忽然一惊 这是 战有欲 难道我真的对晨晨 不行 我得验证一下 明媚眨了眨眼 一刻也等不了 撑起身子就要下床 花紧节俭 麻烦你给我找一套衣服来 还有不要将我今晚夜出的事情告诉别人 说吧 明媚换好衣服 足间轻盈一点 从绣楼窗户翻了出去 雪白的穷花 速速落下 空间里 上一任主人颜细罗留下的 五百年修仙 三百年模拟 苏明媚这五年里 一直都有在好好修炼 有民众信仰和功德金光加持 她的身体 早已脱离了普通人的范畴 作为贴身侍女 花紧对这一幕 早已见怪不怪 小姐虽然从没戏过武功 但是却能飞檐走壁 踏雪无痕 很多时候都强大的 不需要她保护 第113章 掉进玉桶 苏明媚足间轻点琉璃瓦 停在君子城的屋顶 没有惊动暗处的紫衣卫 小时候看武侠片 她最喜欢的就是轻弓 女孩子嘛 都希望自己掀气飘飘 无时不刻都是美的 所以 在各种功法中 苏明媚将身法修炼到极致 她的轻弓 已经是全天下数一数二的水平 就是暂且还没达到 能遇见飞行的程度 还需要以树枝 或屋顶等外物借力 苏明媚一笑 郑玉从屋顶下来 只听见一道少年 因优美低沉的清河 谁在上面 紧接着 逼近的是一粒碎玉 碎玉穿破琉璃瓦 绚丽的光芒 骤然在夜色中 破碎成无数片 然后 苏明媚从屋顶掉了下来 直直落入屋内的玉桶中 水花四溅 扑 苏明媚猛地浮出水面 长发与衣衫湿透 距离玉桶一步之远的地方 少年光裸上身 肤色晶莹 激里流畅 在昏暗夜色里 勾勒着人体 最美好线条和韵律 简直绚烂地 不敢让人逼世 手里 拿着一把极薄 却含光意义的银色长剑 线下正架在苏明媚脖子上 在发现 从破碎的屋顶 连同琉璃瓦一起 掉进她玉桶中的人 是苏明媚后 君子晨脸色默然一变 连忙收回剑 姐姐 怎么是你 乍然情急之下 君子晨 还是习惯性地 喊出了那个称呼 藏匿在暗处的紫衣卫 听见殿下 寝防这边的动静 以为是有刺客 连忙一窝蜂地赶来 公子 您没事吧 结果 瞧见的是苏明媚 在玉桶里 他们殿下上身光落 地上湿漉漉的 全是水迹 紫衣卫全体傻眼 其中 有个年纪小的 口眉遮拦地来了一句 公子和明媚小姐 这是在 鸳鸯狱 闭嘴 君子晨耳间 红得好似要滴血 喝吃了下属 都离开 还有 今夜之事不得外传 紫衣卫们像是来时那样 眨眼之间 便如潮水般 哗啦啦地退了出去 顿时 只剩下苏明媚 和君子晨两人 苏明媚抬手无眼 一双乌黑恋燕的眸子 却从指缝间露了出来 忍不住多看两眼 却又越看越脸红 美玉般静音的夫 胸膛间两点四落雪上的眉 腰腹线条青色却漂亮 一直延伸到那薄薄屑里 春光浮放 便是极致的景 现象里软萌可爱的小皇子 是两种模样 苏明媚有些脸红 心跳得厉害 结结巴巴地道 你 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换作十年后的君子晨 定然是要不要脸一番的 懒洋洋地在明媚面前 展示自己的身体 低沉魅惑地笑着问她 还满不满意 但此时未及若观的少年 面对喜欢的女孩子 还没能修炼到那个程度 只连忙拿过屏风上搭着的薄衫 背对着明媚将衣裳给穿上了 才回答了她的问题 姐姐 我方才正在沐浴 语气竟是无辜和无奈 两人四目相对 苏明媚看见君子晨的耳间飞红 似坠了鲜艳的坠子 血景颜色剔透 美不胜收 很快 他们又各自别开目光去 一种暧昧又尴尬的气氛 在无声蔓延 苏明媚别过小脸 夹边声韵 却又忍不住地想 他们这样 好像小学机哦 第114章 试着谈恋爱 想到这个形容 她没忍住扑地笑了出来 君子晨不免挫败 看了她的身体 姐姐一点害羞的意思都没有 反而笑了出来 难道是她身材不好吗 苏明媚却从玉桶里起来 不顾衣裙进尸 走到少年面前 你白日里跟我说的是 我已经考虑好了 君子晨面色紧张了起来 所以答案是 少女弯眸一笑 声音明快 似一朵翘生生的石榴花 君子晨 我们试试吧 试着 谈个恋爱 苏明媚直奔主题 不必再验证什么了 因为她现在很确定自己 不再能够单纯将君子晨 当成弟弟看待 或许是明媚一句话 就把人给炸懵了 饶视君子晨那颗脑袋 从小就智觉天下 现下也默默威猛 下意识地问一句 什么试试 看上去莫名的有些傻气 明媚点起脚尖 往少年白皙俊美的脸上 亲了一下 真是笨 意思就是 我们先谈恋爱 然后是你表现 我再决定 要不要把你列入 未来夫君的第一候选人 说吧 明媚不等君子晨反应过来 亲了人就跑 过了片刻 少年摸了摸自己被亲过的脸颊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明媚一个贴面吻 将人聊得芳心大乱 自己倒是乐颠颠地回府睡觉去了 第二日 明媚一觉醒来 睁眼便看见一只雪白漂亮的小雪雕 踏在自己床头 她对这种毛茸茸的东西 一点都没有抵抗力 哇 真可爱 这东西哪来的 花井捧一进来 眼嘴而笑 不知道呢 今早沿着外头那棵穷花树 自己窜到小姐闺房里来的 可 这小雪雕分明就像是被人训练过 很亲人不说 一闻到明媚的气息 就自己蹭上来 明媚顿时就知道了 明嘴笑了笑 她连衣裳都没换 指着解衣 双手抱起小雪雕 叼儿脖子上挂着一只金色铃铛 用嘴叼着明媚的衣袖 不停地示意她赶快打开 那铃铛做工极为巧妙 花繁镂空 且那里中空 拨开关窍 便有张折叠的花尖落了下来 是一却晴尸 花井凑近 打句道 这上面还有字呢 小姐 里面写的什么呀 您瞧您小脸都红了 今早上装连胭脂都可以省了呢 明媚赶紧把花尖藏在胸口 摸了摸小脸 这么明显的吗 花井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今日是雪雕一只 半雀情诗 明日就是上好的蜜剑小石 手工雕刻的 长得像她的小木偶 后日又是别的 总之 日日送来的礼物不同 看得出来是费了心思 两个春心萌动 至爱慕的少年少女 很认真地谈起了恋爱 好在有花井和紫衣卫的掩护 苏福长辈和明媚的兄长姐姐 甚至是弟弟妹妹们都未曾发现 当然 身逢乱世 除了抽空谈个恋爱 两人都肩负着名声 更多时间还是在做着正事 一晃眼 距离明媚及机理 越来越近 城中都随之热闹起来 百姓们为了庆贺他们心中 神女一样的人的方尘 许多铺子 都给出了打折或满赠的优惠活动 在这乱世中 本是苦寒之地的优良二周百姓 竟然各个脸色红润 不见击苦之相 这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这让因为受到三王之乱的战火波及 决定举足迁移到此地 一路颠簸流离的那些世家们 心下不禁庆幸起自己 或许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第115章 许多世家子弟欲求取 北京现在已经脱离天圣馆树 不论是逃荒而来的贫苦百姓 还是为了避惑举足北迁的世家 想要在北京落户 就得先到官府登记 若是逃荒至此 只剩下一人 就按照性别分配进宿舍 宿舍是明媚参考 现代学生宿舍楼建立 房间布置是上下床 能够保证最大程度容纳难民 若是有幸全家都还在 还能分配到两室一厅 或者三室一厅的公租房 可供一家人居住 吃喝可以先到府衙 免费领取救济粮 打养好身体后 难民们就主动出去找活干 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因为不管是宿舍还是公租房 只有前两个月免费 第三个月就必须缴纳租金 才能继续居住下去 当然存到一定数额的银钱 还可以将房子买下 这样就拥有了在北京的永久居住权 不缺钱的世家 则可以自行购买漂亮的小楼房 也不知道用什么工艺建造 竟然有好几层楼那么高 只一撞就能够容纳很多人居住 这窗户不是用纸壶的 竟然是用琉璃封筑的 这琉璃可是从西洋引进的舶来品 听说四国贵族竞相追捧 在咱们天圣国 也只有宫中的瑞德太后和云贵妃才能用的 怎么在北京却随处可见 连普通百姓也能用呢 色泽透玉 宛如流离 丝毫不挡阳光呢 从外边来的世家子弟们 饶世家族百年传承 底蕴身后 世代三英 终鸣鼎时 昔日也曾把玩玉器 观赏明珠 也被玻璃拿来做窗户的豪横之举 给震惊到了 神色和语气 是止不住的惊叹 官府派出陪同刊房的中介 倒是早就见怪不怪 笑容是掩饰不住的自豪与幸福 是的 我们北京建造的房子 窗户都是以琉璃封闭 因为这里的冬天寒冷 昔日以止湖窗 根本抵不住裂风 冻死了不少人 所以 明媚小姐就想出了琉璃锻造之法 琉璃本是华贵之物 我们起初也并不敢想象 这等在各国 都只供给皇室和贵族的东西 我等小老百姓也能用 可明媚小姐说 琉璃本就是为我们北京百姓制作的 第二年 北京再也没发生过冻死人的事情 因为在这里 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琉璃窗户 这些世家之人 从进入北京疆域起 就已听过不知多少遍 明媚小姐明媚小姐的 早就心生好奇 只是先前矜持 又有着世家的高傲 总觉得 不过区区女子 就算被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 也必定不如儿郎的 多半是吹捧出来的名声 但 线下亲眼见到了昂贵华彩的琉璃 在北京只用作风窗之物 好奇心终于是按捺不住了 你们说的这个明媚小姐到底是谁啊 中介眼神明亮 在这乱世里 像是一团不灭的火焰燃烧在人心上 她骄傲地抬起下巴道 明媚小姐啊 她是洪福书院院长 是琉璃厂 霓裳方 千金台的主人 出来北京的世家子 不禁怀疑 又是琉璃 又是酿酒 还开了什么女子书院 这世上真有这么厉害的人 当然不是 五年前在桃荒中受过明媚恩惠 现今已经凭借自己 努力成为官方中介的人 与琦璃满是崇拜与仰慕 明媚小姐 可是我们北京人心目中的神女 是她为这片贫瘠困苦的土地 带来了丰饶 富足 繁盛与和平 新来的世家 哦 对了 这样的小楼房还有几套 你们需不需要 我再带你们去看看 中介很快恢复正常 问道 不用了 这套就很好 得要多少银子 不贵 咱们北京地广人西 这套小楼房总共300平 前后小院赠送面积80平 公时造价170两 成会599两 同所无期 您看是金子之父 还是银票 确实不贵 光是那琉璃窗户 都有不止十几扇 听说房间底下还埋了地龙 到了冬日便温暖如春 才几百两而已 这个价十分值 世家里多的是眼光长远之人 一瞧北京繁盛 二瞧这琉璃风窗 便推断将来北京必定在各国间腾飞 说不定还有乾隆之地的机遇 未来贵不可言 不如趁此机会 先多多圈地 便问 你先前说这样的小楼房还有几套是吧 还有多少 我们柏林催是统统要了 谁知 那中介当即翻脸 皮笑若不笑地学着明媚的话 道 不可以的那青青 在北京炒房者 死 明媚早就料想到了北京繁华后 在这乱世 定会吸引来许多世家投奔 世家赢钱充足 说不定会圈地 到时候再以高价卖出 现代的房地产 就是被那群炒房客玩坏的 所以 明媚提前制定下规矩 不允许氏族炒房圈地 土地所有权必须归国有 先一步断绝了世家圈地的念想 他们这才 终于对中介口中的那个女子重视起来 看来那位苏家小姐 确实是十分聪慧的 柏林催是的七郎 素有荣一无双的美誉 哪怕是举足避祸 数月奔波 她依旧轻袍缓带 孜容不见丝毫疲累 催是家主道 再聪慧 不过一女子二 七郎你是否过誉了 七郎笑道 父亲 我们进城时 一路听闻这位小姐的事迹 就算是这美名言过其实 恐怕也有五分真在里面 听说苏小姐不日吉吉 苏家有意替她选序 我想试试 她出身世家 心高气傲 不好女色 至今身边都无宠鸡美妾 就是想寻一位聪慧无双的女子为妻 如催是七郎这般 想求娶明媚的人 自然不在少数 名单都被子一位 放到君子晨的案头 君子晨淡淡冷笑 就凭他们 那是她暗自喜欢 和放在心间肩上 守护了好些年的人 这些或是带着利益目的 或是单纯被容色所获 就想求娶 连做她的对手都不配 虽然嘴上是这样说着 但子一位 还是看见他们殿下 以内力催之 将名单化作碎屑 就好像将这些胆敢 跟她抢夺明媚小姐的世家子弟 如那张名单一样 都给撕碎掉 子一位抹了抹额头的汗 殿下这醋劲儿 可真是 第116章 凤凰玉石装台 转念一想 子一位心里不惊一叹 其实 也不怪殿下醋 人情渐入佳境 每日礼物送着 秦师写着 哄得明媚小姐 终于对她轻了几分心 但苏家还不知道 他们的地下恋情 苏老夫人给明媚小姐 在那些世家子弟里 选序的念头 就没停下过 这段时日 帖子下了不手 却愣是一点没考虑过殿下 苏老夫人也很苦恼 她约见了不少世家夫人 但已经了解后 要么已是有了机械通房 要么是年岁偏大 要么是家风 不正有宠妾灭妻的先礼 要么是家中长辈 刻薄不辞 总之 苏老夫人越看越觉得 是一个能配得上 她家小明媚的都没有 明媚的吉吉里 转眼极致 那日 整个北京都张灯结彩 庆贺明媚方尘 苏府宾客满志 花景一早就起来 替明媚梳妆 明媚吉吉前的发饰 一向简单 只以丝绸或圈花点缀 但是在古代吉吉 代表着女子已经成年 原本象征少女的半批发 现在要全部挽上去 在花景的翘首之下 明媚乌黑浓厉的长发 被挽成漂亮的牡丹剂 并边和发间插上珠花 脑后 鸭发的金色流苏 长长地垂下来 再描绘眉眼 勾勒花店 桃花妆灵动又妩媚 最后换上三个月前 便让霓裳方的秀娘们 感知得极机理官服 一时间 明媚都快不认识 阮镜中的自己了 当她盛装出现在宴上时 容色明艳夺目的少女 自然也倾倒了不少人的心 官服繁力华重 明媚今日表现得格外端庄 一平一笑 皆有贵女风范 苏江青带着两个堂弟 苏婷和苏瑞 还有现今 已是火凤军女将的苏燕 从驻守末北边防的军营里 特意策马奔回 如今周游列国做琉璃 和列九生意的 三叔苏华熙和表哥兰玉 也在两个月前就往回赶 还有二叔苏印白 苏锦绣苏锦瑟 二婶三婶 苏明凤叶凌峰 兰英苏老夫人 今日 在吉吉宴上 她们都坐在明媚的家人席上 亲眼见证着这一刻 昔日才半大点 就着她们一起流放 带着她们一起逃荒的小姑娘 终于长成 如今明媚无双的模样 如果不是她 她们一家人走不到北京 一世的尾声 明媚在苏老夫人跟前的软垫 轻轻跪下 苏老夫人亲自为她 沾上一枚华柜的金钗 轻轻念着唱著词 吉吉之灵 智巧迷凉 愿此理成 何乐且康 明媚抬起头 眼中有些惊讶 苏老夫人的住词里 竟然没有长辈教会女子 要贤良淑德 乖顺懂事的话 她唯一的心愿 就是期望她和乐且康 苏老夫人朝明媚慈爱地笑了笑 亲手将孙女扶起 好孩子 起来吧 之后 是长辈和兄弟姊妹赠礼 礼物一个赛一个的贵重 都恨不得把最好的送给明媚 二叔苏印白送给她的是 前朝明晴 律起 三叔苏华西在外面闯荡 跟各国皇室贵族做生意 得了不少好宝贝 不过二叔的喜好俗气 就是喜欢这些金啊银啊的 希望我们小明媚不要嫌弃 她送的是一架拨布床 纯金的 明媚弯起眉眼 不会 三叔的礼物我可喜欢了 圣是古董 乱是黄金 黄金谁不喜欢啊 最后 君子臣的礼物被抬了上来 那时是一架凤凰玉石装台 足足有半人高的玉石本就罕见 一整块透着银润色泽的白玉 就更是举世无双了 现在被雕刻成凤凰的形状 装台纯白 散发着淡淡光韵 上面的凤凰华语 是由一颗颗色彩绚烂的宝石 精心镶嵌上去 远远望去 四分五偏飞 那装台内里观翘 也别样精致巧妙 各层装帘往外依次轻轻抽出 里面呈放着项链 耳坠 玉镯 碧串 布摇 鸭金 整套的宝石头面 包含一个女子所有的首饰 还有女儿家喜欢的团扇 巴掌大的 镶嵌着宝石的小镜子 杨枝白玉梳子等 结实一套 宝珠华彩 焦香灰映 在阳光下绚烂夺目 惹人惊叹 原本这样的用心与精致 就已经是圣人一筹了 紫衣卫还疯狂在明媚面前 给自家殿下上份 微微恭敬地笑道 明媚小姐 这装台上的凤语 都是公子亲自一根 一根刻上去的 这些首饰 也全都是公子亲手雕刻打磨的 第117章 她倒是会讨姐姐欢心 苏明媚鲜白的小手斧上装台 眨洞的长截下 眼眸晶莹 容色在灿色流金中 美得不可逼是 真的吗 她又想到 将一整块玉石雕刻成这般 肯定是不容易的 不知道有没有伤到手 只是 在座都是宾客长辈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明媚也不好拉着君子晨询问 苏明凤瞧着妹妹 收到君子晨送的方尘里欢喜的样子 再看了看那装台上 以彩色宝石 镶嵌华语的凤凰 这小子 简直现在是 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了 凤凰尊贵 自古以来 便是皇族才能用的图腾 平民百姓 用之势同渐月谋反 苏明站在苏明凤身边 曾经怯弱的小姑娘 现在穿着一身干净利落的奇装 已经有了女将的风姿 压低了声音哼道 她倒是会讨姐姐欢心 苏明从小就黏苏明媚 另外一个特别黏苏明媚的君子晨 就是苏明头号讨厌的人 两人时常在明媚面前争宠 苏明凤眯起眸 先只摸着下巴 美艳地笑了下 看着就讨厌是吧 等着吧 有揍她一顿的时候 苏明一听 眼睛都亮了 是吗 是吗 什么时候 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那日苏府的 吉吉宴极为盛大 晚上还有百姓们 为庆祝明媚方臣 自发举行的花灯节 明媚洋装 今日繁忙一天累了 早早回房休息 实在让花警给她打掩护 偷偷从苏府后门溜出去 跟小男朋友约会去了 君子晨提着一盏兔子灯 等在后院门外 长身玉立 练艳紫衣 背影倒是有种月上柳烧头 人约黄昏后的淡淡风华 明媚悄悄地走到少年身后 一下子扑到她背上 蒙住她的眼睛 故意变换了声线 道 这是谁家的俊俏小郎君啊 怎么等在这里 君子晨勾起唇 倒是也很配合 明媚喜欢跟她玩的小把戏 微微弯腰 让少女到了自己背上 回答道 你们苏家的 满分回答 明媚笑着从君子晨背上下来 她那一身繁力贵重的 激励官服被换下 眼下只穿着一袭水红色的裙长 配着眉心的花垫 相得一张 只是她这张脸 在北京知名度太高 不少百姓都认得 未免被认出来 君子晨将手中那盏 可爱的兔子灯递给明媚 明媚接过去后 她又从怀里拿出一方丝巾 丝巾色白 两边各坠着一串珍珠 君子晨抬手 动作温柔地将面纱给明媚戴上 珍珠挂到耳后 看起来就像是盈盈的耳坠 显得少女妩媚而灵动 明媚揉了揉微微发烫的耳尖 像是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晨晨 你送我的那个凤凰装台 是你自己做的 你的手没有受伤吧 君子晨淡淡将手付到身后 一点小伤而已 无碍 苏明媚却不幸 将君子晨的手 从身后拽到自己面前 借着月光 她看见少年那双手 是新旧层蝶的伤痕 原本修长漂亮的一双手 就像是白碧落霞般 惹人怜惜 明明这般显眼的伤痕就在手上 君子晨有心隐瞒 他们日日相处 她竟然都没有发现 苏明媚忍不住将君子晨双手捧起 心疼地吹了吹 真是的 你傻不傻啊 把自己的手弄成这样 君子晨垂眸看着她 眼里含笑 早已不疼了 很值得 之后 两人便牵了手 往那花灯热闹出而去 北京现在已是护士贸易的繁华之地 各国来者皆不相聚 明媚和君子晨身边都没有带侍从 却也并不担心自身安危 想在北京闹事者 北先掂量掂量 自己能不能赢得过 那神秘而强大的火器枪支 和铁皮怪物 他们关了五龙五师 看了菜灯泥 买了冰苏酪和糖葫芦 看到射箭影踩头的 明媚也要玩上一玩 好 君子晨笑得温柔宠溺 负责抬手付钱 苏明媚取了弓箭在手 射出 刺刺正中红心 四周皆是喝彩 好 小娘子这手射出漂亮 人群中 两位虽然是中原衣着打扮 但鼻梁高挺 眉眼深邃 眼珠有一色似墨北人的高大男子 目光灼热地盯着明媚 用异族与低声交谈着 明媚丝毫不觉 君子晨却朝那两位异族人的方向看了一眼 墨童中闪过一丝利色 穿着普通衣裳 混入百姓中的紫衣卫 悄然上前 走到君子晨身后 以传音密语道 公子是草原来的人 君子晨低语道 盯着他们 他不许任何人破坏了今日 令他在急急的这一天 又丝毫不高兴 第118章 被苏家发现恋情 石之剑皆不落空 在人潮喝彩中 少女回眸朝君子晨一笑 珍珠面纱之上的眉眼 是说不出来的 娇艳如花 美丽动人 君子晨身上那点尚未着危险的气息 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莫眸里有星星点点的 温柔似快要样出来 紫衣卫悄无声息地退下 明媚调走摊上的头彩 是一盏弯月灯 从射箭迎灯的摊位中挤出来 明媚将那盏他迎下的弯月灯 往君子晨面前一地 诺 晨晨 这个送给你 你看 你送我的是小兔 我送你的是月亮 明媚晃了晃 手中另外那盏兔子灯 笑盈盈地道 投我以木桃 抱之以琼瑶 明媚送给他什么 君子晨都不会嫌弃 修长思域的手优雅提灯 勾纯慢条思理地念完那诗经的后半句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灯火月色的繁栗下 少年眉眼如画 念什么都像是在念情诗 辽伯人心弦 明媚不知觉 羞红了一张脸 他们一个提着兔子灯 一个提着弯月灯 在烟火人间的灯饰上 并接而行 偶尔手中的灯盏碰撞到一起 眼睛保时红 浑身粉白的小兔 翘起可爱的三半嘴 亲吻上月亮 明媚步伐轻盈 迎面碰上苏明凤他们时 他跟君子晨 还手牵着手 吓了他一跳 苏明媚有种高中生早恋 被班主任当场抓包的羞窘感 下意识要正开君子晨的手 君子晨没放 反而将明媚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他牵着明媚 提灯朝苏家人主动走了过去 明媚到了哥哥姐姐们跟前 才眨了眨眼 心虚地换人 大姐姐 二哥 堂兄 先把你们的手给我松开 苏明凤双手还胸 似笑非笑地道 说说吧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君子晨刚才不愿放开明媚的手 是为表决心 现在苏明凤这个长姐都发了话 两人这才松了手 苏明媚只见缠绕着进步上的刘苏 结语轻颤道 没有多久 也就一两个月 什么 一两个月 四妹妹那时候都上未及记 长姐 四妹妹一定是被这小子给哄骗了 苏明凤还没说话 苏婷苏睿就忍不住嚷嚷了起来 他俩在北地军营里待过 也不管君子晨是什么身份 直接开始撸袖子 要揍死君子晨这小子 苏锦瑟和苏锦秀 也对君子晨怒目而视 毕竟 明媚可是他们苏家全家上下的宝贝 今日才急急呢 九殿下太不识人了 全然忘记了 君子晨同样未及弱观 比明媚的年纪都还要小上一岁呢 苏妍更是红了眼 都险些被气哭了 我就知道 姐姐更喜欢她一些 她本就是喜欢跟君子晨 在明媚面前争宠的 现在两人背着她谈恋爱 苏妍有种不带她一起玩 自己失宠了的感觉 当然苏妍是舍不得跟明媚生气的 要气也只气君子晨 恨不得抽出腰间的红螺边 抽君子晨挤鞭子 她还敢牵着姐姐 姐姐的手香香软软的 凭什么叫这个臭男人 占去了便宜 呜呜 气死她了 苏将青到底比几个弟弟妹妹 要沉静稳重得多 只是错了醋眉 按下了摸着腰间红螺边 蠢蠢欲动的苏妍的手 温润如玉的眉眼 透出积许轻烈和锐意来 目光难得锋芒毕露地 静止望向君子晨 这一刻 无君臣之别 尊卑之分 苏将青此时此刻 只是一位疼爱妹妹的兄长 明媚是我苏家的掌上明珠 殿下今日之举 意欲何为 第119章 殿下启士 此生无二心 无二府 君子晨脸秀 带着三分尊敬 七分认真 朝苏将青施了一礼 兄长明炳 我心悦明媚 欲以三叔六聘 奋关侠配迎娶之 苏将青温润的眉眼微微凛冽 我苏家 有男子四世无后方 能纳妾的规矩 这一点 殿下可知 曾经长姐驾驭的是皇族 这一规矩 就自然失了效用 君天一登基后 将苏明凤指封做贵妃 还玉立云氏为后 相当于扁气为妾 令苏家看清楚了 这位心地良薄的嘴脸 苏家 已经葬送了一个女儿 苏将青可以忠心示君 却实在不愿最疼爱的小妹 也嫁入皇室 她的小妹 明明是可以翱翔九天的凤 何必将来困于 跟众多女子争风吃醋的后宅 君子成看了一眼 被苏明凤扯到身后 乖乖站好的少女 道 既妄图明珠 此生便不会有二心 闻言 苏将青气势非但未收 反而言此间越发有攻击性 一字一句皆是多多 可殿下惊天安逸于 却不会一直长留北地 您的志向在天下 时宜是意 人心本就是最难捉摸的东西 将来的事 谁又能说得准 殿下 此生太长 您还年轻 有些话莫要轻易说出口 被步步紧逼 君子成也依旧从容 甚至微微笑了下 这笑有明珠何必之光辉 令人炫目不可逼世 而后 少年优雅地抬起手 练子的衣袖从万间滑落 露出雪白如玉的一只手来 举天蒙事道 臣 愿意以先皇王母向兄长允诺 此生身无二父 若为誓言 天地共诛 古人敬鬼神 众誓言 怕应验 丹因果 从不轻易起誓 君子成以先帝兰妃起誓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苏将青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他轻轻叹息了声 殿下对小妹的心意 我已然知晓 只是此言也 过重了 君子成从从容容地一笑 过重吗 他并不觉得 父皇在遇到母妃时 已有三宫六院 粉带红颜无数 他是父皇的第九位皇子 虽然在遇到母妃后 父皇视母妃为此生至爱 六宫如同空至 但他听过父皇 跟他讲过母妃的事情 哪怕母妃入宫后 是独一无二的圣宠 父皇却仍旧见过 母妃暗自垂类的模样 天底下没有哪个女子 不介意同人分享自己的夫君 不介意自己的夫君 同别的女人 有那么多的孩子 可 就因为她是后来者 就连嫉妒也不能 幼时 父皇曾将她抱在膝上 教她读书席字 父皇说自己最遗憾的 便是遇见母妃时太迟 没能给她一心一意的姻缘 叫她终日难以斩言 还叫她被人害去了一条性命 所以她对母妃 时常觉得深深的亏欠 她很早便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她遇到自己喜欢的 想要共度一生的女子时 身边是干干净净的 君子晨知道自己 君是皇族的身份 在苏家眼里 非但不是什么优势 反倒是拖后腿 她想娶到明媚 本就比旁人更不易 从身份 从年龄 她都不是那个最优解 所以 想要打动苏家 就必须得比旁人 拿出更大的诚意来才行 至于势众 君子晨也不认为 自己将来会变心为目 她喜欢的人 就已经是世上最好的女子 哪里还会喜欢上旁人 第120章 旧情难忘 饶恕君子晨起了很重的事 就连苏江青 亦有微微动容 但这是叫苏家长辈知道后 他们仍是不同意 将明媚即刻嫁给君子晨 苏老夫人语调慈祥且温和 看君子晨的眼神 就像再看自家小辈 殿下对明媚的心意 我们已经知晓 只是我们 还想多留明媚几年 若今年之后 天下已定 殿下心意仍旧不变 再来向苏家提亲 我们必不会阻拦 这些日子 苏老夫人挑了又挑 那些世家子弟 不是身边早已有了 机械通房 就是容貌品性欠家 说起来 竟然没有一人 急得上君子晨的 最重要的是 酒殿下对明媚 是真的没话说 明媚自己也喜欢 君子晨明白 老夫人的顾虑 再者 她也未及若惯呢 还不到娶妻的年纪 没关系 她等得起 花灯节那晚碰到的 一族人 被子一卫查出了身份 是草原王庭来的 墨北皇子 这些年 北境边将由苏家 重新组建起来的 定北军阵守 明媚用水泥 石灰弄出来的混凝土 加固了城墙 再加上有枪支弹药 和重型越野 将墨北给打怕了 墨北现在已经 鲜少赶来进犯 但是 原先的墨北王病重 有意将王位传给三皇子 这位三皇子 天性骁勇 善于骑射 野心勃勃 他是 主战派 墨北一直寄予我 天圣物美丰饶 江域辽阔 若是新王继位 必定犯我疆域之心不止 或许这位三皇子 潜入城中 就是想在他 正式成为墨北王之前 做出一番事情来 令草原子民 对他的继位 臣服归心 紫衣未将查到的消息上柄 意识处 苏江青端着茶盏 眉眼温润 苏明凤先先御手 把玩着一把匕首 指甲上的扣单 鲜红闪过艳光 既然墨北新王继位 想拿我们祭血开刀 那我们就打回去 不管是新王救皇 打得他墨北再不敢来犯 叶凌峰站在苏明凤身后 垂眸温柔地看着他 好像不管苏明凤说什么 他都认为是对的 凤若圣旨 君子臣道 我也是此意 虽然天圣国现在四分五裂 各自为王 那也不是一族能犯的 犯我疆域者 虽远 必捉 苏明凤自请为先锋 率领一万火凤军 大红的披风 在女子翻身上马时 扬起骄傲自由的弧度 马蹄落下 飘落的黄叶被踏入泥底 风雨飘摇 大战将至 墨北一直以来 都是块南啃的硬骨头 草原狼身材健壮高大 他们训养的战马 劣性彪悍 铁骑可踏破山河 所以 就算苏明凤的火凤军 拥有超出这个时代 最精良的武器装备 以及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 还有苏江青的定北军 后续持援 也打了好几个月 才覆灭了一只墨北精锐 但 苏明凤以及他的火凤军 一战成名 天下皆知 毕竟在九州历史上 还没有出现过女江青 苏明凤竟然没死 消息传到天圣皇宫 云若月又惊又木 连忙呼唤系统 系统 苏明凤没死的事情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至尊皇后系统道 宿主 苏明凤一个攻斗失败者而已 他的死活无关紧要 对您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 是攻略下帝王的心 成为一国皇后 提起这个 云若月就不免暴躁 攻略攻略 皇后皇后 以为他不知道 是他不想当这个皇后吗 可是这五年里 君天义对他的好感度 起起伏伏 他都替他生下了一子一女 百般屈媚逢迎 君天义也只封了 他一个贵妃之位 搞得云若月有时都心惊胆战 猜测君天义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毕竟那两个孩子是 云若月眼洁忽闪 心虚咬唇 系统 你说有没有可能 君天义对苏明凤 救情难忘 第121章 君天义的痴心妄想 救情难忘 就连君天义自己也不知道 他明明爱的人是云若月 从他还是皇子时 就欣赏云若月一介庶女 敢于挣脱后宅 四灵消花般往上攀圆的 灼灼生机与蓬勃野心 跟他很像 那时起 他就将云若月放在了心上 越是接触 就发现这个女子妙不可言 他有奇思妙想 能提前算到天下大事 在夺迪路上 助他一臂之力 就像一本未翻尽的书 充满了神秘感 是天底下任何女子都比不上的 后来 他向云若月许诺 待她将来登基为帝 必定许她奉位 至于苏明凤 美则美矣 但他对她不过是利用而已 可 自从苏明凤自焚于凤一宫中后 他便时常梦见她 梦里 他一心一意带苏明凤 他一世野心中 掺杂了几分真心的喜爱 最终苏明凤成了她的皇后 梦里 他们情色和鸣 地后恩爱 他们之间没有云若月 或者说 云若月在梦里 远没有现在这般聪慧 她黯淡且不起眼 只嫁给了一位数子 就像是一匹褪了色的绸缎 远没有苏明凤先例明艳 是她都不会注意到的存在 后来 梦越来越频繁 细节越来越清楚 那些事情与情爱 就像是 曾经真的发生过一般 渐渐的君天义 已经分不清 自己爱的是现实里的云若月 还是梦里那个苏明凤 她只给了云若月贵妃之位 因为总觉得 苏明凤才应该是她的皇后 可 苏明凤早就死了 何其可笑 在苏明凤死后 她才惊觉 自己有可能是爱苏明凤的 所以 在听闻墨北王庭一只精锐 是被苏明凤率领火凤军灭掉 听闻苏明凤还活着 君天义欣喜若狂 她也不计较苏明凤假死离宫的事情了 她要苏明凤回来 她会允她皇后之位 至于云若月 依旧可以是贵妃 君天义不觉得 有女人会拒绝天下女子至尊的诱惑 她也不觉得自己贪心 她是天子 不过是想要两个女人怎么了 君天义派出信使 带着她的旨意 出使北境 封苏明凤为皇后 让她带着那三万火凤军回圣经 贵妃娘娘 接纸吧 太监千里奔赴北帝宣读圣旨后 满脸笑容讨好的望着苏明凤 哪怕苏家人皆没有下跪听纸 她也不敢说什么 态度恭敬又狗腿 苏明凤冷笑一声 玉手一抬 拔出叶凌峰的佩剑 直接将那道圣旨 挑起给碎了的干净 带着你的狗屁圣旨滚回圣经 告诉君天义 她的皇后 我不稀罕 无数碎薄从半空中 纷纷洒洒落到地上 宣旨太监面如金纸 身体几乎抖成了筛子 手指颤抖地指着苏明凤 你你你 大胆 你这是大逆不道 是造反 苏明媚站到苏明凤身边 挽着姐姐的手臂 抬起下巴 我们就造反了怎么样 有本事你叫君天义派兵来打我们呀 宣旨太监吓得眼睛一翻 扑通晕倒了 君子晨满目宠溺地望着 娇惊又明媚的少女 懒懒地踢了脚晕倒的太监 心里择了声 不就是造反 也太不惊吓了 第122章 他这天子得位不正 两军交战 不斩来时 最后 宣旨太监是君子晨叫子一位首领 按仪送回圣经 亲自交到君天义手上的 见苏明凤没有被迎回 君天义脸色疏然沉下 待宣旨太监颤颤巍巍地捧出 被苏明凤一剑裂成碎片的明皇圣旨 君天义一剑将那太监心口捅了个对穿 啊 宣旨太监惨叫一声 瞪大着眼睛 身体直挺挺挺地倒了下去 或许是没想到 自己没有死在北境 却在千里迢迢回到圣经后 被敬仰的天子夺取了性命 君天义脸色阴沉 眼神漠然地收回 还在滴着鲜血的长剑 道 没有请回圣的皇后 要你何用 护送宣旨太监的暗逸吃笑道 陛下 那是我北境的女将 可不是你的皇后 你是何人 见真为何不贵 君天义看着这人的装束 觉得有些眼熟 暗逸轻慢地笑了声 篡改先帝遗诏的乱臣贼子 为何要跪 放肆 君天义四倍戳中了心虚的点 恼羞成怒地赤道 来人 将北境贼子给朕拿下 消首示众 紫衣卫本就是天圣皇族最神秘 也最强大的一支暗卫 与邻军哪里是对手 墨子衣上的身影 跃到宫廷的琉璃顶上 放声道 陛下篡改遗诏 毒杀先帝 得位不正 现今是想杀我灭口吗 他内力精纯 如今一放声 整座圣经宫廷都能听到 在慈安宫的瑞德太后手一抖 毒杀先帝 此事怎么会被人知道 谁 是谁 杀了他 流云宫中 云若月长劫威宁 系统 谁人大闹皇宫 至尊皇后系统道 北境来的 紫衣位宿主可曾听过 云若月汉手 传说天圣皇室自开国初 便有四大秘图 可保江山千年屹立不抖 山河令 苍龙军 玄姬图 紫衣位 一是可号令武陵 一是数万精兵 一是前朝宝藏 一是皇族暗卫 外面那个 就是紫衣位 是的 宿主 至尊皇后系统道 云若月双眸疏然瞪大 紫衣位竟然没在君天一手上 现在的皇族暗卫之主 是九皇子 君子臣 他还活着 云若月呼吸一顿 是 云若月美眸里剧烈起伏的情绪 慢慢地沉静下来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 系统 君天一代我已经不思从前了 他甚至还想立苏明凤为后 不管苏明凤回不回来 我做君天一皇后的希望 已是渺茫 不过 云若月画风陡然一转 我只要能做皇后 做谁的皇后 应该无所谓吧 至尊皇后系统道 当然 住嘴 住嘴 君天一感觉身上的龙袍 都变得有如火灼般烫人 又感觉四面八方 都是怀疑的目光 自己的皇位都摇摇欲坠 他愤怒 敏感 暴躁 给朕杀了他 杀了这个乱臣贼子 紫一位自天圣开国初期 便效忠皇室 忠心不二 这生乱臣贼子可不敢当 说吧 暗翼台秀 朝君天一甩出一件东西 君天一怕是暗器 连忙扯过一个羽林军小将 挡在自己身前 嘴里喊道 护驾 护驾 结果 那只是一方令牌 落在了地上 尚书 紫一位 趁得君天一 反倒向他贪生怕死的小丑 毫无帝王威仪 暗翼放声笑道 陛下 今日我便先行一步了 待到来日 我与我主必定会回来 向您讨回被窃去的东西 说吧 暗翼离去 宇林军拦不住他 一群废物 君天一暴怒 借口砍杀了不少人 如果可以 他更愿意将听到那些话的所有人 统统杀得干净 这样就没有人知道 他这天子的位不正 第123章 大军压境 可 哪怕鲜血染尽皇城 该传出去的消息 还是传了出去 君天一堵不住天下悠悠众口 几年过去 被明媚剃成光头的瑞德太后 重新生长出来的青丝油光水滑 不染寸灰 但她的脸色阴沉又扭曲 那戴着长长护甲的手 猛然拍到凤女扶手上 几乎咬碎了一口银牙 兰飞那个贱人的儿子 竟然还没死 先帝还将子一位都留给了她 怒完 瑞德太后豁然看向君天一 唇齿间撵出一点森森血气 华儿 一定要杀了她才行 君天一眼里尽是暴力 母后放心 朕知道 君天一颁布圣旨 宣告天下 道 贵妃假死 苏家叛变 勾结先帝九子君子臣 妄图窃国 请天下群雄共同诛之 也不知道 君天一答应了怎样的条件 导致天圣国将遇四分五裂的三王之乱的豫王 丽王 平王 竟然纷纷响应 共同集结了兵马 朝北境而来 五十万大军压境 大战将起 战争从来残酷 意味着封烟与烈烈血火 还有牺牲 但 北境百姓一点都不拒 我们是北境 原是被圣经那位陛下割地给墨北人的弃足 如果不是苏家 明媚小姐和殿下 哪里有今日的好日子 我们不是天上的子民 我们是殿下和苏家的子民 要战就战 誓死守护北境 守护我们身后的妻女和家园 明媚 君子臣 苏家 甚至是北境百姓都知道这一战迟早要来 只是 先前三王造反 天圣内乱 圣经里那位没有将遥远苦寒的北境放在眼里 但北境成长得太快 迟早会成为皇帝心底厨之后 快得一根刺 所以 北境在发展商业贸易的同时 对迟早要到来的一战 从没有懈怠 上至三四十岁的青壮男子 下至孩童妇孺 平日里 除了耕种做生意之外 也有在好好的训练随时能放下锄头 上阵杀敌 为了避免父辈受敌 苏明凤苏燕依旧镇守边关 防着墨北铁骑趁机偷袭 而君子臣 苏江青 苏印白他们则带领大军奔赴前线 明媚坐镇北境中州 负责稳定后方调度粮草 替两边输送武器和商药 当然 他一个人也做不了全部事情 洪福书院教出来的学生 还有他娘 二婶三婶 苏景色苏景秀 都在大战中变成熠熠闪光的女性 他们为前线将士 缝制抵御严寒的棉衣 他们上山采摘药草 制成各种抗炎消毒的伤药 他们学了医术的 不畏流言 自愿奔赴前线 当起了军营中的女大夫 给伤兵青窗包扎 令伤亡减至最轻 他们日夜赶工 不顾繁琐做肉干 烘干蔬菜 调制佐料 制作古代剪一板方便面 让北京将士在行军打仗时 也能吃上一口好的 在明金收兵 两地扎营的夜晚 定北军有意者包扎 大口吃肉 喝着十里飘香的方便面汤 营地里一片暖容的火光 与欢声笑语 满是对未来的希望 而天圣君只能喝凉水 啃硬巴巴的干粮 遥遥隔望着敌营里 传来的肉香与欢笑 就连天圣君的将领 都忍不住满腹抱怨的咒骂 妈的 定北军顿顿吃肉 我们天天啃灰面饼子 这仗还怎么打 这时 定北军中传幽怨的情音 是明媚专程为敌军准备的 十面埋伏 破阵曲 最是攻心 天圣君将士听了心中破防 一时间情绪低落的满是悲怆与绝望 甚至不知 从哪里响起滴滴的乌叶声 定北军营中 主帅营仗并不如何华丽 甚至些许简陋 君子臣借着烛火 拆毒从中州而来的传信 勾起的瑰丽唇角 却令满是生出了明珠之灰 虚余后 他提起笔写下 攻心之计甚妙 我与家人一切安好 不曾受伤 轻轻悟念 第124章 解放奴隶 曾经苏家 从圣经到北京的流放之路 走了有将近一年半 遇到过高温 山火 洪涝 瘟疫 人祸 然而从北京打回圣经 这一仗却足足打了快三年 因为定北军所到之处 不仅仅只是占领下一座城池那么简单 而是安抚百姓 整顿官吏 收编原被俘虏的天圣君 原本天圣经过三王之乱 以及五年内乱 许多城池周府 已经是千疮百孔 或许今日被雍王叛军侵占 百姓们上交了粮食与赋税 明日又成了丽王的地盘 还得再交一遍 这世道 逼得普通人没有活路 要么卖卖女 混得一口饭吃 要么落草为寇 躲到山上去 在定北军攻下城池时 处在战乱区的百姓以为 不过是又换了支军队驻扎 跟以前雍王叛军或平王 丽王的叛军没什么两样 不知道这次又是搅粮耐营 还是征招撞钉 可 出乎意料的 定北军入城 不争杀抢夺百姓的一分一离 反而开粮仓 分田地 教化名声 这些粮食 真是给我们的 之后还要给我们分土地 只要是被破入了奴界的 皆可发还卖身器 回归自由身 定北军所到之处 不可再有奴界 太好了 这真是太好了 几乎被奴役了半生的百姓 喜极而起 他们本是良民 只是实在活不下去了 才被迫成为了奴界 一开始是赋税高涨 一亩的田地 原本交六成的税收 剩下四成养家糊口 慢慢地变成交七成 八成 交不起高昂的赋税 只有卖掉田地 后来是卖卖女 最后 卖掉自己 弃生为奴 名声聊苦 富户流油 本就是乱世景象 但 定北军就偏要一把劈开黑暗 裂开天光 这样的举措 老百姓们是喜极而泣了 但是城中富户和贪官污吏 可就不高兴了 把奴隶全部都解放 废除奴籍 从此天下百姓皆是自由身 不再是贵族们的私产 不得随意 发卖打杀 那今后谁来伺候他们 要知道他们买奴隶 也是花了一笔银钱的 这会让他们损失惨重 富户和贪官激烈反抗 被杀了一批 剩下的由苏华熙和蓝玉出面 怀柔安抚 我们北京跟九州四国贸易往来 能制造出天下最厉害的火器 有最顶尖的琉璃技术 将来还会有数不胜数的新奇物件诞生 各位何必只着眼放海 这些奴隶带来的小小损失 这些财主也不是蠢蛋 北京不缺冰丁 也不缺钱粮 甚至能拿出最新奇的武器 一炮轰开城门 定北军明显是要在这乱世 大开阔斧地 改造出一番新的天地出来的 绝不受任何掣肘 他们愿意乖乖听从岛还好 若是不听 下场只有一个 死 何况 北京在短短几年里 就从苦寒边境变得贸易繁华 这些财主心里也是蠢蠢欲动吗 有两位财神在 我们当然相信 定北军不会白白亏待了我们 我李家愿意向酒店下 带这个头将奴隶的契书尽数归还 我张家也是 下化线 百姓们恢复了自由身 按人头数分得了新土地 就连女子也被受了甜 定北军治下 百姓们喜大普奔 被战祸弄得破旧不堪的城池 终于有了点生机和喜庆的样子 从北京吹来的风 还有些寒凉 明媚穿着披风 我梗一圈雪白的兔毛 映衬着他慢慢展开的小脸 越发明艳漂亮 他跟君子臣 走在定北军新宫下来的街道上 开口道 征战四方容易 治理天下却很难 这样虽然会耗费时间多一些 离我们打到圣经去会慢一些 但是却给未来杜绝了很多隐患 君子臣轻叹道 从前父皇教我帝王心术 全谋制衡 皆是谋在庙堂 但是当我走出宫廷 才真正见到民生多奸 百姓极苦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君子臣或许会是未来的帝王 但是苏明妹跟他说话 永远没有那么多弯绕 他轻轻道 臣臣 百姓要的其实很简单 他们不在乎皇位上做的是谁 明天朝堂哪个又被升了官 他们想要的从始至终 不过是一间屋子 一件热衣 一顿饱饭 自古以来 农民皆干起义 颠覆前朝的历史里 无非是逼到活不下去了 但凡能活下去 哪怕贫穷一点 辛苦一点 谁都不会想到要去造反 所以啊 你将来一定一定要当一个好皇帝 永远都不要忘记今时今日 对百姓的人词怜悯之心 君子臣向他承诺道 会的 又转过了头 轻轻牵起了明媚的手 少年子衣风流 笑颜温柔 轻轻以后监督我 他不确定自己将来会不会是个好皇帝 但会努力学着做一个好皇帝 不过 你一定会是个好皇后 所以啊 你得在我身边监督我 第125章 天圣一统 改国号无忧 定北军攻下城池后 分粮 适奴 寿田的一系列举措 在这乱世中 就像是黑暗里的星火 给予人无尽的希望 之后 每到一处 百姓们甚至大开城门 迎接定北军的到来 当然也有那等富于顽抗的州府 里面的贵族富户 以及驻军将领 过惯了高高在上的奢明日子 再听说归祥的将领 还得接受劳动改造 表现良好的 才能酌情被重新录用 便不愿意定北军入城 拼死抵抗 但 底下的百姓 和强招入伍的兵丁 皆苦苛政久矣 竟然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群起反之 那夜 他们眼里燃起微末星火 把这个黑暗腐朽的皇朝制度颠覆 第二日 他们打开城门 线上被绑了的敌军将领 请定北军入城 就这样 定北军从北境到圣经 都几乎一路畅通无阻 途中 被雍王 利王 平王等三王之乱分裂的疆土 都一一重新收复 天下形势已然分明 最后 定北军兵临圣经时 君天义已经陷入孤立无援 就连云若月也离他而去 昔日云若月群下之臣 有过一夜露水情缘的七杀 阁主绝杀 也就是今日的西凉国七皇子 眼见圣经都 快要被攻破 云若月心想 自己大概是做不成君天义的皇后了 就算现在君天义愿意封他为后 恐怕也是个亡国之后 云若月还不想死 他让绝杀派人 接走他和两个孩子 只要绝杀能够登上西凉国皇位 他就还有成为皇后的希望 就不会被系统抹杀 云若月以透支积分 将来双倍偿还的代价 让至尊皇后系统 给他成功地更换了攻略对象 所以 圣经皇宫被攻破的时候 宫女太监惊慌四散地逃窜 就连他亲娘瑞德太后 也卷了金银 只顾得上自己的死活 君天义则是一席名皇 独坐在金鸾殿中 他彻底想起了前世 眼前一阵地恍惚 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明明做了一世的尊贵帝王 寿终正寝 怎么这辈子就成了亡国之君 哦 君天义突然恍然大悟 一切的变故都出在云若月身上 上辈子他和苏明凤帝后恩爱 重用苏家 也不曾有过天灾战祸 但 今生因为认识了云若月 他就像是被蛊惑般 为了云若月贬弃为妾 轻灭苏家 最后沦落到这一半地步 国破家王 众叛清离 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他本可以做名流史书的君王 虽不及一帝千古万名羊 但做个守城之君 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却要沦落成王国之君 一不错 不不错 哈哈 君天义仰天 凄苦长笑 最后自焚于龙泉宫中 他不愿做那王国的阶下囚 还想保留最后一分帝王的体面 选择了跟苏明凤假死时 一样的死法 苏明凤知道后 也不过冷冷一笑 这样的死法 真是便宜他了 心中对这个前夫 是没有半点留恋 天圣一统 先帝九子君子臣 被奉为新主 改国号为无忧 天圣这个国号 总感觉有种圣人俯视 众生的高高在上之感 但高处不胜寒 高处亦是无法察觉到 世间疾苦的 而我怨天下百姓无忧 这个破旧 腐朽 摇摇欲坠的皇朝 从此迎来了新生 第126章 住进昆宁宫 虽说国号更改 但君士皇族传承未决 也避免了一场 迂腐老臣的拼死抵抗 和血流成河的动荡 君子臣登基一世 并不如何奢华盛大 只地妙祭祖 昭告天下 至于行事一切从简 而这位才年满十八 位及弱贯的新帝上位后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废除奴隶制 提拔寒门子 替昔日被扣上 叛国罪名的苏家 拨乱反正等等 也让曾经圣经的老牌贵族们 都看到了他的铁蟹手腕 不过 靠自己从北京 一步步攻回圣经 手掌兵权 有苏家 满门将心 做后盾的少年帝王 根本不惧这些 十家贵族的不满 不服也得给我憋着 英国公府邸 被赐还给苏家 苏老夫人望着昔日鲜花似锦 烈火烹油 钟鸣鼎石 后来却一息之间 大煞轻颓 树倒狐寸散 最终又多多转转 回到这里的府邸 不经心中感慨万千 当日被废地下指流放 不曾想 还有活着回到这里的一日 掌兮兰英 温柔又坚定地 扶着苏老夫人 重新走路这座府邸 在迈过珠门时 道 老祖宗 都过去了 是啊 现在一切都变得好了 府邸仍在人依旧 就是我的小明媚啊 当初离开的时候 才那么大一丁点 现在也到了嫁人的年纪了 咱们这位皇帝陛下 可要等不及了 苏老夫人摇头笑道 但没啊掩啊的 满是慈爱 明媚没回英国公府 被君子臣哄着 先住进了昆宁宫 因为天下出定 朝代更迭 心底刚刚登基 大量事物堆积 沉杂繁忙 前朝有废帝君天意 和三王之乱 留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 后宫也是千疮百孔 有待整心 像卷银出逃的公币 近过身的太监 以及瑞德太后的去处 都是问题 哪怕北京的五年 加上争夺天下的这三年里 已经培养出不少 能独当一面的人才 但面临一个国家 这般的庞大机构 仍旧是不够用的 君子臣又贯会在明媚这里 装乖卖可怜 不管他在人前 是如何少年有为 冠绝天下的一国天子 在苏明媚面前 他就是那个 昔日他捡回家的漂亮小皇子 如今他的亲亲男朋友 治理天下比打天下还累 每日都有批不完的折子 姐姐联系联系 帮我好不好 哪怕做了万人敬仰的天子 君子臣在他面前 永远不会称朕 仍旧是称我 位极若观的少年 慈白的眼下 多出一抹戴青色 并不显得如何损伤容色 反而将这些年 越长越风华恋艳的那张脸 趁得多了几分 落魄憔悴的动人来 君子臣脑袋蹭在明媚井边 驾轻旧熟的撒娇 明媚心一软 好好 帮你帮你 于是 龙岸旁 增添了一把雕刻凤凰的椅子 堆成小山式的上座的折子 两人并肩而坐的处理 不知不觉 就一道长夜未央 宫登出上 君子臣又道 天色已晚 我已经命人将昆宁宫收拾了出来 轻轻就在宫里住下 昆宁宫 历来就是皇后的居所 明媚眨了眨眼 突然就懂了他男朋友的小心机 却故作不知地推辞道 我素在宫里 这不太好吧 其实 苏明媚哪里是遵循 那什么老十字礼法的性子呢 就是故意逗弄他的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宫登明媚里 君子臣望向明媚的眼眸 墨色流转 嗓音染上淡淡的雅意 若大皇宫只有我一人 住着太空旷孤寂了些 轻轻愿不愿意 与我同住 在那样虔诚又期盼的注视下 苏明媚呼地笑起来 仿佛整座宫室 都明珠声灰般亮了起来 他答 好啊 第127章 提亲 苏家嫡幼女 住进昆宁宫 天下人都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 明媚在北京 就是百姓们心中 神女般的存在 如果她做皇后 是众望所归的事情 只是 苏家上下可就不怎么高兴了 世人心中 天下女子至尊的皇后之位 在苏家人眼里 也不过二 配不上他们家的宝贝 虽然他们从三年前 就有心理准备 明媚迟早是要嫁人的 等这一天真的到来 上至苏老夫人 下至苏燕 都有些破防 君子臣已经是一国天子 却并没有直接下一道 指意宣明媚入宫 而是像寻常人家 嫁娶心腹那般 亲自带着聘礼 登了英国公府的大门 一箱箱聘礼 自皇宫正门台出 第一台进入英国公府时 最后一台还没出皇宫 十里红装 浩浩荡荡 惹得天下人都侧目艳羡 君子臣 没有半点天子的尊贵架势 朝苏老夫人 值得是晚辈里 老夫人 我今日是来提亲 苏老夫人轻叹了声 老神知道 这一天总是会到来的 昔日陛下曾许诺的 不知今年之后的如今 可还作数 誓言依旧 我心不改 君子臣道 苏老夫人慈祥的汉手 这些年 陛下是怎样戴明媚的 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去吧 至少今日老神 不会是陛下的阻碍 像苏家长辈 二叔 苏映白从很早起 就将君子臣 视作主上尊敬和培养 是一师一臣的关系 而三叔苏华熙 是为人圆滑八面玲珑的性子 他们虽然 都对臭男人 要来取走自己的宝贝侄女 很是不情愿 却也到底保留了 成年人和长辈的体面 但是 小辈们可就没那么多顾忌了 除了苏明凤和苏江青以外 几乎都是混迹军营 也蛮生长起来的 习惯性用拳头解决问题 苏燕更是直接放言道 陛下要想取走姐姐 至少得先赢过我们 君子臣眼睛都没眨一下 紫衣恋华 笑音音地道 好 不过 还请兄长阿子手下留情 苏明凤抱起胸 凉凉一笑 那可不行 当我的妹妹是好娶的吗 他点头表示赞同 君子臣虽然从三岁起 就由皇室暗卫传授武功 就连暗衣都不知道他如今的实力 在同龄人中算是先有敌手 但是也经不起车轮战 一边是他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 一边是男朋友 明媚最后只得捂住眼睛 大声喊了句 至少别往脸上揍啊 君子臣被苏家人车轮战揍了一顿 最终皇帝陛下成功求亲 脸上挂着彩 但春风得意地回宫 准备婚礼去了 苏家人则以婚礼前新人不能见面的缘由 将他们家的小宝贝留了下来 想留明媚在成亲前在府里多住几日 这样的日子 以后恐怕就不多了 明媚心里惦记男朋友脸上的伤 到了晚上像小时候那般 顿得偷偷跑到陈元殿 给君子臣上药 君子臣不曾问明媚是如何来到皇宫的 两人坐在陈元殿前的台阶上 夜凉似水 月滑似练 明媚捧着君子臣的脸 指尖是混合了灵泉水做的药 一点一点抹云在君子臣嘴角和眼尾的亲子上 都叫大姐姐和二个不要揍脸了 怎么看起来还是这么严重 君子臣唇角弧度轻微地笑 不故意往脸上流点明显的伤 怎么叫苏家不再为难 同意他提亲迎娶他心上人呢 还笑 明媚瞥见他唇边如灿的笑意 不禁称道 被揍了就这么高兴吗 君子臣道 自然 马上就能娶到你 我如何能够不高兴 提及此 明媚也略微羞涩 气氛就忽然暧昧了起来 两人面孔相对 呼吸缠绕 明媚莫得扑斥笑了起来 捧起君子臣的脸亲了一口 眼睛灿似星辰 笑盈盈的 怎么我男朋友被打得连五颜六色的 还是这么帅 君子臣常指点了点唇 也笑 应该亲这里 不要 明媚娇称 好了 给你上完药 我要走了 药里有灵泉水 明早起来 就应该看不见明显的伤痕了 不然顶着这么一张五颜六色的脸 多损帝王威严啊 君子臣握住明媚的手腕 拽住她离开的身影 从背后将她整个人抱住 明媚 等我来娶你 嗯 好 第128章 废除选妃 聘礼已是红装十礼 澄清更是盛大无比 听说 给未来皇后娘娘绣的婚服上 金枝银线 明珠一闪 缝冠上的宝石 也是举世 罕见的奇珍 独一无二 君子臣将一切安排的妥贴 半点没让明媚废神 她只要开开心心 做一个代价的新娘就好了 澄清实用的雀扇 这个 还得明媚自己绣 起初明媚满口答应下来 不就是绣个扇面 我肯定能行的 结果 却差点十个手指头 都被扎出血洞来 明媚哭唧唧 谁能想到 我连玻璃都能烧制出来 却被一个扇面给难倒了 君子臣看见了心疼的不行 将绣雀扇的活 给揽了过去 少年天子白日上朝 晚上下朝后 还得粘起绣花针 给明媚绣雀扇 就连兰姻知道后 都觉得君子臣太过宠着她了 明媚 说起年纪 陛下比你还要小些 你也不能太欺负陛下了 明媚挽着兰茵的胳膊撒娇 娘 我哪有欺负她 您先前还担心我入宫 会被陈臣欺负 现在怎么反倒心疼起她来了 都说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娘你以后该不会只疼心她 都不心疼我了吧 兰茵点了点女儿的额头 小陈道 你呀 又叮嘱明媚 入宫以后 可不能在这般 没大没小的 直呼陛下姓名 让外人听见了 会笑话陛下的 可是晨晨喜欢 才不喜欢我换她陛下 明媚心说 却没跟她娘顶嘴 眨了眨眼道 娘 我知道的 在外人面前 我还是不这么叫的 兰茵抚摸着女儿乌黑秀丽的长发 眼尾弯起淡淡的笑意 养儿一百岁 常有九十九 想到你要跟你长姐一样 嫁入皇室 娘先前总是忧虑不已 如今看到陛下对你这般 总算可以放心了 其实 明媚一个现代人 选择在古代嫁人就是一场豪赌 好在君子晨永远不会让他输 古代敬畏鬼神 天下佛庙又以大悲似最负圣名 也不知道君子晨是怎样威逼利诱了那位印光大师 竟然让这位得到高僧配合 他说 明媚是神女 娶之可保过国座百年 给天下带来前所未有的盛事 只是神女尊贵 若要迎娶神女 就不得再有三妻四妾 这是对神女的亵渎 印光大师的预言一出 上朝时满朝文武贵了一地 请求君子晨为了江山设计 迎娶神女 委屈一点以后就不要再选妃了 从此 无忧国废除了选妃制度 后宫再无粉带三千 明媚知道后 都惊叹于君子晨 竟然能想出这么绝的招 就算以后那些王公贵族 想要给君子晨后宫塞女人 也都不能够了 没有哪个家族 敢冒着动摇国座的骂名这样做 就连君子晨自己也不可以 明媚问 晨晨 你这样做 就算将来想娶妃 可都没有退路了 真的不会后悔吗 君子晨的回答是 不悔 虽然他笃定 自己这一生 只会爱明媚 只会有他一个妻子 但是流年一改 变数太多 他要亲手断了所有的后路 断绝将来会令明媚 受到一丝伤害的可能 整个天下会替他监督她 而且我知你不是 困于后宫的女子 有了这样的声明 将来做许多事 都会方便很多 君子晨莫眸 看向少女时 灼灼练艳 嗓音低下来 带着温柔的叹息与前犬 明媚 我不想你嫁给我 将来会觉得后悔 明媚的回答意是 君子晨 我也不会觉得后悔 第129章 封后 大婚 那日 天气极好 十二富凤凰一家庭 在英国公府门前 明媚却擅遮面 败别长辈 登上轮车 凤凰一家绕成一圈 红毯开道 金箔挥洒 花瓣满天 在由皇宫正门而进 地后祭祖 禁告天地 封后大典繁多 而隆重的礼节 没有出一丝插错的完成了 回到昆宁宫 明媚肩膀一松 脑袋上 粪冠琳叮当的摇晃 快 晨晨 给我把这个取下来 君子晨将坠着明珠和宝石的粪冠 从明媚头上取下 拿到手里就觉得沉甸甸的 怎么这么重 他有些吃惊和懊恼 光想着给明媚打造一顶 最美最华贵的粪冠 却没想会这般重 让他久待受累了 君子晨末眸里 浮现起愧疚与怜惜 光色恋恋 满目都是明媚如花的倒影 是我疏忽了 没事的 反正大婚的粪冠 也只带一次 明媚眼睫 有些羞涩的眨洞 我们现在 要做什么呀 昆宁殿里没有留人 君子晨跟明媚相处时 不惜有外人在 君子晨盯着明媚娇羞的容颜 精致的喉骨微微滚动 礼服沉重 我先帮你换下课好 嗯 明媚点点头 他急急使君子晨送的凤凰装台 被一起抬进了昆宁宫 那层叠繁复的皇后 官服明媚 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穿和脱 但是却在君子晨手里 很灵活地 被一层层半条丝里的脱落 最后只剩下一件 像绣着凤凰图案的大红色寝衣 琳琅的拆环也被一一卸下 乌发如铺垂落腰间 硬衬的细腰仙仙 不迎一握 凤凰装台的鸾镜中 美人眉目鲜严 容貌精致 肌肤如雪 而她的身后 年少的天子 透着鸾镜看着她 目光灼灼 仿佛要将人给吞吃掉 明媚喉咙紧张羞涩地吞咽 小脸飞红 语气磕半 你干嘛这样看我 好看 少年天子 莫眸流转着迷恋 慢慢低头靠近明媚 我的明媚最好看 可以亲你吗 嗯 君子晨稳住了明媚 她的闻很温柔 像是怕吓到她 带着一丝克制 更多的却似冰山融化 潺潺春水之下的岩浆 鲜红滚烫 热烈薄发 起初还能收敛 逐渐放肆了起来 大红色寝衣 肌肤如雪的美人 被抱上凤凰妆台 上面盛放着的明珠拆环 被一把扶到地上 琳琅衰落作响的声音 掩盖了那句惊呼的痛 满电鲜艳明目的大红 宫灯光影摇曳 春情融融的夜晚 响起凌乱交缠的喘息 和滴滴的气音 还有男子饱含隐忍情愫的青红 明媚只觉得全身酸痛 像是被人翻来覆去地拆了一遍 他依偎在君子晨怀里 微闭着眼 眼尾掖着一抹妩媚的艳色 漆黑的眼睫上 四落了晶莹 有些湿漉漉地 露出个委屈巴巴的表情 痛 君子晨手指连袭地 抚着那乌黑浓厉的长发 很认真地道歉 是我不好 但我发誓 只要你痛这一次 以后不会了 明媚也知道 女子初次就是这样会痛的 那这次就原谅你 君子晨又忍不住 清了清她的唇 温柔地询问 我抱你去沐浴 明媚摇头 灵犬解乏 她想进空间 还有 既然已经跟君子晨 结发为夫妻 明媚觉得 空间的事情 也该跟她讲一下 免得她有时突然消失 还得想各种借口 明媚说 有件事情 空间这是听起来玄幻得很 就连现代人 恐怕也无法历史理解 君子晨倒是接受良好 我早就知道 我的明媚是与众不同的 明媚从君子晨身上爬起来 仰头看着她的眼睛 你就不害怕 觉得我是什么 吸人精魄的山野精魅 或是妖魔鬼怪吗 君子晨勾唇 微微艳足的眉眼 在流淌的夜色里 眼风艳急 专程吸我一人精魄的精魅吗 那也不错 明媚 她抓过君子晨的手 咬了一口 娇滴滴地哼了声 不要脸 却也明白 君子晨是真的不害怕 不介意 让君子晨给她穿上请衣后 明媚道 那你看好了 不要紧张哦 明媚本想在君子晨面前 表演一次进空间的效果 谁曾想 竟然抓着她的手 一起跌进了空间 明媚自己也很猛 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跟我一起进来 她以前也不是没试过 带人进空间 但混沌空间 可以放进鸡鸭鱼兔 飞禽走兽等活物进来 唯独人不行 这次怎么 君子晨有一瞬 被自成一介的混沌空间里的 景致震撼到 不过 眼底除了震撼与惊讶 也没有其他了 听到明媚疑惑地喃喃自语 君子晨思想到什么 默眸闪过一丝明了的流光 她轻身凑近明媚 手落在那不应一握的细腰间 咬着那雪白精致的耳珠 低语泥喃 不知说了句什么 明媚小脸莫地变得鲜艳 就连倾一下的梗子 也附上一层醉人的薄粉 她娇称抬头 眸子晶莹璀 你 第130章 大结局 明媚娇羞慢恼 不过转念一想 竟然也觉得挺有道理的 不然也没法解释 为什么先前空间不能带人进来 唯独新婚夜后 君子晨可以 你这个坏蛋 明媚娇称羞骂道 为什么这个空间会这么瑟瑟的啊 明媚带君子晨参观她的小世界 带她看紫禁莲池 带她看她养的小鱼小虾 带她看森林里野蛮生长的奇珍异兽 在混沌空间里 明媚就是绝对的主宰 心念一转 便能从这座山脚来到那座山头 两人在空间里待了许久 许久 然而从里面出来 也只过了一两个时辰而已 明媚告诉君子晨 要是你以后惹我生气 我就在里面待上一辈子 等你变老变丑了再出来 新婚夜过后 君子晨虽然可以随明媚 一起进入混沌空间 但是只要明媚不愿 便能够将她拒之门外 毕竟她才是空间的主人 不敢 也不会 明媚我会带你很好的 君子晨有些后怕的 将明媚抱得很紧 仿佛嵌入骨血 明媚轻轻撕了声 晨晨 你勒疼我了 君子晨赶忙松了松手臂的力道 眸色有些惊乱 抱歉 明媚心念微动 晨晨是真的很害怕 她会躲进空间里 一辈子不出来见她 她抬手拍了拍君子晨的背 轻哄道 好了 吓你的 你还当真了 君子晨喉咙吞咽了下 声音在夜色里有些色意 寄惑至宝 自然担心 害怕骤然失之 明媚点起脚尖 微微仰手 乌发如铺 垂于身着大红色寝翼的腰间 挽住君子晨的脖子 往她唇上亲了一下 不会的 只要你不背弃承诺 我就不会离开你 君子晨搂紧了明媚的鲜鲜细腰 阴雅低语道 那我就带清清好些 再好些 好道 让你离不开我才行 明媚弯起红唇 好呀 那我等着 突然惊呼一声 因为 她被抱了起来 放上满目鲜红的洗床 明媚娇气的咬唇 有些担心会疼 乖 这次不会再让你疼了 我来伺候清清 好不好 君子晨哄的明媚点了头 手掌抹撒着 那段细软的腰肢 在那雪白无暇的肌肤 落下一个又一个亲吻 缠绵翡测 极尽温柔 明媚渐渐从中得了雀 微闭着眼 细腻银润的小脸 鲜艳舞媚 咬唇轻轻地喘息了起来 颠倒地叫着君子晨的名字 嗯 晨晨 我在 第二日 明媚理所当然地起晚了 不过 宫中没有太后需要请安 也没有后妃拜见她 整个皇宫就明媚最大 她想 睡到什么时候起都可以 君子晨也吩咐侍女 不得吵醒明媚 等到君子晨下朝后 才亲自哄得明媚起来 给她穿衣苗媚书发 一些无处可去 自愿留在宫中的老人 见到这一幕都很惊讶 他们待在宫中多年 也算是侍奉过几朝皇帝了 还从没见过哪位帝王 愿意以天子之尊为一个女子 做到这等程度 明明是挥斥方求的一双手 却甘愿为妻子做穿衣苗媚 这种琐碎的小事 到后来 见当今陛下连手中的权柄 都分给皇后一半 若不是皇后嫌 上朝时间太早 她懒得起来 恐怕就算皇后娘娘 想要在朝堂上垂帘听证 陛下都会微笑着宠密英语 他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地后恩爱 情色和明 君子晨宠爱明媚 与她共同治理天下 只要是明媚想做的 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韦 冒着得罪世家贵族的风险 也必然鼎力支持 提拔寒门 主张科举 发展工农业 提高女子地位 允许她们经商进入朝堂 种种举措的道路 都崎岖且正确 曾经的天圣 如今的无忧国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清明盛世 明媚和君子晨 被后世并称二省 君子晨也从不疑心苏家 在封后大典的第二日 就下指封苏江卿为英烈王 世袭网替 而后 第三年 封苏明奉为漠北女王 治理被收服的北江 赐予苏家单书铁券 令苏家再不会经历 抄家灭族之祸 西元帝对其皇后 是载入史书的三千宠爱及一身 后世之人无不限职 而时间回到无忧国 西元四年 明媚在一个早晨 毫无预兆地昏倒 她听见侍女的惊叫 还听见耳边 听见一道冰冷的机械音 您好 至尊皇后系统 结成为您服务 明媚身体昏迷沉睡 但意识清醒 你是什么鬼东西 宿主 我是至尊皇后系统 检测到您身负奉命 可助您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至尊皇后系统 这个有些熟悉的名词 被明媚从瑶九的记忆里找出来 脑海里骤然浮现起一个名字 云若月 对了 这个至尊皇后系统 不就是女主云若月的东西吗 哦 明媚又末地想起 前段时间 子一未上报的别国秘奏 西凉国夺敌之争中 七皇子失败被诛 七皇子妃 以及七子嗣 也被失去了下落 云若月 死了 所以 至尊皇后系统 从她身上剥离 现在还绑定了她 明媚美眸划过一丝灵力 冷笑道 我已是皇后 似乎用不上你 所以 从我身体里滚出去 话音落下 明媚从石海里 强行拽出一团 掺杂着黑灰与血色的光团 还以为是什么东西 原来不过是从其他世界 掉入的邪修 妄图窃取国运 为食疗伤 这些年 你躲在云若月身体里 想必吸食了不少天圣 和西凉国运吧 曾经的天灾兵货 也应该是因龙脉损伤而带来的 你这样的邪修 留在世上也是祸害 还是回去的好 她掀手一握 只听一道惊恐 而淒厉的声音响起 不 不可能 这个世界除了我怎么可能 还有人会休闲 求求你放了我 看在我们同事修饰的份上 贱人你敢 哎呀好痛 饶命啊 光团碎裂成无数光点 荣于天地 至尊皇后系统 至此彻底消弭于世间 不复存在 明媚醒来 君子晨守在凤塔前 握着她的手 狭长的眼眸心红 见她睁眼露出一个 微微苍白而憔悴的笑容来 明媚摸了摸她的脸 我睡了很久吗 你怎么这个表情 苏家人皆在 明媚 你昏睡了三天 可吓死陛下和我们了 玉玉说 你是有孕才突然昏倒 可不知怎么就是醒不过来 啊 明媚惊讶武上小妇 怀孕了 君子晨握着明媚的手 一起轻搭上她的小妇 看着她的目光 温柔又深情 是 我们有小宝宝了 西元五年初 皇后生下一子 才降生 就被封为太子 赐明君陵 太子年满十六时 神婴皇后离世 次日帝一长轰 太子登基 将帝后合葬 脸上 却不见丝毫悲戚之色 少帝道 父皇与母后 只是患了的地方 他们依然永远在一起 朕为何要伤悲流涕 少帝勤勉 历经图治 在史书上是 不逊色于其父的 盛世明君 多年后 一处红风 灼灼绚烂夺目的林间 紫衣女子容颜绝色 身旁铜色滑长的男子 搂着女子的腰身 两人漫步其中 似一对神仙碧履 这二人的容貌依旧 年华近似从未老去 正是早已离世的先帝后 红风叶落在地上一层 满目的明拙鲜艳 美不胜收 明媚族上的朱履 踩在柔软的红风叶上 漫步其间 有种不惹红尘的美丽 林儿又来信了 说的什么 君子晨轻轻扶着妻子的腰 紫色练艳的袖 落在那不赢一卧的腰之上 两人的衣裳 竟然四融在一起 不分彼此 不必管他 明媚轻轻摇晃了下他的手臂 说说 君子晨沉默了下 冷哼道 不过是又控诉我们丢下他 自己出宫逍遥快活 我们这对父母 不称职这等的陈词烂调 这小子 让他做皇帝 他倒是不乐意 明媚 那你怎么回答 君子晨长指 粘起明媚乌黑病发间 掉落的一片红风 道 让他自己生了孩子 不论男女 养到十六岁 再传位给他他就是 明媚 真是清爹 帝君灵在位二十年 继承其父的专情 一生只娶了一位皇后 得一女 这位帝姬 自小被当作太女培养 文韬武略 无疑不惊 后 帝姬登基 成为无忧国第一位女帝 盛世再得以延续 全文完